三年前 曾经被誉为天才的牧尘 破天荒选择了最垃圾的浑兽武装 当所有人都以为那是一场意外 导致天才陨落之时 加在了三年的系统 终于在高考的前一天正式启动了 利用系统带来的无限强化能力 牧尘表示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你大爷 始终是你大爷 开局直接将防御满上 成为所有人的噩梦 F级技能 吸收 强化到EX级 免疫所有伤害 直接防御无敌 并且还可以将吸收的伤害 全部转化为下一次攻击时的伤害 出手及秒杀 一拳超人既视感 F级技能 捕食 强化到EX级 能够提取所有被捕食生物的技能 无限技能 无限续航 无限强化加无限技能等于 当一个个技能 全部被牧尘强化到了天际 牧尘表示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系统 技能给我加满 谢谢 第一章 骚年 你相信光吗 骚年 你相信光吗 正因为选择相信 牧尘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三年了 三年前 他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起初 他满怀信心 渴望在这个充满超凡和怪物的世界中 展现自己的不凡和光芒 然而 这两年下来 他好像反而失去了光 废物 垃圾 吊车尾 这些词汇 似乎已经深深刻在他的身上 成为了他的代名词 这一切 都因为牧尘契约了一个劣等种族魂兽 恶魔史莱姆 让曾经的天才瞬间变成了废物 后排靠窗 王的故乡 坐在最后一排的好机友任天堂 一脸认真的身边靠窗的牧尘 牧尘 我前些天和你讲的事情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他的眼里 全是惋惜 这个事件 很奇特 每个人在15岁的时候 会获得一次契约本命魂兽的机会 何为本命魂兽 魂兽其实就是一些独特且强大的幻想生物 但不是御兽 让它们去战斗 而是用这个世界的人 与生俱来魂兽融合的能力 魂兽武装 将体内契约的本命魂兽力量引导出来 化为魂兽武装 从而变成一个强大的魂兽武装者 就和一些动漫作品里一样 这些魂兽 根据强度 上线 成长潜力被分为了 列等种族 下等种族 普通种族 高等种族 君王种族 帝皇级 主宰级 传说种族 以及最神秘的神话种族 而牧尘在契约之前 一直都是一个天才 每一次模拟契约 最差都是君王种族 最高更是出现过神话种族 却没有想到 到了契约的那天 牧尘竟然破天荒地 选择了契约恶魔史莱姆 一个在列等种族里 都是下水道的存在 虽然他不明白 牧尘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身为朋友 他还是拜托自己的父亲 给牧尘提供一份工作 那就是放弃高考 去他父亲的公司 当一个销售员 底薪甚至都给到了六千 加上百分之十的抽成 这个待遇可以说是很出色了 足够保证自己一个人 牧尘一事无忧了 牧尘听着任天堂的话 淡淡地笑了笑 我说过了 我要参加高考 你疯了吧 考核是有生命危险的 你的魂兽力量 你确定考虑清楚了 当然 我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牧尘看似随意地笑了笑 但语气里 却充满着坚定 看着牧尘坚毅的眼神 任天堂心中涌起一阵敬佩 他犹豫了一下 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深吸了一口气 既然你想这么做 那我也决定了 明天我和你一起组队 以我的魂兽等级 应该可以带你通关 困难难度的考核 我会帮你考上大学的 让你梦想成真的 高考考核分为了普通 困难 噩梦 地域四个难度 想要进入一本大学 至少需要完成困难难度的考核 任天堂契约的魂兽 是君王蛇 属于君王级别的强大种族 评分为A家 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 单通噩梦级是没有问题的 牧尘知道 原本任天堂想要的 是和其他人组队去地狱级 但他在听到自己的决定之后 竟然愿意带自己去 完成困难级考核 说实话 牧尘听到这里的时候 心中是十分感动的 他拍了拍任天堂的肩膀 对着他摇头笑了笑 谢了兄弟 不过我真的没事 不用太担心我 明天你就知道了 你 任天堂还想说些什么 但这个时候 上课的铃声已经响起 见到老师走进来 任天堂只好暂时作罢 此时 坐在后排的牧尘 目光看向了窗外 他真的是废物吗 当然不是 他只是厉害的 不太明显罢了 事实上 牧尘和每一个穿越者一样 都得到了来自地球母亲的祝福 系统 只不过 这个系统还没有加载好罢了 而现在 系统终于加载完成了 无限强化系统加载完成 为了感谢宿主三年的等待 本系统将赠送您超级新手大礼包 您可以将任意技能提升到S加级 另外 本系统的功能只有一个 加点升级 使用击杀怪物掉落的神之力 可以对本命魂兽的任意属性 技能进行强化 牧尘看着眼前的提示 右手握拳 在心中呐喊 三年了 你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吗 当初他之所以选择契约史莱姆 就是看中了系统的无限强化的能力 恶魔史莱姆这个生物 虽然成长属性很垃圾 但是他的独有技能 却是独一无二 而且无比强大的 只要有这个系统的能力 他就可以成为最强大浑兽武装者 如今 系统终于来了 他也没有白等 一次可以将技能 拉到S加级的特权 当即 牧尘意念一动 直接拉出自己的魂兽面板 魂兽名称 恶魔史莱姆 魂兽种类 猎等 成长 体魄F级 敏捷F级 精神F级 综合F级 独有技能 吸收F级 捕食F级 神之力 零点 即便是看了三年了 牧尘现在依旧觉得这个面板 真的太垃圾了 成长全部是最低级 独有技能 全部也是最低级 成长最低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 即便牧尘等级提高到了100级 可能也没有契约了A级平分魂兽 但等级才40级的武装者强大 菜 是真的菜 别说那些同学 瞧不起自己 就算是牧尘自己 也瞧不起自己 但他看中的 也不是恶魔史莱姆的成长 他看中的 是恶魔史莱姆的技能 吸收 可以吸收十级以内 所有生物的攻击 技能伤害 并不会受到任何负面效果影响 捕食 可以捕食十级以内的一切生物 能够补充自己消耗的能量 记忆 每七天的第一次捕食 100%获得目标的一个技能 但需要注意 对有意识的生物捕食成功率较低 这两个技能在限定等级之内 简直就是神技般的存在 即使是一些神话种族的魂兽 也未必有这么强大的技能 只要通过系统的能力 把这两个技能的等级提升上去 那么他将会成为最bug的存在 就选吸收来使用特权吧 活着才有输出 活着才有未来 所以最好的选择 就是将吸收这个技能强化上去 到时候自己无敌了 还可以通过击杀超凡怪物 获得神之力 再来提升其他方面 所以牧尘仔细思考了一下 对这系统说道 系统 吸收 加满 谢谢 第二章 什么叫无敌 这TM的就叫无敌 您使用了特权 将恶魔史莱姆的技能 吸收 提高到了一级 您使用了特权 将恶魔史莱姆的技能 吸收 提高到了地级 您使用了特权 将恶魔史莱姆的技能 吸收 提高到了C级 您使用了特权 将恶魔史莱姆的技能 吸收 提高到了S加级 吸收 S加级 可以吸收500级以内 所有生物的攻击伤害 技能伤害 并不会受到任何负面效果影响 另外 每次吸收伤害时 会储存受到伤害的20% 可用于加速 或者在下一次对单体攻击时 一次性释放出去 牧尘看到这个效果 嘴角一挑 心中狂笑 什么叫无敌 这TM的 就叫无敌 这就是恶魔史莱姆的技能 这就是自己想要的无敌 500级以内 任何生物的攻击 技能 都无法对自己造成伤害 还可以将吸收到的20%攻击伤害 在下一次攻击时 全部释放出去 能扛能打 就是这么屌 而且 这还只是S加级的效果 他都十分好奇 当这个能力达到EX级的时候 会是多么变态啊 好了 该说的也说完了 就在牧尘处理系统特权的时候 班主任陈文 轻轻整理了下课本 将大家的注意力 都集中了过来 笑了笑 现在进入到高考之前的 最后一次实战训练课 还是老样子 自己挑选对手 进行一对一实战训练 王腾 你和我来练一练 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大帝之姿 有没有同为伙系的 我们一起来玩火呀 看看我们谁的火大 我的浑瘦是水妖 有没有哪个同学 愿意陪我练习一下 怎么喷水啊 事后我请你吃海鲜啊 大家在听到陈文的话后 一个个都在寻找自己的练习对象 牧尘的身边 也来了很多人 牧尘 一起玩一玩呗 赵高你走开 上一次你就是 和牧尘对练的 这一次应该轮到我了 毕竟像牧尘这么好的沙包 可是很难找的呀 哈哈 你们啊 真的是太坏了 你们和我练一练 任天堂听到这些人的话 第一个站在了牧尘的身边 语气不善地瞪着这群人 不知道的 还以为牧尘有多少欢迎呢 实际上 这些人就是拿牧尘来当沙包的 因为牧尘的史莱姆武装 虽然很垃圾 但是却十分抗揍 再加上 牧尘曾经背着一个天才的名头 所以就有一些人 喜欢找存在感的人 每一次一有机会 就会来找牧尘陪练 每一次任天堂 都会起身维护牧尘 这一次 也是如此 大家看到任天堂阻拦之后 也纷纷露出了一个无趣表情 不过 正当他们想离开的时候 牧尘醉 忽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对着其中一个叫马涛的人说道 我记得 你契约的魂兽 是高等种族 火精灵是吧 嗯 马涛听到牧尘的话 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大嘴一歪 笑道 所以呢 你想和我堆练吗 牧尘 你别犯傻 任天堂察觉到不对劲 赶忙想要阻止牧尘 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牧尘却淡淡地笑了笑 示意他不用担心 他从任天堂身后走出来 来到了马涛的面前 接近一米九的高挑个头 居高临下的 看着不过一米六多的马涛 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容 道 那就来让我来看看 是你的火精灵强 还是我的恶魔史莱姆强吧 噗 马涛听到牧尘的话 顿时捧腹大笑 你是要笑死我 然后继承我的火精灵吗 一个劣等种族里的下水道 和我高贵的火精灵比 你配吗 周围的一些人 也跟着笑了起来 毕竟他们也不是 没有见过牧尘的战斗 大多数人的浑兽武装 是变化成武器 但牧尘的恶魔史莱姆武装 却是进行了全方面的包围和覆盖 可以说帅是真的帅 但是也就只剩下帅了 全部倒数第二的学生 都可以按着牧尘一顿抱锤 更何况 在班级排名前二十的马涛 班主任陈文 显然也看到了这个情况 他眉头微微皱了皱 看向牧尘问道 你们实力相差悬殊 牧尘你确定吗 当然 我很确定 牧尘点了点头 微微地笑了笑 马涛看着牧尘 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就来吧 让我看看你的劣等种族 究竟能有多强 行吧 见到二人都战意满满 陈文也没有继续说些什么 几分钟后 所有人都找到了各自的对象 陈文便带着众人 来到了一个训练场 因为牧尘罕见的主动约战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 这一次的战斗 陈文也将二人的战斗 放在了第一位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实战的规则 你们三年来都清楚了 老师就不再赘述了 现在开始进行浑兽武装吧 陈文见到二人 都走上训练场了 按照惯例说了一句 呵呵 火精灵 武装 马涛迫不及待地进行了武装 只见他的身后 浮现了一个火焰生物的虚影 淡淡的火光 包围着马涛的身体 他整个人的气势 变得强大 暴躁起来 马涛的身体 也被淡淡的红光包围 如同一个赛亚人变身那样 他的手上 多出了一把 释放着高温的火焰长剑 整个人自信无比地指向了牧尘 狂傲地笑道 希望你不会让我到太无聊 你肯定不会觉得无聊的 我保证 牧尘嘴角一挑 看看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武装 随后 他整个人挺直了自己的身体 双手交叉在胸前 核心发力 摆出了一套极为夸张 又十分娴熟的动作 大喝一声 史莱姆武装 变 身 伴随着牧尘的声音 恶魔史莱姆的虚影 出现在牧尘的身后 只见黑光笼罩着牧尘 恶魔史莱姆的虚影 化为液态 包裹着牧尘的全身 每一块装甲 都散发着阴冷的气息 一股寒气 更是席卷了整个训练场 牧尘的双眼在黑光中 亮起一道蓝色的光芒 深邃 冷漠 且锐利 数秒之后 黑光炸开 牧尘身披一身帅气的黑色机甲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他的武装和其他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 别人都是被光芒笼罩 但牧尘的 却是直接多了一身帅气的机甲皮肤 看上去十分的霸气 强大 武装参考图 说起来也奇怪 牧尘的魂兽 明明只是最垃圾的劣等种族 但这一刻 所有的同学们 都感受到一阵不寒而栗 他们看着 牧尘那傲视群雄的气场 似乎有一种错觉 三年前 那个不可一世的牧尘 好像又回来了 第三章 刚才你打了这么久 现在 也该轮到我了 为什么我感觉 这次的牧尘 和前几次不一样 兄弟你这还真不是错觉 你看看陈大美女的眼神 就知道了 人群中 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大家立马就将目光 看向了班主任陈文 只见陈文的眼里 闪过了浓浓的震惊 他是这个班的班主任 对所有人的实力了如指掌 他可以百分百确认 现在的牧尘 发生了某种变化 虽然不知道 到底是哪变了 但是陈文知道 这场原本一边倒的比赛 现在有好戏看了 比赛开始 陈文的声音响起 标志着这场对决正式开始 牧尘 看招 比赛开始的瞬间 马涛率先发动了自己的攻击 他虽然看不起牧尘 但也不是一个傻子 从班主任的眼里 他也看出了 牧尘好像变强了 所以话音刚落 马涛迈出步伐 身形迅速接近牧尘 烈焰斩 火焰剑刃 闪烁着炽热的光芒 爆发出灼热的火焰 向着牧尘猛烈斩去 这是他强大的火系技能 威力极为惊人 牧尘冷漠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细血 他毫不畏惧地 迎上了马涛的烈焰斩 甚至没有做出一丝防御 只是伸出自己的手 这一幕 让大家纷纷翻了一个白眼 果然 牧尘还是那个牧尘 用徒手去接马涛的技能 这是什么大聪明 才会做得出来的事情啊 即使是那些排名前十的人 也根本不敢这样去接技能 因为马涛的破坏力 可不是开玩笑的 大家似乎都看到了牧尘的下场了 任天堂也默默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牧尘到底是再怎么想的 就在大家都不看好牧尘的时候 火焰剑刃和他的手掌碰撞在一起 一时间火光四箭 强烈的热浪充斥着整个训练场 同学们不禁闭上眼睛 生怕被暴闪刺伤眼睛 然而 当烟尘散去 场上的情景 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牧尘屹立在原地 毫发无损 他的手掌牢牢抓住了马涛的长剑 他的手臂就好像一个黑洞 散发着淡淡的黑色光芒 不断吸收着长剑上的火焰 这 就是你的实力吗 你的火焰对我而言 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温暖罢了 真让人感到无聊呢 牧尘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从实质中 他都没有正眼瞧过马涛 马涛看到自己的技能 就这样被牧尘吸收了 连一点波澜都没有激起 一脸难以置信的喃喃自语 怎么可能 为什么 为什么你可以吸收我的技能 这很难吗 牧尘细血地瘫了瘫手 示意马涛朝着自己脖子砍 来 砍这里 我再给你表演一次 哼 你这是狂妄自大 我不信 听到这话 马涛从震惊中回过神 怒气填膺 再次挥动火焰剑人 朝着牧尘的脖子 斩去 马涛的火焰剑人迅速披下 一股炙热的气息 在刀锋附近凝聚 大家看着这一幕 紧张地平住呼吸 牧尘却真的没有躲避 依然静静地站在原地 目光中透露出一丝嘲弄 随着火焰剑人 接近他的脖子 炙热的火光如约而至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牧尘的史莱姆武装 散发出一道淡淡的黑光 吸收技能激活 火焰剑人 瞬间被黑光吸纳 火焰没了 刀锋卡住了 他感觉自己的攻击 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吞噬 不管马涛如何用力 他的剑人 就无法继续再向前一步 马涛瞳孔大地震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该死 这不可能 接连受挫 让马涛无法接受 他如同发疯了一样 对着牧尘疯狂攻击 劈砍 挥刺 上挑 下劈 他几乎是将三年高中生涯的毕生所学 都毫无保留地 在牧尘身上施展了一遍 但不管他如何攻击 从哪个角度攻击 牧尘依旧毫发无伤地站在那里 他那引以为傲的攻击 别说是对牧尘造成伤害了 就是连让牧尘被动挪一下脚步 都做不到 反而是他自己 却因为能量消耗过度 累了 此时 马涛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也逐渐失去了光芒 他无奈地看着牧尘 心中的愤怒和不甘 愈发沸腾 这个时候 牧尘伸了一个懒腰 极其嘲讽地说道 按摩力道挺舒服的 至少比任天堂按得好一点 还有你那个火焰 还需要加点火候 对我来说太冷了 如果你按照我的建议提升的话 以后毕业了 可以去当一个合格的按摩师傅了 说着 牧尘掰了掰手 骨头捏得咔咔作响 对着马涛咧嘴一笑 另外 刚才你打了这么久 现在 也该轮到我了 说着 牧尘忽然消失在了原地 在所有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几乎是闪现到了马涛的身前 右手黑光乍现 猛的一拳 轰击在了马涛的腹部 刚才接来了那么久的攻击 现在也该试试威力了 哦 马涛整个人攻成了一只虾 他感觉自己的内脏 骨骼都在这一拳下 寸寸炸裂 三秒之后 火精灵的哀嚎出现 马涛身后的火精灵虚影 顿时消散在空气之中 一拳 仅仅是一拳 牧尘就将契约了高等种族浑兽 被评为B级武装者的马涛给秒了 这一刻 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一幕 给深深的震撼到 说不出话了 一个契约了最烈等史莱姆 全班最垃圾 一直都是吊车尾的牧尘 不但在全班排名前二十的马涛全力攻击下 分毫无损 更是一拳 就秒了马涛 这种匪夷所思的场景 让所有人都呆滞了 牧尘的表现 让所有人的心中 都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 这其中也包括了班主任陈文 他一直都在观察牧尘的不同 从第一次的攻击开始 他就知道这是恶魔史莱姆的能力 吸收 一个可以吸收攻击和技能的技能 这个技能确实是很强大 但也仅仅可以对付十级以下的目标 超过这个等级 这个技能的效果就失效了 作为班主任 陈文对自己的学生很了解 截止到战斗开始前 马涛的等级是13级 牧尘的等级是5级 这代表着这个技能应该无法对马涛生效才对 但经过他刚刚的观察 牧尘确确实实用自己的能力 吸收了所有的攻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 那最后的爆发性攻击 又是怎么一个回事 一击将马涛的浑兽武装打爆 如此强大的攻击力 真的是一个才刚刚5级 成长评分还是F级的浑兽武装者 可以打出的伤害吗 他的目光看向了场上不可一世的牧尘 轻声自语道 难道三年前的事情真的不是一场意外吗 第四章 三年七一到 王者回归 比赛结束了 胜者是牧尘 班主任陈文宣布了这一结果 也就是这一句话 打破了刚刚久久不能的沉默 帅 太帅了 牧尘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 妈的 我以前竟然眼瞎嘲讽了你 真是多谢你的不杀之恩啊 早知道你这么强 我就是把我扮女票女偿给举报了 也不能来挑衅你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逆袭吗 太帅了 以前我就觉得 牧尘肯定是在扮猪吃老虎 现在看来我是预言家呀 你们可千万别刀我 当牧尘展现出强大的实力之后 班上那些的同学们 纷纷都开始改变对牧尘的态度 不管在任何世界 强者总是令人尊敬 这个世界 自然也是一样 之前他们还在嘲笑牧尘 但现在全部被牧尘的实力折服了 牧尘没有搭理这些人 而是走回了自己的位置 刚一走到这 任天堂就一个熊豹 一把抱住了牧尘 有一些哽咽地说道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你当初肯定是故意的 三年前不是一场意外对吗 三年前 身为三中第一天才的牧尘 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只猎等种族 综合评分为F 即的恶魔史莱姆 作为了自己的初始魂兽 实话实说 这是一个狗都不选的魂兽 正常来说 一个人初次觉醒的时候 拥有着三只可以契约的魂兽 牧尘当时肯定也是这样的 除非牧尘当时 三只可以契约的魂兽 全部都是F 即 否则完全没有理由 选择了这个全世界都知道很垃圾 狠菜的恶魔史莱姆 这个问题 当时校长也好 班主任也好 还是他这个牧尘最好的朋友 全部都问过牧尘无数次 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但牧尘总是对这件事闭口不谈 没有透露过任何一个字 久而久之 他们就认定 这是一场意外 但现在牧尘的变化 肯定是和三年前的选择有关系 所以 任天堂这话一说出口 所有人都把目光看向了牧尘 一个个都准备好了花生 瓜子 八宝粥 开始准备听八卦吃瓜了 牧尘拍了拍任天堂的后背 对着他淡淡地笑了笑 大方地承认道 没有错 三年前我是故意选择恶魔史莱姆的 我之所以选择他 正是因为他是一只闪光体 我想老师 您应该知道 闪光体有多么珍贵吧 说这句话的时候 牧尘是将目光看向了班主任陈文 陈文一听 顿时拍手了然 原来是这样 原来你一开始就知道 这只史莱姆 是极其罕见的闪光体 如果是这样就解释得通了 所谓的闪光体 其实就是变异的魂兽 哪怕只是最垃圾的史莱姆 但只要是闪光体的话 那么之前的评分体系 就对他无效了 因为没有人知道 他们的上限在哪里 只知道 目前契约了闪光魂兽的武装者 无意不是人族的一方强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这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了 既然是如此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知不知道这三年 我都担心死你了 任天堂轻轻给了牧尘一拳 有一些生气的埋怨了一句 这三年 他确实为牧尘操碎了心 每天他都会找一些鸡汤 来安慰牧尘 生怕他受不了打击自杀 可以说谈恋爱 追导过爱情指导片 他都没有这么积极 没想到 牧尘竟然是装出来的 牧尘深深地看了任天堂一眼 忽然疲了一下 故作感慨的大声说道 我不展露实力 担心你们的压力太大了 如果我展露了自己的实力 以契约F 即平分的恶魔史莱姆 压在你们所有人头上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三年 你们的压力得有多大 有没有想过 这三年 你们得遭受多少的流言蜚语 他真的 我哭死 原来高中三年 都是牧尘在为我们忍辱负重 果然是应验了那句话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都是有人 在替你负重前行 牧尘 你是我的神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牧尘啊 我以前真的误会你了 我为我的行为道歉 对不起 从现在开始 你牧尘就是我永远的偶像 牧尘大意啊 是我们格局小了 牧尘的话语 让同学们沉默片刻 然后爆发出一阵剧烈的掌声 所有人都以为 牧尘说的是真的 只有任天堂知道 这句话是谎言 因为如果牧尘真的一开始 就这么牛逼的话 他是绝对不可能这么低调的 不过不管如何 只要牧尘真的变强了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 好了好了 你们接着比试吧 陈文拍了拍手 将大家的注意力 都集中过来说了一句 随后他目光看向了牧尘 笑了笑 不管如何 老师很高兴 你在高考前 终于爆发出 原本属于你的实力 这样的话 明天的高考 老师就不用担心你了 对于明天你有什么安排吗 之前牧尘的考核意愿 就一直没有提交 陈文原本打算 等到今天课程结束之后 再问问牧尘的意见 他其实也是 和任天堂的想法 劝牧尘放弃参加高考考核的 但现在看到 牧尘展现强大的实力 他改变了自己的主意 当然有了 听到班主任的话 牧尘拉过了一旁的任天堂 咧嘴一笑 我准备和任天堂一起 参加最高级的地狱难度考核 说着 牧尘笑着看向了一旁的任天堂 没问题吧 干 当然没有问题了 任天堂豪爽地答应了下来 他原本还想牺牲自己 带着牧尘去通关困难难度 现在牧尘这要牛逼 一起参加地狱考核 算个啥事 当然是选择答应了呀 陈文也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那行 等会课程结束 我就把你们的信息报上去 地狱考核 可以二人一组 以队伍形式报名 你们在下课之前 想一个队伍名字 给我吧 这个名字 我已经想好了 牧尘微微一笑 几乎是脱口而出道 队伍名字 就叫做 诸式的念来过道 陈文仔细地举绝了几句 有一些疑惑的问道 这个名字有点拗口啊 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牧尘和任天堂相识一笑道 老师 你倒过来念念不就知道了 陈文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 当他念到第二个字的时候 顿时满头黑线 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草 第五章 你可真是我亲爸呀 一小时后 课程终于结束了 班主任陈文召集了大家 做出了最后的叮嘱 明天早上八点 大家准时到班上集合 另外 今天放学之后 你们都好好休息 以免发生任何意外 对明天的成绩造成影响 其他就没有什么好嘱咐 你们的了 都回去吧 回家咯 各位 明天见 伴随着下课的铃声 大家都纷纷告别 起身离去 走在分岔路口 牧尘拍了拍任天堂的肩膀 笑了笑 晚上早点休息 可千万别被隔壁岛国老师 给诱惑 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要知道 那都是陷阱 哈哈 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不能打扰你了 原本我昨天 才刚刚搞了几部好车 还想分享几个 车牌号给你呢 任天堂毫不尴尬地笑了笑 牧尘一听 顿时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说到这里 牧尘稍微顿了顿 忽然勾搭着任天堂的肩膀 神神秘秘地说道 不过我有个朋友 想要借一步说话 我信你个鬼 任天堂揭穿了 牧尘拙劣的谎言 哈哈大笑道 好了 我和你开玩笑的 看到你 还是原来的那个你 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吗 刚才我一直都在想 你是不是被人穿越顶包了 怎么突然 就变得这么厉害了 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 小说看傻了吧你 哪有什么穿越 只不过是一些临死之人 黄粱一梦的幻想罢了 牧尘有一些心虚地笑了笑 哈哈 我想也是 任天堂再次大笑了一声 拍了拍牧尘的肩膀 告别道 好了 回去休息吧 明天见 嗯 明天见 牧尘笑着 和任天堂告别 回到了自己家的家中 一打开门 牧尘就看到自己的父母 坐在饭桌上一言不发 气氛好像有一些凝重 见到牧尘回来 母亲凤书玉面 无表情地对着牧尘招了招手 与其十分平静地说道 儿子 你过来 爸妈有事要和你说 有事 牧尘来到二人面前坐下 试探性地问道 怎么 是老爸偷看 隔壁王寡妇洗澡的事情 终于被发现了 原本看上去 还有一些生气的母亲凤书玉 顿时将自己可以杀人的眼神 看向了坐在一旁的父亲牧天辉 你什么时候偷看了王寡妇洗澡 父亲牧天辉 也一脸猛逼地看向了牧尘 问道 儿子你别乱说啊 我什么时候看过王寡妇洗澡了 你前天不还是才刚刚看 王寡妇的狗洗澡吗 现在就忘了 牧尘笑了笑道 父亲牧天辉咆哮道 那是王寡妇的狗 不是王寡妇 王寡妇和王寡妇的狗 不就是少了两个字吗 别这么在乎细节 牧尘笑嘻嘻地回了一句 你这个是细节吗 你这完全是两个意思 这么大的人 还和我一个小孩子叫真 真不害嫂 你小吗 你都十八岁了 对啊 人家今年刚满十至八岁 还是一个小孩子呢 牧尘再次疲了一下 这把父亲牧天辉气的嘴角猛抽 直接将手伸向了腰间的皮带 我看你是抖音看多了吧 你再给我疲一下 我让你体验体验 什么叫做父爱如山崩地裂 牧尘 呵呵 你要这样对我 那我就得教我妈 怎么发抖音了 到时候 你可不要后悔 父亲牧天辉 教你妈玩抖音能干吗 牧尘 能让我妈认识 帅气又多金的帅叔叔 母亲凤书玉 我觉得这个想法可以 父亲牧天辉 算你狠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别斗嘴了 凤书玉笑着摇了摇头 轻轻踹了一脚自己的老公 示意他说正事 这个时候 父亲牧天辉才想起来 还有事情 没和自己儿子说呢 他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看着牧尘 说道 刚刚我在执法局的同事 打电话给我了 他说 看到你报名了高考 而且还是 最难的地域难度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原来是这事啊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牧尘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大方承认了一句 没错 我报名了 啪 听到这话 父亲牧天辉 顿时大怒地站起来 指着牧尘呵斥道 你是疯了吗 你参加高考也就算了 还打算参加地域难度的高考 你是对我们不满 想要赶紧投胎吗 是啊小陈 爸妈不反对你参加高考 但参加地域级的考核 是不是有一些冒进了 毕竟你 母亲奉书欲说到这里 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其实任谁知道 牧尘报考地域级高考考核 也会是一脸的震惊和不解 一个契约了 F 及恶魔史莱姆的人 要去参加最难的地域级高考 这事情说出去 谁都觉得是去送死的 看到自己父母这担心的模样 牧尘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你们不要那么激动吗 我能报名 肯定是实力经过了班主任的许可 不用太担心 说着 牧尘将今天的事情 全部说给了父母听了一遍 二人这么一听 也是渐渐消了火气 母亲奉书欲 一脸感慨地抹了抹眼泪 我就说嘛 我们家牧尘这么聪明 怎么可能会主动选择 最弱的恶魔史莱姆 原来是因为这只恶魔史莱姆 是闪光变异的 太好了 一旁的父亲牧天辉 也跟着感慨了一句 是啊 现在看来 亲子鉴定是不用做了 肯定是亲生的了 说到这 父亲牧天辉 一脸欣慰地拍了拍牧尘的肩膀 既然是这样 爸妈也不阻拦你了 不过这个保险合同 你需要签一下 什么保险合同 意外深故险 牧尘看着眼前的保险合同 顿时嘴角抽了抽 爸 你信不信我笑死你啊 可嗨嗨 你别误会啊 爸是相信你的 主要是爸怕你玩大了 玩着玩着 就完成死者为大了 保险 保险 不就是为了保险吗 父亲牧天辉 尴尬地笑了笑 对此 牧尘则是翻了一个白眼 将保险合同丢到一边 吐槽道 你可真是我亲爸啊 第六章 诸实地念来过道 经过了这么一个小插曲 今天也就算这么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 当太阳悄悄爬起 惊艳所有人的时候 牧尘也很早地便从床上起来 和早起的鸟道了一声早安 洗漱完 吃完早饭 牧尘起身 就打算离开 爸妈 我走了呀 安全第一啊 千万别逞强 凤书渝拉着牧尘的手 一脸关切地叮嘱了一句 父亲牧天辉也一边刷牙 一边再走了过来 难得认真地说道 没和你开玩笑啊 地狱考核可不是闹着玩的 还是那句话 你别完成死者为大了 记住没有 放心 我知道的 牧尘轻轻拍了拍父母的手 露出一个自信的微笑 穿好鞋子 潇洒地离开了 等到他走了之后 牧天辉拉着凤书渝的手 轻轻拍了拍 这个碍事的家伙终于走了 还有十分钟 我们赶紧回房吧 回房干嘛 抓紧时间再造一个呀 这孩子废了 练小号 牧尘来到小区门口 打了一辆不要钱的爱心专车 早上七点四时 他就来到了学校 这个时候 原本以为他已经算早的了 但没想到他 竟然是班上最后一个到的 他刚刚走进来没多久 屁股都还没有坐热 班主任陈文就来到了班上 简单地清点了一下人数 确认都到齐了之后 他说道 看来大家都到齐了呀 现在跟我去校门口 有专门的大巴车 接送你们去考核场 这个时候 大家都紧张起来了 今天可以说是他们一生之中 最重要的日子之一了 考上大学 可以继续深造 如果考不上大学 也没事 国家一般会为这些失败者 分配一个伴侣 并提供保障性住房和一些补助 让他们在安全的大后方 过上正常的繁衍生活 这不比什么毕业包分配强多了 从这个角度说起来 牧尘一时也分不清 到底是考上好还是没考上好 虽然有一些羡慕没考上的福利 但牧尘的目标是变强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掌握力量才是王道 所以这一次 他会全力以赴 震惊所有人的 很快 在班主任陈文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了一辆大巴车上 路上 大家都紧张到不敢说话 就连一向大大咧咧地认天堂 此时也紧张得很 牧尘也没有去找他说话 而是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下 因为有专门的部队开道 所以车辆只行驶了半个多小时 就来到了考场缓缓停下 这个时候 班主任陈文拿出一堆令牌 交到了每一个人的手里 你们也知道 高考考核是有生命危险的 所以这个传送令牌 就是你们保命的关键 竟一旦遇到危险 就立马使用令牌 只需要撑住五秒 你们就可以安然离开了 老师 那如果撑不过呢 牧尘举手问道 班主任陈文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那很遗憾 我们会通知你的家属被袭 老师也会随二百分子前 在你的葬礼上唱一首丁香花 牧尘 丁香花太悲伤了 我喜欢喜庆一点的 不如唱好日子吧 哈哈 牧尘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皮啊 被你这么一搞 我倒是轻松了不少 牧尘的这句玩笑话 让大家紧张的气氛 顿时消散了一些 陈文摇头笑了笑 带着大家下车 一下车 大家的目光就被不远处 四个巨大的传送门吸引了 陈文介绍道 从左往右 一次是普通难度 困难难度 噩梦难度 地狱难度的传送门 你们根据之前报考的难度 过去直接刷学生卡 就可以进入相应的副本了 其他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还是那句话 安全第一 成绩第二 最后老师 预祝你们都取得理想的成绩 现在出发吧 走吧 各位高考后见 大家都加油啊 冲啊 献出心脏吧 踏踏开 徐丽我喜欢你 等到高考结束 我们就在一起好不好 不好意思 你是一个好人 这一刻 班上的同学们 都放飞自我了 表白的表白 呐喊的呐喊 片刻之后 所有人都朝着自己报名的考场前去 牧尘和任天堂 也朝着地域难度传送门走去 没有走几分钟 他们二人 就来到了巨大的传送门面前 这里的考生 明显少了很多 加上他们两个 最多也就不到500人 全是那么多所高三考试 却只有不到500人 选择了这个考核 足以见得 这个考核的难度 有多么的高 这人是谁啊 好陌生啊 不知道啊 他旁边的是风云榜上 排名17名的任天堂 这个人应该也是三中的吧 三中的人 和任天堂丸的好 那这个人 岂不是那个被称为最大笑话的牧尘 不会吧 不会吧 是那个初中时 和一中离心莲并列第一的天才 却在第一次契约的时候 选择了最非恶魔史莱姆的那个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就是这个牧尘 当初还引起不小轰动呢 大家都不知道 这家伙 脑袋是怎么组成的 身为一个F级的武装者 竟然来参加地狱考核 这是想不开了 二人一来到这里 就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最主要议论的焦点 全部都在牧尘的身上 三年前的事情 并不是只有在三中内流传 基本上全市的人都知道 牧尘从一个天 才变成了一个废物 当时各大高中 还特意嘱咐过 要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 要不然谁也不知道 下一个牧尘是谁 所以 牧尘也算凭借一己之力 促进了教育行业的发展了 对于众人的嘲讽 牧尘并没有去搭理 而是好奇地 看向任天堂问道 那个什么风云榜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些媒体 通过收集到的资料和成绩 排了一个榜单 准度还不错吧 至少排在我之上的那几个人 实力还不错 任天堂说着 用手机把排行榜打开 递给了牧尘 牧尘快速地翻看了一下 这里的人 都是榜上有名家伙 任天堂也在上面 排在了第17名 但牧尘翻到了最后 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 顿时觉得兴趣全无 将手机扔回给任天堂 觉得无趣地笑 这里连我的名字都没有 看来也没有什么参考意义 也不知道是哪个傻子编排的 不看也罢 说着 牧尘来到了传送入口 拿出了自己的学生证 朝着机器上刷了一下 很快 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确认信息 第一 检测到报名信息 队伍诸实地念来过道 成员一 牧尘 陆狐三中 列等种族浑兽 等级五级 综合评分F 是否确认进入考场 成员二 任天堂 陆狐三中 君王种族浑兽 等级17级 综合评分A加 是否确认进入考场 牧尘 确认 任天堂 确认 成员信息确认成功 正在进行传送 第七章 挨打成 积蓄力量 实心对沟 副本 白骨之地 难度 地狱疾 考核介绍 击杀怪物 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 八小时后的时间内 请尽可能地击杀更多的怪物 获得更多的积分 其他规则 请看详细介绍 考核将在五分钟后开始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 伴随着一道亮光闪烁 牧尘和任天堂 都随机传送到了考场内部 这是一个阴冷的白骨之地 周围充斥着阴森的氛围 白骨堆积成山 骷髅头颅遍布地面 一片末日般的景象 牧尘点击了一下具体规则 将规则生计于星 这个考核是很简单的 实际上就是不断击杀怪物就好了 整个白骨之地很大 分为了外围 中部 核心 近区四个区域 最外围的怪物等级比较低 杀起来获得积分也比较低 想要获得高积分 需要往里走 然后精英怪 特殊怪 领主怪数量有限 能得到的积分又比较多 所以 有能力的情况下 应该最优先往核心区域 或者近区区域走 当然越往内风险也越大 所以这需要根据 每个队伍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简单了解完规则之后 牧尘看时间差不多了 就启动了自己的武装 一阵黑光闪过 史莱姆武装形态的牧尘 又出现了 一旁的任天堂 也启动了自己的武装 他的身后浮现出一只霸气无比 头戴王冠的绿色巨蛇 那就是任天堂的本命魂兽 君王蛇 与此同时 任天堂也被绿色的光芒包围 手上也多出了两把绿色的光剑 虽然任天堂一瞬间变成绿色了 但看上去 还是十分帅气的 当然比起牧尘就差得多了 趁着考试还没有开始 任天堂笑着询问道 待会有什么计划吗 我都听你的 你别说 还真有 牧尘淡淡地笑了笑 对着任天堂说道 我的防御力 可以说在这个副本内无敌 所以伤害都由我来抗 你在后面输出就好了 先这样来 如果有变动我再和你说 他的优势是在500级以内 防御无敌 这个副本里的任何怪物 都伤害不了他 攻击力方面 牧尘虽然可以做到吸收攻击 来进行攻击强化 但那只是单体伤害 并没有群体伤害 如果只是刷副本 牧尘一个人 也可以慢慢悠悠地刷 但这是考核 某种意义上也是竞赛 怪物的总数就那么多 他可没办法慢慢去刷怪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任天堂 来补输出了 经验值方面还好 在组队模式下 不管是谁杀了怪物 其中任何一方 都会获得对半的经验值 但牧尘在意的 是神之力 目前他还不能确定 如果是任天堂杀死了怪物 他会不会获得神之力 只能先暂时这样试试 如果不行的话也没办法 还是应该以高考成绩优先 对于牧尘的安排 任天堂自然不会有意见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他取出了自己的武器 两把青绿色的光剑 对着牧尘笑呵呵的挑了挑眉 你看我屌吗 不看 牧尘想都没有想 就回了一句 一开始任天堂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很快他便明白了牧尘的意思 顿时翻了一个白眼 你这家伙 应该契约哥布林才对 哈哈 下一次 有机会 不是不能试试 牧尘心情不错的笑了笑 随后注意到了前方的变化 立马进入到战斗模式 好了 考核要开始了 任天堂也注意到了周围的变化 收敛起了笑容 一脸认真地注视着前方 倒计时 三 二 一 所有考生请注意 第111届地狱考核正式开始 咔咔咔 伴随着考核开始的提示 突然间 大量的骷髅士兵 从地底爬了出来 他们一个个都持有着锋利的骨刀 眼中透着凶煞之光 这些是白骨之地外围的怪物 骷髅战士 他们的等级 都在15级以上 平分为一级 算不上多难对付 但他们数量是真的多 仅仅是周围的骷髅战士 就多达30只 他们一从地底下爬起来 就全部诡异地 扭头看向了牧尘 和任天堂这两个活人 咔咔咔 50只的骷髅 发出刺耳的骨骼碰撞声 下一秒 他们手持着刀刃 朝着牧尘和任天堂杀来 前边的交给我 你先处理后边的 牧尘说了一声 便率先朝着前方的骷髅群杀了过去 他的右手出现了一把 绽放蓝光的长剑 快速和骷髅战士打成了一团 这把长剑 是史莱姆武装分裂出来的武器 并不像任天堂他们武器那样 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单纯的就是帅气把了 牧尘的属性很差 甚至不如单一的骷髅战士 但是他的技能无敌啊 数不清的攻击落在了他的身上 连一点水花都没有出现 哎 大乘 急需力量实行对勾 仅仅过了十秒的时间 牧尘就迫不及待地挥舞出手中的利刃 手中的利刃绽放出一道蓝色剑芒 直接将斩在最面前的骷髅战士 连同他的武器一起斩断 恭喜您击杀了16级骷髅战士 获得了一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5级7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伴随着系统提示 牧尘感觉自己的身体 得到了微乎其微的加强 没办法 成长都是垃圾 再怎么升级也是垃圾 这是暂时没办法改变的事情 不过这并不妨碍牧尘的强大 短短的一分钟不到 他也击杀了几只骷髅战士了 这要是放在别人身上 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毕竟一个被评为F级的武装者 竟然可以在20多只 平均等级15级以上的骷髅战士们群殴下 不但毫发无伤 还可以反杀好几只等级 属性都远超自己的骷髅战士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根本不会相信 就在牧尘斩杀第一只骷髅战士的时候 任天堂那边也紧随其后 武装过后的他 得到了自己魂兽的力量加持 他化为了一刀绿色闪电 挥舞着光剑 不断收割着遇到的骷髅战士 和牧尘相比 任天堂战斗观赏性 就好看太多了 只见他十分灵活地 和周围的骷髅战士搏斗 一只手挡下攻击 另一只手就轻松击杀着骷髅战士 他的属性超过这些骷髅战士太多 再加上还有着君王蛇的能力加持 基本上他的光剑一触碰到骷髅战士 就会连带着他们的武器和身体一起斩断 这些骷髅战士们 根本挡不住他的攻击 如同稻草一样 被任天堂轻松收割 与此同时 伴随着任天堂不断击杀怪物 牧尘的眼前也不断弹出了提示 恭喜您的队友任天堂 击杀了17级骷髅战士 您获得了一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队友任天堂 击杀了19级骷髅战士 您获得了一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队友任天堂 击杀了15级骷髅战士 您获得了一点神之力 看到这些提示 牧尘瞬间大喜 任天堂击杀 自己也可以获得神之力 那不好意思了 我要起飞了 第八章 战路能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要走 恭喜您击杀了18级骷髅战士 获得了一点神之力 刷 牧尘再次一剑 斩碎了一只骷髅战士 此时他这边的画面 就有一些搞笑了 那些个围着他的骷髅战士 完全是能用的都用了 拿刀砍不动 他们就用嘴咬 也不知道 他们那空荡荡的脑子 是什么构成的 刀都砍不动啊 用嘴咬有用啊 这让牧尘都在想 难道是 他们的牙齿上 携带丧失病毒啊 不过 不管这些骷髅战士们 如何努力 都没办法 对牧尘造成一丁点的伤害 牧尘不但能抵御 500级以内的物理攻击 技能攻击 还能够免疫任何的负面效果 防御无敌四个字 可不是开玩笑的 他一点都没有受到 这些骷髅战士们的影响 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节奏 吸收十秒的伤害 然后打出强力的攻击 随机秒杀一个倒霉弹 他这边吸引了 二十多只骷髅战士 任天堂那边处理起来 就轻松多了 很快 后方的骷髅战士 全部被任天堂给杀完了 这个时候 任天堂回过头来 他看着不远处 被密密麻麻的骷髅战士 包围的牧尘 眼里充满了赞叹之意 眼前的画面 确实很吓人 二十多只骷髅战士 按住牧尘拼命攻击 就算是任天堂 这个评分A加级的武装者 也完全禁不住这样打 别说二十多只了 就算只有一只骷髅战士 他也不敢完全不防御 要不然 何必搞什么走A 走位 直接站撸就完事了 但牧尘却可以轻松地做到 从视觉冲击的角度说 他刚刚的表现 真的不如牧尘 任天堂摇了摇头 没有继续多想 对着牧尘喊道 牧尘 我来助你 说着 他从身后快速靠近 那些骷髅战士 似乎一个个都被牧尘打出了火气 哪怕知道身后有人靠近 他们也完全没有防御 而是继续疯狂地攻击牧尘 看这个架势 好像不打破牧尘的防御 他们会死不瞑目一样 这也造就了一副冥场面 牧尘在前面吸引火力 任天堂在后方轻松收割 不到三分钟 在牧尘和任天堂的完美配合下 最后一只骷髅战士 被牧尘击杀 恭喜您击杀了15级骷髅战士 获得了一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14级 15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呼 总算杀完了 看着周围 一地的骷髅碎片 牧尘长呼了一口气 从考核开始到现在 二人一共击杀了30只骷髅战士 牧尘获得了30点神之力 等级也从一开始的5级 来到了现在的15级 任天堂因为等级较高 杀了这么多只怪物 只提升了一级 任天堂也跟着笑了笑 牧尘 你真的是太强了 有你在 我们想要进入top10大学 完全不是问题啊 此时 任天堂将刚刚更新的排行榜 打开给牧尘看了眼 第一名 陆狐一中 黎新莲 积分144分 第二名 陆狐二中 丘吉尔 积分111分 第三名 陆狐一中 陈清风 积分103分 第十三位 陆狐九中 队伍 抠你七娃 积分67 第十四位 陆狐三中 诸实地念来过道 积分64 排名前十的 基本上都是个人参加的 他们因为是一个人参加这个考核 所以击杀同样的怪物 获得的积分会更多的多 牧尘和任天堂的队伍 排在了第十四位 排在他们前面的三支队伍 也只不过是微弱差距领先罢了 想要超越他们 不算太难 这个排名 可以说是相当高了 只要排在前二十 就可以报名排名前十的大学 所以 看到这个排名的时候 任天堂是十分兴奋的 对此 牧尘只是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这才哪到哪呀 有点出现 我们的目标是冠军 是省状元 区区前二十 没兴趣 牛逼 就靠你了 任天堂哈哈大笑 在见识过 牧尘那强大到无敌的防御力之后 他是完全把牧尘当作了比他更强的人来对待了 说起来也是很好笑 当初他还想着 带牧尘过困难副本呢 结果 现在牧尘摇身一变 变成了二人组里的主要核心 如果想要继续往下走 那么牧尘的防御 是任天堂很需要的 如果这一次 真的能够以前十的成绩 通过这个副本 那么牧尘的功劳 绝对会比任天堂的功劳大很多 牧尘没有注意到 任天堂的心思变化 他现在都沉浸在收获的快感之中 才三分钟的时间 就收集了三十点神之力 这速度 简直不要太快 当然牧尘也知道 这是任天堂的功劳 二人相辅相成 互相成就对方 所以 听到任天堂的话后 牧尘想了想 对着任天堂笑了笑 这里的怪等级太低了 接下来 我们朝着核心区域走 那里随便一只怪 都比这里的积分 要多得多了 不是 直接去核心啊 任天堂有一些震惊的问道 核心的怪物 平均等级在25级以上 而且最关键的是 那里的怪物成长评分很高 至少都是C加级 完全不是这些骷髅战士可以比的 这还只是小怪都这么强 如果遇到精英怪 或者领主怪 更是无比恐怖 正常的流程 应该是要先前往 和自己等级差不多的地方练级 然后再循序渐进 前往更高级的区域 所以 任天堂对牧尘直接去禁区的想法 觉得有一些震惊 看着任天堂这副震惊的模样 牧尘则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强大的队伍或者个人 肯定是会前往更高级的地方 怪就这么多 我可不希望我的猎物被抢了 有我在前面顶着 你放心便是 行 走 任天堂也不是一个优柔寡断之人 既然选择了相信牧尘 那么肯定是无条件地信任他 刚刚也只不过是不解和震惊罢了 并没有质疑的意思 在牧尘的建议下 二人直接放弃了中间区域 就这么笔直朝着核心区域走去 第九章 强大的防御力 出路锋芒的牧尘 与此同时 外界 万众瞩目的积分排行榜 出现在了考场的大屏幕上 和积分排行榜一起出现的 还有排名前五十的队伍人的精彩回放 各大学校的老师们 都在寻找着自己学生的身影 牧尘的班主任陈文 自然也不例外 他在排行榜出来的时候 就迅速扫榜 希望能在排行榜上 看到那个独特的队伍名字 很快 陈文眼前一亮 他看到牧尘的队伍 竟然在第一次统计的时候 就排在了第十四名的高位 哈哈 奖金在向我招手啊 在一共四百多人参与的地狱考核里 牧尘和任天堂 可以排在第十四名 这代表着 他们只要能维持这个比分 就可以进入到Top10的大学 那他作为培育出牧尘和任天堂 这两个人的班主任 自然会获得不少的奖金和荣誉 他教导的班级 一共三支队伍参加地狱考核 其中一支队伍 已经被传送令牌传送回来了 另外一个队伍 排在了百名开外 基本上是没什么希望了 所以 陈文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牧尘和任天堂身上了 如今一看 果然不负众望 正当他准备看看 牧尘和任天堂 是怎么做到的时候 观战的人群中 忽然传来了一声惊呼 我的天 这个人是谁的部将啊 竟然如此勇猛 竟然顶住了二十多只骷髅战士的围攻 被二十多只骷髅战士围攻 这一声惊呼 将所有人的目光都拉了过去 要知道 被二十多只骷髅战士围攻 并不是击杀二十只骷髅战士 骷髅战士 虽然是副本内最垃圾的怪物 但如果站着不动被围殴 就算是契约了神话级魂兽 评分EX级 风云榜排名第一的离心莲 都得被揍出响来啊 所以 大家纷纷都凑了过去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看 所有人都呆住了 因为他们看到 这个被围着打的人 身后竟然浮现的是一个黑色史莱姆的虚影 大家疑惑地看了眼参赛名单 最后更是一个个目瞪口呆 有几个数据 那叫一个格外的刺眼 陆虎三中 牧尘 契约魂兽 F 及恶魔史莱姆 参与副本考核时 等级为五级 我低个乖乖 三中这是要出人命的节奏啊 一个评分F 即的武装者 让他报名地狱级副本 疯了吧 三中的老师封没有封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要封了 你们仔细看看 这个队伍 尼玛排在第十四位啊 我离个招 这么夸张吗 这队伍叫什么名字 嘿嘿 排名第十四那个 你们自己看看 大家顺着话 看向了排行榜 很快就在第十四名的位置 找到了牧尘所在的队伍 诸实地念来过道 这什么队伍名字 倒过来念 卧槽 几乎所有的老师 都中了这个文字陷阱 他们顿时不约而同地抽了抽嘴角 将目光看向了 一开始说话的那个老师 那家伙肯定是自己被坑了 所以才提醒大家 一起去看这个名字 真是一个混蛋啊 还有这个牧尘 取这么一个名字 真的是要气死个人 不过大家生气之余 也对牧尘的实力 感到深深的震撼 特别是那些眼光独到的 Top10大学招生代表 此时更是一脸的赞赏和惊讶 你们看出来了吗 这位牧尘同学 之所以这么能抗打 用的是恶魔史莱姆的吸收技能吧 看出来了 奇怪的就在这里啊 恶魔史莱姆的 吸收确实很强大 但是那仅限于对付 十级以下的目标啊 这些骷髅战士 平均等级15 为什么可以无差别吸收 呵呵 这个牧尘有点意思啊 我去问问看 其中一个身穿西装 戴着金丝眼镜 看上去十分有风度的中年人 起身从校招区 来到了三中的地盘 对着众人笑呵呵地说道 我是古都大学的招生代表 徐文汉 不知道哪位是牧尘同学的班主任 古都大学 整个东皇排名第二的 古都大学代表 原本在吃瓜的众人纷纷一惊 没想到这件事情 都惊动古都大学的代表了 陈文面带笑意 高举着自己的手 我 我是 他挤开人群 来到了徐文汉的身边笑了笑 徐代表您好 我是牧尘的班主任陈文 很高兴见到您 不必说禁语 我来这里是想问问 牧尘的情况 和我们认知的不同 他似乎可以用 吸收这个技能 阻挡高过十级生物的伤害 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徐文汉点名主题地说道 陈文还没有开口 一旁一个颇具心机的女老师 就率先开口讽刺道 徐代表 你有所不知 这个牧尘可是一个知名人物 当初也是和风云榜第一的 离心莲称为天才 但却因为一场意外 选择了最垃圾的恶魔史莱姆 如今就算不知道 因为什么原因 有了一点变化 但恐怕以后 说到这里 这个女老师的话 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但大家都是明白人 都明白这个老师的话里话外的意思 毕竟能够进入 Top10大学的名额 就只有那么几个 并且 如果牧尘得到了重视 其他学员能得到的潜在奖励 就会减少 所以这位女老师 才用这种方法来竞争 徐文汉听到这话 眉头微微地皱了皱 语气有一些不耐的 但还是对着那个 老师笑了笑 谢谢你提供的消息 不过 我并没有问你哦 星机女 对不起是我多嘴了 徐文汉微微笑了笑 随后他没有去搭理那个星机女 而是重新看向了陈文 问道 根据刚才那位好心老师 已经说明基础情况了 那么这位牧尘同学的身上 到底发生什么变化了呢 徐文汉的这个举动 让陈文好感度暴增 原本他还想卖一个关子的 但是现在他想了想 对着徐文汉小声说道 能否借一步说话 当然可以 徐文汉答应了一声 和陈文来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确保周围没有人偷听之后 陈文用只有二人听得到的声音 小声地说道 牧尘的与众不同 是因为他契约的 不是普通的恶魔史莱姆 而是百万人里 都极其罕见的闪光恶魔史莱姆 第十章 打够了吧 现在轮到我了 闪光体 一直波澜不惊的徐文汉 眼里闪过了一丝震惊 闪光体的强大 他是十分清楚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这个牧尘日后上限可就太高了 因为恶魔史莱姆的技能 是十分强大的 就像现在牧尘表现出来的那样 这个技能 如果得到了变异提升 那几乎可以说是 防御无敌的存在 想到这 徐文汉同样压低声音问道 那你知道 牧尘的闪光恶魔史莱姆 具体是如何变异的吗 他的这个技能 是提升到了某个等级 还是可以一直提升 变异也是分强弱的 如果牧尘契约的恶魔史莱姆 只是把技能等级 提高到了某一个等级 那么除非是提升到了A级以上 甚至是S级 否则的话 也只是昙花一现 但如果牧尘的技能 是可以一直成长的话 那根据徐文汉对恶魔史莱姆的技能了解 那可真是就太恐怖了 对于这个问题 陈文很遗憾地摇了摇头 这涉及到隐私问题 我也没太好去问 不过代表如果对牧尘感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关注他 我想 这个小子 肯定不会让代表失望的 行 我会关注的 徐文汉对着陈文感谢地笑了笑 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很重要 他道谢了一声之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教招区 这个时候 一群竞争对手们都围了过来 老徐 什么情况啊 你怎么和那个老师窃窃私语了起来 该不会是你的拼头吧 老徐什么人 你们还不了解啊 那个女人应该是牧尘的班主任吧 说说吧 这个牧尘到底是什么情况 别藏私啊 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是啊 让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这个牧尘有没有关注的价值啊 一群人只想着不劳而获 他们自己不肯放下尊贵的身份 去问一个高中老师这个考生的情况 只想从徐文汉的嘴里 拿到县城的资料 徐文汉不是傻子 自然不会回答他们 而是淡淡地笑了笑 是有点信息 但不多 对他感兴趣的持续关注就好了 这个时候 刚好第二次的排行榜更新了 原本排名第14位的牧尘所在队伍 现在一下子调到了54名去了 这让原本 还想继续问牧尘什么情况的其他老师们 都纷纷失去了兴趣 原来是昙花一现啊 可能是用了某些超凡物品 强行将技能等级提高了吧 我看也确实有可能 但这样的话 这小子就算取得好分数也没用啊 毕竟恶魔史莱姆的技能 就是一定范围内防御无敌 过了这个等级 还不是废物一个 可不是吗 这属于投机高考啊 可惜了 除了徐文汉 其他人都觉得 牧尘应该是用了某种强大的物品 让技能的等级得到了提高 这种情况在以往也不少见 如果有一些家庭特别有钱的话 是可以购买这种物品提高技能等级的 然后利用技能等级的优势 来度过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高考 如果是正常人这样做 倒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人家的成长摆在那 一般都不算太差 但牧尘的恶魔史莱姆 只是提高了一两级 以此来应付高考的话 那么确实高考的表现会很亮眼 但这样的人 还是没有未来 所以一时之间 大家都对牧尘失去了兴趣 只有徐文汉一个人 听到其他人这种想法时 心里是直接笑开了话 因为他知道牧尘的秘密 这个消息他是不会说的 想来到时候 牧尘自己也不会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他完全可以简陋 这个具备强大潜力的考生 想到这里 徐文汉将目光看向了画面中的牧尘 轻声自语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啊 另一边 牧尘和任天堂 正在快速前往核心区域 恭喜您击杀了20级骷髅弓箭手 获得了两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队友任天堂 击杀了22级骷髅刺客 您获得了两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17级 19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在前往核心区域的路上 二人杀了不少的怪物 牧尘也因此 获得了60点神之力 恶魔史莱姆的等级 也提高到了19级 任天堂的收获也不小 他的君王蛇 等级提高到了22级 但即便如此的情况下 队伍的排名 也在时时刻刻下降 因为他们在赶路 基本上只杀赌不掉的怪物 也因此 二人的杀怪效率 比起其他队伍来说 差了很多 不过 排名只是暂时的 牧尘和任天堂 并不是特别在意 等到他们来到核心区域之后 重新追上去的概率更大 终于 二人一路奔袭的情况下 仅仅花了20多分钟 就来到了核心区域 这里比外围更加的阴森 就连空气中 都有一种让人心神不宁的味道 似乎进入到了一个 无比恐怖的地方 牧尘和任天堂一来到这里 原本安静的地面 就忽然钻出了 十多只强大的骷髅战士 与之前外围的骷髅战士相比 这些显然更为强大 身上散发着 更加恶劣的黑暗气息 他们的骨刀更为锋利 攻击更为凶猛 这些家伙 比之前的强大了不止一个档次 你小心一些 任天堂看向眼前的 一群骷髅战士 担心地叮嘱牧尘一句 牧尘紧盯着这些黑暗骷髅战士 他的眸子中 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嘴角一挑 轻笑道 来吧 展示 话音落下 牧尘第一个 朝着黑暗骷髅战士冲了过去 仅仅是瞬息之间 十几只黑暗骷髅战士 就将牧尘给围得结结实实的 他们手中那恐怖无比的刀刃 疯狂地 对着毫无防御的牧尘 挥砍而去 这个场景十分吓人 任天堂不敢看到了几次 每一次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不敢相信 如果牧尘的防御失效了 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但牧尘对自己 有着绝对的自信 他就这么站着 任由攻击落下 不管是从哪个方向 挥砍而来的攻势 都被他那一身帅气的武装铠甲 给轻松接了下来 一轮攻击结束 牧尘嘴角一挑 对着这群黑暗骷髅战士 冷冷一笑 打够了吧 现在轮到我了 说着 牧尘手中常见绽放恐怖的光芒 轻轻一箭挥出 瞬间将面前 一只强大的黑暗骷髅战士 拦腰斩断 恭喜您击杀了 二十七级黑暗骷髅战士 获得了五点神之力 第十一章 菜是一食的事 帅是一辈子的事 当牧尘积累好了怒气质之后 那之后的攻击 简直是毁灭性的 不管什么时候看 任天堂也会被这恐怖的攻击所震撼 强大无比的攻击 配上帅气凌人的战甲 这简直就是所有男人的浪漫 和牧尘的武装比起来 自己的武装算什么事 果然印证了那一句话 菜是一食的事 帅是一辈子的事 毫不夸张地说 任天堂都被牧尘的帅气英姿看待了 你看牧尘在挨打 敌人是在疯狂攻击他没有错 但实际上 他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这叫挨打吗 这他骂的叫嘲讽 赤裸裸的嘲讽好吧 然后 你以为牧尘只会被动挨打 不好意思 下一次攻击 直接瞄你 多攻击一次 都算牧尘输 在任天堂的眼中 牧尘简直就是天神下凡 有那种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必杀的经验感 别发呆了 快杀了这些骷髅 牧尘的声音 打断了任天堂的思绪 他们现在在赶时间呢 没工夫在这里发呆 任天堂点了点头 立马持着双剑冲了过去 他手中的双剑 闪烁着寒光 靠近了一名黑暗骷髅战士 这里的怪物 很显然智商更高 他们并没有被牧尘 完全吸引火力 当任天堂靠近的时候 那名黑暗骷髅战士 立马提刀迎了上去 他用自己的鼓刀 挡住了任天堂的攻击 另外一名黑暗骷髅战士 则趁机从另一边进行偷袭 但任天堂敏锐地感知到了危险 迅速转身 用另外一把光剑护住面前 偷袭者的鼓刀 撞击在光剑上 激起一片火花 到了这个阶段 任天堂虽然属性 领先这些黑暗骷髅战士 但已经做不到像之前 那样的秒杀了 但他毕竟是A加级的武装者 之前杀怪 靠的都是身体属性 任天堂还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技能 现在来到核心区域 他也知道自己不能留守了 眼见自己的攻击被挡住 任天堂后撤了一步 眼里闪过了一丝寒芒 冷声喝道 死亡之息 随着任天堂的喝声 一股黑暗的气息弥漫开来 形成一股可怕的黑雾 这黑雾笼罩在他的光剑上 剑刃瞬间染上一层阴冷的黑色 任天堂冷笑一声 猛地挥动光剑 释放出了死亡之息 黑色的剑光 如阴风般滑破空气 直奔黑暗骷髅战士的要害 死亡之息穿透一切 即便是骨刀 也无法抵挡 这来自死亡本源的攻击 刚刚还能阻挡任天堂的黑暗骷髅战士 这一次 只是被他的剑气碰到 就纷纷应声倒地 骨骼全部碎了一地 这还没有完 那些被死亡之息沾染的骨骼 纷纷开始被黑暗腐蚀 在地上化为黑光消散在空气之中 A加级技能 死亡之息 拥有强大的穿透性 和强大的腐蚀性 一般人还真不好阻挡这一招 不过这个状态下 任天堂也持续不了多久 他没有任何犹豫 开始清理牧尘身边的黑暗骷髅战士 一句又一句黑暗骷髅战士 被任天堂斩倒 牧尘的眼前 也不断出现刷屏提示 恭喜宁击杀了26级黑暗骷髅战士 获得了五点神之力 恭喜宁的队友任天堂 击杀了28级黑暗骷髅战士 宁获得了五点神之力 恭喜宁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19级21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三分钟不到 刚刚出现的十几只黑暗骷髅战士 就被任天堂和牧尘给消灭了 他们的排名也从刚刚的54名 再次飙升到了13名的位置 这里的怪物每一只积分 都远超外围和中部区域 仅仅是杀了十多只 牧尘二人的积分 就重新回到了前20 而且还比之前的第14名前进了一名 而最让牧尘高兴的 是他的神之力 又获得了85点 这里的黑暗骷髅战士 不但等级比外面的高 成长也比外面的高很多 所以神之力的获取 也出现了增加 这让牧尘感到十分欣喜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获得了175点神之力了 这是他来之前没想到的 按照这个架势下去 很快自己就可以积累大量神之力了 一想到这 牧尘立马招呼着任天堂 朝着前面粗发 没问题 知道牧尘能抗能打 任天堂最后的担心 算是彻底放下了 他们二人朝着核心地区内部走去 刚走没有几步 忽然 石头道黑影凝聚在前方 那又是黑暗骷髅 但不同的是 他们不是战士 而是一个个拿着法杖的法师 这些黑暗骷髅法师一出现 十多个黑暗光球 在他们法杖前凝聚 下一秒 这些黑球如同子弹一般 齐刷刷地朝着牧尘二人射来 我来 牧尘轻蔑一笑 立马横剑向前 一剑斩出 瞬间将七八个黑暗子弹吸收 另外几个黑暗子弹 则击中了牧尘的身体 但他不但可以免疫物理攻击 同时也可以免疫技能攻击 这些子弹 在触碰到牧尘身体的一刹那 就瞬间被牧尘身上的武装机甲吸收 连一点波澜都没掀起 与此同时 已经和牧尘配合默契的任天堂 快速从牧尘身后杀出 他趁着这些黑暗骷髅法师 还正在蓄力技能 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 快速接近他们 手里的光剑舞动之间 一支支的黑暗骷髅法师 化为了灰烬 恭喜您的队友任天堂 击杀了28级黑暗骷髅法师 您获得了六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队友任天堂 击杀了25级黑暗骷髅法师 您获得了六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队友任天堂 击杀了29级黑暗骷髅法师 您获得了六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21级22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一个简单的配合 牧尘又再次感受到了刷屏的快乐 黑暗骷髅法师 拥有第一次技能顺发的特性 所以一般考生遇到这些法师 很容易在第一波技能攻击时 是导致损伤惨重 但只要挡下了第一波 之后 他们就十分害怕近身攻击 如果是牧尘自己那点速度 想要靠近他们 似乎是够呛 但有任天堂在这 就变得简单多了 在二人的配合下 这一群黑暗骷髅法师 只用了不到三分钟 就团灭了 而此时 牧尘所在的队伍 诸实地念来过道 也从第13名 再次上升到了第11名 距离进入前十 就只差了一步之遥了 第12章 这一件 你躲一个试试 前十的考生 都是个人考生 他们因为是一个人 参加地狱级考核 享受着积分双倍的奖励 而且 他们都是高考风云榜上 前十的人物 牧尘之前看过榜单 前十的每个人都 至少契约了君王级魂兽 综合评分达到S级以上 才能够进入到前十的名列 特别是排名第一的黎心莲 据说契约的更是神话级 种族魂兽 综合评分达到了EX级 而且 他的实力也十分恐怖 一个人领跑积分榜 还大幅甩开了第二名和第三名 所以如果想要在积分上 超越这些人 就必须需要用计谋 用手段 以及更加的冒险 我们继续往里面挺进 越往里的怪物等级越高 击杀他们 能获得更多积分 肉不乱碰 听你的 击杀完这些黑暗骷髅法师之后 牧尘又和任天堂 快速朝着更深处前进 那里不但有更加强大的怪物 还有拥有着高积分的精英怪 领主怪 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趁着前十的人还没有来 快速将这里的怪物 全部给拿下 两人配合默契 一路畅通无阻 牧尘的防御无敌 任天堂的伤害可观 每一次出现的怪物 都被他们用最简单的方法 给轻松地拿捏了 二人就这么杀了二十多分钟 他们的积分已经来到了 和第十名十分接近了 这个时候 牧尘一剑斩杀了最后一支 黑暗骷髅战士 打开了排行榜 看了看 第一名 陆湖一中 黎新莲 积分4322分 第二名 陆湖二中 丘吉尔 积分3144分 第三名 陆湖一中 陈清风 积分3106分 第十位 陆湖二中 戴韬 积分2109分 第十一位 陆湖三中 朱氏的念来过道 积分2103分 终于追上来了 牧尘看了眼排行 露出了一个舒坦的笑容 经过这么久的追赶 他们总算追上了 第十名的积分了 只需要再杀一只怪 就可以轻松反超 正式进入前十的行列 而经过这段时间的杀戮 牧尘的神之力 也来到了588点 这个神之力 够牧尘进行升级了 整个考核会持续4个小时 现在连一个小时都没有过去 就累积了588点神之力 这个速度 可以说很快了 所以 牧尘想了想 打算先把这神之力给用了 他是实在受不了 恶魔史莱姆 这个成长面板 所以这一次 牧尘打算用神之力 强化恶魔史莱姆的成长属性 魂兽名称 恶魔史莱姆 等级 25级 魂兽种类 猎等 成长 体魄F级 敏捷F级 精神F级 综合F级 先从敏捷开始吧 这里的成长 不是单纯的提高几点属性 而是每一次升级时 会带来的属性加成 打个比方 成长平级F 可能升一级加五点属性 那么 F级就是6点 E就是7点这样 但并没有具体的数值 反正成长越高 每次升级带来的加成 也会越高 牧尘这边不太吃体魄 因为暂时有技能 这里拉着防御和攻击 精神方面倒是需要提升 但目前来说是够用的 反倒是敏捷提升了 移动速度也会快些 这样清脚怪物 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 所以 牧尘这一次 就打算从敏捷开始提升 系统 把敏捷 给我满上 谢谢 您成功消耗了200点神之力 将敏捷成长 提高到了S级 您成功消耗了300点神之力 将敏捷成长 提高到了E级 强化失败 当前胜于神之力88点 下一次提升 需要消耗600点 请凑齐之后再来 伴随着系统的提示 牧尘感觉自己的身体 出现了一些变化 他能感觉到 自己的速度大幅提升了 好像系统提高成长的同时 连带着将之前 已经提升等级的成长 也给补了回来 这个变化 是让牧尘有一些没想到 但这个设定又是合理的 否则他根本都不敢升级了 要不然升级得越快 到后面损失的属性就越多 现在知道系统会补偿之前的成长 这倒是让牧尘放下了心 而就在牧尘专心发呆 处理自己的神之力时 任天堂却忽然大声惊呼道 牧尘 小心身后 牧尘回过头一看 顿时看到一道黑影 从远处飞奔来 速度之快 让人难以捕捉 只是眨眼的功夫 那黑影就来到了牧尘的面前 那是一个双眼 闪烁着诡异红光的窟窿 他手持一把漆黑的匕首 目光中透露出猙獰的杀意 几乎是在牧尘转头的瞬间 就已经挥一刀斩向了牧尘 寻常考生 这一下可能已经死了 但就在这骸骨刺客 以为自己要得手的时候 他手中的匕首 就这么停留在了牧尘的太阳穴位置上 被一团黑色的光芒所阻挡 再也无法向前任何一毫米 名称 骸骨刺客 等级 33级 阶级 精英 精英怪 赚大了 牧尘看了眼骸骨刺客的信息 顿时喜出望外 这一只精英怪 可是价值八百积分啊 杀了他 不但可以进入第十名 甚至还能超越第九名 一想到这 牧尘立马兴奋地 一剑朝着骸骨刺客斩去 但骸骨刺客可不是吃素的 他的敏捷成长极高 几乎是在牧尘出手的那一个瞬间 骸骨刺客就一个闪避 躲开了牧尘的这一剑 这个时候 任天堂也冲了过来 和骸骨刺客站到了一起 他挥舞着手中的光剑 犹如一刀绿色的旋风 发动连续的攻击 然而 骸骨刺客也并非好惹的存在 他一边躲避任天堂的攻击 一边也对着任天堂进行反击 不过他的反击 每一次都被牧尘给挡了下来 敏捷成长提升的他 虽然打不到骸骨刺客 但是主动用身体去挡攻击 还是可以轻松做到的 任天堂和牧尘相互配合 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默契 一个人挡 一个人攻 两人一窟窝 就这么缠斗在了一起 一时间 刀光剑影好不热闹 骸骨刺客因为是精英怪 他的敏捷成长和属性 十分吓人 即便在任天堂开启 死亡之息的情况下 都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 毕竟攻击力再强 打不到人有什么用 这类的敏捷型刺客 几乎是任天堂的克星 这个时候 任天堂已经有一些累了 他喘着气 对着牧尘说道 这家伙速度太快了 我根本打不到他 再这样下去 我的能量就要耗尽了 你帮我拖一会 我吃个势力架做回自己 不 剩下的交给我吧 牧尘对着任天堂 淡淡地笑了一声 刚才他可是一直在抗伤害 并没有主动进攻过一次 为了就是积累足够的伤害 对这只骸骨刺客 造成一击必杀的攻击 现在 这个伤害 总算是积累够了 牧尘横眉冷笑 手里的剑 发出了耀眼绚丽的蓝光 听说你很能躲 这一剑 你躲一个试试 第十三章 不可能领域 排名第九 牧尘的声音中 充满了绝对的自信 一股庞大的力量 迅速集中在剑刃上 形成一道凛冽的寒光 下一秒 牧尘的身形消失在了原地 他如同一道闪电 瞬间穿越空间 来到了海骨刺客的面前 这样的移动速度和闪现技能 即便是在敏捷型武装者中 也相当罕见 这是因为牧尘的技能 吸收 在吸收到足够伤害之后 下一次出手 会强化攻击 提高攻击的伤害和速度 刚刚他承受了十多次海骨刺客的攻击 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 死吧 牧尘眼里闪过了一丝寒芒 右手迅猛地挥动着剑人 湛蓝色的剑芒 瞬间划破长空 剑锋锁过之处 空气炸裂 凛冽的剑芒 直指海骨刺客的头颅 这一次 海骨刺客那星红的眼里 竟然闪过一丝恐惧的情索 他拼尽全力 想躲开这一击 但牧尘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几乎是在眨眼间 牧尘的剑芒 已经斩断了海骨刺客的头颅 海骨刺客 甚至都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 整个身躯开始破碎 掉落成一地的碎骨 恭喜宁击杀了 三十三级精英海骨刺客 获得了三十点神之力 一击秒杀 牧尘淡淡地收起了自己的剑 转过头 对着已经呆若目击的任天堂 微微一笑 这一剑 酷吗 酷 太酷了 任天堂一脸振奋地呼喊了出来 他看到牧尘一剑 就秒杀了这个玩弄他与骨掌之间的海骨刺客 眼里全部都是崇拜之意 这一剑 让他看到了 什么叫差距 明明他应该才是二人中最强大的那一个 但是在牧尘的面前 他还是差了点火候 至少 如果是他单独面对这个精英海骨刺客 想要击杀 他得消耗不少的时间和能量 这还是在精英海骨刺客不跑的情况下 如果海骨刺客想跑 那么他完全拿这个精英海骨刺客 没有办法 但就是这样的存在 竟然被牧尘一剑给秒了 刚才牧尘爆发出来的速度 让任天堂都为之震撼 这一剑 别说是精英怪啊 就算是灵主即怪物来了 恐怕也很难 接得住这一剑吧 说实话 任天堂都有一些羡慕牧尘了 像牧尘武装之后 又帅 防御力又无敌 还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攻击 简直就是完美的武装啊 此时他心中只想着一件事 那就是 到底谁才是猎等种族的浑兽啊 与此同时 外界 在过去的时间里 大家都渐渐淡忘了牧尘的存在 即便牧尘的队伍 在上一次排行榜刷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第11名的位置 也依旧没有引起什么太大的关注 因为各大招生代表们 都将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了前十的考生身上 即便前二十 就能进入他们大学的了 但是每一年 大家争夺的目标 从来都是前十 或者前三的考生 更何况 在那些招生代表的心里 牧尘之所以会有如此表现 不过是用了投机取巧的方法 钻了规则的漏洞罢了 Top10大学的招生代表里面 只有徐文汉一个人 从始至终都在观察牧尘 他越看越感觉到惊喜 因为他发现在其他人 还在中部或者外围卷的时候 牧尘已经带着任天堂 来到了核心区域 并且几次的战斗下来 让徐文汉发现 牧尘真的是一个宝藏男孩啊 刚刚他在观战的时候 也顺便查阅了一下资料 虽然说 技能等级 是可以通过一些强大的超凡物品来提升 但徐文汉一查之后发现 唯独恶魔史莱姆 没办法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技能等级 为什么呢 因为恶魔史莱姆的技能十分变态 已经接近到了概念这个等级 只要是在他的效果里 就没有人可以伤害得了他 当初也有人看中了恶魔史莱姆的技能 找来了一个武装者进行实验 他将能提升技能等级的超凡物品 价格昂贵 有价无市的新之尘 用在了那个武装者的身上 希望通过这个方法 培养出一个无敌的天才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失败了 当徐文汉查询到这个结果之后 他对牧尘的兴趣已经达到了顶峰 在过去的时间里 他甚至都没有观察其他人 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牧尘所在的直播画面 越看 他越喜欢牧尘 那无与伦比的防御力 那隐藏在强大防御力下 时不时爆发出来的秒杀攻势 让他心中无比确认 牧尘肯定会成为这一届高考的冠军 哪怕他现在 还离第一名十万八千名 但徐文汉心中 就是有如此强烈的预感 要不了多久 牧尘的名字肯定会进入到前十 并且向第一名发起挑战 这个念头才刚刚出现 人群中再次传来了一阵惊呼 将徐文汉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新一批的排行榜更新了 我的天 前十竟然发生变动了 不会吧 铁打的前十竟然发生了变动 而且还是直接被挑落了两个 是三中的牧尘干的呀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不但进入了前十 还直接升到了第九名 这真的是F平分的恶魔史莱姆 能做得到的事情吗 太强了吧 前十都是个人参赛 在积分上有着天然的优势 所以从开赛到现在 前十基本上都没有变动过 并且还和后面的队伍 保持着很大的一段距离 但从半个小时前开始 牧尘所在的队伍 就一直在追赶第十名 一开始大家都没当一回事 毕竟没人觉得有队伍 会追上第十名 可这一次排行榜更新 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因为牧尘所在的队伍 诸实地念来过道 不但成功挤掉了第十名 还顺带把第九名都给挤掉了 一支队伍 一支从来都不被人看好的队伍 竟然在此刻 排到了全市高考的第九名 这一刻 所有人都炸锅了 第十四章 一箭秒杀 认知崩塌了 牧尘他们真的做到了 班主任陈文看着排行榜上的信息 那叫一个一脸的激动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牧尘二人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 竟然带着队伍 直接进入到了前十 这里可是被称为不可能领域 什么叫不可能领域 那就是除非是两个超级天才组队 否则以队伍形式报名的考生 是绝对不可能染指前十排名的 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人做到过 而且 牧尘和任天堂 还不是一开始用技巧夺得前十 而是在比赛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用自己的实力 获得了这个第九的位置 这样的成绩 真的太匪夷所思了 他立马一脸激动地挤开了人群 高声呼喊到 牧尘班主任驾到 通通闪开 大家在听到陈文的话后 都纷纷给他让了一个位置 如今 因为牧尘和任天堂的关系 陈文的地位也是直线攀升 因为大家都知道 等这场考核结束 陈文马上就要凭着自己学生的功劳 成为炙手可热的金牌教师了 很快 陈文来到了人群的最前面 这里原本属于前十选手班主任的区域 三中原本应该也在这里的 但是因为牧尘的落寞 失去了这个位置 没想到 现在陈文又因为牧尘回到了这个地方 恭喜陈老师了 这次进入到前十的 是你们班上那个牧尘是吧 真是完成了一个壮举 以F级的评分和A加级评分的队伍 竟然能够进入前十 确实是史无前例了 哈哈 陈老师这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位置啊 妥妥的爽文女主啊 不过我李某人一直都相信 这前十之位 肯定有陈老师的一席之地 如今一看果然没错 恭喜 恭喜 陈文一来到这里 其他老师都纷纷祝贺着他 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 自然是知道牧尘的事情 同时也认识牧尘的班主任陈文 不过陈文对他们这些奉承 并不放在心上 他十分敷衍地回复了一句之后 就立马将自己的目光 看向了属于第九名的直播画面 这个时候 画面还没有更新 上面播放的 还是之前排名第九的选手 但没有等多久 画面就随之更新了 画面一出现 牧尘和任天堂 就在和精英海谷刺客对战 大家纷纷都眉头微微皱起 因为他们这才发现 牧尘和任天堂 竟然来到了核心区域 而且他们的对手 竟然是一只更加强大的精英怪 但实际上从画面来看 双方是完全不占优势的 虽然牧尘的防御力十分强大 可以阻挡海谷刺客的攻击 但关键点在于任天堂的攻击 一直打不中十分灵活的海谷刺客 如果按照这样下去 二人必然是会输的一方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次的战斗牧尘和任天堂是胜利者 但看到这个战斗画面 大家都很难想象 二人要如何才能在这种局势下取上 更想象不出来 一个只会防御的牧尘 会有什么太惊艳的表现 诚然 牧尘能够抵挡海谷刺客的攻击 而毫发无伤已经十分惊艳重人了 但只会挨打 不会攻击的 就算是强大的防御力 也只不过是一个打不动的靶子罢了 所以渐渐的 大家都以为胜利的转折点 应该是在任天堂的身上 而就在大家这么觉得的时候 一直被动承受伤害的牧尘 终于动了 只见他微微上前一步 手里的大剑 发出了恐怖无比的光芒 即使大家是隔着屏幕观看 都能感觉到 那让人胆战心惊的恐怖能量 下一刻 牧尘的身形 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等到他再出现的时候 牧尘那无比恐怖的一剑 竟然直接顺秒了精英骸骨刺客 安静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似乎被统一了表情 一个个瞪大着眼睛 张大着嘴巴 一脸的震惊表情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一个契约了F 即平分 被称为最废物的下水道浑兽 恶魔史莱姆的武装者 竟然 竟然一剑 秒杀了一只地狱考核里的精英怪 我的天 认知崩塌了 他们的认知 他们这么多年来的价值观 世界观 人生观 在看到牧尘这一剑之后 彻彻底底地崩塌了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的认知遭到污染了 谁能告诉我 我眼睛是不是被炮打了 我看到一个契约了恶魔史莱姆的武装者 一剑打出了成敦的伤害 防御力无敌 出手速度极快 破坏力更是无比的强大 你他妈谁告诉我 这是平分F 得恶魔史莱姆 你告诉我 这是平分EX级的神兽 我也一点都不怀疑啊 没有人知道 牧尘是如何做到的 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 为什么契约恶魔史莱姆的牧尘 可以打出这样的速度 这样的伤害 防御力强大 可以解释 用了一些珍贵的超凡物品 让恶魔史莱姆的概念性防御能力 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从而免疫了某个级别的攻击伤害 但这速度 这攻击力 要如何解释 平分为F 得恶魔史莱姆 根本不具备强大的攻击力和速度好吧 所以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徐你不厚道啊 快说说看 这个牧尘 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 校招区 大家都围着徐文汉 很显然 大家之前都失误了 这一剑 让他们无比重视牧尘 徐文汉也知道 牧尘这一剑之后 是彻底崛起了 他想要隐瞒 也彻底做不到了 所以 徐文汉干脆摊牌道 牧尘的魂兽 发生了某种变异 但我也不确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看这个样子 我们的平分体系 似乎对牧尘失效了 你是说 这小子的魂兽恶魔史莱姆 可以突破自身的上限 得到了一些特殊的变化 一位招生代表惊讶地问道 变异代表着什么 大家都是知道的 所以这一刻 众人都在等徐文汉的确认 对此 徐文汉轻轻地点了点头 大方地笑道 如果具体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也不太清楚 但有一件事 我可以告诉你们 说到这里 徐文汉收敛起了笑容 一副认真的模样说道 这个牧尘 我古都大学势在必得 如果你们想要来抢的话 就放马过来吧 第十五章 疯狂收割 再次强化 牧尘不知道 外界已经为了他抢风了 不过即便知道了 他心中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澜 因为他这一次的目标 就是剑指最顶峰的第一名 被关注 都是迟早的事情 隐藏实力 是肯定不会隐藏的 他要把三年来受到的委屈 嘲讽 在今天全部释放出来 让所有人都知道 属于他的 终究是属于他的 说着 牧尘再次释放那极致的攻击 将一头精英怪给斩杀 恭喜您击杀了 三十二级精英骸骨骑士 获得了三十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二十五级 二十六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呼 牧尘你也太屌了吧 任天堂看到牧尘 再一次一箭斩杀了精英怪 眼里的崇拜之意 已经快要溢出 刚刚他们杀完了 海骨刺客之后 又往里面走了一段路 小怪任天堂嘎嘎乱杀 不太需要牧尘出手 遇到了精英怪 就完全看牧尘表演了 这不 牧尘又一次秒了精英怪 虽然不是第一次看见了 但不管看几次 任天堂都被牧尘的 这种强大实力所震撼 对此 牧尘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机操 物六 要说这个副本唯一的好处 就是 怪物是真的多 虽然骷髅怪也属于猎等种族 本身的实力算不上强大 给的神之力 基本也都是最低的 但架不住怪物的数量 是真的多啊 才过去了十多分钟 牧尘的神之力 来到了613点 如果他想的话 完全可以再次 对敏捷成长进行强化 不过知道成长提升 会弥补之前 错过的属性值之后 牧尘便打消了 现在提高成长的想法 神之力虽然不是很难获得 但是需要花费在刀刃上 什么意思呢 现在提升成长 对自己的提升不是很大 第一技能 吸收 已经用特权提高到了S加 暂时想要继续提升 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毕竟那需要的神之力 是超级究极宇宙无敌多的 所以 牧尘把目光放在了第二技能 捕食上 这个技能 可以让牧尘捕食 失去意识的生物 通过消耗获取能量 即 每七天的第一次捕食 100% 获得目标的一个技能 如果把这个技能 给提高到相应的等级 那么再次遇到精英怪 或者灵主即怪物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捕食 来获取它们的技能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技能 分为两种 一种是本命魂兽的独有技能 就像恶魔史莱姆 拥有 吸收 和捕食 这样 这种技能基本上都很强大 并且是 只有某些魂兽 怪物独有的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被复制的 也可以简单地为试 异能 另外一种是后天学习的技能 又被称为 武斗技 武斗技 是谁都可以学的 就像是功法一样 一般是引导自己体内 本命魂兽的能量 转换为强大的武斗技 这也是上大学 才会学到的东西 而捕食 这个技能 就是可以有概率 获得捕食目标的 独有技能 或者是武斗技 如果是捕食怪物的时候 基本上就只会获得 独有技能 因为那些怪物 可不会学习什么武斗技 这也是为什么 牧尘把这个能力 称为是神技的原因 所以 现阶段最优先级 应该是提升 捕食的等级 至少需要提高一到二级 让他能捕食 超过三十级的目标 这样到时候 遇到领主怪的时候 就可以试一试 这个技能的威力了 不过强化技能 需要一千神之力气 现在的613点 还差得远呢 想到这 牧尘催促了一旁 正在休息的任天堂道 恶货 快吃根势力架 我们要抓紧时间 继续击杀更多的怪物 要不然好不容易 保住的名刺 就要被追上了 再让我休息一分钟 太累了 任天堂看着元气满满的牧尘 不由得苦笑了一声 魂兽武装 是需要消耗精神能量的 在刚刚过去的快两个小时里 任天堂作为队伍里的主攻手 那是消耗了大量的能量 所以 不得不使用能量棒 进行一点能量补充 但反观牧尘 到现在都没什么消耗 这不是因为牧尘在摸鱼 反而牧尘的消耗 实际上一点都不比任天堂低 因为牧尘基本上都是被围攻的 一群怪物按着你打 想想消耗应该多大 没事都是奇迹了 但牧尘不是普通人 他虽然是一只防御 但却没有任何生物 能打得动他的防御 这也导致两个小时以来 牧尘几乎都没有什么消耗 这让任天堂越来越不明白 到底谁的本命魂兽 才是F级的平分啊 对此 牧尘也表示理解 毕竟不是所有人 都像他一样 这么帅气的同时 又无比强大的 所以他很人性化地 给了任天堂两分钟休息时间 很快两分钟过去了 牧尘又带着任天堂 开始倾角周围的怪物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过去 转眼间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 在这一小时里 牧尘和任天堂 已经彻底杀疯了 他们比其他考生提早许多 来到了核心区域 这样带来的好处 就是完全没有人和他们抢怪 基本上每走几分钟 就会遇到十多只怪物 每走十多分钟 就会遇到一只精英怪 所以 二人的排名 在这一小时内 接连超过了第八名 第七名 第六名 出现在了第四名的位置 距离前面一位的第三名 也只差了不到一千分 这个时候 牧尘和任天堂 已经走到了 核心区域的深处了 这里 已经看不见 随处可见的怪物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诡异无比的安静 以及十分阴分的氛围 这让牧尘 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抬手示意任天堂停下 再往前 应该是领主的地盘了 我们先整顿一下 任天堂点了点头 也有这种感觉 虽然对于领主 他可能没办法完成关键击杀 但帮牧尘消耗一波 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他再次停下来 补充了一下能量 牧尘也趁着这个时候 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神之力 刚刚经过一个小时的疯狂杀戮 他的神之力 已经累积到了一千三百一十一点 终于可以对 捕食进行强化了 想到这里 牧尘打开了系统面板 心中淡淡地笑了笑 强化 开始 第十六章 领主机 海骨巨人 您成功消耗了一千点神之力 将恶魔史莱姆的技能 捕食 提高到了一级 当前剩余神之力三百一十一点 下一次提升 需要消耗两千点 请再接再厉 创造辉煌 捕食 一级 可以捕食五十级以内的一切生物 能够补充自己消耗的能量 记忆 每七天的第一次捕食 百分之一百 获得目标的一个技能 但需要注意 对有意识的生物 捕食成功率较低 成功了 看到这个提升后的能力 牧尘脸上的笑容 比AK还难压 这个副本的领主等级 不会超过四十级 所以 等会挑战完成之后 牧尘可以用这个能力 将领主进行捕食 因为是第一次捕食 百分之一百 可以获得目标的一个技能 此时他已经迫不及待 要去挑战前方的领主 及怪物了 好了 我们走吧 任天堂似乎看出了 牧尘比较着急 三两下吃完能量棒 就站起身来 牧尘点了点头 带头朝着 前方走去 两人在白骨之地继续前行 前方逐渐浮现出一个阴森的场景 白骨堆积如山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 令人不安的氛围 越往里走 气氛就越诡异 突然间 地上的白骨 发生了剧烈的震动 它们快速朝着前方开始堆积 一个无比庞大的骷髅巨物 眨眼间出现在了 牧尘和任天堂的面前 名称 海骨巨人 等级 三十九级 阶级 领主级 这海骨巨人高达十米 全身由厚实的白骨构成 庞大的身躯散发着死寂的气息 海骨巨人双眼闪烁着绿色的幽光 俯视着牧尘和任天堂 这个两个渺小的人类 海骨巨人发出一声嘀吼 整个白骨之地仿佛多位置震动 他手中巨大的白骨之刃 快速朝着牧尘和任天堂二人横扫而去 刀刃挥动间 气势汹汹 白骨的震战声在空气中回响 躲我身后 牧尘的话 让任天堂无比镇定 任天堂听从牧尘的指示 迅速闪到牧尘身后 虽然他知道 牧尘的防御力无敌 但是看着那巨大的刀刃 正在飞速靠近 任天堂心里 还是十分紧张的 这不是不相信牧尘 而是眼前的这个海骨巨人 真的压迫感十足 眨眼间 巨大的白骨之刃 横扫而至 刀光如风 凌厉无比 然而 面对海骨巨人的斩击 牧尘甚至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他只是淡淡地伸出了一只手 十分轻巧地挡下了 海骨巨人这恐怖的一击 哄 巨大的冲击声 响彻白骨之地 强烈的刚风 瞬间激荡开来 这一击十分的恐怖 巨物的压迫感 更是直接拉满 但就是如此恐怖的攻击 却被牧尘用一只手 轻描淡写地给挡了下来 那巨大且锋利的骨刃 在他的手前停滞不前 牧尘连脚步都没有移动一下 就这么笔直地站在原地 他的目光平静 就像是微风拂过一般 完全没有将眼前的庞然大物 放在眼里 任天堂看着这一幕 眼中闪过一抹震撼 如此轻描淡写 就接下了这恐怖一击 不管什么时候看 他都觉得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这家伙 恐怖如斯啊 任天堂暗自咋舌 牧尘收回挡住攻击的手 对着任天堂微微一笑 现在是你表演的时候了 好 我来 任天堂答应了一声 立马释放自己的独有技能 死亡之息 绿色的光剑 被死亡之息缠绕 任天堂迈开步伐 顺着那粗壮的白骨手臂 快速冲向了 骸骨巨人的头部 呼 巨大的风声 在任天堂耳边出现 只见那骸骨巨人的左手 夹带着恐怖的力量 如同如来神掌一般 朝着任天堂派来 防御交给我 牧尘二话不说 来到了任天堂的身边 再次伸手 帮任天堂挡下了 这恐怖的攻击 谢了 任天堂答谢了一声 身形快速前行 在牧尘的帮助下 他没有任何阻碍 来到了骸骨巨人的肩部 看着近在咫尺的硕大头颅 任天堂双手 缠绕着死亡之息的光剑 散发着风锐的气息 一道道剑芒划破空气 直奔骸骨巨人的头颅 巨大的体积 带来的就是笨重 那骸骨巨人 行动十分缓慢 根本没办法避开任天堂的攻击 只见剑芒划过 任天堂的攻击 砍在了骸骨巨人的颈部 碰龙 巨大的撞击声 响彻白骨之地 骸骨巨人的颈部 被声声斩断 头颅在空中飞舞 成功了 任天堂见状 不由大喜 这一次 他作为主攻手 完全是立下了大功 在牧尘挡下攻击的时候 他发挥了自己的实力 击杀了领主及怪物 然而 牧尘却忽然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他并没有收到 系统奖励的神之力 这代表着这只领主及怪物 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死亡 他刚想提醒任天堂小心 就发现骸骨巨人的残躯 开始散发出一阵黑暗的气息 原本摇摇欲坠的身体 重新聚拢 而且速度之快 令人瞠目结舌 因为毫无防备 任天堂的身体 瞬间就失衡了 他从巨人的肩膀上掉落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是 刚刚被任天堂斩掉的头颅 此时正张着嘴巴 如同一张深渊巨口 等待着任天堂掉落在其中 不好 任天堂的脸色 瞬间变得惊恐起来 但是 在空中 他根本没办法改变自己的诡计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 距离死亡越来越近 这一刻 他甚至都已经开始放走马灯了 那早已经不在人世的太奶 此时正在亲切地向着他招手 或许 这里就是他生命的终点了 就在任天堂闭上双眼 准备接受死亡的时候 牧尘的声音 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耳边 没有我允许 谁也杀不死你 听到这话 任天堂瞬间睁大了眼 只见刚刚还在不远处的牧尘 此时却忽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那熟悉的湛蓝色光芒在线 牧尘化身为一道蓝色的闪电 手中的大剑爆发出暴虐的气息 一剑斩出 剑光如铺 直接摧枯拉朽地 将那头颅一分为二 海谷巨人的头颅 炸裂成一片片白色的骨头飞散 宛如雨点般洒落 他那具无头的身躯 开始不稳地晃动 最终崩溃成无数碎片 掉落了一地 尘归尘 土归土 一切仿佛都回到了牧尘二人刚来时的模样 恭喜您击杀了39级领主海谷巨人 获得了1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26级 27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第17章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杀不死你 谢谢了牧尘 如果没有你 我可能已经去见我太奶了 任天堂摔落在地上 一脸的劫后余生 他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海谷巨人死后 竟然会重生 这让他大意之下 差点就牺牲了 不 应该是说 如果没有牧尘出手的话 他现在已经被海谷巨人给生吞了 对此 牧尘则是淡淡地把他从地上拉起来 微微一笑 我说了 所有伤害我来扛 就算是阎王爷来了 他老人家也得在我的防御下 甘拜下风 你先缓一下 我还有事要做 说着 牧尘来到了那一堆碎骨边上 深吸了一口气 轻轻吐出了两个字 捕食 伴随着这两个字出现 牧尘的右手 忽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液态龙头 在任天堂错愕的目光下 那黑色龙头张开嘴巴 如同一个巨大的吸尘器一般 开始疯狂地吸纳着 海谷巨人的尸体 骨骼碎片 残骸 全部都被龙头吸收 与此同时 出现了一个提示 恭喜您捕食成功 能量得到了回复 并成功获得海谷巨人的独有技能 死亡豁免 死亡豁免 C级 拥有一次死亡豁免的机会 如果被击杀 必定会在数秒之内获得重生 并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 得到自身的属性100%的加成 该技能每7天才能使用一次 不是攻击技能啊 牧尘看着刚刚使用捕食 获得的这个技能 觉得有一些遗憾 这个技能强吗 答案是肯定的 能获得一次死亡豁免的机会 对任何人来说都是 十分强大的 但对牧尘而言 还真的没有什么用 因为他的防御已经无敌了 500级以内 没有人可以伤得了他 所以 拿着这个死亡豁免 说实话 也没什么特别的作用 不过 这只是C级技能 如果到时候 有能力进行强化的话 倒是说不定 会变成一个有用的技能 就像是 吸收一样 这个技能原本的效果 只是单纯的吸收所有伤害 当强化到了S级时 这个技能似乎得到了升华 多出了一个 强化下一次伤害的效果 所以这个 死亡豁免 虽然现在看来 是和吸收有一些冲突 但说不定 以后也会得到其他效果 这么一想 牧尘倒也舒坦多了 反正捕食每七天为一个周期 就可以必定获得一个技能 没必要太在意这些 收拾好心情 牧尘打开了排行榜看了眼 第一名 鹿狐义中 黎兴莲 积分7794分 第二名 鹿狐三中 朱氏的念来过道 6888积分 第三名 鹿狐二中 丘吉尔 积分6345分 刚才击杀了领主 给了二人2000分 这让牧尘的队伍 一举冲过了第三名 并挤掉了第二名的位置 但即便如此 距离第一名的黎兴莲 还有着将近1000分的差距 足以可见 义中这个叫黎兴莲的考生 实力有多么的恐怖 牧尘虽然在三年前 和黎兴莲同时被称为 陆狐氏的绝带双交 但他其实和黎兴莲并不认识 只是在电视 报道上 看到过一些关于黎兴莲的信息 不过他并没有特别在意 基本上只是一眼带过 想到这里 牧尘看向任天堂 好奇地问道 你知道义中的黎兴莲吗 知道 怎么好好问起这个 任天堂此事已经恢复冷静了 他歪着头 疑惑地问了一句 牧尘淡淡地笑了笑 我就是想知道 这个女生到底是契约了什么魂兽 我们都在核心地带杀了这么久了 怎么还是没有追上他 这你都不知道吗 任天堂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牧尘 那表情似乎是在说 你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但考虑到这三年来 牧尘受到的待遇 他又觉得 牧尘不知道也是很合理的 所以任天堂想了想 告诉牧尘道 三年前的觉醒仪式上 义中的黎兴莲 契约了神话种族天启之星 这是一只即便是在神话种族里 都是天花板存在的恐怖魂兽 天启之星 听这么一说 牧尘好像想起来了 当时媒体就大肆报道 说什么新一代天王即将诞生 根据 《起源之书》公布的排序 神话种族 一共只有99位 其中 天启之星 排在了第五位 正如任天堂说的那样 黎兴莲所契约的魂兽 就是在神话种族里 都是天花板的存在 对其他人 更是降维打击 现在牧尘也能理解 为什么黎兴莲会这么强大了 神话种族 果然恐怖如斯 其实 如果当时给他神话种族的话 他肯定就不会选择列等种族了 但他当时的三个选择里 并没有神话种族 只有两个传说种族 和一个列等种族 虽然传说种族 也已经十分强大了 但综合技能来看 并没有什么太强大的优势 他的性格就是要做 就要做最强 既然都是穿越者了 选一个传说种族 还打不过别人 有什么用 所以 牧尘才破斧成舟 选择了搏一把 如今看来 是搏对了 如果当初选择了传说种族 现在可能拿命 都追不上黎兴莲吧 黎兴莲 很快我就会把你 从第一个宝座上拉下来 你等着吧 牧尘看着黎兴莲的名字 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容 拉着任天堂 继续开始收割之旅 与此同时 核心区域某处 一个身后 显现一片璀璨星云虚影 被星光笼罩的绝美女生 正站在一地的尸体之中 她的美丽 神圣 和周围的尸体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女生的秀发随风飘动 宛如银色的瀑布 在星光的照幅下 美得不可方物 参考图 此人 正是排名第一的黎兴莲 她甩了甩 手中造型夸张的 白色太刀上的血迹 从近来开始 她就没有休息过 这个时候 黎兴莲也累了 她随意找了一个地方坐下 一边拿出能量棒补充能量 一边打开了排行榜 打算看一看自己的排名 是否能安心休息 原本她以为 经过了久的杀戮 自己应该稳居第一了 但是当她打开了排行榜的时候 眼里顿时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 第一名是她 没有错 但是第二名 是一个以队伍形式参考的队伍 而且分数和她相差的十分近 只有不到一千分 这让黎兴莲有一些意外 她仔细看了眼这个队伍的名字 诸实地念来过道 忍不住地念了出来 倒过来念的是诸 噗 好有意思的名字 黎兴莲被这个名字给逗笑了 但很快 她就收敛起了笑容 露出了一副斗志满满的表情 呢喃自语道 看来这一次的考核 不会太无聊了呀 第十八章 大逆袭 积分第一 此时 考核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 黎兴莲在发现了牧尘队伍之后 只是简单休息一下 又开始杀戮了 牧尘和任天堂也是一样 一直都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第一名 第二名 就在这么 你追我赶 分差不断地缩小 然后又扩大 呈现出势均力敌的情况 最小的时候 分差缩小到了三百多分 最多的时候 又超过了一千分 至于第三名 第四名 此时 他们已经一脸猛逼了 因为当他们来到了核心地区 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 却发现 这里一片死寂 一开始 他们都以为自己运气好 一来到这里 就遇到了领主及怪物 但他们走了几分钟 别说是领主了 就是连一只小怪都没有遇到 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 整个核心区域怪 基本都死绝了 所以 从一小时前开始 除了牧尘二人和离心连 积分在不断地飙涨 排在后面的人 积分几乎都没有动过 这种情况 实属罕见 让外面的那些老师们 气得急跳脚 大巫与世间 这两个人是蝗虫啊 路过的地方 一点怪物都不上 这还让不让人正常高考了 没办法啊 离心连和牧尘都是变态啊 正常人刷怪都是需要小心翼翼的 生怕被太多的怪物包围 但牧尘这小子防御无敌 那些怪物根本伤不了他 都是他把怪物吸走 然后慢慢杀 离心连这边就不说了 怪物一出现就被秒 所以确实是没办法 三中的牧尘 一中的离心连 没想到兜兜转转 还是绝带双交的时代啊 哎 可叹 可叹 这个时候 大部分的老师都服气了 核心区域的怪物是很多的 基本上很难出现其他人没怪可杀的情况 但今年确实不太一样 离心连的横空出世 给这片区域造成不小压力 他的实力很强大 基本上怪物一出现 就是被清场 但他好歹还需要休息一下 才能继续这样走下去 然后是牧尘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 一早就带着任天堂 在核心区域刷怪了 虽然杀得慢 但完全不用休息啊 因为那些怪物 根本撼动不了他的防御 更别提让他消耗什么能量了 然后任天堂作为主攻手 不断地在后面收割 消耗的是多 但总比一个人是好多了 因为他完全不需要防御 如果他打不动了 就牧尘自己来 虽然牧尘没有群攻 但是十多秒也能攻击一次 一次杀一只 这个效率虽然慢 但是因为不用休息 就完全弥补了这个时间 再加上捕食的效果 牧尘打累了 直接捕食怪物 几秒不到 就可以把能量补满 完全就是一个涌动机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队伍和离心莲的分叉 有时候能缩小分叉到 三百多分的原因 所以一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所过之处 几乎都是寸草不生 那些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的人 只能望着空空如也的区域 一路流泪 其他人没得看 大家都把焦点 放在了第一名争夺战上了 此时双方的分叉 又来到了一千分内 这个分数 真的没有什么优势 只需要遇到一只领主级怪物 牧尘二人就会反超离心莲 而离心莲这边也是一样 只需要刷一只领主怪物 他也可以拉开和牧尘的距离 现在双方除了再拼体力 精力和能量储备之外 还在比拼谁的运气好 核心区域一共就两只领主及怪物 牧尘杀了一只之后 还剩下最后一只 这最后一只 几乎就是成为了第一名的关键之战了 此时 牧尘也意识到 再这样下去不行 他看了眼排行榜 那迟迟追不上去的积分 想了想 对着地上的一只骸骨法师进行捕食 捕食能够恢复能量 还能够获取目标的记忆 他想要知道的 就是最后一只领主及怪物在哪 一分钟不到 牧尘的脑中就多了一个记忆 他嘴角一歪 对着任天堂说道 走 争夺了这么久 我们该去拿第一名吧 嘿嘿 走着 任天堂知道 牧尘不打 没有准备的战 既然他说 可以拿第一名 那么肯定是掌握了什么情报 任天堂已经开始期待了 如果自己拿到了第一名 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万人追捧场景 有着怪物的记忆 牧尘一路带着任天堂狂奔 只花了几分钟 就来到了一个阴森气息浓郁的地方 二人的脚步刚刚踏进来 地面就出现了一阵疯狂的震动 一只古马率先出现 然后一个拿着古至长枪的海谷骑士 出现在了二人的面前 名称 海谷大骑士 等级 三十九级 阶级 领主 看到这个信息 牧尘和任天堂的眼里 都闪过了一丝惊喜 核心区域的最后一只领主 此时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等我挡住攻击 你秒了他 牧尘眼里闪烁着兴奋之色 对着一旁的任天堂说了一句 从开赛开始到现在 牧尘的等级已经来到了三十五级 任天堂的等级也来到了三十八级 这个时候 别说是牧尘了 就算是任天堂 也可以轻松对付这一只领主及怪物 所以 这一次出现的领主 二人都没有太放在心上 就在二人对话间 那只海谷大骑士 已经率先朝着牧尘二人发起了死亡冲锋 巨大的长枪上 泛着恐怖 凌厉的光芒 速度惊人 刺向了牧尘 牧尘不慌不忙 淡淡地伸出一根手指 十分装逼地挡住了这恐怖的一击 站在牧尘身后的任天堂 眼里闪过了一丝寒芒 死亡之息 瞬间缠绕在光剑之上 只见刀光一闪 任天堂的攻击 穿透了海谷大骑士的颈部 直接击碎了他那坚硬的骨头 为了不重蹈上一次的失误 任天堂前脚刚刚落地 后脚就将那骨马斩的七零八落 直到确认了经验到账 他才收起了自己的攻击 恭喜宁击杀了39级领主海谷大骑士 获得了一百点神之力 伴随着击杀提示 两千积分入账 排行榜再次得到更新 第一名 陆湖三中 诸事的念来过道 一万三千四百三十二积分 第二名 陆湖一中 黎新莲 积分一万两千四百八十四分 第三名 陆湖二中 丘吉尔 积分八千九百四十四分 从开赛至今 历经了三个多小时 牧尘带领着任天堂 终于反超了黎新莲 来到本次高考积分排行榜的第一名 第十九章 第一的对决 剑指禁区之主 超 超了 哈哈 牧尘牛逼啊 来来来 各位愿赌服输啊 把欠我的钱都给补齐了 这个牧尘 真是看得 我都热血沸腾了 搞得我现在 也想找个海鲜怪 大战三百回合 发泄一下我身体里的满腔热血 这是创造历史了呀 自从世界大灾变后 一百多年高考史上 这还是第一次 由平分F的武装者带队 以队伍的形式 位列地狱级考核第一啊 虽然只是暂时的 但牧尘真的创造历史了呀 可不是吗 而且今年的含金量十分高啊 之前的第一 可是那个黎新莲啊 牧尘能够从那么后面一路追 并反超了黎新莲 真的是太牛逼了 在牧尘的队伍积分 登上排行榜第一的时候 观战的所有老师们 在这一刻 全部都沸腾了起来 他们一起见证了历史 见证了一个奇迹 当然并不是所有老师都开心 意中的老师和校长 现在脸都是黑的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牧尘竟然能超过黎新莲 而且还是以队伍的形式 超越了黎新莲 虽然只是暂时的 但从过去一小时里 双方你追我赶 都没有拉开进度来看 这反超出来的九百多分 恐怕黎新莲 很难再超回去了 因为核心区的怪物 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两只灵主及怪物 也都被牧尘和任天堂拿下 想要反超积分 办法就只有一个了 那就是 一个人去单挑禁区里的禁区之主 整个地狱及副本里的王者 呃 骸王 但呃 骸王的强大 是远超其他怪物的 不但如此 他还拥有着强大的独有特权 那就是 可以复活所有被击杀的怪物 让他们成为骷髅军队 副本内被击杀的骷髅有多少 没有人去统计过 但至少是成千上万了 这样数量 加上强大的恶骸王 即便是黎心莲 恐怕也难以一个人去挑战 禁区之所以被称为禁区 那就是所有考生的禁区 历年来的地狱及高考 就很少有人去挑战这个禁区 因为即便打赢了 也没有额外奖励 但是打输了 却会丢掉性命 大家只是来高考的 又不是来博命的 所以虽然有这么一个地方存在 但历史上 就没有一个人去挑战禁区 虽然意中的老师很不甘 但他们也知道 这一次的高考状元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就会是牧尘和任天堂二人的了 他们的王牌 他们的超级天才离心莲 大概率只会沦为一个陪跑角色 但好在 离心莲的强大 是得到认可的 即便是第二名 也会被各大学校轰抢 只是并没有那么完美罢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人群中忽然有人惊呼了一声 快看 离心莲前往禁区了 此话一出 大家的目光 瞬间被离心莲吸引走了 只见画面中 离心莲的眼里 闪过一丝坚决 独自一人 朝着禁区边缘走去 他的步伐十分坚定 因为他也知道 只有进入禁区 才能和第二名争夺第一 离心莲并没有因为第一名被反超 就感到烦躁 或者失去了判断力 相反 他对反超他的人是谁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一次 他要前往禁区 实际上和牧尘的反超 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即便没有牧尘 他也会这么做 只不过 现在是把这个时间 给提前了一些罢了 他一边走着 一边将目光 看向了另外一边的天空 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真正的对决 才刚刚开始呢 与此同时 牧尘这边击杀完领主 又对着海谷大骑士 使用了捕食 恢复了一下自己的能量 这个技能 可以让他变成涌动机 几乎不用担心 武装的持续时间不够 牧尘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 刚刚杀了那么久 已经积累了2574点神之力了 又可以对捕食 进行一次强化了 牧尘没有任何犹豫 立马对系统说道 系统 强化 捕食 您成功消耗了2000点神之力 将技能 捕食 提高到了地级 捕食 地级 可以捕食100级以内的一切生物 能够补充自己消耗的能量 记忆 每七天的第一次捕食 100%获得目标的一个技能 但需要注意 对有意识的生物 捕食成功率较低 当前剩余神之力574点 下一次提升 需要消耗4000点 请再接再厉 创造辉煌 因为捕食技能得到了强化 CD得到了刷新 现在您下一次捕食目标 必定会触发100% 获得技能的效果 意外之喜啊 牧尘看了眼系统提示 顿时心中狂喜 他正想着 等会去挑战禁区之主 没办法捕食获得技能怎么办呢 没想到 系统就给自己送温柔了 是的 牧尘的目标 也是那禁区之主 他知道 黎星连肯定会去挑战禁区之主 而他也同样会这么做 牧尘之前说过 他要把这三年受到的委屈 嘲讽 全部都在这个高考中释放出来 所以 他要做所有人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那就是 击杀禁区之主 即便没有黎星连这个人 牧尘也会选择这么做 更不要说 现在还有黎星连这个竞争对手在 他更是对这个禁区之主 势在必行了 牧尘转过头 对着任天堂说道 接下来 我要去挑战禁区之主了 那里太危险了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在这里等我吧 你要去挑战禁区之主 任天堂一听 顿时就梦了 原本他还想告诉牧尘 做人不要飘 不然要挨刀 但很快 他就反应过来 站在他面前的是牧尘啊 是那个一路上带着他 从五十多名 杀到第一名的牧尘啊 如果是他的话 肯定可以拿下禁区之主的 任天堂笑着点了点头 拍了拍牧尘的手臂 行 多的我就不说了 自己小心 我在这里等你 等你好消息 放心吧 我去去就来 牧尘对任天堂微微一笑 然后静止朝着禁区的方向走去 第二十章 最终的boss站 拉开序幕 他来了 他来了 那个牧尘也朝着禁区走来了 哦哟 有好戏看了 牧尘和黎心莲 两个最强者的直接斗争啊 不知道二人 到底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当牧尘离开任天堂 走向了禁区之后 外界的所有人都沸腾了 几乎不用想 这禁区之主争夺战 就是这一场高考的尾声 同时也是牧尘和黎心莲的第一之争 历史之争 不管是谁赢下了争夺 都会成为毫无疑问的历史第一 唯一的区别是 牧尘赢下能创造多个历史第一 黎心莲赢下只能创造一个历史第一 因为其他人都没有怪可以刷了 所以 此时各大老师 校长们都在纷纷下注 看看今年最后的高考状元 花落水手 陈文作为牧尘的班主任 自然是压上了所有身家 如今牧尘能否夺冠 不单单关乎到奖金了 还有关乎着他 以后的日子 是吃馒头 还是满汉全席了 另一边 不单单是他们老是这么疯狂 那些top10大学的招生代表们 也纷纷加入了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top1帝都大学的代表王迪 来到了徐文汉的身边 不怀好意地笑道 不如我们也来打个赌如何 我们几人在二人中压住 如果压赢了的 可以优先去和二人谈判 如果压输了 则最后去谈判 这样不伤和气的同时 也让这一次的招募 有趣一些如何 徐文汉抬起了眼 看了看王迪 这个提案实际上 还是很不错的 他们这一次会集聚在这里 最主要的 就是为了黎星连这个超级天才 如果只有黎星连一个人 那么这个提案是很无聊的 但现在牧尘的表现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之外 他们之间的争夺 也从黎星连一人 变成了牧尘和任天堂三人 所以倒不如优先压住一个 这样也可以避免一些 没必要的争抢和抬杠 至于待遇方面 这类超级天才的待遇 一直都是最顶级的存在 毕竟大家都知道 黎星连和牧尘是超级天才 而且其中一人 还会是创下记录的第一人 哪个学校还会和你玩慢慢加价 想着简陋 那不是纯纯的降制 给别人机会吗 所以徐文汉仔细思考了一下 轻轻点了头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 我押牧尘赢 他的态度一如既往 甚至甘愿放弃黎星连 也要招募牧尘 王迪一听徐文汉答应 笑呵呵地说道 你还真是看好牧尘啊 那我就和你抢了 我选择押住黎星连 我也押牧尘 这小子神奇得很 哈哈 牧尘虽然是一匹黑马 但终究是一个未知 谁也不知道 他未来的上限在哪 不如黎星连来得稳定一些 所以我也押黎星连 确实 而且牧尘是以队伍形式参与的 看他和任天堂的配合 也能证明两人是好朋友 基本上要招募牧尘 就等于要以同等条件 招募任天堂 就算二人的上限是一样的 但我觉得 还是黎星连核算一些 所以我选择黎星连 在王迪和徐文汉的带头下 其他几人都纷纷选择了 优先洽谈对象 十人里面 七人选择了黎星连 三人选择了牧尘 大部分的招生代表们 虽然看好牧尘 但还是那句话 牧尘的强大来自于变异 在没有问清楚的情况下 没有人确定牧尘的未来 是否会像现在这样强大 如果优先选择了牧尘 那么基本上就会丧失 争夺黎星连的机会了 比起未知 大家还是更喜欢确定性 快看 黎星连和牧尘要相遇了 就在大家都纷纷完成压住的时候 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那么一句 将大家的注意力 全部都吸引了过去 副本内 通往禁区的道路 只有一条 不像核心地带 从四面八方都可以进行刷怪 牧尘在离开了任天堂之后 一路上沿着道路往前走 但越走 却越觉得奇怪 牧尘感觉到周围的氛围 突然变得清新 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这与之前的阴森 黑暗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皱了皱眉头 感到一丝疑惑 但很快便释然 因为他看到在不远处 一个笼罩在星光之下 身材高挑 颜值逆天的女生 正在注视着自己 此人正是比牧尘 早到这里的黎星连 黎星连的眼中 闪烁着一抹不同寻常的光芒 他微微一笑 身边仿佛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息 牧尘 原来是你 他温柔地说道 声音悦耳动听 牧尘来到了黎星连的面前 同样回忆一笑 没想到你还知道我的名字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有这么出名 我一直对你当初的选择很好奇 觉得你不应该就此沉沦 但确实没有想到 你到了高考这一天 才默默爆发 说到这里 黎星连轻轻摇了摇头 对着牧尘笑道 算了 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吧 前面就是禁区之主的领地了 我在这里等待 就是为了看一看 第一名是谁 会不会来挑战禁区之主 既然你已经来了 我们就商量商量 这只禁区之主归谁吧 没必要那么麻烦 我们两个一起上 各凭本事就是 牧尘自信地笑了笑 他看得出来 黎星连是在给他机会 因为在黎星连的心里 他还不属于同一个阶级的人 所以牧尘要做的 就是正面征服黎星连 见到牧尘这副表情 黎星连微微挑了挑眉眉 嘴角勾勒出一丝笑容 既然你这样说了 那就这样做吧 准备好了吗 自然 那我们走吧 黎星连率先一步 朝着前方走去 牧尘紧随其后 跟在了他的身后 他们的前方 是一旁很宽阔的空地 二人刚刚踏入空地当中 大得忽然发出了剧烈的震动 无数的黑暗气息 笼罩着这一片空地 牧尘和黎星连凝神看去 只见一道庞大的黑影 从地底深处升起 渐渐凝聚成一尊带着王冠 披着披风 通体威武霸气的黑暗骷髅 禁区之主 恶海王 等级 45级 阶级 禁区之主 这恶海王的骸骨上 弥漫着强烈的黑暗能量 仿佛可以吞噬一切 他的双眼 如同两颗燃烧的黑暗星辰 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 伴随着恶海王的出现 原本空旷的空地上 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骷髅怪物 那些之前被击杀的怪物 此时都被恶海王 通过自己的独有技能复活 他们虽然不是生命 但具备着生前50%的实力 如此多的数量 密密麻麻的十分恐怖 反观挑战者一方 只有牧尘和离星连二人站在这里 显得十分的弱小和无助 看到这一幕 牧尘嘴角微微一翘 对着一旁的离星连笑道 你小心一些 如果撑不住了 就大喊我的名字 我会去保护你的 离星连有一些意外地看了眼牧尘 随后露出了一个绝美的笑容 淡淡地笑了笑 你也一样 别死了 他说吧 手中的太刀闪烁 迎着数不清的黑暗骷髅 脉步而前 牧尘也不甘落后 朝着前方冲去 这最终的boss战 终于拉开序幕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章 我只出手这一次 现在 睁大眼睛看好了 咔咔咔 战斗一打响 还往手中长剑一指 成千上万的骷髅 如同一片黑云 铺天盖地般 朝着牧尘和离星连涌来 他们的骨骼 发出刺耳的碰撞声 仿佛是一支 由死者组成的恐怖军队 他们的眼眶空洞而深邃 渊中魂灵的凝视 这庞大的骷髅群体 形成了一股恐怖的压迫感 虽然他们只有 生前50%的实力 但这数量 真的让人很难有抵抗之心 这也是为什么 从来都没有人来 挑战禁区 面对着裹挟着死寂的 黑暗潮汐 大概也只有所有考生联合 齐心协力才能站上 但现在 牧尘和离星连二人 正在独自面对 这恐怖的黑暗浪潮 星陨 猎空 离星连率先发动了攻击 造型夸张的白色太刀 宛若化为一道流星 在他的手中舞动 太刀锁过之处 星光闪烁 仿佛要撕裂虚空一般 这招星陨 猎空所展现的力量 既犹如星辰坠落 又如同夜空中一刀 巨大的裂痕 给人一种无法躲避的 强烈压迫感 他的每一次挥刀 都似乎能撕碎时间和空间 让那些骷髅 在星光的冲击下 土崩瓦解 无论那恐怖的骷髅群 如何蜂拥而至 都完全无法接近他的身形 离星连身边的星辰之力 凝聚如海 形成一片领域 将一切嫡系都击退 仿佛他站在星空的高处 无尽的星辰之力 随心驰骋 在反观牧尘这边 画风就有一些奇怪了 只见成群的骷髅 将牧尘围得水泻不通 他们的攻击 如雨点般落下 击打在牧尘的身上 但是却全部被 牧尘的史莱姆武装 尽数吸收殆尽 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牧尘也完全没有攻击的意思 他的步伐坚定而有力 眼里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 坐稳在万千骷髅身后的 恶骇王 这些被复活的骷髅 并不是正常的生物 就算击杀他们 也不会额外提供给 牧尘神之力和经验值 反而留着他们 在身边不断攻击 还可以快速积累伤害 只要挨了足够多的打 就算是神 牧尘也能一箭杀之 牧尘嘴角挂着自信的笑容 硬生生拖着这些骷髅 朝前方走去 闲暇之余 他也惊叹黎心莲的强大 神话种族 不愧是神话种族 一个人竟然可以在千军万马之中 杀敌如探囊取物 这种强大的实力 让牧尘羡慕得极耳发子 但他不知道的是 黎心莲同时也在羡慕牧尘的防御力 他在杀怪之余 注意力更多地在牧尘这边 他一直都很好奇 契约了恶魔史莱姆的牧尘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追上他的 如今一看 着实是被牧尘的举动给吓了一跳 刚刚看到牧尘瞬间就被怪物给淹没的时候 他有那么一个瞬间都想冲过去救人了 因为哪怕是他 也不敢让这么多骷髅怪进身了 他生怕牧尘就这么被骷髅怪乱刀砍死了 但现在看来 担心是多余的 不管那些怪物如何攻击 牧尘都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恶骇王 甚至移动的距离 一点都不比他差 这让他对牧尘的防御力 十分地羡慕 但与此同时 他又更加好奇了 如此强大的防御力 肯定是牧尘的底牌 但抛开防御力不说 到目前为止 牧尘都没有攻击过 哪怕一次 黎兴莲完全想不到 牧尘会用什么方法 去击杀那恶骇王 用自己的防御力 耗死对面 还是他 还藏着什么底牌不成 二人就在互相欣赏 互相惊讶的情况下 度过了第一个十分钟 渐渐的 黎兴莲就发现了不对劲 原本大群大群的骷髅 是分为两波去攻击二人的 按照一万只骷髅来算 一人是平分了五千只骷髅 但是因为牧尘这边 完全不杀怪 包围他的骷髅 一直都没有死 而黎兴莲这边 杀得又太快了 这也导致那些 原本想要攻击牧尘 但是却进不去的骷髅 此时纷纷开始 掉头攻击黎兴莲 这大大加重了 黎兴莲的负担 更是严重拖累了 他的行动速度 原本牧尘和他走的距离 是差不多的 但现在 此消彼长之下 牧尘的移动距离 已经大幅领先 前面的牧尘 该不会这是他的计谋吧 事实上 还真被黎兴莲猜对了 牧尘之所以 一次攻击都不打 除了要积累 秒杀恶骸王的伤害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借着黎兴莲那强大的攻击力 吸引大批量的怪物 要不然 前面上万只怪物挡着 牧尘即使会飞 也飞不到恶骸王的身边 他的想法很简单 只要他一次都不攻击 那么按照黎兴莲的杀怪速度 那些挡着自己的骷髅群 肯定会源源不断地 转移自己的攻击目标 到时候 牧尘就可以让黎兴莲 变成自己的工具人 现在的情况 就是向他想象的方向发展的 越来越多的骷髅 开始转移目标 偏偏黎兴莲还不能学牧尘这样 可以不去攻击 用自己的防御抗伤害 相反 骷髅聚集的越多 黎兴莲杀的就越快 因为 他也怕被这些骷髅群包围 毕竟他可不是牧尘 这个防御力无敌的变态 如此一个死循环就打成了 围攻牧尘的大量骷髅 开始转移目标 黎兴莲害怕被围 加强自己的攻击杀的越多 围困牧尘的骷髅就越少 这一来二去 短短的五分钟之后 牧尘终于距离那恶骇王 只有不到十米的距离了 此时 牧尘已经积蓄好了足够的伤害 他停下脚步 脸上露出一丝帅气 且自信的笑容 牧尘举起手中的大剑 湛蓝色的光芒 在剑刃上疯狂涌动 那难以压制的澎湃能量 让大剑不断发出一声声剑鸣 但他并没有正眼看向那恶骇王 而是转过身 对着身后的黎兴莲淡淡一笑 你不是一直很好奇我的实力吗 我只出手这一次 现在 睁大眼睛看好了 第二十二章 从现在开始 全球将进入到我的时代 话音落下 牧尘的身形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刚刚积累如此多的伤害 会让他的身体素质 短暂得到提升 这种提升消耗得很快 这也是为什么 他不在一开始就用 而是要等到靠近恶恶骇王 身边没有什么骷髅的时候才使用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保证在消耗足够多的能量之后 还能够拥有一击 必杀恶骇王的实力 几乎是眨眼之间 牧尘化为一道蓝色闪电 闪现到了毫无准备的恶骇王面前 他高举着自己手中的大剑 霸气无比地爆喝了一声 这一剑代表着奇迹 这一剑代表着记录 这一剑代表着 我牧尘从这一刻开始 将成为新生代的光 粉碎吧 旧时代 从现在开始 全球将进入到我的时代 他的声音在所有人耳边回荡 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脏和血液 随着牧尘的宣言 他手中大剑的湛蓝光芒达到巅峰 光芒散发出的恐怖力量 形成了一道璀璨的剑芒 牧尘的整个人都笼罩在这璀璨之光中 宛如一位降临的神明 他的目光坚定 深邃的眸子中 蕴含着强烈的意志 一剑斩向了那从来都没有人在考核中击溃过的恶海王 这一剑的力量 超越了之前的任何攻击 暴虐的能量凝聚在剑间 向前推进 剑芒如流星滑坡夜空 璀璨而无比狂暴 吼 海王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 身体里的黑暗之力疯狂涌动 试图抵挡着致命的一击 然而 牧尘的剑芒如同神明的审判 穿透一切 势不可挡 砰龙 巨大的撞击声响彻整个禁区 剑芒贯穿恶海王的身体 将其直接切成两半 呃 海王的身体 在蓝色的剑芒中破碎 不甘地灰飞烟灭 一时间 禁区内的黑暗气息迅速散去 那些围困着黎星联的大量骷髅群 也在这一刻 纷纷化为了一地枯骨 恭喜宁击杀了45级禁区之主 呃 海王 获得了500点神之力 恭喜宁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35级 37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这一刻 所有在观看高考的人 纷纷都沉默了 因为那禁区之主 那从来没有人在地狱难度 战胜过的恶海王 就这么被牧尘用一剑 给秒杀了 太强了 牧尘真的是太强了 这不比勃然 我一个40多岁的人 看到牧尘刚当的宣言 都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许多 果然我们还是老了 这个时代 确实是年轻人的时代 这个时代 确实是属于牧尘的时代 可不是吗 牧尘成功了 他不但创造了历史 打破了记录 更是成为了奇迹的代言人 新时代的光芒 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啊 短暂的沉默之后 是疯狂的欢呼声 所有人都被牧尘的表现征服了 就连义中的老师 校长 那些压住了离心莲会赢的人 在此刻都不得不感叹 牧尘真的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他们作为观战的人 更加清楚牧尘的可怕 要说牧尘唯一的不足 就是缺少群攻技能 面对那成群的骷髅群 他实际上比离心莲 不占任何优势 如果是正常的话 应该是离心莲先接近 呃还王 但是牧尘却利用他自己的优势 直接改变了场上的这一情况 偏偏还让离心莲无法逆转 这就是他的强大之处 过人的胆识 无敌的防御力 一击必杀的攻击力 心思缜密的聪明脑袋 振奋人心的发言 小人物逆袭的励志故事 牧尘在他们的眼里 已经完胜离心莲太多了 他更具备着 引领一个时代的领袖气质 在场的所有人 都有理由相信 这一次考核结束之后 牧尘肯定会成为 新生代的领军人 与此同时 副本内 这就是你的实力吗 真强 离心莲一脸震撼地望着牧尘 眼里全部都是难以置信 他是有能力 可以击杀恶孩王的 但说实话 一剑秒杀 他做不到 可眼前的这个牧尘 就这么轻易地做到了 仅仅用了一剑 就秒了这个禁区之主 恶孩王 这种实力 真的太强大了 离心莲不明白 拥有如此强大防御力 还能拥有如此强大攻击力的牧尘 为什么会在三年时间默默无闻 又为什么他契约的恶魔史莱姆 会被《起源之书》 评为最弱的魂兽 这就算是把恶魔史莱姆 排到神话种族第一位 恐怕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吧 牧尘收起了自己的武器 转过身对着离心莲笑了笑 看我屌吗 我怀疑你在开车 而且还有证据 离心莲反应速度很快 并没有进入到牧尘的语言陷阱 对此 牧尘有一些遗憾地耸了耸肩 他没有去继续去管离心莲 将自己的目光 看向了地上破碎的恶孩王尸体 轻声喝道 捕食 下一秒 他的右手 化为了一张巨嘴 将地上恶孩王尸骨喂含的尸体 全部喂给了自己的恶魔史莱姆 不到片刻的功夫 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提示 恭喜您捕食成功 能量得到了回复 并成功获得恶孩王的独有技能 王者必日 必急 王者必日 必急 收集200米内的等级小于200级的王魂进行复活 复活的王魂拥有生前50%的实力 持续时间为一小时 每复活一个王魂都需要消耗精神力 复活的王魂越多 消耗的精神力越多 哈哈 竟然捕食到这个技能 牧尘看到捕食而来的技能 瞬间大喜过望 这个技能有多牛逼 就不用多说了吧 刚刚那黑压压的一幕 牧尘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不过 恶孩王有副本规则加持 所以 他的消耗更小 并且覆盖范围是全副本范围 所以一次性复活了成千上万的骷髅怪 到了牧尘这边 效果比恶孩王使用的差了一些 不过没关系 牧尘有着系统 无限强化的加持 可以对任何技能 进行无限强化 技能等级弱 在牧尘这边 完全不是难事 只要技能效果好就行了 第23章 神秘的老爷爷 轰隆隆 就在牧尘完成捕食之后 没有多久 整个大的忽然发生了剧烈的震动 这让原本都放松下去的离心莲 瞬间变得警觉了起来 他刚刚想提醒牧尘小心一些 可能有什么变故 也说不定 毕竟从来都没有人 击杀过这地狱难度的恶孩王 但是只是一转眼的功夫 他就发现牧尘已经不见了 空阔无边的广场上 已经完全见不到牧尘的身影了 牧尘 离心莲一边走 一边呼喊着牧尘的名字 但却始终没有人回应 这让他的眉头深深皱起 一个好端端的人 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呢 看到牧尘消失不见之后 离心莲的心跳 不由地加快了几分 也不知道是因为担心牧尘的安危 还是在害怕自己 也会突然消失 不单单是他慌了 此时外界的所有人 全部都无比的错愕 因为他们发现 牧尘的直播信号断了 这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更糟糕的是 他们从离心莲的视角 看去 牧尘已经凭空 消失不见了 这让所有人都一脸猛逼 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谁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徐文汉第一个起身 目光看向了周围的同僚们 但是这些平日里 见多识广的人 此时也是 一脸错愕地摇了摇头 高考所使用的副本 是从大灾变出现开始 就流传下来的特殊副本 就像之前说的那样 从世界灾变一百多年来 从来没有人击杀过 地狱及考核副本的禁区之主 牧尘他是第一个 如今在击杀完之后没多久 就忽然消失不见了 其他人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王迪看着忽然消失的牧尘 摸着下巴 思考了一下 有一些不确定的说道 应该不用太担心 牧尘消失了 应该是触发了某些机制 毕竟如果是按照正常流程 击杀了副本BOSS 是会被传送到结算空间的 虽然这个考核副本 和其他副本不太一样 但从来没有听过 杀了BOSS 会导致挑战者死亡的 确实是这个道理 目前不知道牧尘同学 被传送到哪去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 老王说的没有错 既然是正向通关 就不可能有事 也许牧尘同学 正在哪里接受额外的奖励 也说不定呢 摩都大学的代表 杨过说了一句 徐文汉听完二人的话 慢慢冷静了下来 确实 不管牧尘现在身在何处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 那就是他肯定不会有危险 因为这三个考核副本 是从大灾便开始流传下来的 是经过 起源之书 安全认证 才会被投入到高考使用的 这么多年以来 都没有出现过 考生无缘无故消失的情况 只能说 这一次牧尘的突发状况 应该是和他击杀了 禁区之主有关吧 你的时代才刚刚开启啊 需要你没事啊 徐文汉看着副本的传送入口 还是有一些担心地叹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牧尘感觉自己的身体 正在一直下坠 周围漆黑一片 完全看不出来 这里是了 刚刚大地震动的时候 地上就忽然出现了一个大洞 牧尘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这个大洞给吞噬了 不过他倒是没有特别担心自己的安全 因为他其实早就料到了 会有突发情况的发生 毕竟 副本既然有禁区之主这样一个设定 而且难度还那么多高 那么 只要击杀了他 肯定是会触发副本隐藏机制的 牧尘确实触发了隐藏机制 只不过触发的 不是教育局留下的机制 而是一个不知道从多少年前 遗留下来的隐藏机制 差不多过了一分多钟 牧尘的身体 忽然安稳落地了 从阴暗的白骨之地 来到了一个热带岛屿之上 牧尘环顾四周 发现这个小岛上的景色夷人 海浪拍打着沙滩 蓝天白云 仿佛是个度假圣地 他不明白 自己怎么会被传送到了这里 难道击杀禁区之主的额外奖励 就是送自己来海边度假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至少得把离心连一起传送了 或者配几个比基尼小姐姐才是啊 把自己一个人传送到 这空无一人的小岛上 到底是要怎样 正当牧尘疑惑的时候 他的眼前 忽然出现了一个 身形勾搂的白发老头 这白发老头 看起来颇为古怪 背负着硅甲 拄着一根拐杖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神秘 强大的气息 他微笑着朝牧尘点了点头 语气中充满了 悠然和民意般的感觉 年轻人 欢迎你来到这个特殊的地方 牧尘一脸疑惑 但还是礼貌第三脸 你是谁 这里是哪 我怎么到这里来了 龟甲老头慈祥地笑了笑 慢悠悠地解释道 你可以叫我岛龟爷爷 你所在的地方 是我的身体上 至于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想来 你应该是触发了 那位大人留下的传送机制 所以 你才会被传送到我这里 我在你的身上 牧尘有一些惊讶地 看了眼脚下的岛屿 再看了看眼前的老头 没想到眼前这个岛龟 竟然是一座岛的化身 这让他顿时觉得 这位老爷爷 看起来十分的不凡 见到岛龟 没有伤害自己的想法 牧尘立马露出了一个笑脸问道 那个岛爷爷 既然这个传送机制 把我传送到您这里 应该是有什么奖励给我吧 不会让我来这里 和您聊天这么简单吧 呵呵 当然不是 岛龟乐呵呵地笑了笑 老头子我在这里 就是为了等待有缘人的到来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如今终于是等到了 这个东西你收下吧 说着 一块龟甲玉佩 从岛龟身体中 飞出到了牧尘的手上 他笑呵呵地介绍道 这块玉佩 郁郁着老头子我的力量 里面有几套强大的武斗技 你平日里可以仔细感悟 另外 如果遇到危险 可以摔碎玉佩 老头子 我看在缘分上 来助你一次的 敢问道爷爷 您的实力如何 牧尘一脸激动地问道 岛龟听到这话 没有说话 他淡淡地笑了笑 伸出了右手的手掌 并把中指弯了下来 看起来像是一个四 牧尘一看 顿时疑惑地问道 四百级内 没有敌手 呵呵 事无中止 岛龟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 老头子 我虽然不以武斗成名 但在你们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人可以在老头子 我手上走上一招 死 听到这话 牧尘瞬间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么老了 应该不会吹牛吧 如果真的是像岛龟说的那样 那自己岂不是捡到宝了 牧尘还想再问一些什么 但是一转眼的功夫 岛龟的虚影 已经消失不见了 下一秒 他的身形又再次坠入黑暗 只有一句话在他的耳边回荡 年轻人 快点成长起来 我们在最终之路 等着你 第24章 震惊世人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与此同时 考核的时间 已经彻底结束了 所有在副本里的人 都从出现在各地的传送入口 离开副本 只有身处于禁地的黎星莲 和任天堂二人 并没有离开 黎星莲是一直都没有走 他从牧尘消失之后 就一直在这里找了一个多小时 在这个过程中 任天堂因为牧尘过了很久都没有回来 所以担心地来到了禁区查看 在这里 他得知了牧尘的事情 也加入到了寻找之中 但实际上 他们两个心里也清楚 这里只有平地 根本找不到牧尘到哪去了 他们之所以没有走 就是想等牧尘回来 此时 距离考核结束 已经过去五分钟了 就当二人准备放弃等待 出去的时候 牧尘的身影 终于被传送了回来 牧尘 你到底去哪了 任天堂第一个冲到了牧尘身边 检查起来 他有没有受伤 一直在这里 等待的黎星莲 见到牧尘相安无事回来 也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说说看吧 击杀了禁区之主之后 在这两个小时里 你到底有什么奇遇了 两个小时 牧尘有一些惊讶地说了一句 他没想到 就这么一传送来 传送去 就过去了两个小时 任天堂点了点头 指了指身后不远处的传送门道 考核已经结束了 在你击杀禁区之主后没有多久 考核就已经提前结束了 然后我发现你没有回来 就过来找你 就看到黎同学一直在找你 牧尘听后 微微诧异地看着黎星莲 你在这里找了我两个小时 准确来说 是一小时47分 黎星莲淡淡地笑了笑 大方地承认了一句 牧尘一听 几乎是脱口出道 你该不会被我之前那一剑给摔到了 对我一剑钟情了吧 扑 自恋 黎星莲无嘴笑了笑 我就是想知道 你到底有什么奇遇 毕竟你可是耍了花招 让我帮助你清理障碍 虽然这是你的本事 但我想知道 我错过了什么 这不过分吧 战斗结束之后 黎星莲就知道自己 被牧尘利用了 但他并没有觉得恼怒 反而更加地欣赏牧尘了 所以 他一直没有离开 就是为了知道 他错过了什么奖励 对此 牧尘并没有回答 而是淡淡地笑了笑 现在不宜多说 我们日后再说 行 黎星莲也没有缠着牧尘 对着二人说道 那我先出去了 我们外面见 说完 黎星莲就朝着外面传送门走去 等到他消失了之后 牧尘也拍了拍任天堂的肩膀 走吧 我们也出去 嗯 任天堂答应了一声 跟在了牧尘的身后 二人一起走进了传送门 离开了这个副本之中 第一名 陆湖三中 诸事的念来过道 十三万四千三百二十击分 第二名 陆湖一中 黎星莲 积分一万两千四百八十四分 第三名 陆湖二中 丘吉尔 积分八千九百六十六分 伴随着牧尘和任天堂 离开副本 外界的广场上积分榜 也最终定格在了这里 最后击杀恶还亡之后 牧尘和任天堂所在的队伍 直接获得了十万级分 这也让他们直接领先了第二名 黎星莲 整整十一万分 这是一个破纪录的分数 是一个让后来者都望尘莫及的分数 那些从考场里出来的学生 一个个看到这个分数 都瞪大了眼睛 全部都是不可思议 我低个乖乖 十三万分 这是什么恐怖的分数啊 这个第一名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大家都是人 别人十三万分 我连三百二十分 都要拼了老命 为什么这样牛逼的 都是别人学校的 我也想认识这个大佬啊 听说这个第一名的队伍 把禁区之主都给干掉了 这可真是张飞给刘备举高高 诸葛亮女装都没有他们骚啊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神迹啊 最可气的都不是这个 而是那个牧尘啊 在考核开始前 他的评分为F级啊 就是这样一个人 最终创下了这样的神迹 我只能说真的太酷了 此时绝大多数的人 全部都围在传送入口附近 因为大多数的老师 校长 以及那Top10大学的招生代表 此时已经都纷纷离开了座位 围堵在了传送入口门口 他们都在等待着 牧尘 任天堂 黎新莲三人出来 就在大家都议论纷纷的时候 副本传送门 出现了一阵波动 黎新莲率先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刚刚一出来 就在意中的校长 他的班主任带领下 来到了早已等候多时的 帝都大学王敌等人身边 准备走招生流程 但这个时候 黎新莲却说了一句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话 他对着各位代表歉意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了各位 我打算等牧尘出来再做决定 什么 为什么呀 你虽然输给了他 但就算没有牧尘 我相信你 也能对付近区之主的 没必要等他出来再做决定 我们可以给你最好的条件 是啊 黎同学我们来聊一聊呗 王敌等人的脸色 都变得十分精彩了起来 他们一个个 都在努力劝说黎新莲 想让他现在就下定决心 因为他们都是聪明人 刚刚黎新莲的话 代表着什么意思 他们都懂 如果现在不让黎新莲改变主意的话 那接下来 他们就更没机会了 但黎新莲的态度十分坚决 面对这些top10大学招生代表的劝说 他只是再次歉意地笑了笑 便不再说话了 别人挤破头都想进的学校 黎新莲却任性地要他们等一等 这让其他围观的考生们 一个个都羡慕得吉尔发子 同时 还在传送门纳 等待着牧尘和任天堂的徐文汉三人 笑得那叫一个开心啊 因为这代表着 他们三个人里 谁拿下了牧尘 就可以顺带拿下黎新莲 一想到一次性 可以拿到两个超级天交 徐文汉三人 纷纷干尽十足 而就在这个时候 人群中忽然传来了一声欢呼 快看 牧尘和任天堂出考场了 第25章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 尽力在表演 牧尘 是牧尘出来了 当这一声欢呼 在所有人耳边炸开 原本吵闹的空间 瞬间变得安静起来 大家的目光 都看向了传送入口 只见一个身影 从光芒中走出 他步履从容 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 身上一尘不染 没有一丝尘埃 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不是刚刚参加了 地狱级的高考 而是去旅游享受的一般 这个人正是以最不可能 创造了历史记录 创造奇迹的 牧尘 让我们一起 恭喜牧尘和任天堂 成为了本届高考 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古都大学的代表徐文汉 第一个鼓动大家鼓掌 有了他带头 现场响起了一阵 震耳欲聋的掌声 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 祝福着牧尘和任天堂 因为他们的表现 是无懈可击的 以低配队伍的形式 进入了前十的不可能领域 以低配队伍的形式 超过了评分EX级的离心联 得到了积分榜第一 最后 牧尘以最低级的评分 击杀了一百多年以来 都没有人击杀过的禁区之主 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成绩 最关键的是 牧尘不管是杀精英 杀领主 亦或是杀尽区之主 都只用了一剑 没有人知道牧尘的实力 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但凡是看过回放的人 没有一个会质疑牧尘的强大 所以大家都毫不吝啬 自己的欢呼和掌声 掌声差不多持续了 两三分钟才停下 这个时候 班主任陈文 来到了牧尘和任天堂的身边 向他们二人介绍道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三位分别是 古都大学代表徐文汉老师 魔都大学代表杨过老师 天都大学代表汪晴老师 他们三位对你们的表现很有兴趣 想和你们洽谈一下录取的事情 这个介绍 让任天堂微微一惊 古都大学 全国排名第二 魔都大学 全国排名第三 天都大学 全国排名第四 这三所大学的代表 亲自来洽谈 这种待遇 让任天堂有点适应不过来 他在短暂的当机之后 顿时紧张地说道 各位义父在上 受天堂一拜 动 任天堂的话还没有说完 牧尘就没好气地 敲了敲任天堂的脑袋 出息点 你现在可是高考状元 牧同学说的没错 你们不但是高考状元 还是创造记录的高考状元 如果能招募你们 进入我们的学校 应该是 我们感到荣幸才是 徐文汉放低自己的身段 对着任天堂呵呵一笑 这简单的一句话 瞬间让牧尘和任天堂 对他的好感度提升了不少 相比起徐文汉的聪明 汪晴就有一些沉不住气了 大概他不喜欢这种客套环节 又大概他觉得自己胜算比较大 见到徐文汉和杨过都没有开口 他第一个开口说道 徐老师说的没有错 只要你们两个人 愿意来我们天堂大学 我们会按照最高待遇 给你们入学福利 一年一份S加级武斗技 一位专属的宗师级导师 以及一年十万学分 当然这些只是基础福利 我们天堂大学最大的福利 就是美女特多 男女比例几乎是一点十分 如果你们加入我们的话 不但可以收获海量的资源 还有很大可能收获爱情哦 哇哦 牧尘一听顿时双眼放光 全身上下的每一个表情 动作都在诉说着 他想去这三个字 汪晴看到这里 眼里多了一份嘚瑟 其实身为排名前十的大学 大家能给出的条件 基本都是大差不差的 唯一的区别 就是美所大学的特色不同 天堂大学最大的特色 就是男少女多 而且因为有意为之 天堂大学的女性 基本都是平均分80分以上的美女 所以常年被评为最受男性欢迎的大学 毕竟哪个青春期的少年 不幻想甜甜的爱情 看牧尘这一脸激动的样子 汪晴就知道自己肯定稳了 他露出了一个胜利者的笑容 甚至拿出了香槟 准备打开 庆祝一下自己的业绩 但很快 他的笑容就彻底凝固了 因为牧尘黑黑一笑 一口回绝道 汪老师不好意思了 你的这个邀请 我没办法接受 汪晴 不是 这是为什么 牧尘一本正经地说道 因为女人多知会影响我进步的速度 我可不想年纪轻轻 就沉迷在女色不可自拔 抱歉了 任天堂 汪晴 那你刚才激动个什么劲 牧尘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 尽力在表演 汪晴 哈哈 牧尘同学说得好 魔都大学的杨过 看到牧尘一看回绝 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刚刚其实也有 那么一瞬间 觉得牧尘要答应了 不过好在 牧尘顶住了女色的诱惑 他对着牧尘和任天堂说道 我们魔都大学开出的基础福利 和天堂大学差不多 特色福利上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 一年三千万的资金支持 毕竟我们魔都穷的只剩下钱了 一年三千万 四年一亿两千万 牧尘微微一惊 感慨魔都市真有钱 虽然这个世界的钱 并不是唯一的消费货币 但它的购买力 还是十分高的 一亿两千万的话 可以在拍卖行 购买一本不错的S加级五斗记 该说不说 这不比天堂大学的特色福利相多了 牧尘没有着急答应或拒绝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 一直没有说话的徐文汉 笑着问道 徐代表 你们学校的 又能给我们开出什么福利待遇呢 我们学校啊 徐文汉微微笑了笑 云淡风轻地说道 我们学校的基础福利也是一样的 特色这边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美女 也没有魔都大学那么有钱 但我们古都大学 有一些古老遗址 经常会从里面 找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比如市面上流传的五斗记 很多都是从我们这里流出的 说到这里 徐文汉稍微顿了顿 对着牧尘笑了笑 如果你加入我们 我可以向校长申请 对你开放探索特权 如果你通过考核的话 可以成为遗址探险的一员 找到的收获 都归你所有 此话一出 在场董传的所有人 脸色都不由变了变 古都大学最出名的 就是整个古都内 存在大大小小的古代遗址 整个东黄80%的五斗记 都是出自古都的古代遗址里 成为遗址探险队的一员 找到的收益 归自己所有 这个福利待遇 可是连他们这些代表们都心动啊 虽然还有一个考核在 但考核都是针对普通人的 并不是针对像牧尘这样的天才 大家虽然还不了解牧尘的真实情况 但之前的表现 足以证明他的与众不同 如此想来 牧尘成为探险队的一员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杨国二人都不由感慨 果然当初徐文汉说 对牧尘势在必得 并不是简单的说说而已 他是真的为了得到牧尘 下了血本啊 一边是入学 就可以获得的大量金钱 一边是入学之后 可以得到一个珍贵机会 这一刻 所有人都看向了牧尘 好奇他会做出如何的选择 第26章 这要是说出去 不得把这些土包子给吓死啊 杨代表抱歉了 我的选择是古都大学 牧尘仔细地想了想 还是选择了古都大学 他的系统可以对所有属性 进行无限强化的效果 所以 能学习到的技能越多 自己以后的战斗力 也就越强大 虽然古都大学 遗址探险队资格 还需要后续的考核 但牧尘是有信心 可以通过这个考核的 这样日后 能够获得的东西 上限会高得多 另外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他查阅过 古都大学位于山海关内 这也导致古都大学的 副本保有量 是全部学校里最多的 这会是他获得 神之力的主要来源 行吧 祝福你 杨国伸出手 和牧尘简单地握了握 对这个结果 并没有太多的意外 可以说 从徐文汉拿出这个福利之后 这个结局 已经基本确定了 这个时候 刚刚一直在等牧尘消息的 黎新莲 对着帝都大学的王迪等人 歉意地笑了笑 对不起各位 我也想去古都大学 说着 黎新莲在大家错愕 挽留的目光中 来到了徐文汉的面前 徐代表 我可以加入古都大学吗 可以 当然可以 徐文汉哈哈大笑 立马答应道 我们古都大学 欢迎你的加入 刚才我许诺牧尘 和任天堂同学的待遇 同样也适用于你 多谢徐代表了 黎新莲淡淡地笑了笑 随后 他来到了牧尘的身前 伸出一只手刀 以后我们就是校友了 牧尘同学 以后多多关照 嗯 你也选择古都大学 牧尘有一些诧异地 看着黎新莲 他刚刚出来的时候 也看了眼黎新莲那边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他那边有更多的代表在 而且 排名第一的帝都大学 也在那边 以黎新莲的实力和天赋 那些代表 肯定是争先恐后的抢人才对 应该不是待遇开得不好 才跑过来的吧 黎新莲听到牧尘的问题 微微笑了笑 我对你比较好奇 所以想亲眼看看 你这个新生代的光 到底极限在哪 哦 原来如此 牧尘了然地点了点头 伸出自己的手 和黎新莲简单握了一下 爽朗一笑 那你就看好了 属于我的时代 才刚刚开始 我等着呢 不过 不过什么 牧尘揉了揉手问道 黎新莲看着 还被牧尘揉着的手 问道 不过 你可以松手了吗 哦 可以了 听到这话 牧尘这才松开了 黎新莲的手 这个时候 王迪等人都走了过来 他们一个个 都面带笑容地 恭喜着徐文汉 祝贺他一次性 招收了两个超级天才 不过说着说着 王迪又好奇地 看向牧尘 问道 牧同学 我们大家都很好奇 你的本命浑兽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还有最后 你消失了快两个小时 是发生什么事了 你方便说给我们听听吗 不方便 牧尘想都没想 就脱口出了这一句话 这句话 瞬间让那几位代表 纷纷表情都呆滞了起来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这样 和他们说话 他们作为 Top10大学的招生代表 走到哪都是受人尊敬的 没想到 今天先是在 黎新莲那边吃了憋 现在又在牧尘这边吃了憋 偏偏他们还没办法发火 只能够尴尬地笑了笑 既然牧同学不愿意透露 那我们也不强人 50万一位 就在王迪等人想要放弃的时候 牧尘忽然伸出自己的手掌 开口说了一句 各位都是大人了 自然懂得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两个事情 都是我的秘密 想要知道 也不是不行 但是 给给钱 众人一听 纷纷面面相去 但很快 王迪第一个带头说道 我觉得可以 牧同学出示一下收款码 我这就给你转 算我一个 我也想知道 还有我 还有我 50万对于他们这些招生代表来说 并不算贵 但也不算便宜 不过 他们也不需要自己出钱 到时候把这个费用 往上面一爆 说不定还能捣赚50万呢 所以九位代表 纷纷都掏出了50万 扫给了牧尘 至于徐文汉 任天堂 黎新莲三人 因为是自家人 所以牧尘就没有收他们钱了 这一下 他就进账了450万的巨款 见到钱都收差不多了 牧尘也开始说道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 我的本命魂兽恶魔史莱姆是 珍贵的闪光体 它突破了原本的上限 使得技能 成长 都可以通过努力得到提升 这点我想你们也看出来了 王迪等人一听 都认同地点了点头 他们自然是看出来了 牧尘的魂兽已经变异了 但是没有想到 竟然是传说中的闪光体 不过王迪想了想 问道 那有上限吗 他这个话一出 大家都竖起了耳朵倾听 闪光体虽然稀有 但大多数都是 原本评分就高的魂兽 闪光变异后 成长 技能这些得到了很强的强化 可毕竟恶魔史莱姆 原本是列等种族中的下水道 王迪等人也吃不准 牧尘的变异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上限 这也是他们之前 不选牧尘的主要原因 对此 牧尘则是见兮兮地笑了笑 这是第三个问题了 如果想知道的话 得加钱 众人 大家都被牧尘给搞无语了 但问都问到这里了 不问完 反而让他们感觉到心痒痒的 所以 九人又商量了一下 给牧尘凑了四十五万 收到钱钱之后 牧尘才开心地笑了笑 理论上 没有上限 死 大家听到这个牧尘的回答 一个个瞬间羡慕的吉尔法子 恶魔史莱姆的技能有多么强大 他们是完全了解的 如果这个技能能提升 而且还没有上限 那岂不是说 假以时日 牧尘就是全世界都无敌的存在 但实际上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现在的牧尘 已经是五百级内防御无敌了 这什么概念 按照这个世界 对武装者的等级划分 初级武装者 一杠一百 中级武装者 一百零一杠二百 高级武装者 二百零一杠三百 大师武装者 三百零一杠四百 宗师级武装者 四百零一杠五百 巅峰级武装者 五百零一杠六百 天王级武装者 六百零一杠七百 帝皇级武装者 七百零一杠八百 竹崽级武装者 八百零一杠九百 传奇级武装者 九百零一杠九百九十九 牧尘的防御力 已经可以说在 巅峰级以下 完全无敌 他们这些招生代表 也不过才 大师级武装者的级别 牧尘就是站在这里 让他们打 他们就算使出 小时候吃奶的力气 都打不动牧尘 这要是说出去 不得把这些土包子给吓死了 第二十七章 你可真是一个败家父啊 那个牧尘同学 我想知道你技能的具体效果 需要花多少钱 就在大家都还在沉默的时候 人群中的杨过 忽然开口问了一句 魔兜大学不差钱 他想要知道 牧尘的这个技能具体的效果 杨过对这个问题 实在是太好奇了 因为牧尘的防御力 是这一次高考的第一大亮点 第二大亮点 就是牧尘那爆发出来的 恐怖攻击力了 那可是一件秒杀 还亡的恐怖攻击力 如果说防御力 还能用这个解释的话 那么这个攻击力 杨过是想破脑袋 都完全想不出来是为什么 所以钱多多的他 打算直接花钱购买这个答案 只可惜 牧尘并没有被钱冲昏头脑 他所说的 都是以后大家迟早会猜测到的事情 这种消息拿出来说 不但可以减少自己的麻烦 还可以顺便赚取一笔费用 但如果把所有秘密都说出来 那么对牧尘来说 就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毕竟他和这些学校 还是有着一定的竞争关系 所以牧尘想都没有想 就摇头拒绝道 这个是我的核心秘密 多少钱也不卖 抱歉了 可惜了 杨过也没有强人所难 他被拒绝后 就没有说话了 牧尘看大家都没有问题了 就开始回答下一个问题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 我被传送到一个结算空间去了 在那里 我得到了一些奖励 是武斗计 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能说 你们还有问题吗 没了没了 王敌等人都微微摇了摇头 他们其实对一个问题比较感兴趣 至于第二个问题 他们已经猜到了 如果牧尘不说具体得到什么 他们自然也没兴趣继续问下去了 这些人再次祝贺了牧尘之后 便离开了这里 等到他们走了之后 徐文汉笑呵呵地 拿出三份特招合同 递给了三人道 你们签下这个 以后就是我们古都大学的学生了 另外答应你们的福利 会在你们入学的当天兑现 至于遗址探险资格这件事情 可能需要等上一段时间 但不会太久的 没问题 牧尘点了点头 拿过合同看了看 这上面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之前徐文汉许诺的那些福利 确认没什么问题之后 牧尘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任天堂和黎心莲也是大致看了眼 同样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徐文汉收好了三人合同的附件 心情不错地大笑了一声 哈哈 我代表古都大学 欢迎你们的加入 你们在一周之内 来古都大学报到就好了 到时候 我会准备好你们的福利 等你们来的 说着 徐文汉因为还有事情要处理 留下一个联系方式之后 他就和三人告别一下 离开了 等到他走后 黎心莲也被一中的校长给叫走了 这时候 三中的校长 乐呵呵地来到了牧尘和任天堂的面前 恭贺道 恭喜你们二位成为了创下历史记录的第一人 虽然其他城市的成绩还没有出炉 但以你们的分数 是当之无愧的省状元 不 是全国第一人了 所以我代表学校 奖励你们一人一百万 还请不要嫌弃 不会不会 只要是钱 我一点都不嫌弃 牧尘黑黑一笑 立马展现了自己的收款码 老校长也很爽快地 给二人各自赚了一百万 他给牧尘和任天堂的这点钱 比起教育局的奖励来说 完全是九牛一毛 更何况 今年三中出了牧尘和任天堂这两个人 下半年三中的地位 就会扶摇直上 纳学费 框框一顿涨 还有广告费 采访费 商业合作费等等 可以说 牧尘和任天堂 就是三中的福星 转完奖金之后 老校长也离开了 只剩下班主任陈文 一脸开心地祝贺道 恭喜你们了 现在名牌大学的奖励 你们拿完了 学校的奖励也拿完了 等到明天高考成绩正式放榜之后 我相信教育局也会给你们奖励的 这可真是太酷了 任天堂一听还有奖励 顿时激动地看向牧尘道 这次多亏了你啊 不但带着我考上了古都大学 还让我跟着得到这么多奖励 如果我是女的 我肯定原地嫁给你 得了吧 女的长你这样 谁敢要啊 牧尘笑着开了一句玩笑 虽然任天堂在后期对阵 恶孩王的时候 完全没有出力 但是前期如果没有他的话 牧尘也没办法快速刷管 再加上之前任天堂愿意为了牧尘 自降难度 放弃自己的前程 对于任天堂吃这个奖励和荣誉 牧尘觉得是他应得的 因为在他看来 他和任天堂算是互相成就了 好了 都回家报喜讯吧 明天早上九点来学校 到时候 教育局的领导应该会来找你们 你们作为本次的高考状元 应该有很多活动要参加 陈文笑呵呵地说了一句 嗯 是该回家了 牧尘一想到自己的父母 如果知道自己得到了高考状元 那估计会当场高兴地昏过去吧 所以 牧尘和黎心莲交换了一个联系方式之后 便和班主任任天堂告别 马不停蹄地打了个车回到了家中 他要第一时间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的父母 打开门 牧尘就看到了 父母正坐在沙发上 有一些心不在焉地刷着手机 二人一见到牧尘回来了 立马一脸激动地从沙发上起来 来到了牧尘身边 父亲牧天辉关切地询问道 怎么样子 这一次考试不顺利吧 母亲奉书于瞪了一眼牧天辉 没好气地说道 怎么说话的 孩子活着回来就已经不错了 你还指望他考出什么好成绩吗 看着父母二人唱着双簧 牧尘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 大声地宣布道 你们感到骄傲吧 你们的儿子我 今天打破了历史记录 成为了全国第一人 江南省当之无愧的省状元 哈哈 我就说了 我们的儿子肯定是去凑 等等 你刚刚说你什么成绩 父亲牧天辉的话说到一半 顿时脸色垮了下来 目前奉书于也是一脸猛逼地看向牧尘 不确定地问道 小陈 你刚刚说你考了第一名 这不是在开玩笑的吗 我肯定不会和你们开玩笑啊 怎么你们是太高兴了 没有反应过来吗 怎么一副要哭的样子 牧尘有一些不解地看着父母 他们听到自己的这个好消息 非但没有高兴 反而脸上的表情都快哭出来了 这让牧尘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不其然 在沉默了几秒之后 父亲牧天辉忽然仰天痛呼 你这个逆子啊 谁让你考这么好的啊 母亲奉书于也捂着头 颇感头痛地说了一句 现在完了 这个家要散了 不是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母亲奉书于 你爸把房子给抵押了 押了你不会考进前五十 如今你得了第一 这个房子 保不住了 牧尘听到这话 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对着父亲牧天辉无语地说道 你可真是一个败家父啊 第二十八章 EX集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牧尘是真没想到 父亲牧天辉 是真的不相信自己啊 前面要千亿万身故险 现在又是把房子抵押了 押自己进不了前五十 真的是亲生父亲啊 牧尘摇了摇头 微微叹了一口气 算了算了 一栋房子罢了 回头我给他赎回来就是了 赎回来 你知道这房子多少钱吗 八十八万啊 你哪有那么多钱 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 父亲牧天辉叹了一口气 看来得重操 我丢失十多年的就业了 什么就业 牧尘问道 父亲牧天辉 没有立马回答 他点了一根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 眼里充满了沧桑和故事 吐了两个字 牛郎 牧尘 我有一句MMP 不知道该不该讲 母亲奉书欲 你觉得 当着我面说合适吗 好了好了 我说了我来出 就我来出 牧尘无语地说了一句 将自己惊人的余额展现出来 个 十 百 千 万 十万 百万 五百九十五万 父亲牧天辉看了眼 牧尘的账户余额 顿时炸锅了 儿子 你这是抢银行了 我也没听说高考完还会给钱啊 那是你的等级不够 如果你当初也考了第一 不说这么多钱吧 至少也能混到几百万了 牧尘打趣地笑了笑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这还只是学校的奖励 明天高考成绩正式放榜之后 到时候教育局的人 应该还会给我不少的奖励 所以 区区八十八万 没了就没了 说到这里 牧尘的目光 看向了自己的父亲牧天辉道 不过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败家了 人家是啃老 你是啃子氏吧 这一次是我错了 父亲牧天辉 被这么一说 顿时哑口无言 不过他确实没有想到 自己儿子会进前五十 更没有想到 会得到第一名 只能说 这个错的人 好了好了 我转两百万给你 你自己处理一下这些事情 我先回房了 吃饭了叫我 说着 牧尘赚了两百万 给了父母 随后便独自一人 回到了房间内 锁好门 牧尘第一时间 拿出了那块玉佩 之前他都没有时间看 现在才有空查看了起来 这块玉佩 形状相似一个龟甲 上面刻着一只 在海里畅游的巨大海龟 栩栩如生 犹如亲眼见到一般 他闭着眼睛 仔细地感受着 下一秒 牧尘的灵魂 似乎被拉到了一个独立的空间 在这里 有着四只怪物的雕像 它们分别镇守在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牧尘仔细看去 东边是一只 手持三叉戟的男性半人鱼 他展现出结实的肌肉线条 英俊而威猛 下半身则是一尾华丽的鱼尾 闪烁着璀璨的海洋光芒 南边是一只巨大的乌贼 遮天蔽日 不知有千里也 乌贼的触手 如同巨大的钢铁铸铸铸 闪烁着金属光泽 散发着令人警觉的威压 西边是那龟壳上刻画的岛龟 它的龟壳上 仿佛是一个活生生的画卷 展现着丰富的图案和文饰 北边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洪荒巨鳄 浑身上下覆盖着坚固的灵甲 使其看起来更加威猛 眼眸中更是透露着一丝冰冷和凶狠 仿佛是一头守护禁区的无情守卫者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了玉佩内有几门武斗鸡 这四个雕像 牧尘话刚刚说到一半 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会不会这四座雕像 代表着四个武斗鸡 想到这里 牧尘来到了位于他最近的巨鳄身边 伸手微微一碰 下一秒一遍发生 只见那巨鳄的雕像轰然爆碎 周围的环境也出现了巨大的改变 原本黑暗的空间变换成了一个擂台 刚刚那四座雕像也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参 鳄鱼头手持着两把圆月弯刀的怪物 出现在了牧尘的对立面 那怪物二话不说 立马向牧尘发动了冲击 速度之快 在原地留下一道残疑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鳄鱼人就持着冰冷的刀刃来到了牧尘的眼前 他没有任何的留情 双手的刀刃绽放出冰冷的光芒 朝着牧尘快速站来 牧尘被这速度吓了一大跳 但好在他早有所准备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史莱姆武装覆盖在了他的身上 那必杀的刀刃在接触到武装的瞬间 如同撞击在一块海绵上 完全击打不出一丁点力量 这个时候牧尘才松了一口气 装作生气地 对着眼前的这个鳄鱼人骂道 老年鳄不讲武德 来骗 来偷袭我这个十八岁的小同志 这样好吗 然而 这个恶人像是没有灵魂 只是一个无情的机器 他没有搭理牧尘 反而是不信邪 对着牧尘一顿输出 打出一套漂亮的连招 只不过 但凡是打不动牧尘的 那么必定是打不动他 不管这恶人如何使出全力 都无法对牧尘造成哪怕一丁点的伤害 反而是牧尘的怒气值 已经继续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见词 牧尘也知道 这是一场试炼 大概需要打败这个恶人 才能够得到相应的武斗技 所以 牧尘这次没有留守 趁着恶人攻击过来的剑系 他释放了积累的所有伤害 手中的剑化作一道蓝色闪电 瞬间刺中了恶人的身体要害 还是一击秒杀 牧尘出手 从来都只需要一剑 那恶人的身体 倒在了虚拟擂台上 没过多久 就化为了光芒点点 涌入到了牧尘的身体之中 伴随着光芒入体 牧尘的脑海中 多了一个传承记忆 滔天巨鳄张大自己的血盆大口 吞噬着天地间的万物 在那传承记忆中 牧尘仿佛能感受到古老的气息 体验到那只滔天巨鳄 战无不胜的力量 数秒之后 牧尘消化了记忆 他的意识 被迫退出了这一片神奇的空间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 与此同时 牧尘的眼前 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提示 恭喜宁喜的EX集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第29章 白帝圣剑 遇剑跟着我 这就学会了 牧尘微微一愣 随后拉出了自己的面板 看了眼 名称 牧尘 等级 37级 本命魂兽 恶魔史莱姆 魂兽种类 猎等 成长 体魄F 级 敏捷E 级 精神F 级 独有技能 吸收 S 加级 捕食 D级 死亡豁免 C级 亡者B日 B级 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EX级 初级 神之力 1074点 果然 只是击败了那恶人的幻想 就学习到了这个武斗技了 武斗技和独有技能不同 它的EX级是品质 而初级则是熟练度 熟练度分为五个阶段 初级 中级 高级 圆满 巅峰 每个阶段 能发挥的威力 效果不同 如果想要提高它的威力 需要在日常中 不断熟练地 运用这个武斗技 才会增长熟练度 让其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品质越高的武斗技 威力自然就越强大 但相对的 提升难度也更高 牧尘倒是不需要那么麻烦 他只需要用神之力 就可以提升了 但以牧尘现在的身体属性 也很难发挥出 武斗技的强大就是了 因为武斗技 是依靠体魄 精神的强弱 来决定其伤害的 它的那点F的成长 即便是EX级品质的武斗技 也发挥不出什么太强大的效果 不过牧尘倒是不着急 等上了大学之后 有的是机会把成长属性强化上去 关闭面板 牧尘再次闭上眼睛 想要进入玉佩的世界内 但是这一次 玉佩却毫无反应 这让牧尘有一些疑惑 难道 有冷却时间 牧尘仔细地琢磨了一下 确认了自己的想法 一旦学习了某一种武斗技之后 玉佩就会陷入一个CD7 具体时间是多久不确定 反正短时间内 是不能再次进入了 牧尘摇了摇头 没有继续去管他 听到父母在喊吃饭 他便出房间去吃饭了 一家三口正在欢快地看着电视 看着看着 电视台开始播放今天的高考视频 牧尘看到要播报 立马对着父母说道 快看 你们儿子的画面要来了 是吗 那我得好好看看 父亲牧天辉放下碗筷 他已经改变了对牧尘的观点 认同了他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天才 同时他也很好奇 自己的这个儿子 到底是怎么力压 备受关注的超新心黎新莲 得到这一次高考第一的 母亲凤书玉 也跟着放下碗筷 一家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 很快 牧尘的画面在电视里出现了 只见画面中 牧尘浑身爆发着恐怖的气势 忽然一跃而起 来到了那恶骸王的面前 霸气宣布道 这一件代表着奇迹 这一件代表着记录 这一件代表着 我牧尘从这一刻开始 将成为新生代的光 粉碎吧 旧时代 从现在开始 全球将进入到我的时代 紧接着 是不可一世的一剑展出 一招秒杀了那对于考生而言 象征着不可战胜的恶骸王 这一幕 不管什么时候看都特别的帅 牧尘现在看 都觉得自己肯定帅诈了 不过他回过头 却看到了父亲牧天辉脚趾在抠地 母亲凤书玉的嘴角 也努力在压制自己的笑意 这让牧尘疑惑地问道 怎么 难道你们儿子这一件不帅吗 帅 我儿子最帅了 母亲凤书玉笑着说了一句 随后小声嘀咕道 没有那句中二发言 就更帅了 父亲牧天辉 深感认同地点了点头 你那发言 尬得我抠出三十一听了 还心生带的光 我咋不说你是迪迦呢 牧尘翻了一个白眼 那你教我一下 这种情况下要怎么说 哦 你说这个 我可不困了 父亲牧天辉乐呵呵地笑了笑 从饭桌上站了起来 听好了 这种时候 话要简洁 你爸我给你示范一下 说着 父亲牧天辉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脸上的表情 也变得凌厉起来 周围更是有一股强大的气场出现 吹动着他的衣服 随后 在二人期待的目光下 父亲牧天辉抱喝道 吃我一剑 东皇第一剑 白帝圣剑 遇见跟着我 阿德玛西亚 牧尘 母亲奉书玉 不好意思儿子 我刚刚误会你了 父亲牧天辉 难道这不比儿子那帅 母亲奉书玉 我只想送你一句话 父亲牧天辉 什么话 牧尘和母亲 几乎一口同声地说道 魔法披风 经过了这个小插曲 牧尘也向父母解释了一下 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逆袭 当然 父母也没有多问细节 因为不管牧尘发生什么变化 他依旧是他们的儿子 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 另外 从新闻播出开始 牧尘的名字 几乎是全是知晓了 那霸气的宣言 碾压的实力 以及恐怖的高考分数 成为了男女老少们的谈资 甚至小区里的邻居 都纷纷登门拜访 想和牧尘合照 发个朋友圈什么的 因为这样 他们可以获得这滔天的流量 最搞笑的是 当牧尘以碾压的积分 夺得陆湖市高考状元的时候 那个座庄的庄家 竟然主动退回父亲牧天辉的抵押协议 并且还和父亲牧天辉 开始称兄道弟了起来 而条件 仅仅适合让牧尘 和他拍一条抖音视频 对此 牧尘自然是不会介意的 一条抖音88万 这钱得赚 而最后 那庄家也因为这条视频 获得了几十万的粉丝 开启了自己的直播带货之旅 仅仅一个小时不到 就赚回了这88万 不得不说 流量这个词 算是被这些人给完明白了 这一次 牧天辉也算是富贫子贵 不花一分钱 解决了那抵押风波 牧尘的父母 也在牧尘的建议下 开通了各自的抖音账号 一晚上的时间 就涨分百万 并且粉丝的速度 还在疯狂的飙升中 牧尘估计 明天高考成绩放榜之后 自己的父母 应该会成为千万级网红 到时候 随便接两个广告 代言 开个直播带货啥的 下半辈子 应该是不愁没钱用了 而牧尘得到高考状元 所带来的编辑效益 才刚刚开始 第30章 高考状元的编辑效用 发财的牧尘 第二天一早 牧尘便被不断响起的 微信提示音给吵醒 他迷糊地睁开眼睛 拿起手机看了眼 原来是任天堂 一直不断地在刷屏 任天堂 牧尘成绩出来了 我们是全国第一 任天堂 牧尘 我家被记者包围了 你那边肯定也是吧 我要不要趁此机会 在线相亲啊 在线的 挺急的 任天堂 牧尘快回话呀 别睡了 任天堂 这样喊你起床 你喜欢吗 JPG 这家伙 这么激动干嘛 牧尘摇头笑了笑 成为全国第一这件事 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这有什么好激动的 牧尘给他回了几条消息 便来到了窗户边 他透过窗帘往下看 果然和任天堂说的一样 自己家楼下 全部都被记者包围了 其实这也很正常 陆湖市从来都没有出过省状元 更不要说是全国第一了 所以一切都在牧尘的意料之内 他换好衣服 来到房间外 刚一出门 父亲牧天辉 就笑呵呵地跑了过来 儿子 你总算起来了 门外来了很多记者想要采访你 我和你妈做不了主 等你来处理呢 我知道了 先吃饭吧 牧尘没有去管外面那些记者 而是自顾自地吃起了早饭 等到他吃饱了之后 牧尘才和父母告别道 外面的那些记者就交给我了 另外你们自己小心一些 如今我们算是出名了 少不了被一些坏人惦记上 放心 你爸我已经辞职了 以后在家做全职爸爸了 父亲牧天辉 十分自豪地说了一句 昨晚一晚上 就有上百家企业 找他进行合作 随便发一个自拍 都有上百万点赞 只要牧天辉想的话 随便一天都可以赚个几十 上百万 这个收入 谁还在乎那三瓜两枣的工资啊 对于这个决定 牧尘还是很支持的 毕竟就像他说的 如果经常在外走的话 只不定会被一些坏人给惦记上 虽然他从出生到现在 父母都没有展现过实力 但有实力的人 也不会停留在人类大后方 按道理来说 父母应该都是比较平凡的武装者 在家里待着 也不视为一个好选择 牧尘交代了父母几句 便打开了门走了出去 他刚刚一出来 一大堆的记者就围了上来 争先恐后 将自己的长枪短炮 对在牧尘的面前 牧尘抬了抬手 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我还要去学校参加颁奖典礼 时间有限 大家一个人准备一个问题 说着 牧尘的随便指了一个 看起来漂亮的女主持人 你先来吧 那位被点名的女主持人微微一笑 一脸激动地说道 你好牧尘同学 我是陆湖电视台的某某 我很高兴呢 牧尘 你高兴得太早了 下一个 女主持 下一个记者 显然是吸收了教训 他一上来 就进入主题 牧尘同学 首先恭喜你成为了全国第一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 想对全国考生们说的 还真有 牧尘微微一笑 惊惧脱口而出 做人要谦虚 多听其他人给的意见 然后认真记下来 看看到底是谁对你有意见 以后逆袭了一脚踹死他 下一个 众人 某台主持人 牧尘同学 关于昨天击沙厄还王时的发言 是否会觉得太过高调了 毕竟人怕出明珠怕壮 难道你不怕被所有人惦记吗 听到这个问题 牧尘轻蔑地笑了笑 你会在意 蚂蚁怎么想的吗 我沉寂了三年 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 低调是不可能低调的 即使是被誉为最弱武装者 我也可以成为世界最强 不服 不服就来挑战我 我打到你们服为止 下一个 某台主持人 有人说 这一次考核 是你拖着任天堂躺赢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吗 牧尘 谣言 说这个话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下一个 下一个 牧尘 花了半个多小时 才把这些记者给打发走了 不得不说 被这些记者包围 有时候还真是一个烦恼 等到他好不容易到学校的时候 又被班上的同学们给包围了 这个时候 牧尘是体会到了 前世那明星们的待遇了 基本上走到哪 都有一群人堵着 这笔被怪物包围着 还更加地让他头疼 接下来的一天 牧尘和任天堂 都很忙碌 早上九点 学校开了表彰大会 牧尘和任天堂 作为代表 和其他高二 高一的学生 进行了一段备稿 现在他们才明白 为什么每次校长发言 都是一个小时起步 因为某些老师准备的稿件 就是这么长 牧尘和任天堂 昨天拿了校长的一百万奖金 今天也就只能乖乖配合了 等到念完稿件之后 教育局局长和市长 又在诸多记者面前 给牧尘和任天堂 颁发了五百万的奖金 和一座位于新城区 占地面积高达一千坪的别墅 然后牧尘和任天堂 又在市长的带领下 感谢了一下赞助商 说了一系列的官话等等等等 总之 等到牧尘和任天堂忙完之后 已经下午五点了 早上九点开始 到晚上五点结束 这比昨天牧尘 参加地域级高考 还要累得多 不过今天的收获 也是十分多的 一共收获了八百万现金奖励 一栋价值上亿的庄园别墅 四五辆价值百万以上的豪车 这还是在牧尘拒绝了 大多数商业活动后 得到的奖励 要不然 这个收入得翻好几倍 之所以拒绝那些商业活动 也不是牧尘不喜欢钱 而是这些都是赌场 贷款 理财 业游什么的代言 有些钱可以拿 有些钱不能拿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一波 牧尘是赢妈了 不但收获了大量的名声 还收获了普通人 几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 而这不平凡的一天 也终于结束了 第三十一章 当当开学 先挑战的学长住住兴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牧尘基本上都在忙于搬家和休息 因为太出名了 这个小区的治安太差了 为了父母的安全 牧尘在第二天就带着父母 搬到了政府赠送的别墅区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 任天堂和离心莲也搬到了这里 而且三人的别墅是挨着的 第二天的时候 任天堂的父母 就带着任天堂过来串门了 他们也知道 自己儿子虽然在高考中不是摸鱼 但能得到第一名 主要还是牧尘的功劳 所以带着任天堂来登门道谢 第三天的时候 离心莲也带着自己父母来串门 对于牧尘这个丽压自己女儿 成为第一名的人 离心莲的父母还是很欣赏的 特别是在看了牧尘的表现视频之后 他们对牧尘的喜爱 完全没办法掩饰 毕竟像牧尘这样 又努力 又上进 又帅气 又强大的人 谁不喜欢呢 这样的情况 也发生在牧尘父母身上 他们第一次看到离心莲的时候 就深深被这个女孩给吸引了 所以 后来两家人的互动十分频繁 两家人似乎都有意思 让双方的孩子多接触接触 对此 牧尘和离心莲都有一些无语 不过二人的关系 确实也在飞速进展 从一开始的课套 到现在可以像一个朋友一样交流了 时间一下就来到了6月12日 距离高考结束 已经过去了五天了 这一天一早 牧尘三人就约定好 要一起去古都 三人告别父母之后 由教育局派来的专车 统一接送到了超铁站 所谓的超铁 就是高铁的升级版 速度更快 每小时可以达到500千米 另外 超铁具备攻击力和防御力 就算遇到了袭击 安全也可以得到保障 牧尘三人 因为身份比较特殊 为了不引起骚乱 所以买的是一万块一张的特等座 这点钱对他们来说 还是可以出得起的 更不要说 特等座不但是按摩座椅 还包了一顿午餐和下午茶 更有酒水免费畅饮 还是很物超所值的 陆湖市到古都市 一共2000多公里 牧尘三人是早上9点上车的 到古都市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2点了 因为牧尘给徐文汉打了电话 所以 三人刚刚出站 就看到了徐文汉在等着他们了 坐上了一辆商务车 徐文汉笑呵呵地对着三人说道 欢迎你们来到历史悠久的古都 你们是要我带你们去逛一逛 还是直接去学校 去学校吧 我对逛街没有太大的兴趣 牧尘第一个说道 任天堂和黎新莲也跟着点了点头 他们选择提早来学校 就是为了得到武斗计 以及使用学校内的副本 并不是为了换一个地方旅游 所以 三人都选择了去学校 对此 徐文汉也没说什么 吩咐了一下司机往学校开 便趁着这个时间 给牧尘三人介绍起了古都大学来 我们古都大学占地面积很大 甚至可以说 有一座城市那么大 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徐文汉笑着问道 任天堂第一个举起手来 自信无比地回答道 因为整个古都最出名的遗迹保护区 是和古都大学接壤的 学校里的人才 导师 获得资格后 才可以进入 这个地方占据着十分大的空间 呵呵 答对了 看来任同学有了解过我们古都大学 徐文汉赞赏地看了任天堂一眼 随后接着说道 正常的大学一般是四个区域 一个教学区 一个宿舍区 一个商业区 一个副本区 而我们古都大学 则多了一个遗迹保护区 之前答应你们申请资格这件事 我已经提交给校长了 应该最多一个星期左右就有答复了 到时候 你们需要完成一个考核 不过 我想对你们来说 难度不大 速度还挺快的 牧尘有一些惊讶 古都大学的办事效率 原本他以为 这些要落实下来是 需要各把月的 没想到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了 徐文汉听着 淡淡地笑了笑 那是 学校方面可是很重视你们的 说着 徐文汉从数据空间中 拿出了三张学生证 交给了牧尘三人 这是你刚刚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就帮你们登记好的学生证 这玩意和银行卡一样 答应你们的学分已经到账了 一人十万 第二年开学会自动入账 不用担心 另外 你们了解过学分的作用吗 徐文汉再次问道 学分是大学里的货币 可以用于兑换武斗技 使用训练场所 消费 以及聘请名师指导等作用 另外进入学校专属副本 也需要对应的学分 我说的没有错吧 这一次 是牧尘回答了徐文汉的问题 他在来之前 也做过一些功课 学分是在大学里使用的货币 购买力差不多一学分比一百元 之前徐文汉答应 赠送他们一年十万学分 就差不多等于赠送了一千万的金钱 当然 他也不能这么简单换算 因为出了大学 学分就不值钱 但在大学内 钱法没有学分值钱 有的时候 就算是一比一万 也很正常 徐文汉赞赏地点了点头 看来牧同学 你也做了不错的功课 没错 学分在学校里的唯一货币 虽然你们有十万学分 但并不算多 获取学分的方式有很多 最快的方式有三种 将超凡物品卖给学校 上学校的排行榜 参与学校的任务 这么说 你们都明白了吗 听到这话 牧尘忽然开口问道 老哥 我记得学校有三个排行榜吧 对 星星榜 星月榜 星月榜 只要你们能够进入榜内 都可以按照排名 每天获得一定的学分 如果你们有自信的话 可以去挑战一下 徐文汉笑了笑道 懂了 牧尘淡淡地笑了笑 随后语出惊人地说道 麻烦老师帮我安排下 等会我到学校 就要挑战星星榜的榜首 什么 车上的四人 都纷纷惊呼了一声 他们都有一些 惊讶地看着牧尘 没想到这人 还没有到学校呢 就要去挑战 星星榜的榜首 任天堂立马劝道 畏畏牧尘 你这个 B装得有点大 咱们慢慢来 从最后一名开始不好吗 李星莲也认同任天堂的话 说了一句 据我了解 星星榜都是大二的学生 如果是榜首的话 至少也是终极武装者了 我知道你很强 但是不是太激进了 徐文汉看了眼资料 和牧尘说道 那个牧尘同学 你可能有所不知道 虽然是星星榜 但是现在 位于榜首的大二的S级天才中道 他契约的帝皇级种族的小丑皇 已经是终极武装者了 等级更是达到132级了 你 老哥不必再说 帮我约了便是 牧尘自信地笑了笑 打断了徐文汉的话 他穿特步的 就是不走寻常路 防御都无敌了 怎么低调的起来 整个学校里 就没有任何一个学生 超过500级 他没有去挑战星日榜的榜首 都已经算得上很低调了 区区一个星星榜的榜首 他牧尘还没有放在眼里 第32章 37级对132级 牧尘疯了 我帮你问问吧 按照规则 每个月榜上的人 只会接受三次挑战 如果这个月中道 已经接受过三次挑战了 那么你就不能约战他了 徐文汉见到牧尘 这副自信模样 确认他不是开玩笑后 说了一句 牧尘点了点头 再次确认到 麻烦老哥了 行 我这就问问 徐文汉拿起电话 给学校那边打了过去 一旁的任天堂 趁着这个功夫 小声地问道 牧尘你真的要这么做呀 我记得 你才37级吧 37级打132级 你疯了 还是我太菜了 你太菜了 牧尘几乎想都没有想 就笑呵呵地说了一句 我比较特殊 你不能和我相比 我想星莲的话 大概也能再开学就上榜吧 我 离星莲没有否认地点了点头 不过他也感慨一句 不过我 暂时没办法对付那么强大的人 这点我确实不如你 这几天 离星莲也复盘了牧尘的战斗画面 小怪的时候 任天堂出力更多 但是到了大怪 牧尘不管是精英怪 灵主怪 禁区之主 都是一剑秒杀 每一次牧尘都是跨越等级在战斗 似乎等级这个属性 在他这边完全失去了衡量战力的标准 就真的挺离谱的 现在牧尘竟然要以37级去挑战132级的星星榜榜首 这里差了差不多100级 一个完整的大境界啊 这样的越级战斗 离星莲自认是做不到 当然 牧尘也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防御无敌 不代表单挑无敌 如果有人仔细去研究他的视频 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那就是第一 他缺少群攻能力 第二 每一次释放强大攻击前 牧尘都是被动积蓄了很久木气值 如果是单挑的情况下 基本上只要不攻击牧尘 那么就不会触发那强大的攻击 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所以 他要趁着其他人 还没有研究透自己的时候 快速拿下这个新兴榜榜首 这样才能把学分收益进行最大化 很快 徐文汉便挂断了电话 对着牧尘再次确认道 我刚刚已经确认了 中道他还有一次接受挑战的次数 并且已经接受了你的挑战了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牧尘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笑容 不反悔 就这么定了吧 行吧 那现在我们就去武斗场 与此同时 古都大学 听说了吗 本年度最强新生牧尘 刚刚来到古都 就选择挑战中道啊 这小子未免也太猖狂了吧 他是大义新生啊 就算是今年的全国第一 也才多少级啊 挑战中道 做秀 还是做死 哈哈 这小子不会是被捧杀了吧 是不是最近被吹得太猛了 导致他都忘记了 自己只是一个新生啊 虽然他作为新生无可挑剔 但中道也不是普通人啊 可不是吗 我说实话 牧尘的高考视频我看了 确实是一个强大无比的新人 假以时日 他会成为强大的武装者 我不否认 但现在 我还是支持中道获胜 毕竟差距真的太明显了 管他呢 反正这不是给我们找乐子吗 我们也去看看 这个所谓的最强新生 到底有什么底牌 可以去挑战中道吧 这件事情 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千 很快最强新生 牧尘挑战新兴榜榜首 中道的消息 已经在学校里 传得沸沸扬扬了 所有手头上没有事的人 都纷纷赶往了武斗场 如果是其他人这样做 他们根本不会那么积极去看 因为新生的普遍等级 都是在五十级以下 而身为刚刚晋升大二的中道 等级却已经达到了132级 虽然中道不是大二里最强的存在 但也不是一个刚刚入学的新生 可以挑战的 这样的挑战 几乎没有看点 注定是一边倒的比赛 但牧尘这个名号 却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恶魔史莱姆武装者 史上最强新生 全国高考标杆 历史记录的缔造者 这一系列的称号 让牧尘的名字 无比闪耀 每一个人都很好奇 这个在考核中创造奇迹的人 会在这一次挑战中 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是又一个记录的缔造者 还是一个不自量力的小丑 这也导致牧尘还没有到 武斗厂已经被围的水泄不通了 各种开盘作庄的 卖花生瓜子矿泉水的 当主播的应有尽有 显得热闹非凡 十多分钟后 牧尘所在的车辆 停在了武斗厂附近的停车场上 还没下车 牧尘就被这人山人海的场景给惊到了 他知道这些人都是来看着挑战的 所以有一些想笑的吐槽道 咋的 大学生活这么闲吗 竟然一个个都不去升级 做任务 来这里看我挑战 你是不知道 自己做了什么大事是吧 李星连笑了笑道 一个刚刚获得全国第一 表现无比亮眼的超级新生 挑战一个132级的老生 还是你主动要求的 要是我 我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也会过来看一看 确实 噱头已经拉满了 任天堂也跟着笑了笑 开玩笑地说道 如果你等下输了 那就彻底被打落神坛了 问题不大 牧尘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第一个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噓 他刚刚下一车 周围就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虚声 这倒不是因为 他们都是中道的支持者 而是因为 他们在这一刻代表的所有老生 一个刚刚入学 不 连学校都还没有入的人 竟然敢主动挑战他们这些老生 这对于所有老师而言 都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 所以这些老生都不约而同地 打算用虚声的方式 给牧尘一种压力 一种抗议 对此 牧尘则是完全不在意 他的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容 迈着自信的步伐 步伐坚定地朝着武斗台上走去 在那武斗台上 一个身穿黑衣 气宇不凡的男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他就是这一次牧尘要挑战的对象 中道 中道见到牧尘上台 嘴角勾勒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牧尘是吧 你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不然的话 武斗场上刀剑无眼 我怕我不小心伤害到你 那可就不好玩了 这倒不是中道有心使坏 而是双方的等级真的差太多了 正常情况下 如果打起来 一个不小心 真的很容易出事 既然学长 你都这样说了 我知道了 就当大家以为牧尘会知难而退的时候 却没想到 这个时候牧尘忽然咧嘴一笑 语出惊人地说道 等会我会尽量控制住自己力道 不会让学长你受伤的 第三十三章 这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离天下之大谱 荒天下之大谬 嚣张 狂妄 这一个词 瞬间出现在所有人的心里 一个新生 竟然说自己会控制力道 不会让中道受伤 这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离天下之大谱 荒天下之大谬 这话说出来 过于装逼 引起在场所有人老生的不是 当即周围的人 就发出了哈哈大笑 家人们谁懂啊 这个牧尘是真的太好笑了 他能不能赢都不知道 竟然还想控制力道 不打伤中道 真是要笑死我 继承我的花呗吗 卫牧尘 我承认你作为新生很强 但你不要以为 自己高考考到了全国第一 就觉得自己牛逼轰轰了 我们这里都是你的学长 能进古都大学的 哪个是废物 挑战大二的学长 还口出狂言会留守 你知不知道 自己装逼过头了 哈哈 就是 今年听到最好的笑话 莫过于此啊 牧尘 你要是那把中道打伤 我立马当着所有人的面 日舞当电风扇 中道 别人小学弟都这么说了 你可别给我们老生丢脸啊 加油 你要是赢了 姐姐做你三天女朋友 牧尘的话一出 惹得所有人又气又笑 大家都不相信 牧尘有这个本事 就连牧尘的对手中道 也跟着哈哈大笑了两声 你这个学弟确实有意思 如果你想出名的话 我承认你赢了 但我也告诉你 我要认真了 正合我意 牧尘对于他们的这些嘲讽和嘲笑 那是一点都不在乎 甚至嘴角还勾勒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打脸嘛 你们不嘲讽我 我怎么打你们的脸 怎么看得到 你们被打脸时 那种让人欲罢不能的爽感 这个时候 徐文汉作为这一次挑战的见证人 也来到了擂台之上 他开始向双方介绍挑战的规则 双方启动武装 打到一人不能战斗 认输 为胜利 过程中不能使用道具 武斗技不限 但注意不能下死守 如果有危险 我会出手阻止比赛 同样还会给予下死守之人严厉的处分 明白的话 现在开启武装吧 木学殿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压倒性的力量 中道歪嘴一笑 猛地大喝一声 小丑黄 武装 伴随着他的大喝 中道的身体周围 突然升腾起一阵黑雾 那黑雾中 涌动着强大而诡异的气息 有一双小丑的脸 在黑雾中若隐若现 那双星红的眼睛 极度夸张裂开的嘴角 形成一副猙獰而疯狂的面孔 与此同时 中道的外表 在黑雾的侵蚀下 瞬间变得扭曲而威严 犹如戴上了一个猙獰的小丑面具 与其说是小丑 给人的感觉 更像是来自深渊的魔鬼 浑兽武装之后 中道整个人都 充满着强大的压迫力 气势变得强大 而不可侵犯 他那扭曲的嘴角 裂到了耳根 对着牧尘笑道 这就是我的帝皇级魂兽 小丑皇 让我看看 你的恶魔史莱姆 到底有多么神奇吧 哎呦 Ready 牧尘嘴角微微上扬 摆出了一个新的姿势 只见他一只脚在前 一只脚在后 双拳也摆出一副出拳的姿势 抱贺一声 史莱姆武装 变 身 下一秒 牧尘的身体 被黑色光芒包围 他的身形 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仿佛融入了黑暗之中 突然 光芒收束 全身包裹着帅气 液态机甲的牧尘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而他的身后 也同时浮现了 那只被视为 最弱魂兽的 恶魔史莱姆 中道看着眼前的牧尘 目光中露出一丝惊讶 因为他能感受到这牧尘 散发出的十分强大气息 明明只是最弱的史莱姆武装 却让中道感觉 站在他对面的 仿佛是一头 不可侵犯的极恶凶兽 最让中道感到无语的是 他武装完 原本还算可以的颜值 是瞬间被丑陋的 小丑皇给拉低了 但牧尘武装完 却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因为这一套 机甲风的武装 完全和其他人的武装不一样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会被他的武装给惊艳到 徐文汉 见二人都进行了武装 他的目光 看向了牧尘和中道 问道 都准备好了吗 牧尘随时开始 中道 我也是 见到二人都做好了准备 徐文汉点了点头 宣布道 下面我宣布 挑战开始 他说话的瞬间 武斗台的四周 出现了能量屏障 将擂台保护了起来 与此同时 中道率先动手了 他不想陪牧尘 进行这样的闹剧 所以 在比赛开始的瞬间 他的身形 几乎瞬间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一阵残疑 这让擂台上的观众们 都爆发出阵阵惊呼 中道虽然不是 大二最强的人 但他的实力 也算是中等偏上 再加上敏捷成长很高 对所有人而言 这几乎就是一场 秒杀的局面 因为牧尘根本没办法 跟上中道的速度 大家都知道 牧尘的防御力超乎常人 但速度跟不上弹和防御 事实上也是如此 牧尘眼睛 都还没有眨巴一下 突然间 一阵刺耳的破空声 就在他的耳边响起 刚刚还在另一边的中道 此时已经来到牧尘身旁 他的手指化为刀刃 散发着恐怖的黑光 犹如闪电般划破空间 袭向牧尘的后搏梗 面对着无比强势的一击 牧尘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道的手掌 快速切向自己的后搏 在这一刻 所有人仿佛都看到了结局 甚至都有人 已经开始半场开香槟了 因为他们不但在观战 还在这里压了不少的学分 只要等牧尘倒下 他们就可以开心收米了 至于意外 一个132级成长平分为S级的武装者 要是打不动一个37级成长平分仅为F的武装者 那还不如去自杀算了 然而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 比赛就此结束的时候 场上却忽然发生了一个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情况 哄 只听一声巨大的冲击声 响彻在武斗场之上 中道的攻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 吹着周围的能量防护墙 发出阵阵响动 足以见得 他这一击并没有任何的留守 但就是这么强劲的攻击 就是同级别人都会感到压力的攻击 却在靠近牧尘的瞬间 被他身上帅气的机甲 给轻而易举地挡了下来 这一刻 所有人的表情都仿佛吃了屎 他们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中道的权力一击 竟然真的打不破牧尘的防御 此时此刻 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这家伙 开了吧 第34章 中学长 你要我很失望 这 这怎 怎么可能 喂喂喂 开玩笑的吧 我眼睛是被炮打了吗 我看见中道权力攻击 竟然被这个牧尘给挡下来了 不是啊 为什么呀 不应该吧 那可是接近一百级的差距啊 而且 牧尘的成长仅仅是F 他和中道的实际差距 更是相差十万八千米啊 这样的差距 中道竟然破不开牧尘的防御 这家伙还是人吗 中道你 是不是留守了 快告诉我 你肯定 留守了是不是 在场的观众 全部都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但要说最没办法接受的 还是属于当事人之一的中道了 此时的中道瞪大着眼睛 表情比吃了屎还臭 他感受到 那无法前进的阻力 心里一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 他看过牧尘的高考视频 知道牧尘的防御很强 所以刚才并没有任何的留守 除了没有用武器之外 他完全是全力出手 但即便是这样 自己引以为傲的攻击 竟然都没办法破开牧尘的防御 此时此刻 他只想问依牧尘一句 你是隔壁我艾罗吗 没反应过来 也能自动防御 牧尘不知道 中道是怎么想的 在攻击被挡下的那一刻 他才渐渐反应了过来 对着 还在自己身边没有离开的中道 挑衅一笑 中学长 你如果抱着这种态度和我对战 我想 我会感到很失望的 要不把你的技能 或者武斗技使出来 你确定 中道瞇着眼睛 显然有一些生气了 独有技能也好 武斗技也罢 这都是增加攻击伤害的一种手段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中道确实需要使用技能或武斗技来对决 因为挑战者的实力 一般都不会太差 可如今 他的对手是新生牧尘 如果使用强大的武斗技 或者自己的技能 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牧尘受伤 对于中道的这话 牧尘不屑地笑了笑 你不是见识过我的防御力了吗 还是说 你还想试一试 赤手空拳 能不能撼动我的防御 听到这话 中道微微一愣 随后自嘲地笑了笑 也是 是我小瞧你了 如果是之前 他肯定会认为 牧尘在作死 但现在 在见识过牧尘那恐怖的防御力之后 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牧尘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如果还把牧尘当作一个新生 那么 输的人可能会是他 想到这里 中道拉开了自己和牧尘的距离 深吸了一口气 我承认 刚才小瞧你了 对此 我向你道歉 现在 我将会用我百分百的权利来对付你 希望你能够不要让我失望 话音落下 中道身体爆发出了一阵黑雾 那黑雾在他身旁凝聚 不多时 化为了一个同样戴着猙獰的 小丑面具的影子分身 这一招 正是中道的技能 影子分身 使他可以幻化出一个 具备自己百分之一百属性的分身 这还没有完 当分身出现的时候 中道的身上出现了一阵狂暴的能量 只见他全身肌肉隆起 气势大增 狂暴的能量 汇聚在他的拳头周围 隐隐之中 仿佛一声唬笑 在所有人耳边炸开 这一刻 人群瞬间惊呼 我却 中道真的是毫不留情啊 没想到竟然对牧尘使用出了这一招 是啊 S级技能 影子分身 创造出来的分身 不但具备着本体百分之一百的属性 还能够继承本体的武斗技 分身加本体 同时使用S加级武斗技 预封虎啸拳 这是要打死牧尘吗 牧尘完全没动静啊 这是在拖大吗 刚刚这些人还在不断地盼着牧尘输 现在看到中道毫不留情 在肆意蓄力准备打出一套必杀组合技时 又有人为牧尘的不为所动感到担心了 不过想一想也正常 他们只是希望中道给牧尘一个教训 让他一个心生不要这么狂 本质上也不是希望牧尘出事 同样担心牧尘的 还有任天堂和离心莲 任天堂虽然知道牧尘的防御力很强 但看到场上这一幕 着实感到无比的担心 因为中道的气势 真的太强大了 给他一种 一出手 必定毁天灭地的错觉 他此时都想上去 让徐文汉阻止比赛了 但他还没有动 离心莲却忽然拉着了他 强装镇定地说了一句 你看牧尘的样子 完全不担心对付的攻击 相信他 这一击 恐怕不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的 虽然离心莲的嘴上是这么说 但他却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手再抖 他其实心里也没有底 毕竟中道的等级 真的高过他们太多了 S加级的武斗技 似乎也已经达到了高级的熟练度 所展现的气势 确实让人感到一阵战力 但他知道 牧尘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现在中道还没有释放攻击 除了再继续蓄力以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想要让牧尘知难而退 但是牧尘的眼里 从来都没有闪过一丝的退缩 反而他的嘴角 还勾勒起了一丝兴奋的笑意 这让离心莲心里相信 牧尘会没有事的 有这种想法的 不单单是他 还有身为裁判的徐文汉 不过比起离心莲的担心 徐文汉却比较轻松一些 因为他明白 恶魔史莱姆的技能特性 只要一开始的攻击 牧尘能够接下 那么就代表着牧尘的技能 可以免疫这个等级范围内的 所有伤害 哪怕是神话级的魂兽 哪怕是使用EX级的武斗技 只要在这个等级内 就绝对没办法伤害牧尘 这就是牧尘的无解性 所以 徐文汉根本没有阻止比赛的想法 他更好奇的是 牧尘要如何反击击败 高过他差不多一百级的中道 此时台上 正如之前离心莲分析的那样 中道一直迟迟没有攻击 就是为了想用气势 逼迫牧尘投降 也给当裁判的徐文汉 一些判断空间 此时 裁判没有表示 牧尘没有认输 他的能量 已经积累到了顶峰 那么 该动手了 中道的目光变得无比锐利 仿佛是一头被激怒的猛兽 盯着站在对立面 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笑容的牧尘 冷声道 既然你无退役 那么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话音落下 武斗场上瞬间风云骤变 第35章 倘若我也只防御 阁下 又该如何应对呢 御风 虎啸拳 伴随着中道的怒吓 他和他的影子 分身同时动了起来 两个人一左一右 从不同方向释放着 S加级武斗技 御风虎啸拳 他们二人的拳头 带着狂风呼啸 犹如猛虎出山 向牧尘狠狠轰击而去 这一击 蕴含着中道百分百的实力 威势惊人 连擂台都为之颤动 攻击还未到 狂暴的刚风 已经将擂台周围的防护墙 吹得不断作响 中道和他的影子 分身释放出的虎啸拳 带起狂暴的气浪 将整个擂台 笼罩在狂暴的刚风之中 周围观战的那些观众 此时都为这强烈气势所震撼 哄 如惊雷般的响声 在武斗台上炸开 中道和影分身巨大的力量 带来的冲击 直接将武斗台的地面 都猛地炸开 武斗台上 狂暴的气浪四箭 巨大的冲击波席卷而来 将整个武斗台 都笼罩在封杀之中 周围围观的人们 一个个都被这恐怖的威力 惊得目瞪口呆 毫无疑问 这一击是中道的权力一击 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 中道都打不出如此强大的一击 因为御风虎啸拳是一门依靠蓄力 来打伤害的武斗技 在满级蓄力的情况下 他的威力甚至可以比得上 SS级的武斗技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没有人会傻傻在那边等待中道蓄力 更何况 牧尘还让中道的分身也蓄力完成了 这可以说是独自一个人 面对两个132级 成长平分S 武装者的权力攻击 大家设身处地地想 别说是牧尘面对这一击 无能为力了 就算是一些和中道等级 成长差不多 或者高一些的人 都未必能够接得住 这一招完全蓄力的双重攻击 虽然整个擂台都被烟尘遮掩 无法看清 上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这一刻 大家基本已经认定结局了 牧尘再强 也不会防御的下这一击 普通攻击和使用武斗技的攻击 是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的 如果是第一次攻击 中道只是发挥出了 他那个等级 成长该有的正常水平 那么使用技能和堪比 SS级武斗技的中道 破坏力至少提高到了同样资质下 高级武装者权力攻击的这个水平 而且还是双份 一个刚入学的新生 怎么可能挡得住这一击 只不过这一次 大家都没有嘲笑牧尘 而是一个个的眼中 都带着一丝认可 即便他们认定 牧尘已经输了 但他们也从心里 认可了牧尘的实力 毕竟不是谁都可以 在刚入学的时候 把一个新星榜榜首 逼出使用权力的 然而 就在大家都认定结局的时候 忽然一阵耀眼的蓝光 从烟雾中冲天起 将弥漫在武斗台上的烟尘 尽数驱散 当众人再度看清场上时 发现牧尘屹立在原地 他伸着自己的双手 将中道和分身的虎啸拳 轻松挡下 擂台上的地面已经均裂 但牧尘却毫发无伤 展现出来无比强大 且诡异的防御力 这一刻 徐文汉甚至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帅 太帅了 此时此刻 不单单是他这么想 就连周围那些原本和牧尘 都不太对付的观众们 都已经深深被他的帅气 和强大所折服 太强大了 面对中道和影子分身的权力一击 牧尘竟然没有任何意外的轻松接下 就这个表现 已经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 牧尘 赶死他 任天堂被牧尘的强大表现 震撼到热血沸腾 此时竟然不顾周围有那么多的老生 大声呐喊诸威了一句 有了他开这个头 越来越多原本隐藏在人群中低调的新生 都纷纷跟着为牧尘助威起来 牧尘加油啊 你是我们新生代的骄傲 让他们这些老生知道 什么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拍死在沙滩上 牧尘 我的血液为你而流 你是我的神 用你的实力 用你的战绩 来向所有人证明 这个时代的名字 叫做牧尘 没想到 我的支持者还挺多的 牧尘听着下面那些爆发出来的呐喊 对着一脸震惊的中道淡淡一笑 中学长 你可还有提声没 轻蔑 不羡 自始至终 牧尘就没有把中道放在眼里 但再次听到这条性话语的中道 却是再也笑不出来了 他苦笑了一声 微微摇了摇头 你的防御力 确实强大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我最强大的攻击 都无法对你造成伤害 从这里来说 是我输了 但 说到这里 中道快速来开了一段距离 让自己远离牧尘的身边 面带调侃地说了一句 但这是比赛 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不能战斗或者认输 才能够结束这一次的比赛 我承认你很强 但倘若我只防御 或者就这么和你耗时间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这句话 说出了众人的心声 牧尘的防御力 确实很强大 可以说 甚至比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都更加的强大 但这毕竟 是他发起的挑战赛 牧尘作为挑战者 如果不能在这里击败中道的话 那么 即便是他的表现再亮眼 最后也是会被判定为输 中道的做法 虽然不算大度 但也算是无可厚非 毕竟新兴榜第一名 每天都可以获得一千的学分 一个月什么都不需要做 就可以有三万学分入账 在这样实打实的奖励面前 没有人会因为自己没办法 撼动一个新生的防御 就主动认输 对此 牧尘只是笑了笑 没有说话 他的身上 忽然散发着耀眼的湛蓝色光芒 恐怖的能量波动 如潮水般汹涌而至 在擂台上掀起了一片气浪 接下我这一拳 就算你赢 牧尘自信地笑了笑 说出的话十分狂傲 仿佛他才是那个数据占优的一方 而对面的中道 则是一个卑微的挑战者 但这一刻 却没有人怀疑牧尘的话 因为他所散发出来的气势和能量波动 已经远超之前中道的权力一击 下一秒 牧尘动了 他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留下一道残疑 犹如星辰划破夜空 瞬间出现在中道的面前 一拳轰出 这一拳看起来无比的简单 没有夸张的动作 也没有一丝能量外泄 然而 就是这简单的一拳 却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和牧尘必胜的意志 中道的眼中 闪过深深的惊骇 他感受到牧尘的力量 远超自己的想象 急忙举起双臂 试图阻挡牧尘的一击 但这一拳 仿佛带着毁灭一切的力量 毫不停歇地朝着中道的胸口砸去 轰隆 擂台震动 狂暴的气浪席卷全场 掀起漫天的尘土 中道如受重击 整个人被牧尘的一拳轰飞出去 犹如断线的风筝般 横空飞跃 最后如同一条死狗一样 安静地趴在地上 这一刻 台下陷入了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132集 契约了帝皇种族魂兽 成长等级高达S级 星星榜榜首 诸多头衔加持的中道 竟然在牧尘的一拳之下 溃败了 第36章 中学长果然厉害 竟然接住了我一招 牧牧尘 赢了 我的天 我的三冠崩塌了 一个星星 真的把中道打败了 而且还仅仅用了一拳 到底谁他妈才是星星啊 太强了 牧尘真的是太强了 这就是星星带之光的含金量嘛 这个星星榜的榜首 牧尘来做 我是认可的 伴随着人群中 不知道谁先开口 所有人都几乎同时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惊呼 那个星星牧尘 竟然紧紧用了一拳 就把中道给秒杀了 这家伙 一拳超人附体吗 目前牧尘有限的出手次数里 每一次都是一招秒杀 精英怪 灵主 禁区之主 如果说 这还能理解 但现在 牧尘一拳秒杀了等级高过他 差不多一百级的中道 这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眼前看到的事实 他们纷纷掐着周围人的腰间肉 以此来确认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武斗台上 中道道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干呕 他想艰难地爬起身 但是身体的骨骼 像是都散架了一样 根本没办法从地上站起来 他只能趴在地上 眼中满是震惊和不甘地看着牧尘 即便是他在强大的心理素质 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自己 竟然被牧尘一拳给秒了 第二拳都不要 一拳 就把自己干趴了 甚至牧尘此时 还一脸无趣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连汗都没有出一滴 甚至眼里 还有一丝无敌的落寞 和对自己的失望 看着中道那不甘的目光 牧尘嘴角轻轻一歪 杀人诛心地说道 中学长果然厉害 你还是第一个接了我一招 还能有意识的人 瞧瞧 人言否 一拳把人干趴了 还要说别人厉害 这嘴皮子 真的是要把人给气死 果不其然 原本就苦苦支撑的中道 现在一听这话 瞬间两眼一翻 气晕了过去 一旁的徐文汉一看 顿时摇了摇头 宣布道 中道失去战斗能力 我宣布胜利者是牧尘 爷 牧尘你 简直是屌诈了 任天堂第一个发出了欢呼声 并不断地为牧尘鼓掌 从他开始 场上的鼓掌声越来越大 黎新莲 新生们 甚至是那些老生们 也纷纷为牧尘的表现鼓掌 一时间 掌声如潮水般汹涌而至 响彻在整个武斗场 这个场面 和一开始的漫天虚声 完全是两个极端 牧尘用他自己的表现 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哪怕是那些之前对他抱有敌意的老生们 也全部被牧尘强大的实力折服了 甚至都没有去管 倒在地上晕过去的中道 一个只有中道受伤的世界 就这么达成了 与此同时 牧尘的名字也取代了中道 一跃成为了新兴榜的榜首 这个时候 徐文汉面带着一丝钦佩和笑意 来到了牧尘的身边 对着他有一丝感慨地说道 你这小子 真的是隐藏得深啊 竟然连中道的攻击都能防御下来 我看这还不是你的极限吧 哪有 老哥说笑了 我也只不过是稍微比中学长强了 那么一点点罢了 牧尘哈哈一笑 挽起了一个老梗 对此 徐文汉笑着摇了摇头 算了算了 不管怎么说 恭喜你成为了新兴榜的榜首 在接下来的每一天 你都可以获得一千学分的奖励 另外 因为你挑战成功 一个月内 其他人不能挑战你 次月开始 如果有人挑战你 必须要接受三次 并且不能互相卡BOG 否则被发现会取消资格 追回学分的 哈哈 那可真是太棒了 牧尘心情不错地笑了笑 简简单单的一场战斗 就可以让自己一个月 获得三万学分 这么好的事情 去哪里找啊 会治疗的同学 帮中同学治疗一下 我还要带着牧同学 他们去自己的宿舍 这里就拜托你们了 徐文汉对着周围的人 说了一句 这才有人给倒在地上的 中道进行治疗 而徐文汉也带着牧尘 任天堂 黎星连三人 离开了这里 不过在离开之前 任天堂和黎星连 还从一脸苦涩的庄家手上 狠狠地收取了一波十万学分 牧尘在决定去挑战之前 就和他们两个说了 等会比赛开始前 就拿着他的学生证 去找几个开装的下注压自己赢 这是他第一次在人前亮相 其他人肯定不会压他赢 所以 是一波暴力赚学分的机会 只可惜 因为大家都不觉得牧尘会赢 压住双方的比例 完全不对等 所以很多盘 并没有开起来 最终 任天堂和黎星连 带上牧尘的学生证 在几个小庄那边 合计只押出去了几千学分 但即便这样 在高赔率下 最后牧尘的胜利 也带来了十万学分的入账 这把那位开装的学长 给气得当场晕了过去 后来还是到处去见 才凑齐了十万学分给二人 想来他很长一段时间内 可能都要打工还债了 这也就印证了那句话 赌博害人不浅啊 最后 任天堂和黎星连 因为没有出什么力 所以将五万学分给了牧尘 他们两个对半分了剩下那五万学分 三人还没有正式入学呢 就赚了一笔不少的学分 这让徐文汉羡慕的吉尔发子 他刚刚因为碍于老师的面子 没有跟着去压住 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此时 他已经带着牧尘三人 来到了学校的住宿区 他的车停在了一栋别墅面前 徐文汉转过身 看向了牧尘三人 这栋别墅谁要 什么意思啊 三人都不解地看向了徐文汉 他们看到别墅的时候 是不怎么惊讶的 毕竟他们是特招生 把别墅当宿舍 可以理解吧 但听徐文汉的这话意思 似乎是一人一栋别墅 合着 一个占地面积四百多平 实际使用面积 超过一千平的别墅 是单人学生宿舍 徐文汉似乎是知道 三人想问些什么 笑着点了点头确认道 没错 你们身为特招生 每人都拥有着一栋单独的别墅 另外 你们三人的别墅是挨着的 里面配套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就是位置问题 牧尘 是我格局小了 离心莲 我格局也小了 任天堂 俺也一样 第37章 领取福利 夸张的大学生活 三人都被大学的豪华配置 给震惊住了 但这还仅仅是开始 徐文汉带着三人来到别墅内 这里面娱乐设施 训练设施 应有尽有 特别好评的是 训练设施 训练设施 可以让人足不出户 就在家里 进行各种数据测试和训练 这点就十分方便 另外每一栋别墅内 还配备了专门的车库 这里有跑车 越野车 和商务车 只要会开车的话 随时都可以开走 当然 徐文汉也特意嘱咐了一句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因为配置都是一样的 所以 三人很快就选好了自己的别墅 三栋别墅 牧尘选了中间那一栋 男左女右 所以 任天堂就选择了牧尘左边的别墅 离心莲则选了右边的那一栋 此时 四人坐在牧尘别墅的沙发上 徐文汉也将之前被牧尘打断 想要交代的一些事项 交代了一遍 这些东西 其实牧尘三人来之前 都有过一定的研究 所以理解起来 也不是特别麻烦 徐文汉说了十几分钟之后 也差不多交代明白了 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最后就是答应你们的导师问题了 大学的上课和高中不同 文化课你们高中三年已经学完了 所以没什么好教的 平日里 学校有一些公开课 主要是讲解武斗计 副本攻略之类的 你们可以看着报名 这是不收学分的 但是效果比较不好 如果想要得到更好的学习和指导 就需要用学分 请一些专业的导师一对一教导 根据之前答应你们的福利 你们可以选择一个宗师级导师 说到这里 徐文汉拍了拍手 对着空气喊道 大鼓 伴随着他的呼唤 一个椅坐着飞机 看上去十分可爱Q版男孩虚拟影像 出现在了牧尘三人面前 他笑着和三人打着招呼道 牧尘同学 黎兴连同学 任天堂同学 你们好呀 我是古都大学的专属 AI精灵 大鼓 不是经常坠机的那一个哦 你们可以在学校内的任何地方呼唤我 我可以帮你们解答 关于学校的任何问题哦 徐文汉笑着说道 如你们所见 更多的详细问题 你们可以随时问大鼓吧 他会根据你们登记的信息 给予专业答案的 真是青龙眼月刀拉屁股 开了个大眼啊 牧尘和任天堂看到这玩意 几乎一口同声地说了一句 他们没想到 外面的世界 不这么精彩了吗 竟然覆盖全校面积的 超级人工智能精灵都有了 这就十分离谱 徐文汉看到二人 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有一些自豪地说道 大学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最好的尖端科技和资料库 都在这里 所以不足为奇 你们想要什么导师 可以告诉大鼓 他会帮你们预约的 说着 徐文汉起身对着三人笑了笑 告别道 我还有事 先去处理下 晚上我请你们吃饭 给你们接风洗尘 好的 老哥慢走 牧尘目送了徐文汉离开 迫不及待的 开始试验大鼓的功能 他第一个开口问道 大鼓 学校里适合我的武斗技有哪些 根据我收集到的信息 您的防御力似乎十分强大 攻击力也无可挑剔 但似乎缺少群弓的手段 您可以选择一本 关于群弓的S加武斗技 推荐您可以前往 兑换中心 兑换S加级武斗技 雷霆龙破展 这是一本可以体内 能量转换为雷霆之力 对目标进行群弓的 强大武斗技 同样的还有 大鼓给牧尘 列出了十多本 不同元素的武斗技 从这个问题也可以看出 大鼓作为AI精灵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收集能力 他只会收集 目前已知的消息 就比如 他不知道牧尘的成长很低 也不知道 牧尘目前展现出来的攻击力 实际上是 吸收技能的效果 更不知道 牧尘已经学习了一个 EX级的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不过他的推荐 倒是省下了牧尘不少的功夫 基本上只要足不出户 就能掌握学校里 有的武斗技有哪些 还能知道武斗技的具体效果 总而言之 挺方便的 任天堂和离心莲 也询问了大鼓的意见 他们的信息比较透明 所以获得的推荐都十分精准 二人都打算遵从 AI精灵大鼓的意见 选择适合自己的武斗技和导师 这时候 很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那就是 大鼓给他们的答案 除非得到本人的允许 要不然其他人是听不到的 这样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下 询问大鼓 信息也不会泄露 这就十分的合理 这之后 三人都开始在自己的别墅里整理东西 整理完了之后 三人又一起去兑换中心 兑换了大鼓推荐的S加级武斗技 牧尘最后选的是雷霆龙破绽 主要是他觉得 雷属性太炸裂了 和他武装之后的形象非常的契合 至于威力 倒是没什么好说的 反正目前的牧尘 发挥不出什么太强大的威力 导师方面 牧尘没有着急选择 因为他其实不太需要导师来教导 因为有系统的关系 武斗技直接强化升级就好了 所以他没有太着急选择 等到黎新莲和任天堂 选择完自己的导师 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这个时候 徐文汉又来邀请他们吃饭 对于徐文汉的热情 牧尘三人都没有拒绝 吃完饭后 一行四人又去了KTV 等到一切行程都结束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过了 但被这么一折腾 一天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这让牧尘想晚上去挑战副本 刷神之力的计划落空了 无奈之下 牧尘只好回到别墅 打算明天早上再做打算了 就这样 牧尘入学的第一天 就这么草草结束了 第38章 出来乍到 先去野外刷怪压压惊 第二天 牧尘难得睡到了早上九点半 这几天高考 加上应酬 入学等事情 他几乎每天七点多就醒了 或许是因为这里比较安静 他难得地放松了下来 早上一起床 他就看到任天堂和黎新莲发来的消息 他们两个一早就去上课了 昨天牧尘和他们说了 他暂时不找老师 所以不着急去上课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去收割神之力 所以牧尘换好衣服 乔装打扮了一下 乘坐免费的校园巴士 在商业区买了一份早餐之后 便独自一人离开了学校 刷神之力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去副本刷怪 相对来说 安全一些 但副本有着准入等级限制 牧尘37级 最高只能去50级副本 这对于牧尘来说 真的是提示太慢了 所以他打算用第二种方式去刷怪 那就是前往野外 这个世界的野外 存在着大量的怪物 人类的活动范围 一般是在城市群内 高墙之外 是怪物的地盘 一般情况下 大学毕业才能允许单独外出 不过不管哪个世界 都是有黑色产业链的存在 昨天他就问了 AI精灵大谷 想要前往野外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原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没想到 大谷还真的给了他一个 黑市商人的联系方式 在他那边 可以购买出城证和武装隐藏药剂 一张出城证明和假身份 一共是十万块 三瓶武装隐藏药剂 一共是三十万块 虽然很贵 但有用 牧尘在他这里买完东西之后 便马不停蹄地前往城门 偷偷出城 并不犯罪 所以牧尘也是心大 抱着被发现也无所谓的心态 就拿着假身份和证件 前往城门 原本他还以为 会有什么麻烦的检查 但城门的守卫 似乎是和这个商贩有合作一样 他只是单单看了眼牧尘 出示了出城证之后 便直接就放行了 这让牧尘倒是有一些没想到 离开城门没多久 牧尘就进行了武装 并喝下了武装隐藏药剂 这个药剂 可以隐藏武装后的虚影 让其他人看不清你的魂兽 算是出门在外必备的一种药剂了 至于史莱姆武装的机甲 也被牧尘进行了调整 这样伪装下来 那些不熟悉他的人 就不会认出他来了 这时候 牧尘才有空环顾四周 城门外是一片广阔而荒凉的土地 空气中 漂浮着淡淡的血腥味 似乎在提醒来人 这里是一个无序危险的不同世界 事实上 也正是如此 根据他昨天收集的资料 古都市周围100公里内 城外的怪物分布在100-400级 越靠近城市 怪物的等级就越低 越往没有人的地方走 怪物的等级就越高 而且 这并不是代表着绝对 因为怪物的活动 本来就是无轨迹可寻的 这还仅仅是城市外围不远 如果是一些禁区和深山 遇到的怪物等级更是高得吓人 这也是为什么 需要大学毕业才能来城外的原因 因为这里的危险程度 完全不是城内能比拟的 不过 牧尘看重的就是这一点 他的防御力500级内无敌 想要获得更多的神智力 最好的方法 就是跨等级刷怪 野外自然就成为了他首选的目标 而古都市外围活动的怪物等级 刚好就是他的菜 不过牧尘并没有漂 为了安全起见 他打算将自己的活动范围 设置在古都市外围30公里内 这样应该是比较安全的范围 不会遇到超过500级的怪物 想着 牧尘沿着狭窄而荒芜的小道走去 感受到这片陌生土地上的特殊氛围 广阔的土地上 散发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气息 仿佛在这里沉睡了许多年 随着他的脚步 周围的景色逐渐显露出来 远处是一片废弃的建筑群 破旧的墙壁和残垣断壁 见证了曾经的繁荣 而更远处 一座巨大的山脉 屹立在天际线上 给人一种压迫感 突然 一阵啼叫从空中传来 牧尘闻声 抬头望去 只见一只长着双头的怪鸟 正在急速朝着自己俯冲而来 他的立爪上 还覆盖着狂暴的雷电 野外的生存法则 让他不管面对任何人都不会留守 一出手 就必定是全力一击 双头雷鸟 来得好 牧尘健壮 非但没有害怕 眼里反而满是惊喜 这只双头雷鸟 等级高达112级 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凶猛怪物了 So 这个念头才刚刚闪过 双头雷鸟的立爪滑破空气 已经来到了牧尘的眼前 那锋利 夹带着雷电的爪子 毫不留情抓下牧尘的脑袋 然而 这恐怖的一击 竟然在触碰到牧尘的刹那 就完全石沉大海 没有激起一丁点的波澜 双头雷鸟的立爪 仿佛碰到了坚不可摧的坚硬屏障 所有的攻击 都被牧尘身上的史莱姆武装给 尽数吸收 双头雷鸟不幸邪地叫了一声 两头锋利的常会 朝着牧尘眼睛戳去 很显然 双头雷鸟拥有着很高的智慧 他知道 眼睛是所有生物最脆弱的地方之一 只要戳下了猎物的眼睛 那么接下来 猎物迟早会被他玩死 但他的攻击 依旧没有奏效 他那锋利的常会 在牧尘眼前被黑光所阻挡 不管他如何努力 都无法再向前一步 打够了吗 牧尘看着近在咫尺的双头雷鸟 咧嘴一笑 随后手中的大剑 发挥出了耀眼的蓝色光芒 这个时候 双头雷鸟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危险 他立马挥动翅膀 想要逃离牧尘的身边 但也就在这个瞬间 牧尘出手了 他的身形一晃 眨眼间来到双头雷鸟的身前 手中积累着恐怖威能的大剑 挥舞而下 化作一道剑芒 直奔双头雷鸟的颈部 这一击速度极快 让人难以捕捉 那双头雷鸟还尚未做出反应 就感受到了来自剑芒的威胁 他的两颗头发出哀嚎 试图躲避 但却来不及了 轰隆 剑芒重重地 站在双头雷鸟的颈部 一声惨叫 响彻整片区域 等级达到 112级的双头雷鸟 就这么被牧尘的剑芒一分为二 秒杀了 恭喜您击杀了 112级怪物 双头雷鸟 获得了12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37级57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第39章 危险的野外 牧尘被吃了 1200点嘛 倒是不算低 牧尘感受到神之力入胀 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 之前 虽然斩杀45级的恶骸王 都给了500点神之力 但现在看来 应该是来自阶级的加持 这双头雷鸟 只不过是普通怪物 所以给的神之力 并没有恶骸王 那样禁区之主击给的多 不过即便如此 这个神之力收入 也是很可观了 牧尘是一个懂得知足的人 管他神之力给多少 反正只要正常 给就好了 他没有去管这只 双头雷鸟的尸体 而是继续朝着 前方走去 靠近城墙的地方的怪物 会被守卫定期清理 所以这里的怪物 并不是很多 除了那只 双头雷鸟的袭击之外 牧尘走了几分钟 都没有遇到一只怪物来袭击 甚至连一个人影 都没有遇到 天空上 倒是有不少的怪物 但是他们并没有下来 袭击牧尘 他们不下来 牧尘也上不去 只能无视他们 继续朝着远处走 差不多又走了十多分钟 牧尘此时 已经完全看不到 古都市的城墙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牧尘的周围的地面 忽然发生了一阵震动 紧接着 是六只体积 有哈士奇那么大 头上长着长着独角的大老鼠 从牧尘周围的地面上 钻了出来 牧尘目光冷漠地扫视着这群 看似可爱的大老鼠 他知道这些生物并不简单 而是荒原地区的凶猛生物之一 被称为决斗鼠 平均等级在120级以上 擅长团体作战 专门狩猎落丹的猎物 很显然 他们已经把牧尘 当作是一只落丹的猎物了 这些决斗鼠 各自占据着周围的位置 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包围态势 堵住了牧尘 可能撤离的路线 伺机发动攻击 之 突然 其中一只决斗鼠 发出尖锐的叫声 向牧尘发动了冲锋 其他五只也纷纷加入 从四面八方朝着牧尘袭来 他们用尖利的独角 对牧尘发起了冲撞 这些决斗鼠的独角 是具备麻醉毒素的 只要被他们的脚伤到 强大的麻醉毒素 就会快速侵蚀猎物的身体 使其在极短的时间内 失去身体的控制权 再加上他们 一般集体行动 就算是比他们强大的猎物 都极其容易翻车 更不要说是 牧尘这个弱小的人类了 但下一秒 六只决斗鼠都惊呆了 因为他们引以为傲的攻击 全部被牧尘给轻松挡了下来 不管他们从哪个角度攻击 都无法破开牧尘的史莱姆武装 那象征着绝对防御的黑光 就是他们这些怪物的克星 只 那领头的决斗鼠 似乎和之前的那双头雷鸟一样 有一些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再次发号施令 命令自己的同伴再次发起攻击 这一次 每一只决斗鼠的独角上 都散发着一道金色的光芒 这是决斗鼠的技能 金刚钻 这个技能具备着破除防护的效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牧尘这样防御力强大的人的克星 但他们遇到的是牧尘 是一个完全不讲道理的武装者 吸收不管对手是什么成长 使用什么样的技能 只要在等级判定内 就绝对没有办法伤害到牧尘分后 哪怕决斗鼠的金刚钻 具备着破除防御的效果也是一样 他们的攻击再次被牧尘给尽数吸收了 这个时候 怒气直达到巅峰的牧尘嘴角微微一笑 他手中的剑锋 迸发出凛冽寒光 只见寒芒一闪 那只领头的决斗鼠瞬间被一分为二 恭喜您击杀了130级怪物 决斗鼠 获得了13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57级69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其他的五只决斗鼠看到老大被击败 并没有退缩 反而更加愤怒 他们加速冲锋 凶猛地爪牙直奔牧尘而来 但不管他们如何努力 依旧是无法撼动牧尘的防御 反而牧尘又是一剑 斩中了一只决斗鼠的颈部 将其瞬间斩首 恭喜您击杀了123级怪物 决斗鼠 获得了12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69级73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出城没有多久 牧尘就杀死三只怪物 得到了3700点神之力 等级更是从37 直接飙到了73级 这疯狂的提升和收获感 让他此时爽感十足 他还想继续杀死这些决斗鼠 但这个时候 剩下的四只决斗鼠 似乎是知道牧尘的凶猛 他们已经没有了报仇的欲望 纷纷开始四散而逃 这让牧尘感到十分惋惜 但又无可奈何 没办法 他能秒人的前提 是需要先挨打积蓄能量 这些决斗鼠不打他 牧尘也没能力留住他们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溜走 不过此时 他的神之力已经来到了4774点 又可以对捕食进行强化了 当即 牧尘打开了系统面板 对系统说道 系统 强化 捕食 您成功消耗了4000点神之力 将技能 捕食 提到到了C级 捕食 C级 可以捕食150级以内的一切生物 能够补充自己消耗的能量 记忆 每七天的第一次捕食 100%获得目标的一个技能 但需要注意 对有意识的生物捕食成功率较低 因为捕食技能得到了强化 CD得到了刷新 现在您下一次捕食目标 必定会触发100%获得技能的效果 果然又刷新CD了 牧尘要的就是刷新捕食的CD 因为这样 他才可以对野外的怪物进行捕食 他没有选择对刚刚杀死的决斗手下手 因为他们的技能 牧尘看不上 倒是之前那只双头雷鸟的技能 牧尘还是很感兴趣的 可惜现在已经走远了 不然可以回去吃了它 正当牧尘想着的时候 忽然 空中的鸟兽 发出了不安的叫声 似乎有什么大的要来了一样 牧尘抬头望去 想看看发生什么事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大地忽然发生了一阵 无比剧烈的震动 牧尘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周围的地面 忽然崩塌 一张长满历齿的巨大嘴巴 从牧尘脚下的地面中冒出 直接将它给生吞了 第四十章 你不是很能吃吗 能吃有个屁用啊 轰隆隆 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四周 伴随着地面的震动 牧尘被生吞 一只巨大的虫子 从地底下破土而出 这庞大的生物体型 堪比火车 身体表面布满了恶心的油脂 如果牧尘还在这里的话 他会认出来 这只巨虫 是这一片区域的霸主 等级高达222级的 荒漠巨虫 但此时 牧尘却一脸猛逼 因为这个时候 他看着满是尖牙利齿 和恶心肉壁的空间 才反应过来 自己竟然被一口吞了 好消息是 即使是被吞了 这满嘴的尖牙利齿 也没办法破除他的防御 坏消息是 这些牙齿在尝试过 无法咀嚼自己后 就放弃了咀嚼 直接将它给吞到了胃里 这让牧尘原本想继续伤害 将他秒掉的想法落空了 毕竟刚刚积蓄的伤害 好像对这只庞然大物 造不出致命伤 不过这家伙 应该也没办法伤害我吧 也不知道 吸收会不会吸收 胃业的伤害 如果不行的话 最坏的结果 就是被这个家伙排出去嘛 一想到自己 可能被排出去 牧尘嘴角就忍不住抽了抽 这可真是神圣可以忍 叔叔不能忍啊 现在牧尘只希望 这不知道是什么玩意的大家伙 他的胃业 可以被自己的技能吸收伤害 要不然 真的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体验 不过野外是真的危险 我算是知道 为什么不让大学生单独出来了 牧尘看着这被脂肪包裹的恶心内壁 有感发的感慨了一句 这一次来到野外 他是彻底明白了野外的凶险性 会偷袭的鸟兽 会团队合作的怪物 还有可以一口吞掉自己的老鹰逼 在野外 果然是需要步步为营 否则的话 随时都可能丧命 别的不说 就这一次被吞的 如果是别人 那么此时已经变成骨渣了 能够一口吞了自己的怪物 想一想都觉得可怕 就在他想着的时候 一股粘稠而腥臭的液体 开始在胃里出现 这些液体快速包裹着他 发出了滋滋滋的腐蚀声 不过 也就只有声音吓人 因为这个时候 牧尘身上的史莱姆武装 已经绽放耀眼的黑光 将这些带有腐蚀能力的胃液 全部尽数吸收 让牧尘感到惊喜的是 这些胃液 竟然也算伤害 虽然增长得比较慢 但确确实实在增长着自己的怒气值 看来 不用被排出去了 牧尘看到这里 嘴角疯狂上扬 对着这不知道是何物的怪物 冷笑一声 敢吃我 等会我就让你好看 与此同时 距离这荒漠巨虫不远处的一个破败墙壁内 五个人年纪三十多岁的人 亲眼目睹了 牧尘被荒漠巨虫给生吞了 靠 我们还是来迟了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 脸上就写满沧桑的男人 大骂了一句 语气里充满了自责和无奈 他的名字叫陈宇 是古都市工会的注册猎人 他们这一支队伍 是专门在野外狩猎怪物 来赚取用金的职业狩猎队 刚刚他们正在附近狩猎 不经意间看到了不远处的天空上 出现了金虫鸟 立马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金虫鸟这种怪物的等级不算太高 而且基本上对人类 没有什么攻击性 但是 他们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和荒漠巨虫是共生关系 简单来说 有金虫鸟在的地方 地底下一定有一只荒漠巨虫 他们就像是荒漠巨虫的眼睛一样 帮荒漠巨虫定位陆地上的目标 而荒漠巨虫也会在得手之后 将地底下的果实翻出来 给金虫鸟食用 最近就是这一对怪物组合 让前来狩猎的人类损失惨重 很多刚出城外的人类 都会被这一对组合袭击导致丧命 所以他们在看到金虫鸟的瞬间 就立马飞奔了过来 但还是太迟了一步 他们刚刚到这里的时候 就看到牧尘被荒漠巨虫给吞了 而被吞意味着什么 大家心中都心知肚明 虽然只是一个陌生人 但毕竟是同为人类 亲眼见到一个人被怪物杀死 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我们去杀了这只荒漠巨虫吧 也算是为了刚才那位兄弟报仇了 一旁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眼里闪过一丝愤怒地说了一句 陈宇微微摇了摇头 有一些无奈地说道 我也想啊 但荒漠巨虫的防御力很太高了 寻常的攻击 很难打破他的油脂皮肤 而且随时可以躲到地下去 凭我们这队伍的配置 根本没办法击杀他 扯我 难道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吗 眼镜兄有些焦躁地说道 大家都不喜欢这种束手无策的感觉 但又确实对这只荒漠巨虫 没有任何的办法 杀 就在他们准备带着遗憾的心情 离开这里的时候 那只原本在地面上 肆无忌惮行走的荒漠巨虫 忽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叫声 陈宇等人立马凝神看去 只见一道湛蓝色的剑光 从荒漠巨虫的体内冲天起 带着恐怖微能的剑光 在空中绽放 如一抹蓝色闪电 滑破天空 伴随着这道剑光 荒漠巨虫发出一声震天的嚎叫 它的身体 顿时被撕裂出一个骇人伤口 大量大量的粘稠的液体 和绿色的血液 顺着它的伤口 朝着外面不断喷涌 喷散在周围的地面上 荒漠巨虫痛苦的身体狂颤 引起了大地的震动 紧紧一击 荒漠巨虫 就受到了不可逆的致命伤害 最后挣扎了几下 就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彻底失去了生命 陈与五人都被突如其来的变化 震惊地目瞪口呆 他们都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刚才还好好的荒漠巨虫 怎么突然就暴毙了 又是谁 一击把它给秒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身帅气黑甲的牧尘 从荒漠巨虫那恐怖的伤口中钻了出来 一脚踹在荒漠巨虫 还热乎的尸体上 一脸嫌弃地说道 你不是很能吃吗 能吃有个屁用啊 吃下去 你得能消化 现在再吃一个看看 小别三 第41章 系统 王者必日 给我强化 恭喜您击杀了222级精英怪物 荒漠巨虫 获得了44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73级 80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原来是精英怪啊 那我就原谅你了 牧尘看着眼前的提示 被荒漠巨虫吞下的不爽心情 这才稍微好受了一些 如果被一只等级222级的精英怪给吞了 那似乎 也不是那么的丢脸吧 毕竟 他可是给自己带来了 4400点神之力的大财主啊 牧尘正想查询下 这大家伙 有没有东西值钱呢 忽然他听到一阵紧促的脚步声传来 牧尘顺着声音看去 见到五个三十多岁的人 正赶来他这里 看到这一幕 牧尘眉头皱了皱 强怪 在野外遇到人类 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是好人 所以 牧尘下意识地以为 这些人是来趁火打劫的 毕竟这么一只精英怪的尸体 应该值不少钱吧 似乎是感受到了牧尘的敌意 陈宇立马抬手 制止了自己的队员们 和牧尘保持了一个适当的距离后 他对着牧尘礼貌地笑了笑 这位兄弟 我们是古都市闪灵工会的武装者 我们无意和你为敌 只是刚刚看到你被荒漠剧虫吞了 我们这里有治疗系武装者 来看看你有没有受伤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牧尘看三人的年纪不大 等级应该超不过五百级 所以也就稍微放松了下来 对着武人摇了摇头 笑道 一只荒漠剧虫 还不足以伤到我 感谢你们的好意了 陈宇五人此时近距离一看 一个个脸上都充满了震惊 因为牧尘是真的一点事都没有 荒漠剧虫的实力 可以说是这外围的霸主吗 如果不被吞的情况下 击杀荒漠剧虫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毕竟赶一个人出城的人 哪个不是天骄 但被吞下去 还能从荒漠剧虫体内出来的人 陈宇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们见牧尘用了武装隐藏药剂 想来是不愿意被人知道真实身份 所以 在看到牧尘没有什么事后 便打算离去了 只不过他们还没有走 牧尘却忽然叫住了他们 那个 你们说这家伙的尸体吗 陈宇等人一听 顿时停下了脚步 陈宇有一些惊讶地看着牧尘 好奇地问道 这位兄弟 你是想要把这尸体卖给我们吗 对 我懒得处理这玩意 如果你们要的话 出个价 就归你们了 牧尘故作高深地淡淡笑了笑 这玩意 他也不好回去卖 毕竟没人知道 他出了城 如果这几个人愿意收购的话 便宜点卖给他们 也不是不行 荒漠剧虫 身为一只精英怪 可以说是浑身是宝了 陈宇等人自然也是有意收购 不过一般人 都是选择自己拿回去卖 毕竟城市里的买家更多 在野外就地处理 他们也是头一次遇到 见牧尘没有开玩笑 陈宇和队友商量了一下 进行了报价 荒漠剧虫的尸体 正常价值应该在一千万上下 但这只完整度不算太好 市价应该是在六百万的样子 我们运回去 需要一些成本 不如五百五十万卖我们如何 好家伙 牧尘听到这个价格 顿时眼里闪过一丝震惊 这破虫子的尸体 竟然可以卖一千万 早知道这样 刚才就不打这么大的伤口了 这一件下去 价值缩水将近一半 牧尘那叫一个心疼的哟 不过这属于意外惊喜了算是 所以 牧尘点了点头 同样将这个虫子尸体 卖给陈鱼等人 二人拿着手机 进行了一个私密交易 这个世界的转账没有限额 也没有要求实名制 所以 二人的转账 很快就完成了 看着五百五十万道账 牧尘便心满意足地 和陈鱼五人告别了 恭喜您击杀了一百五十三级怪物 地心龙 获得了一千五百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一百四十四级怪物 昆昆 获得了一千四百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一百二十三级怪物 双头雷鸟 获得了一千二百点神之力 经过了八个小时的杀戮 牧尘终于又杀了一只双头雷鸟 这一次 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捕食 巨大的嘴巴 将双头雷鸟吸收 牧尘的眼前 立马弹出了一个提示 恭喜您捕食成功 能量得到了回复 并成功获得双头雷鸟的独有技能 雷霆之力 B级 雷霆之力 B级 召唤强大的雷霆之力 持续覆盖在身体之上 可以获得操控雷属性的力量 对敌人造成严重的破坏和麻痹效果 另外在此状态下 所有雷属性的武斗技 技能伤害威力得到百分之一百加强 果然是雷属性的技能 牧尘对这个技能 是缠得紧了 意念一动 史莱姆武装上 立马出现了闪烁的电弧 原本就帅气的武装 这一刻看上去更是威风凛凛 无比的张扬 霸气 稍微试验了一下 牧尘就取消了这个技能的持续效果 这玩意意外的 还很耗精神力 以现在牧尘的精神 持续十多分钟就要洗白了 此时 天色已暗 牧尘是白天出来的 现在都已经晚上八点了 因为这里属于西南 夏天的晚上八点 天色还是比较亮的 但也差不多要进入到晚上了 到了晚上 怪物们会狂暴 正常情况下 狩猎者们天黑之前都会回城 但是牧尘不用遵守这个不成文的规定 因为他的 吸收 只认等级 并不认什么成长 武斗技 狂暴什么的加成 在这个等级内 就没有生物 可以伤害得了他 所以 牧尘根本不需要回去 反而是到了现在 野外基本没有人了 他终于可以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想到这里 牧尘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 名称 牧尘 等级 94级 本命魂兽 恶魔史莱姆 魂兽种类 猎等 成长 体魄F 级 敏捷E 级 精神F 级 独有技能 吸收 S加级 捕食 C级 死亡豁免 C级 王者碧日 B级 雷霆之力 B级 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EX级 初级 雷霆龙破绽 S加级 初级 神之力 37600点 已经累计了37600的神之力了吗 他这个累计神之力的速度并不算太快 八多个小时下来 差不多也才杀了30多只把了 因为牧尘是属于被动攻击型 他想要跨级杀敌 需要敌人不断地攻击他 但越往里走 怪物就越精灭 一次攻击打不动牧尘 他们就直接灰溜溜地走了 对于那些怪物而言 生存才是第一法则 所以牧尘杀的 基本都是一百多级小卡拉米 那些更高级的怪物 他几乎一只都没有杀过 不过这也够了 因为牧尘之所以留着这么多神之力不用 是要玩一个大的 系统 王者碧日 给我强化 第42章 王者碧日 一人及天灾 您成功消耗了一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王者碧日 提高到了A级 您成功消耗了两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王者碧日 提高到了A加级 强化失败 当前剩余神之力7600点 下一次提升 需要消耗六万点 请凑齐之后再来 王者碧日 A加级 收集2000名内的等级 小于400级的王魂进行复活 复活的王魂 拥有生前70%的实力 持续时间为三小时 每复活一个王魂 都需要消耗小福的精神力 复活的王魂越多 消耗的精神力越多 哈哈 牛逼 牧尘看着升级完的技能效果 嘴角忍不住疯狂上扬 他之所以储备神之力不用 就是为了到晚上的时候 将这个技能给强化上去 然后利用这附近的王魂 替自己去击杀其他怪物 现在技能强化完 不但可以复活400级以下的怪物 还可以让复活的王魂 拥有生前70%的实力 最关键的是 强化过后 消耗的精神力也下降了 系统剩下7600 把精神也给我强化 您成功消耗了200点神之力 将精神成长提高到了S级 您成功消耗了300点神之力 将精神成长提高到了E级 您成功消耗了600点神之力 将精神成长提高到了E级 您成功消耗了3000点神之力 将精神成长提高到了D级 本次共消耗7500点神之力 当前剩余神之力500点 下一次提升需要消耗4000点 请凑齐之后再来 强化完毕 牧尘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 得到了疯狂的飙涨 虽然现在只不过是D级成长 但也是之前F及时的数倍之多 如果说原来只能召唤五只王者 就彻底没有精神力了 那么现在至少可以召唤30只了 虽然还是很少 但已经足够用了 牧尘嘴角一翘 立马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只见他身上忽然爆发出一股邪恶的气息 一股黑气从牧尘的体内 开始朝着四周快速地扩散 黑气迅速弥漫 强烈的死记之力 让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起来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在这里 大概会把牧尘当成一个邪恶无比的恶魔 他整个人的气息都变得无比阴森 当黑气蔓延到了顶点 牧尘的眼里忽然闪过一丝诡异的红光 嘴角轻起 轻贺一声 王者蔽日 伴随着牧尘的话 他的周围不断有黑气从地上冒出 一只只游荡在这里的亡魂 得到了牧尘的召唤 从地面上爬了出来 双头雷鸟 地心龙 荒漠巨虫 那些曾经被牧尘击杀过的怪物 此时都以黑气的形式 重新复活在了这个世界上 只不过 他们不再是牧尘的敌人 而是变成了牧尘忠实的王者蒲从 一共37只吗 牧尘的精神力 已经到达了极限 37只王者 倒是也不错了 他大手一挥 对着自己的王者军团下达指令道 给我屠戮这里 遇见的所有怪物 寸草不生 一只不留 好 沙沙 跳 37只王者怪物们 朝着牧尘所指的方向 一拥而上 形成了一股黑压压的怪物潮流 以碾压的形式 开始地毯式的攻击 一只怪物 虽然不如生前强大 但是37只怪物 足以比他们生前强大得多 量变导致质变 牧尘的王者军团 是以团体为单位 根本不讲武德 进行单挑 或者正面对决 遇到怪物 就是一拥而上 直接将怪物给碾压 恭喜您的王者逼日 击杀了128级火锅尾巴基 您获得了12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王者逼日 击杀了148级森林沸扬扬 您获得了15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王者逼日 击杀了137级奈白学子 您获得了1400点神之力 仅仅十分钟过去了 牧尘就被击杀提示刷屏了 刚刚用完的神之力 现在又来到了18000点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杀下去 三个小时的持续期 牧尘估计能获得近10万的神之力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些怪物们在挺过了一开始的错愕之后 纷纷都学聪明了 他们看到王者军团袭来 纷纷都转头就跑 根本不给王者军团靠近的机会 所以整个野外也出现了很好笑的一幕 那就是一群往日里不可一世的怪物们 这个时候被牧尘的王者军团们 给杀得到处跑 一时间他逃 他追 画面一度极其搞笑 如果这些怪物们会说话的话 大概都会对着牧尘大骂 我们也许不是人 但你真的是怪物 也不是没有聪明的怪物 绕过这些王者军团去找牧尘的麻烦 但是那些去找牧尘麻烦的怪物 完全是千里送人头 那都不是去找牧尘麻烦 而是给他送温暖去的 如果这画面要是被传出去 不知道得让多少人震惊的眼珠子 都掉下来 三小时后 王者军团终于消散了 那些被追着到处跑的怪物 也终于纷纷松了一口气 就在他们以为 今天就这么过去的时候 此时手握五万九千五百神之力的牧尘 嘴角一翘 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 好戏才刚刚开始 系统 给我强化 您成功消耗了一万点神之力 将精神成长 提到到了必加级 本次共消耗五万九千点神之力 当前剩余神之力五百点 下一次提升 需要消耗一万两千点 请凑齐之后再来 精神成长再次得到强化 从地级直接拉到了必加级 站在山峰上的牧尘 注视着远处已经汇聚成群的怪物们 冷冷一笑 让你们感受下 什么叫做一人成军 什么叫做天灾 说着 牧尘十分钟二地大笑了一声 游荡在黑暗中的亡魂们 我将赐予你们短暂地复活 听从我的召唤 从黑暗中现身吧 王者必日 第四十三章 好好 这样完事吧 好 莎莎 困 伴随着牧尘再次释放王者必日 这一次超过一百只怪物 被他复活 一时间 所有怪物都猛逼了 你这人类 不讲道理是吧 刚刚熬过你的三十多只王者袭击 现在你又来 而且还是复活更多的王者 好好 这样完事吧 那些怪物们 也被打出了脾气 他们看到牧尘召唤了更多的王者 想要继续袭击他们 这些被追了三个小时的怪物们 一个个都同仇敌忾了起来 他们聚集在一起 一时间也形成了一只超过两百只的兽巢 想打架是吧 那就陪你打 这些怪物 原本并不想这么做 他们彼此之间 有很多都是食物链的关系 如果没有更强大的领主怪物来统帅他们 是不太可能团结起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 之前牧尘的王者军团袭击他们 他们只是不断地逃跑 根本没有想着抱团打回去 但现在 看到牧尘还打算继续 而且还召唤得越来越多 这些怪物们 也在生命的危机下 纷纷选择了团结在一起 殊不知 这也中了牧尘的计 看到远处那些怪物们 形成一片黑压压兽巢 牧尘不但没有担心 反而嘴角勾勒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那些怪物一直跑 虽然也可以杀 但是效率真的太慢了 之前一开始杀的怪物很多 但是他们开始跑了之后 后面的时间里 都是击杀一些倒霉弹和跑得慢的 让这些怪物们一直跑 能杀个屁啊 反而是这些怪物聚集在一起 那才是真正的杀戮盛宴 想到这 牧尘大手一挥 直接对着自己的王者军团下达指令 全军出击 这些王者生物并没有太多的智慧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 得到牧尘的指令之后 115只被复活的王者怪物 像数量是他们两倍的怪物群 发起了死亡冲锋 那些怪物们见到牧尘来真的 也纷纷嘶吼着冲了过来 一时间 原本刚刚平静不久的夜晚 被漫天的嘶吼声所覆盖 战斗的呼啸声充斥着整片区域 王者军团和怪物受潮的激烈碰撞 让整个荒漠变得混乱不堪 王者们如同潮水般 不要命地冲击着怪物们的防线 而怪物们则毫不示弱地展开反击 嘶吼声 尖叫声 撞击声 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片混乱的音乐 夜空中火光四溅 王者军团的身影和怪物的身影 在黑暗中交错飞舞 展开着残酷的厮杀 恭喜您的王者毕日 击杀了158级昆昆 您获得了16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王者毕日 击杀了176级泥石沙雕 您获得了18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王者毕日 击杀了119级扑火飞蛾 您获得了1200点神之力 战斗一开始 牧尘的眼前就不断刷新击杀提示 别看他的王者军团 只有对面数量的一半 属性也没有生前那么强大 但是因为是王者 根本不怕死亡 活着的怪物 面对攻击要防御吧 王者怪物不需要 你咬我一口 我必定反咬你一口 你抓我一下 那我必定也会反抓你一下 甚至还因为王者力量的加持 就算受到了一些致命伤 他们也不会立马死去 死之前都反扑你一下 这才心满意足地去死 总之主打的就是一个不要命 这把那些怪物们 给恶心的够呛 但好在 经过一开始的错愕之后 怪物受潮的数量 还是占据着大优势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 王者怪物被击杀 他们的死亡风险 也越来越小 战斗的后半段 几乎没有一只怪物死去 短短的半小时厮杀 牧尘的王者军团 已经被禁束全间了 这一战 王者军团死亡117只 怪物受潮死亡59只 受伤超过100只 这个时候 那些怪物们 都发出了胜利的嘶吼 似乎他们已经赢下了 这一场 和牧尘之间的较量 当最后一只 王者怪物被击杀之后 他们一个个 将自己愤怒 和不可一世的目光 看向了位于 一座山峰上的牧尘 就是这个人类 害得他们 一晚上没有安宁 就是这个人类 让他们死了 都还要被利用 就是这个人类 不断召唤 王者怪物 和他们不断厮杀 为了防止 牧尘再次召唤 这些怪物们 纷纷从四面八方 将在山峰上的牧尘 包围了起来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 杀死这个该死的人类 牧尘看着包围 自己的一百多只 形态丑陋 凶神恶杀的怪物们 眼里闪过了一丝细血 故意装作害怕地说道 各位怪物大哥 要不你们休息 我走 好 一只等级高达 199级的猴形怪物 朝着牧尘 呲牙咧嘴地 嘶吼了一句 他性格火爆 身形一闪 手中提着一个石棒 朝着牧尘脑袋狠砸去 动 一阵沉闷的响声 从牧尘头顶传来 但并不是石棒命中的声音 而是石棒打在 史莱姆武装上 发出的一声闷响 面对着石猴的一击 牧尘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他看到眼前一脸震惊的石猴 无奈地耸了耸肩 原本还想放过你们的 但既然 你们不让我走 那么就继续吧 说着 牧尘整个人散发出 一股强烈的战意 他的眼神变得锐利 对着周围那些 围困着自己的怪物们 拉着眼皮 做着鬼脸 我不是针对谁 我是说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有本事正面干我了 神圣可以忍 叔叔不能忍 这些怪物虽然不是人类 但是也知道 牧尘在挑衅他们 原本还对牧尘 有所顾忌的怪物们 纷纷嘶吼着 对牧尘发起了攻击 一时间 大地在震动 空气在站立 无数的攻击 如狂风暴雨般 朝着牧尘砸去 牧尘在这些怪物面前 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那么的无助 然而 正当怪物们认为 这个人类 必然将在这猛烈的攻击下 化为灰烬 肉渣的时候 牧尘的身上 忽然爆发出 无比耀眼的黑光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这些怪物们的攻击 尽数被牧尘的武装阻挡了 第44章 接着奏乐 接着舞 朱军 我喜欢战争 如果这些怪物们会说话 此时肯定已经开始骂娘了 一个弱小的人类 竟然连防御动作都没有做 就这么轻松挡住了 他们的攻击 这是看不起他们吗 这是完全根本没有 把他们放在眼里 要知道他们身为怪物 是能够感知到 人类身上的气 强大的人类 他们能感知得出来 弱小的人类 他们也能感知得出来 这些怪物们 都清楚地感知到 眼前这个人类 是属于弱小的内类 所以 他们才敢这样围着牧尘 才敢这样攻击牧尘 但就是在他们眼中 弱小的这个人类 此时却完全无视 他们灵力的攻势 甚至还在打着喝歉 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们这些怪物 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 但今天 他们是见识到了 就你刚才最嚣张是吧 这个时候 牧尘的目光 看向了最开始 攻击自己的石猴 被牧尘盯上的瞬间 石猴 就感觉到 浑身汗毛炸裂 一种强烈的死亡危机 在他心头开始蔓延 但他还来不及逃跑 牧尘就已经一剑斩出 一道湛蓝色的剑光一闪 那倒霉的石猴 就已经被一分为二了 恭喜您击杀了 199级金刚石猴 您获得了2000点神之力 捕食 一剑秒杀金刚石猴 牧尘直接顶着 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 在诸多怪物错愕的目光下 将这只石猴给生吞了 捕食成功 您的能量得到了回复 一只石猴下肚 牧尘感觉一阵神清气爽 刚刚消耗的差不多的精神力 现在得到了大幅恢复 这时候周围的怪物们 都发疯了一样攻击牧尘 他们长这么大 哪见过这个阵仗 这人类的防御力无敌也就算了 能召唤王者来战斗也可以忍 但为什么这家伙的攻击力 也这么强悍呀 紧紧一剑 就秒杀了金刚石猴 还把他给直接吃了 这家伙是人吗 这家伙 怕不是一个天灾吧 系统 把强化精神成长 加到A加级 牧尘完全没有 去管这些怪物的震惊 和疯狂落下的攻击 他就在怪物的包围圈里 完全不受影响地 打开了系统面板 再次将自己的精神成长 进行强化 您成功消耗了 12000点神之力 将精神成长 提高到了A级 您成功消耗了 14000点神之力 将精神成长 提高到了A级 您成功消耗了 16000点神之力 将精神成长 提高到了A加级 本次共消耗 42000点神之力 当前剩余神之力 40600点 下一次提升 需要消耗32000点 欢迎再次使用本系统 这一次 牧尘没有把精神拉满 因为A加已经够用了 下一次强化 需要的神之力 是翻倍了 性价比方面 没有太多的优势 处理完强化 牧尘又一件 秒杀了一只怪物 并将它给捕食了 这个时候 牧尘之前 因为使用 王者毕日 被消耗差不多的精神 已经全部补充完毕 并且再次得到了 大幅的提升 说起来也很好笑 别人是越打越凶 越打越起劲 但是这些怪物们 是越打越心虚 他们疯狂攻击了 牧尘足足五分钟多钟 但这个人类 却自始至终 没有正眼瞧过他们 这个时候 怪物们已经产生退役了 虽然牧尘才出手了两次 但这恐怖的防御力 让他们感到 深深的无力感 再加上牧尘 两次出手都是秒杀 谁也不知道 下一次出手死的是谁 最关键的是 这些怪物们 总觉得牧尘在憋打招 果不其然 就在他们准备撤离 放过牧尘就等于放过自己的时候 精神力恢复后的牧尘 却忽然间隙隙地 对着怪物们笑道 我在等大招 你们在等什么 说着 牧尘体内 爆发出一阵恐怖的黑气 这一刻 所有的怪物们 都开始颤抖了 因为这一幕 他们可太熟悉了 果不其然 牧尘对着这些怪物 黑黑一笑 轻声自语道 王者必日 怪物们 这一刻 所有怪物都疯了 因为牧尘又一次使用了 这一招恐怖的王者必日 第一次三十多只 第二次一百多只 这一次 一共两百三十十二只怪物 被牧尘复活 他们呈包围状 将围堵着牧尘的怪物群反包围 这一刻 牧尘嘴角一歪 接着奏乐 接着舞 朱军 我喜欢战争 怪物们 Vocal 另一边 就在牧尘这边 再次使用王者必日的时候 古都市西南军区信息部 这里灯火通明 所有人都在忙碌的加班 忙成了一团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在野外疯狂杀戮的牧尘 一个穿着军装 不怒自威的中年人 正焦急地 在几个大屏幕之前走来走去 画面 还没有定位到吗 快了司令 无人机还有两分钟到达现场 一名信息员回到 好 军装中年答应了一声 点燃了一根烟 静静等待屏幕上传回来画面 他叫王日天 是西南军区的负责人 就在几十分钟前 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 军区的兽巢警报忽然响起 这把所有人都给吓了一大跳 因为兽巢对于军区里的每一个人来说 那都是灾难的代表 如果是小规模的兽巢 必须及时派遣武装部队去消灭 如果是大规模的兽巢 那么全城都要进入战备状态 如果兽巢一旦形成 对人类而言是毁灭性的灾难 所有军区的人都瞬间进入了加班模式 好在经过查询 只是0.4级的兽巢 这代表着兽巢规模在400只左右 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兽巢如果不及时消灭 会有越来越多的聚集风险 然而 就在王日天想要派遣部队 过去镇压兽巢的时候 检测系统上 兽巢的数量就在快速减少 短短的十多分钟 很快就变成了0.2级兽巢 他这边都还没有搞清楚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又是几分钟过去 忽然之间 警报又响起了 刚刚才缩减到0.2级的兽巢 眨眼之间就又变成了0.4级 然后 又在数分钟之内 怪物的数量快速衰减 这种情况 十分罕见 与其说是 他们形成了兽巢 倒不如 说好像是在自相残杀 但王日天也感觉很奇怪 要知道这些怪物们 平时是不会聚集在一起的 但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 那么是断然不会自相残杀的 更不要说是这种组团厮杀了 这在他的认知中 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种情况 显然是反常的 这让见多识广的王日天 想到了唯一的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 这一次的兽巢 是人为引起的 第45章 王者天灾 你告诉我 一个新生做的 人为引起兽巢 这件事情 听起来是多么的匪夷 因为即便是东皇最强大的那几位 都无法做到这样的壮举 怪物和魂兽不同 他们对人类 天生抱有敌意 他们不会听从任何一个人类的话 哪怕这个人类 可以轻易地屠杀他们 所以 王日天需要确认 到底是不是人为引发了这一次的兽巢 如果是的话 那么这个人必须招募 因为他会成为这个世界 唯一的天灾及武装者 试想一下 有一个可以控制 制造兽巢的武装者在 他只需要往那里一站 轻轻一挥手 就可以控制兽巢 或者制造出兽巢工程 那么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完全不需要过多解释了 这是何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啊 完全就是一人成军 一人即是天灾 所以王日天此时 已经激动的手都在抖了 他带着无比激动 无比期待的目光 紧紧盯着 还没有亮起的显示屏 很快 两分钟过去了 在高空飞舞的无人机 此时也准时传来画面 画面一出现 入演的是一个混乱无比的战场 一地的尸体 一地的残肢 一地的血液 以及四处都是 散发黑气的王者生物 这 这是 王魂 不会吧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什么本命魂兽 可以这样复活王魂啊 死灵系的那几个武装者 最多就复活一两只王魂 但是数量上 最多都不会超过十只 这里 足足两百只啊 你们说 会不会是这片区域 出现了什么亡灵boss啊 毕竟 《起源之书》里 没有能复活这么多王魂的魂兽记载啊 更何况 这里并没有人啊 大家看到这一幕 一个个眼里都十分震惊 甚至一些人已经开启接入系统 查找了一下 能复活王灵的本命魂兽 但是结果显示 没有一只本命魂兽 可以这样大规模复活王魂 倒是怪物里面 有一些王灵boss 拥有这样强大的技能 王日天眉头微微皱了皱 一口吸完嘴里的烟 你们也看见了 这里根本没有亡灵boss在 如果是这类boss搞出来的 一是不会引发大战 二是boss肯定在附近 我还是觉得 这是人为的 是 操控无人机的信息员 听到指令 立马操控无人机 在周围观察 而此时 牧尘正躲在一个偏远的树林里 注视着天空中 那不断徘徊的军方无人机 没想到 竟然引起军方关注了 牧尘眉头微微皱了皱 刚刚他击杀完那包围自己的怪物时 那些王者怪物就告诉他 有一个疑似机器 正在快速靠近这里 所以 牧尘第一时间 就先躲了起来 因为这些王者怪物 没有三小时消散不了 只能让他们暴露在那边了 现在看来 应该刚刚自己 聚集了这么多的怪物 或者是自己的 王者避日 召唤出来的王者怪物 因为数量太多 触发了受潮警报了 这里离谷都市 就只有二十几公里远 对于城市来说 还在覆盖范围内也正常 看来 今天的狩猎之旅 只能到这里了 牧尘暂时不想 和军方的人扯上什么关系 所以他意念一动 成群的王者怪物们 纷纷对无人机 进行了驱赶攻击 王日天见状 也确认了 这里果然有人 但是他同时也明白 对方不想和自己接触 无奈之下 只好对手下说道 撤退吧 以免白白损失一台无人机 那现在怎么办 过去找他吗 手下问道 王日天微微摇了摇头 这个神秘人不想和我们接触 我们过去只会引起对方的敌意 没什么必要 只要知道 不是真的受潮就行了 那这个人就不管了吗 你笨吗 王日天指了 只刚才拍回来的照片 心情不错地笑了笑 这些照片已经够了 将信息全部录入到 起源之书的系统里去 起源之书会给我们答案的 明白了 我这就去 那名手下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了解地点了点头 立马开始传输资料 东皇有着 号称全知的起源之书在 再加上庞大的数据库 只需要一些资料 就可以匹配到一些可能的人选 虽然不能百分百确认 这个人到底是谁 但也可以大大缩小接触范围 差不多等了五分钟左右 那名手下的表情 忽然变得奇怪了起来 一直在等答案的王日天 立刻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他疑惑地问道 小赵 你今天怎么了 一会那么笨 一会又在这里发什么呆 司令我不确定 起源之书是不是出问题了 这个答案 好像不太可能吧 那名叫小赵的信息员 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说了一句 王日天一听 顿时好奇地说道 起源之书 是不会出错的 把答案投放到大屏幕上 我看看 到底是什么 让你这么震惊 嗯 小赵咽了咽口水 手指五动间 将起源之书 给的答案 投放在大屏幕上 这一刻 空气忽然就安静了 所有人都瞪大着眼睛 眼里全部都是不敢置信 就连刚刚点了一根烟的王日天 都没有注意到他烟都拿反了 直到他下意识地想吸一口压压惊 被烟烫到了他的嘴巴 他这才吃痛地将烟扔掉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被屏幕上的答案 震惊到说不出一句话 起源之书给的答案 只有简单的一个 而就是这个过于精准的答案 让所有人都在怀疑 是不是起源之书出问题了 因为上面显示的 是一个最近风光无限的人 这个人就是历史最佳高考状元 刚刚入学就以新生身份 用无可匹敌的实力 挑落大二学长 成为古都大学最强新生的牧尘 根据起源之书给出的答案 这个能够制造受潮的神秘武装者 是牧尘的概率为99.9% 一个刚刚考入大学的新生 竟然夜晚这个危险的时间段 独自一人出现在了野外 而且还召唤出了200多只 等级150级以上的亡魂怪物 引起了受潮警报 猎杀了大量的怪物 你TM的告诉我 这一切都是一个大学新生做的 这何离吗 第46章 被忽略的另一个神迹 捕食 喂喂 太夸张了吧 不是我看不起牧尘啊 牧尘这个小子 最近表现得那么强势 这是无可挑剔的 说这个召唤王者怪物的神秘人是牧尘 这也太扯了吧 恶魔史莱姆 也不是死灵系的 是啊 是不是 起源之书出错了 如果只是疑似牧尘 我也可以接受啊 毕竟牧尘最近真的太神奇 太亮眼了 但99.9%确定是牧尘 我觉得有点无法接受 要不 再问一遍 不用了 起源之书是不会出错的 既然说了是牧尘 那么这个神秘人 肯定就会是他 两久的沉默之后 王日天有一些惊叹地 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他看着大屏幕上 起源之书给出的答案 第一反应 也是完全不敢相信 从牧尘得到全国高考 状元 并且创下历史开始 军方就已经早早关注了他 所以可以说对牧尘的一切 他们是了如指掌的 牧尘最强大的 是其无比强悍的防御力 以及那出手 就是秒杀的恐怖攻击力 这已经都是未解之谜了 但也算是勉强解释的过去 因为恶魔史莱姆这种本命魂兽 技能就是概念级的无敌防御 如果这个技能得到了强化升级 发生了一些变异 导致可以在吸收伤害的时候 将伤害转化为攻击力 那么也可以说得过去 毕竟他们研究牧尘的战斗记录 就可以发现 牧尘每一次秒杀之前 都会先不断地吸收伤害 最后才一击秒杀了敌人 所以军方是这样认定的 但现在 《起源之书》告诉王日天他们 是牧尘在野外召唤了这些200多只 等级超过150级的的王者怪物 这完全是八杆子打不着啊 毕竟谁家的恶魔史莱姆 会死灵系的技能 但王日天在短暂的震惊之后 便想通了其中的道理 大家都被牧尘强大的防御力和恐怖的攻击力给吸引住了 却忘记了恶魔史莱姆的另一个神迹 捕食 如果牧尘的吸收已经变异 可以得到升级 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捕食也可以升级了 原本只能捕食十级以内的生物 并且获得目标的技能 现在是不是可以捕食100多级的死灵生物 然后获得了他们的技能 果不其然 就在王日天这样想的时候 《起源之书》也发来了分析说明 只见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高考时的画面 那是牧尘在击杀了恶海王之后 将恶海王尸体吃掉的画面 这个画面之下 《起源之书》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野外这个能够复活多数王魂的技能 是恶海王的独有技能 王者必日 在这一刻 所有人再度震惊了 实锤了我操 竟然真的是牧尘干的 这家伙也太屌了吧 不但自身能力那么强 现在竟然还能够召唤这么多的王魂 如果是从刚刚的监测记录来看 这200只王者怪物 不是技能的极限 而是他精神力的极限 王者必日这个技能 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数量限制 只要周围有足够的王魂 就可以进行转换 但你说到精神力 牧尘的精神力成长 不是只有F吗 就算牧尘达到了100级 恐怕最多也只能召唤十多只才对啊 为什么他可以召唤这么多只 人群中有人提出了这么一个疑惑 如果说牧尘的防御力强大 是因为技能和体魄 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为什么 牧尘的精力会这么强 你问我 我问谁去 王日天微微摇头 无奈地摊了摊手 牧尘这小子 看来身上的秘密很多呀 真的不能按照常理来看待他 那我们要尝试接触他吗 另一个手下问道 王日天仔细地想了想 微微摇了摇头 他如果有意想和我们接触 这一次就不会赶走我们了 既然他不愿意和我们接触 就暂时不去打扰他吧 想到这里 王日天稍微顿了顿 对着一旁的小赵说道 不过 我们必须要把牧尘的关注等级提高起来 提高到什么级别 小赵问道 王日天几乎想都没有想 就脱口而出道 最高等级天灾级 另一边城外荒野 牧尘并不知道 自己的身份已经被猜出来了 此时赶走了军方的无人机后 牧尘再次打开了自己的面板 名称牧尘 等级125级 终极武装者 本命魂兽 恶魔史莱姆 魂兽种类 猎等 成长 体魄F 级 敏捷义 级 精神 A加级 独有技能 吸收 S加级 捕食 C级 死亡豁免 C级 王者B日 A加级 雷霆之力 B级 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EX级 初级 雷霆龙破绽 S加级 初级 神之力 17万3千点 17.3万神之力 我要对什么进行加点呢 牧尘看到这个神之力 心情那叫一个舒爽 那一百多只怪物 给他提供了十多万的神之力 但是因为等级提高了 导致神之力的获取 下降了一些 即便这样 神之力 也是大收获了 现在牧尘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将体魄拉满 然后让武斗技 发挥出强大的效果 另一种 是凑齐 24万神之力 对吸收 进行一次强化 至于 王者碧日 这个技能 以及精神成长 暂时不考虑了 这近交的怪物 已经基本 被杀光了 再往里面走 靠这些怪物 也没有什么用 再加上已经引起了 军方的注意 牧尘打算 暂时将这个技能 封存起来 所以牧尘 仔细想了想 在暂时不离开学校的前提下 还是优先把 体魄成长 给强化上去吧 毕竟这样一来 自己的武斗技 才能发挥强大的效果 要不然 岂不是浪费了 自己强大的武斗技了 想到这里 牧尘心中有了答案 微微一笑 对着系统说到 系统 把体魄成长 给我加到A加 第47章 超十万神之力 疯狂提升 您成功消耗了200点神之力 将体魄成长 提高到了S级 您成功消耗了300点神之力 将体魄成长 提高到了E级 您成功消耗了600点神之力 将体魄成长 提高到了E级 您成功消耗了16000点神之力 将体魄成长 提高到了A加级 本次共消耗98100点神之力 当前剩余神之力 74900点 下一次提升 需要消耗32000点 欢迎再次使用本系统 伴随着系统的强化 牧尘感到身体的每一寸肌肉 每一根骨骼间都涌动着更为强大的力量 身体仿佛充满了无穷的活力 让他感到异常舒适 这就是强者的成长吗 感受到体内磅礴的力量 牧尘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大鸡霸了 之前的自己和现在相比 完全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如果没有吸收顶住的话 就算是现在牧尘已经125级了 可能还打不过40级不到的任天堂 成长的差距就是这么夸张 这才仅仅是A加级的成长 在网上还有好几个等级呢 足以可见 离心莲到底有多么强大 体魄就先到这里吧 接下来 先把捕石刷新一下 然后再把敏捷搞上去 牧尘没有留神之力的习惯 所以打算将自己剩余的神之力用完 您成功消耗了5000点神之力 将技能捕石提高到了B级 捕石B级 可以捕石200级以内的一切生物 能够补充自己消耗的能量 记忆 每七天的第一次捕石 100%获得目标的一个技能 但需要注意 对有意识的生物捕石成功率较低 因为捕石技能得到了强化 CD得到了刷新 现在您下一次捕石目标 必定会触发100%获得技能的效果 您成功消耗了600点神之力 将敏捷成长 提高到了一级 您成功消耗了1000点神之力 将敏捷成长 提高到了一加级 您成功消耗了12000点神之力 将敏捷成长 提高到了A级 本次共消耗67600点神之力 当前剩余神之力2300点 下一次提升 需要消耗14000点 欢迎再次使用本系统 就到这里吧 一通神之力挥霍完 牧尘感觉自己焕然一新 体魄A加 敏捷A 精神A加 这个属性成长 已经让牧尘彻底摆脱弱者的称呼了 即使不靠吸收 只靠其他技能或者武斗技 牧尘也有把握再次战胜S级的中道 只不过 过程可能会艰苦一些 现在 我该吃哪只怪物呢 牧尘的目光 在遗地的残骸中 搜寻了一下 因为捕食得到了强化 所以100%获得技能的CD 又再次刷新了 接下来他要回学校了 所以打算在地上 随便挑一只来捕食 虽然牧尘的技能栏 是没有所谓限制的 但一些垃圾技能 留在身上也没有用 牧尘还是精挑细选 选了一只 昆昆的尸体进行捕食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种怪物有着飞行能力 如果能飞的话 那真的是太酷了 数秒不到 牧尘的眼前就弹出了系统的提示 恭喜您捕食成功 能量得到了回复 并成功获得昆昆的独有技能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B级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B级 施展技能 进入到梦想状态 使用者的背后会长出梦想之意 具备和鸟类一样的飞行能力 和操控风属性的能力 并且在该状态下 风属性武斗技 技能得到百分之一百加成 这名字 认真的吗 牧尘看到这个名字 嘴角不由地抽了抽 脑子里第一时间 就出现了四个字 虽然这个技能的名字 有一些奇怪 但这个技能的背后 却有一个很励志 很感人的故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昆昆这个怪物 是一只鸡肋的怪物 它的翅膀很短小 是不具备飞行能力的 据传说 世界上第一只诞生的昆昆 很羡慕天上飞行的鸟兽 所以 它日复一日 不断在悬崖边跳下 练习飞行 哪怕摔得遍体鳞伤 也没有放弃过 似乎老天 被它的这种 坚持不懈的精神打动 就在它这样练习 时长达到两年半的时候 终于 昆昆奇迹般地 领悟了这个技能 自那以后 世界上的每一只昆昆 在生下来时 常达到两年半的时候 就会掌握这一个 被誉为奇迹的技能 所以 这个技能叫做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先不管故事 是真是假 但该说不说 技能本身效果 确实不错 不但能获得飞行能力 还能获得掌握 风属性能量的能力 更是会加强 风属性的武斗技 这点比双族雷鸟的 雷霆之力 似乎还要耗一些 好了 睡一觉 明早再回去吧 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现在回去 会引起陈卫军的怀疑 所以牧尘打算 在这里睡一觉 然后等明天白天 再择机回去 想着 牧尘随意 找了一个草地 就这么以天为备 以地位床睡觉了 这个场景 要是被其他人看到 大概会觉得 这个人是疯了 一个人 就这么大摇大摆地 睡在野外 这大概 也只有牧尘这样的人才 才敢这么做吧 一夜相安无事 当太阳悄悄升起 惊艳所有人的时候 牧尘也伸了一个懒腰 踏上了回城的道路 原本牧尘还以为 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 城门应该会戒备森严 至少会盘查入成人的身份 牧尘甚至连借口都准备好了 但没想到 城门口完全和平日一样 那负责登记的城卫 根本连核对都没有核对 就放牧尘回城里了 这让牧尘的心里 不由有一些疑惑 奇怪 我的身份 不会露线了吧 第48章 震惊 牧尘的弱点竟然是 城卫的不作为 让牧尘感觉一点不对劲 正常来说 军区昨天在发现 自己的技能之后 应该会认识 这个技能的强大和独特性 就算不接近自己 应该会调查自己吧 但现在看来 一点措施都没有啊 这样的反常情况 让牧尘猜测 要么是军方有其他的调查渠道 要么就是已经知道 昨天晚上的神秘人是谁了 不过 他并没有在意这么多 昨天不露面 只是不想过早和军方扯上关系 要是军方真的找上了自己 直接承认便是了 反正也没什么好怕的 带着这个心情 牧尘很快便回到了学校 他刚刚回到自己的别墅门口 还没有开门进去 就遇到了黎心莲 从自家别墅里 开着一辆粉色的敞篷跑车 从屋子里出来 黎心莲见到牧尘 将车停在了他身边 手搭在车窗上 探着头 刚想说些什么 却忽然表情变了变 微微醋眉 扫射着牧尘 好奇地问道 牧尘 你身上怎么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血腥味 牧尘微微一愣 拉起衣服仔细地闻一闻 微微摇头 没有啊 我怎么没闻到 我的嗅觉很灵的 虽然这股血腥味很淡 但我能闻得到 黎心莲说到这里 就停了下来 他嘟着嘴 仔细打量着牧尘 装作一副侦探模样 小声嘀咕道 昨晚没有回家 身上有淡淡的血腥味 一大早就偷溜着回来 心机之蛙 一直摸你肚子 你该不会 被你看出来了 牧尘随意笑了笑 他刚想承认自己昨晚 是独自去刷怪了 却听到黎心莲 有一些震惊的惊呼道 谁去偷心了 任天堂听到这话 瞬间将头 从自家的窗户伸了出来 他看到黎心莲捂着嘴巴 表情有一些不敢相信 牧尘则一副 你听我解释的模样 站在黎心莲的车前 这让不明所以的任天堂 立马拍照发了一个朋友圈 震惊 我的好兄弟偷心被抓 呸 渣男 只不过 朋友圈还没有发出去 他就被牧尘的死亡凝视给盯着 之后 任天堂就默默删出了 编辑好的文字 我昨天晚上 是去刷怪了 牧尘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没想到黎心莲看起来 那么高冷的一个女神 思想还挺奇怪的 这是狗血小说看多了吧 黎心莲听到牧尘的解释 无嘴笑了笑 原来是这样 难怪你电话也打不通 是啊 要不是知道 你防御无敌 我都准备去报警了 这个时候 任天堂也从家里出来了 牧尘看二人都在找自己 所以好奇地问道 怎么了 是有什么急事吗 任天堂开口说道 昨天徐老师是来告诉我们 说是按照惯例 一周之后 有一场全国新生大赛 本来是想问问 你参不参加的 但你的电话打不通 再加上这个参赛 是有学分和武斗技 他想你应该不会拒绝 所以 已经帮你报名了 我知道了 牧尘原本对什么新生大赛 是没有什么特别兴趣的 毕竟他现在的等级 实力 已经足以证明 自己是新生里最强的一位了 对于去虐菜 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 不过 看在有学分和武斗技的份上 倒是可以去玩一玩 似乎是知道牧尘在想些什么 黎兴莲的表情 微微有一些奇怪的问道 你该不会觉得自己高枕无忧 我拿第一了吧 嗯哼 不然呢 牧尘自信地反问了一句 这让黎兴莲摇了摇头 他直接对着空气呼唤道 大鼓 把最新的论坛信息 展现给我们看 好的 黎同学 AI精灵 大鼓无处不在 黎兴莲一句话 他就凭空出现了 这个时候 大鼓投影了一个虚拟屏幕 在牧尘和黎兴莲面前 这是全国最知名的大学论坛 上面活跃的 都是各大学校的顶尖人物 甚至还有一些导师 也在里面活跃着 上面热搜的第一条帖子 就是关于牧尘的 原本这也没什么 毕竟昨天牧尘刚刚入学 就挑了一个大二的学长 这件事情 肯定是包不住的 所以冲上全国大学生论坛 热搜第一 牧尘觉得 也没什么好稀奇的 但是一看标题 牧尘的眉头就微微皱起 无人能敌 起底最强心生 牧尘的愣得虚名 这个标题 一看就很有点击欲望 离心莲手指虚空一点 直接点了进去 并为牧尘解释道 这篇帖子 是昨天下午冲上热搜的 发帖者是帝都大学 著名的对战导师 裴虎 上面一一解析了你的弱点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牧尘点了点头 开始查看这篇帖子 这篇帖子很长 预计仔细读完要20分钟 但牧尘不需要读得那么仔细 只需要看得大概就明白了 帝都大学的导师裴虎指出 牧尘的恶魔史莱姆技能吸收 是一个拥有概念及效果的强大神技 只要在这个等级限制内 任何攻击都无法对牧尘造成伤害 原本因为技能太过强大 所以这个技能是无法用任何方法升级 但牧尘却可以不受这个限制 让吸收不断提高等级 按照陪虎的猜想 牧尘能够免疫等级达到132级的中道 所造成的攻击 那么就这个吸收的等级 至少是B级以上 看到这里的时候 牧尘觉得这个陪虎还是有点东西的 因为他的猜想完全是正确的 牧尘继续往下看 这个时候帖子也进入到了正题 在吸收等级提升的基础上 陪虎又做出了另一种猜想 那就是牧尘所发出的强大攻击 全部都是在挨打之后才爆发出来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 陪虎还收集了牧尘所有战斗视频 画面中的那几段 都是牧尘先是被动吸收伤害 然后到了一定极限之后 才会发出强有力的秒杀攻击 他还说明 如果牧尘一开始就有秒人的能力 为什么非要被动挨打 难道就是为了装逼耍酷吗 所以最后的结论 就是只要不攻击牧尘 那么就不会遇到强大的反击 那么牧尘就会成为一个 拥有强大防御力 但是却没有任何攻击力的废人一个 最后 陪虎又指出 牧尘的防御确实无解 但如果在新生大赛遇到牧尘 并非是不可战胜的 只需要不攻击 和他一起拖时间 那么按照大赛的规定 平局过后 会采用其他方法来决定胜负 到时候 就可以战胜这个 浪得虚名的最强新生牧尘 第49章 疯了吧 刚刚入学两天 等级超过100级了 5分钟后 牧尘看完了这个热帖 有一些佩服地说了一句 这个陪导师 确实有点意思 没想到这么快 就把我的技能分析得如此彻底 黎星连一听 有一些惊讶道 这么说 帝都大学的这个陪导师 说的都是真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 这次的新生大赛 可能就不会那么轻松了 要知道 虽然你高考十分亮眼 刚入学就挑了大二学长 但全国的那些天才们 可是一直都很不服你呢 任天堂也跟着说了一句 牧尘自称是新生带的光 是这个时代的临跑者 这么高调 装逼的话 当然会引起其他同期新生不满 特别是那些位于其他大学的新生们 一个个都想通过击败牧尘来证明自己 只不过 高考才刚刚过完 牧尘又在入学这一天 又干了一件大事 这让原本不服牧尘的人 一个个都不敢吭声了 因为他们设身处地地想 自己做不到牧尘这样的战绩 一个可以在三十多级 秒了一百多级的牧尘 谁有办法对抗 但现在这篇文章 完全指出了牧尘的弱点 那么 在新生大赛的时候 不难想象 牧尘会成为所有人针对的目标 对此 牧尘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这个裴湖导师 说的是真的 他想过自己的战斗方式 会被识破 但却没想到 这才刚刚过去一天的时间 就被帝都大学的人给研究透了 那你还笑得出来啊 如果真的拖入到平局 那你引以为傲的防御力 就成为摆设了 黎心莲有一些着急地说了一句 看到他为自己着急的样子 牧尘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 放心 不会拖到那一步的 在比赛中拖时间 确实可以对付自己 如果是昨天之前 牧尘还会担心 这个新生大赛要怎么办 但他是一个十分上进的人 正所谓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那寅远的三年 教诲他不能给别人一丝的机会 也不能让自己松懈一刻 所以他从来都不会安于现状 觉得自己防御五百级内无敌 就可以安安稳稳过完整个大学生活了 相反 他昨天可是在野外那种危险的地方 杀了整整一天的凶猛怪物 还策划 引导了一场血腥杀戮盛宴 可以说他有今天 全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所以现在的他 早已经今非昔比 无敌的防御力 加上炸裂的输出 新生当中 谁敢在自己面前 言无敌 哪个又敢撑不败 不攻击自己 就可以拖时间胜利 质疑自己最强新生的名号 正好 这一次的全国新生大赛 他要让所有敢挑战自己的人都知道 天才 只不过是见他的门槛罢了 黎星连和任天堂 看到牧尘这副自信的样子 一时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因为他们都了解 牧尘不是一个打肿脸当胖子的 相反 他是一个谜一样的人 当初就算是一直关心他的任天堂 都不知道牧尘会这样突然崛起 所以在任天堂和黎星连的眼里 牧尘说有办法 那就是真的有办法 他说不会拖到平局 那么就一定不会拖到平局 只不过黎星连和任天堂 都不确定牧尘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战斗 对于这个问题 牧尘也没有明说 因为他不知道 会不会被其他人给泄露出去 只是让二人到时候期待就好了 黎星连和牧尘聊了一会 就离开别墅去了 因为要参加全博新生大赛 这几天二人都比较忙 不但白天要去找导师 练习 提升武斗技 晚上还需要刷副本 提升自己的等级 这一点 牧尘就省了不少的时间 他只需要继续刷怪 获得神之力就可以了 原本黎星连和任天堂 还邀请牧尘晚上一起刷副本的 但是现在牧尘的等级 已经超过二人太多了 所以就找了一个借口 婉拒了他们的邀约 和黎星连任天堂分别之后 牧尘便回到家里洗了一个澡 随后 牧尘随便开着一辆相对低调的G63 前往了学校的副本区域 这几天 他是不会再去意外了 所以副本区域 就是牧尘最好的练技场所 十多分钟后 牧尘来到了古都大学的副本大厅门口 刚下车 周围就传来了一阵骚动 快看 是牧尘 好帅啊 怎么会有这么帅 又这么强的完美男啊 好想和他约会啊 不好我花吃饭了 你那是花吃饭了吗 你那是馋他身体 你下见 下次带上我一起馋 因为入学那一天牧尘的表现 已经经过两天的发酵 被全校广为人知了 牧尘强大的实力 加上帅气的外表 已经在一夜之间 登顶了古都大学女生暗恋榜头名 虽然昨天帝都大学的裴虎教授 公开抨击了牧尘 是用心机取得了如此的成绩 但这不妨碍他又帅又强的事实 所以这些学姐们看到牧尘来到了这里 立马包围了过来 纷纷索要签名合照 人出名之后 确实比较恼火 不过牧尘已经学会了一招 来应对在这些白嫖怪 那就是签名一千学分一次 加微信五千学分一个好友位 合照也同样是五千一次 如果需要更进一步的亲密动作 则是一万起步 在听到牧尘这名马标价的举动之后 那些学姐们就跑开了 毕竟这些人只是一些蹭热度的 不会真的有人愿意赴学分的 周围亲近之后 牧尘来到了副本大厅 这里人声鼎沸 有不少人在这里叫嚷着 挑选着适合自己的副本 牧尘进来的时候 也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但他们是来这里刷副本升级的 只是单单看了牧尘一眼 便继续自己的事情了 这里分为组队区和单人区 如果需要队友 那么就可以去组队区找队友 如果想单通 直接前往单人区就好了 牧尘对组队进入副本 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 所以他直接走到了单人区 这里是根据副本的准入等级划分区域的 每50级 为一个区域最高到300级 一开始并没有人注意牧尘 但是 当牧尘的步伐 毫不犹豫走向了100-150级 这个副本区域的时候 所有人都纷纷又猛逼了 一个刚刚入学 才刚刚两天的新生 等级就达到100级以上了 要不要这么离谱啊 一天50级 还是一天100级 人家大学一年 才刚刚137级 你刚刚入学两天就超过100级了 开挂都不能升级这么快吧 这个牧尘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第50章 全新形态 天怒 牧尘没有去管那些人怎么想 他也知道 自己升级太快会被质疑 但他是不可能因为别人会怀疑自己 就特意去隐瞒自己的实力 扮猪吃老虎 那种老掉牙的套路 他是没有一点兴趣 有实力 为什么要低调 明明已经超过了其他人那么多了 为什么要装弱 装孙子 一路碾压 难道不爽吗 没有去管其他人怎么看自己 牧尘来到这个副本区域之后 很快便选择了一个副本 他来到了一个老师面前 微微一笑 老师 我打算去150级的元素之森副本 麻烦帮我报名一下低预级难度 好的牧尘同学 不过在这之前 你需要更新一下自己的信息 请站到这个等级监测仪面前 释放自己的能量 负责老师说了一句 原本 AI精灵大鼓 是会收集学生的等级信息 然后记录在学生证上的 不需要这么麻烦的 但因为 牧尘并不是在学校里进行升级的 所以他的等级信息 还是停留在一开始记录的37级 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更新 为了安全起见 老师会这么要求 也很正常 在老师这么要求的时候 牧尘的周围 已经挤满了其他围观的人 他们一个个都打算看看 牧尘的等级到底达到多少了 大多数人 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任之外的事情 他们此时都觉得 牧尘之所以会来这个区域 是因为他刚刚入学不久 不了解副本挑战的规则 想要靠自己的防御力 去挑战更高级的副本 但很快 他们一个个都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只见牧尘没有任何意见 来到了仪器面前 释放出自己的能量 下一秒 在仪器的嗡名声中 牧尘的等级数值一路飙升 仅仅数秒的功夫 就从一开始的37级 来到了125级 这一刻 原本还在议论纷纷的副本区域 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接下来 是震耳欲聋的惊呼 我的天 这个牧尘 真的两天升了快一百级 牧尘 你他娘的真是一个怪物啊 甘拜下风 真的甘拜下风 以后我宣布 天才是天才 牧尘是牧尘 在牧尘面前 天才是个什么垃圾玩意 两天时间升了88级 这个升级速度 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没有人知道 牧尘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但这一刻 大家又更崇拜牧尘了 就连这个副本的负责老师 也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 看着眼前的这个脸上 始终带着淡淡微笑的牧尘 一脸惊讶地说道 牧尘同学 你可真是每一次都能让人震惊啊 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地强大 牧尘十分自恋地笑了笑 这才哪到哪啊 如果让他们知道 自己不但等级提高了88级 就连原本那菜道 没眼看的成长属性 都已经达到了综合A价的水平 这些人岂不是眼珠 都要被自己震惊掉 不过饭要一口口吃 底牌要一点点量 既然这个仪器 只检测等级 并不会监测其他的信息 所以牧尘也没打算 现在就把自己的成长属性 亮给他们看 他笑着对那老师问道 我可以进去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那负责老师将牧尘的学生证 还给了牧尘 并拿出了一个传送石 交给牧尘 吩咐道 元素之森 150级地域难度 挑战一次需要5000学分 已经扣除了 另外 副本不是游戏 请不要到处浪 以免把自己浪死 如果不敌 可以使用传送石离开 这和你的高考考核是一样的 我了解了 牧尘礼貌地道了一声谢 随后拿着传送石就离开了 这里的副本和高考师的副本 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都是让这个世界的人 在真正接触野外之前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副本里的怪物 一般情况下会更弱一些 数量上也没有野外那么多 更不会像野外那样 随机活动在任意的范围 当然 这些都是指的普通难度 难度越往上 怪物就会越多越强 也越有智慧 特别是到了地域难度时 副本里的怪物 就比野外的怪物 要更加强大了 所以 这种地域难度的副本 严格来说 比野外危险一些 一般的武装者都是 带上药品 道具 准备十分充分之后 才敢来挑战 像牧尘这种什么都不准备 还是以125级 就来挑战150级地域难度 难度副本的人 还真的独一分 牧尘走了一小段路 来到了一个传送镇上 转眼的功夫 就被传送到了一个 色彩斑斓的大路上 武装 变身 牧尘一进入 这片地域及难度的区域 立即启动了武装形态 尽管这里色彩斑斓 看似美丽 实际上却充满了无尽的危险 地域及难度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轻松面对的 他这边刚刚武装后 还未过十秒的时间 周围的空气就变得异常炙热 牧尘还没有看清楚周围的情况 一股热浪已经迎面袭来 炙热的火焰迅速包围了牧尘 形成了一道威力强大的火焰漩涡 这就是地域及难度吗 牧尘看着包围着自己的火焰漩涡 微微感慨了一句 他原本以为 自己的成长已经够强大了 但地域难度的 果然不是谁都可以来的 就刚刚这一击 他已经不像之前 连看都看不见 就被攻击命中了 综合成长提升到A家的现在 牧尘刚刚是可以躲开这次袭击的 但即便他躲开 也会被这覆盖范围强大的攻击伤害到 因为这里的怪物 实在是太强大了 牧尘的目光 透过漫天火焰 看向了不远处的一条巨大火蛇 等级130级 成长A级 这就是150级 地域难度副本 元素之森的普通怪物 不过正好 适合练手 牧尘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轻轻吐出几个字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伴随着这句话落下 牧尘的身上 忽然爆发出一阵八级大狂风 大风出现的瞬间 就将这包裹着他的火焰漩涡 瞬间吹散 与此同时 牧尘的背后 展开了一双帅气的黑色羽翼 然而 这还不是全部 羽翼展开后没多久 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 突然从天而降 一道道恐怖的电光 在牧尘的体表外闪烁不已 黑色羽翼和电光交相辉映 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面 原本武装过后已经十分帅气的牧尘 在这两个元素的加持下 变得更加英勇无比 帅气逼人 如同降临在各世界的神志一般 仅仅是站在这里 就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牧尘对着不远处 已经被惊呆的火蛇 自顾自地笑了笑 你很幸运 是第一个见识到我这个全新形态的生物 我把这个形态称之为天怒 希望你能记住 第五十一章 天怒之下 万物皆寂灭 天怒之下 万物皆寂灭 牧尘淡淡开口 声音如雷霆滚滚 仿佛来自天穷深处 黑色羽翼轻轻煽动 将空气切割的嗤嗤作响 这一形态 正是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和雷霆之力的结合体 这两个技能 全部都是持续技能 只要开启 就会不断消耗牧尘的精力 如果是原来的成长 牧尘是根本不敢开的 更别说是两个一起使用了 但现在 他的精神成长已经达到了A加 足以他开启这两个形态装逼了 不远处的喷火蛇也感受到了 牧尘身上散发出来强大的压迫力 他原本张扬的气焰 在牧尘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 这并没有让他退缩 反而激起了他的凶性 只见他瞬间张开大口 一团炽热的火焰 再次从他的口中喷射而出 火焰在空中形成一道炽热的弧线 朝着牧尘快速卷席而去 雕虫小技也敢搬门弄斧 牧尘眼里闪过了一丝冷芒 他背后的羽翼迅速煽动 刹那间狂风激荡形成了一片旋转的锋刃屏障 数不清的锋刃和火焰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了阵阵爆炸 这突如其来的反击让喷火蛇大感意外 他的火焰被锋刃割成了数段 炙热的火星四散飞溅 牧尘见状 微微一笑 他的身形如电光般闪动 瞬间穿过了爆炸的火焰 出现在喷火蛇的上空 只见牧尘手中的大剑上 缠绕上了恐怖的电光 一声惊雷从牧尘身上传来 下一秒 牧尘化作闪电 带着强大的力量和无法捉摸的速度 斩向喷火蛇的头颅 喷火蛇感到了生命的威胁 急忙扭动身躯躲避 然而 牧尘的攻势太快了 他根本没办法躲开这一剑 只能眼睁睁看着剑影不断放大 最后被牧尘这普通一剑 直接斩杀 恭喜您击杀了130级喷火蛇 您获得了1300点神之力 战斗时间13秒 扣除掉10秒的装逼时间 在这个状态下 解决一只普通小怪只需要3秒吗 倒是算得上强大 牧尘看着死亡的喷火蛇 满意地笑了笑 刚才的攻击 他并没有动用吸收的反击之力 也没有动用自己的武斗技 只是用雷霆之力的雷电 对武器进行了加持 就轻易斩杀这喷火蛇了 成长属性强化上来之后 战斗力确实变得强大很多 这在以前完全是不敢想的事情 按照牧尘的估算 天怒形态下 即使不靠吸收的防御力 也可以轻松击败中道了 这比原来预期 需要苦战才能击败 好了不止一个档次 可怜的中道 已经变成一个伎俩单位了 如果这事情被中道知道的话 大概会直接被气得退学吧 牧尘摇了摇头 没有多想 对着地上的尸体 发动了捕食 这就是他另一个强大的地方 即使开启了两个持续性技能 不断在消耗精神力 但只要有击杀 就完全不用担心消耗 因为牧尘可以通过捕食 来弥补他消耗的能量 一只喷火蛇下肚 刚刚被消耗能量 轻而易举的就被补满了 所谓的无消耗 可不是说说而已 接下来试一试武斗技吧 刚才试验了技能 研究出了一个强大的新形态 那么现在就该试一试 武斗技的强大了 牧尘来这里 除了刷神之力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那就是 在这里试验自己的抛开 吸收以外的战斗力 这个地狱及副本 并没有其他人在 即使会被大鼓记录 但学生是并没有权限查看 只有古都大学的高层 可以查看大鼓记录的所有数据 这些学校的高层 是不可能会把自己的数据 公布给其他学校研究 所以副本内 就是一个测试战斗力的最好场所 再加上如今 吸收的秘密 已经被帝都大学破解了 那么 想要在全国新生大赛上 以压倒性的优势 力压其他学校的超级添交 取得第一名的成绩 就必须要用其他的战斗方式来解决 之前他的成长太低 虽然有着EX及武斗技 以及其他的技能 但却发挥不出什么太大的威力 但现在牧尘已经今非昔比了 想到这里 牧尘扇动着自己的翅膀 快速朝着前方掠去 一路上 他都会操控 风来激怒遇到的怪物 让这些怪物 不断地追击自己 如果是正常人 根本不敢这样做 因为这些元素怪物 可比那些只会撕咬的怪物们 还要强大 不是你飞得高 跑得快 就可以放风筝他们 他们可以使用元素攻击 进行远程和范围伤害 牧尘都已经不记得 自己被攻击多少次了 如果不是吸收仔 他现在应该被轰击的 连渣渣都不胜了 但没办法 他就是这么的强大 硬生生扛着这些怪物的攻击 将超过50只的怪物 全部都聚集在了自己的身后 这其中还包括了一只领主级 十只精英级怪物 原本这种情况 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领主级怪物领地意识很强大 是断然不会让其他怪物 进入他的领地 也不会贸然离开自己的领地 但牧尘真的太监了 牧尘看到这个领主 不肯追着自己打 于是就用锋刃切钉钉 用电击制烤蛋蛋 这把那只领主怪物 气得不要原则了 直接带领着周围的怪物 狂追着牧尘几条街 这个时候 那些怪物们都打累了 说出来可能都没有人性 他们追着牧尘狂轰了十多分钟 然后 被狂轰滥炸的人 屁事没有一点 他们这些追着人杀的怪物 反而此时一个个都累成了狗 他们此时都在怀疑 到底谁才是怪物啊 为什么一个人类 会比怪物更像怪物 家人们 谁懂这种痛苦啊 牧尘看到 身后这些怪物 已经开始筋疲力竭了 不由停下了脚步 有一些失望地摇了摇头 没想到只是跟着我 就耗费了你们所有的精力 是我太高估你们了 本来牧尘的想法 是想把这些怪物 引到禁区里去 然后连带着Boss一起秒了 但现在看来 需要提前出手了 也罢 50多只怪物也够了 牧尘停在了 这群怪物的面前 嘴角微微上扬 让我看看 EX集武斗技 到底能发挥出什么样的威力 你们这群怪物 又有多少可以在这一招之下活下来 说吧 牧尘的体内 忽然爆发出一股狂暴的能量 那能量 带着毁灭的气息 似乎那是一种来自血脉的压制 让所有的怪物们 都感到了来自灵魂深处站立 这一刻 牧尘的身影变得高大而凌厉 他的声音低沉而嘶哑 带着一股令人心计的威严 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第52章 意外之喜 强大的EX集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牧尘的声音响彻天地间 伴随着他的一声呼喝 恐怖的能量在牧尘身后 凝聚成一道巨大的恐怖巨恶虚影 这道巨恶虚影 神区覆盖着坚固的鳞片 巨大的嘴巴散发着凶狠的气息 似乎能把一切都给吞噬 将整个区域的天空映照得一片黑色 吼吼 隐隐之间 一声嘶吼 在所有怪物面前炸开 霸海恶魔的嘶吼声震荡四方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恐怖气息 牧尘在这一刻 似乎和恶魔融为了一体 他的目光锁定前方的怪物群 身后的霸海恶魔 巨大的虚影 如山巒般溢立在那里 仿佛要将一切都镇压在脚下 攻击都未发出 只是使用武斗技的气势 就让整个空间充满了暴虐 狂暴的气息 包括那只领主级怪物 所有的怪物们在这一刻 全部都忍不住颤抖 他们那没有太多表情的脸上 这一刻 全部写满了浓浓的恐惧 来吧 展示 牧尘将所有狂暴的能量 全部引导在了自己的大剑上 轻轻一剑展出 牧尘身后的恶魔虚影 似乎从剑刃中得到了解放 它缠绕在牧尘的剑芒之中 形成一股狂暴的气流 剑芒散发出的湛蓝色光芒 和恶魔虚影相互交融 构成了一幅灰弘而凶猛的画面 那恶魔 虚影张大着巨嘴 宛如灭世巨兽一般 朝着成群的怪物们掠去 这一击 仿佛是毁灭性的灾难降临 就连空气 仿佛都在剧烈振战 霸道的剑光 吞噬一切 那些怪物们惊恐无比 往日里无比强大的它们 在这一招面前 显得如同脆弱的羔羊 根本无法抵挡着EX及武斗技的威力 剑光家带着恶魔的嘶吼 将所有的怪物们卷入其中 瞬间化为灰烬 整个战场上 只留下了翻滚的尘土 和牧尘傲立在战场中央的霸气身影 恭喜您击杀了148级灵主级熔岩巨人 获得了30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144级精英级那家女妖 您获得了18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135级精英级风暴卫士 您获得了18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135级雷电球 您获得了14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125级132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一剑仅仅是一剑 牧尘就将刚刚聚集了20多分钟 聚集起来的58只怪物尽数秒杀 哪怕是那只领主级的熔岩巨人 在这一招下也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这一次 轮到牧尘自己被震惊到了 他看着自己造成的破坏现场 眼里满是震惊之色 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这就是EX级武斗技的威力吗 这是牧尘第一次使用EX级武斗技 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次使用武斗技 原本按照他的设想 能够击杀十来只就算不错了 能杀20多只就是惊喜了 即便是最好的想象 一击能杀三四十只 那就是对得起EX级这个品质了 但似乎是他格局小了 没有了解EX级品质的稀有和威力 虽然刚才那一件 几乎抽空了他所有的体力 但把包括领主级怪物在内 所有的怪物都给秒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怖威力 自己的体魄成长 也不过才A加啊 自己的霸海恶魔沙 也不过是才出级啊 这两个不算最强大的组合 竟然都能爆发如此的威力 那如果自己的成长达到了EX级 霸海恶魔沙的熟练等级达到巅峰呢 那这一招 岂不是有毁天灭地之能 事实上 确实是牧尘小瞧了EX级武斗技了 武斗技虽然不如技能稀有 但是却可以将体内的能量 发挥出超过自身等级数倍 数十倍 甚至数百倍的威力 根据《起源之书》的定义 S加级品质的武斗技 初级时可以发挥出超过自身等级成长 权力普通攻击时的5倍威力 中级时是6倍 高级是7倍 圆满是8倍 巅峰是9倍 到了SS级 初级就是10倍 中级11倍 巅峰14倍 SS加级 从14倍开始 巅峰是18倍 SSS级时是直接3倍了 初级就是36倍 巅峰是40倍 SSS加级时 初级是80倍 巅峰是84倍 EX级时又不一样了 初级是160倍 终级时是170倍 高级是180倍 圆满是190倍 巅峰是200倍 这还只是数值上的定义 实际的破坏力 会远比数值看上去更加的强大 这样看的话 以牧尘目前的成长 160倍的加成 秒掉这些怪物 很难吗 当然是不难的 而且 牧尘没有了解过 整个东皇100多年以来 总共就出现了不到30本 EX级武斗技 他以为古都大学能送S加级武斗技 就下意识地觉得 武斗技没有技能值钱 其实是一种偏见 看来真是意外之喜啊 牧尘一边用捕石 恢复自己的体力 一边暗自惊叹 EX级武斗技的不凡 经过了这一次 使用了EX级武斗技后 他也重新对武斗技的 有了新的定义 也就是这个时候 他才意识到 那个强大无比的 岛规爷爷给的东西 又怎么可能会是凡物呢 神之力 又差不多快十万了吗 牧尘自己都被自己的 杀戮速度 吓了一大跳 进来的时候 125级 现在已经132级了 昨天才刚刚花了 十多万神之力 现在又累计到了 78900点 这个速度 牧尘是真的没想到 他暂时没有大幅 使用这些神之力 只是再次把 捕石的等级提高一下 您成功消耗了 1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捕石 提高到了A级 捕石 A级 可以捕石300级以内的 一切生物 能够补充自己消耗的能量 记忆 每七天的第一次捕石 100% 获得目标的一个技能 但需要注意 对有意识的生物 捕石成功率较低 因为捕石技能得到了强化 CD得到了刷新 现在您下一次捕石目标 必定会触发100% 获得技能的效果 当前剩余 68900点神之力 那么 该去最后的BOSS了 捕石得到强化后 又可以进行技能捕石了 副本的怪物 基本也死干净了 所以 牧尘没有任何犹豫 朝着元素之森的禁区走去 第53章 看不到的敌人 才是最可怕的 元素之森的禁区 是一个美丽的仙境 这里看上去十分美丽 完全和禁区 地狱及难度 这两个关键词 扯不上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往往最迷人的 才是最危险的 不过这一切 都和牧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他大摇大摆地 走在路上 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御 似乎就是来这里观光旅游的一样 正走着呢 忽然 大地发生了震动 牧尘的脚下 十几根吐刺瞬间杀出 让人没有任何的防御和躲闪空间 如果是普通武装者 在这次的偷袭下 早已经被刺成筛子了 但这些蕴含着强大能量的吐刺 却拿牧尘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们在靠近牧尘的时候 就全部被吸收 散发的黑色光芒所吸收 没有起到一丁点的波澜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又传来了破空声 牧尘闻声望去 吐刺攻击刚刚出现 竟然又是十多根冰锥 又从四面八方袭来 杀我之心不死啊 牧尘微微摇了摇头 身后黑色羽翼轻轻挥动 羽翼挥动间 牧尘的周围 瞬间形成了一道狂风障壁 将这些急速袭来的冰锥 尽数挡下 即使不用吸收的技能 牧尘也可以挡住这些攻势 不过这个时候 牧尘的眉头却忽然皱了皱 因为他的目光在四处寻找 都没有找到这个boss在哪 难道这个boss会隐身不成 牧尘疑惑之余 不远处又是凭空一道火蛇袭来 这一次还是只见攻击 不见boss身影 牧尘挥手挡住攻击之后 看着这空无一物的禁区 冷冷一笑 偷鸡摸狗的家伙 你以为你躲起来 我就没办法找到你了 话音落下 牧尘身后的黑色羽翼 快速舞动 顿时 以牧尘为中心 整个禁区狂风大作 锋利的锋刃 将周围的空气来回切割 boss不出来 那就打到你出来为止 牧尘操控着 风对整片区域进行肆虐 没过多久 牧尘眼里寒芒一闪而过 注视着不远处用元素技能 挡住自己攻击的透明boss 冷冷一笑 找到你了吧 说这话的同时 牧尘的身上电光肆虐 一股恐怖的气势 由他的体内爆发而出 隐隐之中 还有龙银作伴 这一次 牧尘要试验的 是自己的S加级武斗技 雷霆龙破绽 他体内的能量 在这一刻 全部凝聚成了狂暴的雷电元素 整个身躯仿佛被雷霆所包裹 他手中的大剑 放射出刺眼的电芒 形成一道剑光 雷霆龙破绽 牧尘低喝一声 大剑劈下 一道强大的龙形光影 在雷电中凭空诞生 向着透明boss的方向 劈斩而去 这一招 蕴含了强大的雷电力量 不仅攻击力极高 而且具有穿透和破坏性 那龙形光影速度奇快地 斩向boss 将周围的空气都挤压扭曲 所过之处 形成了一片雷电风暴 在雷光的照耀下 牧尘才看清那boss的身影 那是一只身体 接近透明的巨大麋鹿 此时 看到剑芒临近 他的眼里 充满了恐惧 正在奋力扭转自己的位置 试图躲避致命伤害 但 雷霆龙破绽的速度 太快了 他虽然努力避开 可狂暴的雷电能量 瞬间动穿了 他修长的脖梗 瞬间将其重创 哦吼 元素麋鹿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 最终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 你可能是我第一次出手 没有秒掉的生物了 牧尘对这一招的威力 有一些不太满意 虽然雷霆龙破绽 只是S加级的武斗技 但毕竟是在 雷霆之力的加持下 获得了100%的加强 也就是说 完全可以当终极熟练度来看待 但即便是这样 都没办法秒掉这boss 果然和EX级的武斗技 相差甚远 元素麋鹿听到牧尘的话 气得顿时大吐一口鲜血 原本就奄奄一息的他 现在更是只剩一口气了 而这一口气 也是为了在临死之前 恶狠狠地瞪目尘一眼 你一个人嘞 来挑战我 用雷鼠性的武斗技 把拥有元素皮肤的我 打到重伤冰死 还不满意啊 要知道 元素皮肤 可是可以免疫超过 50%的元素伤害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都耐把我打成重伤冰死 你还要怎样 更何况 重伤冰死 就不是秒杀吗 非得直接隔屁 才叫秒杀呀 恭喜您击杀了 150级领主级元素迷路 您获得了40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132级 133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瞪完牧尘这一眼 元素迷路就隔屁了 他到死 都是死不瞑目地看着牧尘 这让牧尘有一些疑惑 这家伙干嘛这样瞪着我 看着还怪吓人的 牧尘摇了摇头 对着元素迷路的尸体 使用了捕食 恭喜您捕食成功 能量得到了回复 并成功获得元素迷路的独有技能 元素化 A级 元素化 A级 可以将自己的身影 进行元素化 让你完美地融入到触碰的元素当中 使等级低于300级的生物 无法通过肉眼 感知技能 看到你的存在 但是如果遭受到攻击 则会被迫现身 另外 在元素化期间 你可以行动 攻击 做运动 不会因为自身动作而现身 并且所有元素技能 武斗技威力 提高50% 咦 竟然捕食到了这个技能 牧尘对捕食到这个技能 还是有一点点惊喜的 因为这可是隐身啊 和透视 时间停止一样 都是每一个男孩子梦梦以求的技能 有了这个技能 偷看 嗨嗨 牧尘赶忙摇了摇头 打断了这个猥琐的念头 抛开这些邪恶的想法不谈 这个技能也是很有用的 如果刚才不是自己可以大范围制造攻击 逼得那元素迷路现身 再加上自己防御无敌 要不然真的会被这个boss 利用这个技能活活玩死 毕竟自古以来 看不到的敌人 才是最可怕的 第54章 这小子好话呀 但我好喜欢啊 捕食完毕 牧尘就离开了副本 第一次通关副本 是会被传送到结算空间的 就类似于牧尘当时通关高考副本一样 但学校存在的副本 早在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被人给通关过了 所以 自然就没有结算奖励这一说法了 牧尘走进传送门之后 就直接被传送到了 副本大厅的传送阵 但就在这个时候 整个副本大厅 忽然出现了一道广播 恭喜我校牧尘同学 以33分钟的成绩 顺利通关了150级副本元素之森 地域难度 并创下了最快通关记录 特此奖励3万学分 喂喂 我没听错吧 33分钟通关150级地域副本 我低个乖乖 牧尘会通关地域难度 我一点都不惊讶 但是他 他不是没有什么攻击力吗 怎么30多分钟就通关了 是啊 我记得元素之森地域难度 之前的记录 好像是一个小时30分钟吧 毕竟是地域难度啊 这个速度已经很离谱了啊 现在你告诉我 牧尘一个没有什么群攻能力 和攻击力的人 半小时多顶点就通关了 广播出现的这一刻 整个副本大厅都沸腾了 大家都知道 牧尘防御很强 他去刷副本 通关是没什么好惊讶的 但破通关时间记录 是几个意思 还是比之前记录 快了整整一个小时 要知道 这可是地域级难度啊 一个半小时通关 都是佼佼者了 现在 牧尘只花了半个小时就过了 这种事情 真的让人无法接受 不单单是他们 这些人震惊了 就连校领导 也纷纷震惊了 这个时候 负责管理副本大厅 武斗学院院长 赵光玉 此时看着 AAI精灵大鼓 在副本内所记录的 牧尘通关数据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通关副本时间 33分27秒 实际战斗时间 7分30秒 副本击杀进度 99.3% 精英怪击杀 100% 领主怪击杀 100% 最高击杀数 58只 这个数据 有多么的吓人 虽然没有录像 但是从这个数据 可以看出 牧尘一共用了 33分27秒的时间 通过了地域级难度的 元素之森 这并不是 直接利用自己的技能 去找Boss 然后特意做出来的一个记录 精英怪全间 领主怪全间 刷怪进度99.3% 证明牧尘 把整个副本里的怪物 全部都击杀得差不多了 单单是这一份数据 就足以证明 牧尘的实力 有多么强大了 完全和之前 帝都大学的 裴虎教授分析的不一样 什么要被动挨打之后 才能释放强大的攻击 这种击杀数据 就算是一只只秒 都需要花费 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说牧尘没有攻击力 这简直是在搞笑 当然 这还不是最让 赵光玉吃惊的地方 最让他吃惊的是 牧尘的实际战斗时间 只有短短的7分30秒 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 牧尘大多数时间 都是没有出手的 如果扣除了打boss的时间 那么完全可以推断 牧尘击杀99%的怪物 只花了不到三分钟 而且 最高击杀数 58只是什么意思 这是在五分钟内 不间断击杀的数据 从刚才的推断 再加上这个数据佐证 赵光玉大胆地推算 牧尘大概是一次性秒掉的 这58只怪物 即便真实情况下 和他想的有所出入 但牧尘击杀 这58只怪物的时间 肯定也不会攻击超过三分钟 三分钟击杀58只怪物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数据 真的太可怕了 此时 赵光玉的嘴角 那是比AK还难压 他甚至都忍不住感慨一声 此子 当真是恐怖如斯啊 大家都知道 牧尘恐怖 但大家都不知道 牧尘有多么的恐怖 赵光玉敢肯定 这一次的牧尘展现出来的实力 绝对没有在其他人面前展露过 目的是什么 已经不言而喻了 原本他们这些领导层 还担心牧尘的战斗方式 被赔虎给研究透了 那么 这一次的全国新生大赛 大概率被针对 导致他跌落神坛 现在看来 牧尘这个人 还真是深不可测啊 看到这 赵光玉立马将这份资料 给设定成了最高等级 除了校领导以外 没有人可以查阅到 牧尘的这一资料 做完这一切 赵光玉的目光 看向了电脑屏幕前 全国大学生论坛上 那些关于牧尘的讨论和挑衅 嘴角微微上扬 看来这一次的新生大赛 牧尘会给这些自以为了解他的人 狠狠地上一课啊 说到这 赵光玉微微沉默了一会 忽然开心地笑了笑 这小子好坏啊 但我好喜欢啊 另一边 牧尘听着广播 也是一脸的猛逼 他都没奔着记录去 就大幅破了上一个人留下来的记录 要知道他来副本 就是为了试验自己的武斗技 所以 在这个过程中 他还浪费了不少时间 但即便是这样 记录都被自己给破了 古都大学的人 这么猜的吗 果然 我只要略微出手 就是这个分段的极限了 牧尘自恋地笑了笑 再次回到了副本选择区 这个时候 周围的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 有质疑的 有羡慕的 也有崇拜的 不过他们都没有 主动去问牧尘怎么回事 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不够变态 所以 和牧尘这种怪物 显得格格不入 牧尘也没有在意大家的目光 他的目光 再次看向了大屏幕上的可攻略副本 他和其他人不同 虽然刚才的战斗 牧尘消耗也很大 但他却不用休息 也不用吃药 补充体力和精力 因为他有着 补食 这个可以无限续航的强大能力 所以只是数秒不到 牧尘又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 走向了下一个副本 这个时候 大家看着牧尘那挺拔 似乎永远不知道 什么叫极限的背影 一个个心中都几乎同时 冒出了一个疑惑 这家伙 真的是怪物吗 第55章 疯狂 54万的神之力 接下来的时间 牧尘都一直在刷副本 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怪物 在所有人错愕 震惊的目光中 七进七出 每一次 都是半小时左右 每一次 都破了前一个人留下来的记录 每一次 都有副本大厅的广播相伴 那些一开始还质疑牧尘的人 已经被渐渐被牧尘征服了 就算他们不知道 牧尘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短短四个小时不到 就把所有150级副本的地域难度 全部用破纪录的方式 通关了一遍 别的不说 就这种不要休息 可以无限续航的能力 都其他所有人无法做到的 大多数的人攻略一个副本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去学习武斗技 提高武斗技 还需要赚取学分 准备充足的药品和道具 平均一个月能刷一次 同等级噩梦难度副本 就算强者了 哪像牧尘这样 四个小时 刷了八个地域难度副本 他们此时也逐渐意识到 牧尘这个人 不能用他们极薄的认知来看待 因为这样的话 会很容易到心崩溃 认知崩塌 觉得自己 是一个啥也不是的垃圾 而在其他人 都羡慕牧尘到吉尔法子的时候 牧尘本人 此时正有点小困惑 那就是奖励 真的给太多了 四个小时前 他一百二十五级 现在他一百五十三级 要知道就现在 古都大学的大二学生里 等级超过一百五十级的 也不过二十人 这是他们去年一年 辛辛苦苦才提高到的等级 但牧尘 只花了两天半 这个升级速度 完全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如果有一个升级榜的话 牧尘绝对以大优势 领跑全国的所有大学生 除了等级以外 这次牧尘 也意外获得了 二十四万的学分奖励 这是他这一次来之前 完全没有想到过的奖励 另外最大的收获 就是他一直 心心念念的神之力了 今天他一共挑战了八个副本 一开始 神之力给的还算正常 后面因为等级上去了 导致每次击杀等级 低于自己的怪物时 神之力大幅衰减了 但即便 是在如此的情况下 他还是将神之力 累积到了整整五十四万的神之力 这个数字 在以前他是想都不敢想 但现在 却切切实实躺在他的系统账户里 原本牧尘还想继续去刷 一百五十杠二百级阶段的副本 但是因为越往上的副本 数量越少越稀有 每一次副本刷新的时候 都有很多人抢着去刷 所以一百五十级以上的副本 采取的是预约制度 他看了一圈 目前预约都排到了三周后去了 所以牧尘也只好预约了一个号后 便在众人羡慕 崇拜的目光下 离开了副本大厅 开车回到了自己家中 现在的他 要好好地处理一下 这一次暴涨的神之力了 系统 强化 吸收 您成功消耗了24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吸收 提高到了SS级 吸收 SS级 可以吸收600级以内 所有生物的攻击伤害 技能伤害 并不会受到任何负面效果影响 另外 每次吸收伤害时 会储存受到伤害的40% 可用于加速 或者在下一次对单体攻击时 一次性释放出去 妈呀 好贵 牧尘看着一下 被扣掉的24万神之力 心都在滴血 刚刚他还觉得 自己手头充裕 现在才刚刚强化一次 神之力就瞬间少了一大半 果然 神之力再多 也不够用 不过 吸收这些提升 还是十分明显的 600级以内无敌 已经覆盖了巅峰级武装者了 这在整个东黄 都是属于高级战力了 剩下的30万神之力 要如何用呢 因为 吸收再次提升 需要达到48万的恐怖数字 所以 牧尘现在只能考虑 强化其他的属性和技能了 先把三个成长属性 都拉到S级 两个A加到S 需要64000 敏捷 A到S 62000点 一共是126000点 剩下74000点 把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和雷霆之力 都拉到A加级好了 这里又是6万 最后剩下11万4000点 我看看 还能干点啥 还能花10万点 把雷霆龙破绽 熟练度提高到巅峰级 行吧 就这样分配吧 牧尘仔细做了一个规划 随后将这个规划 告诉了系统 很快 一系列弹窗出现 系统按照牧尘的规划 将这些全部都给强化了 强化完成 本次共耗费28万6000点神之力 当前剩余神之力 14000点 欢迎再次使用本系统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A加施展技能 进入到梦想状态 使用者的背后 会长出梦想之意 具备和鸟类一样的飞行能力 和操控风属性的能力 并且在该状态下 风属性武斗技技能得到300%加成 雷霆之力 A加召唤强大的雷霆之力 持续覆盖在身体之上 可以获得操控雷属性的力量 对敌人造成严重的破坏和麻痹效果 另外在此状态下 所有雷属性的武斗技技能伤害威力 得到300%加强 名称 牧尘 等级 153级 终极武装者 本命魂兽 恶魔史莱姆 魂兽种类 猎等 成长 体魄S级 敏捷S级 精神S级 独有技能 吸收 SS级 捕食 A级 死亡豁免 C级 王者毕日 A加级 雷霆之力 A加级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A加级 元素化 A级 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EX级 初级 雷霆龙破绽 S加级 巅峰 神之力 14000点 牧尘看着自己这个强化过后的面板 嘴角忍不住勾勒出一丝笑意 质疑我的人 可能永远都想不到 当你们还在质疑我的时候 我已经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遥遥领先 遥不可及了 想到这里 牧尘的目光 看向了窗外 全国新生大赛 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所有天骄踩在脚下 让这个世界所有人 都清楚地认知到 这个时代 是我的时代 第56章 全国新生大赛 接下来的几天 因为没有副本可以刷了 牧尘则相对地低调了起来 这几天他 基本都在上宫开课 学习一些关于武斗技方面的知识 或者在图书馆里 安静地看着 关于这个世界的隐秘 要说高调带来的唯一好处 就是少了一些小喽啰来挑战他 按照正常的套路 头顶最强新生称号的牧尘 在学校里 应该会被很多小杂鱼惦记上才是 但因为他的高调表现 实在太过耀眼了 这也省下了不少的麻烦事 至少没有人觉得 牧尘名不负实 路上随便遇上一个小喽啰 都要去挑衅他 反而古都大学大多数的新生 都很尊敬 崇拜牧尘 看到他路过 都会亲切地打着招呼 喊一声 牧哥 原因吗 自然是因为 牧尘一开学 就挑战了大二的忠道 在那一场战斗中 他已经赢得了所有新生的尊敬 虽然后面有陪虎出来指出 这是一个作弊的胜利 但这并不妨碍新生们 都把牧尘当作榜样 毕竟抛开牧尘 有没有攻击力来说 他的防御力 没人可以挑得出毛病 而其他大二的学生 虽然之前还有些不服牧尘 但自从他们知道 牧尘的升级速度 和通关副本战绩之后 一个个也都全部闭嘴了 在他们的心中 牧尘就是怪物 承认一个人优秀是很难的 但大家都发现了新的方法 那就是承认 牧尘是一个怪物 之后 他们心里就好说多了 毕竟天才是天才 牧尘是牧尘 嗯 没毛病 这也就造就着 完全没有人来找牧尘麻烦 所以 牧尘走在校园里 还是十分安静的 他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这天 牧尘正在图书馆 忽然接到了任天堂的微信 任天堂 在吗 牧尘 怎么了 任天堂 我看上了一个 能够改变成长的基因药剂 手头有点紧 能不能借我点学分 牧尘 你刚刚说什么 任天堂 我说 能不能借我点学分 牧尘 不是 是上一句 任天堂 在吗 牧尘 嗯 我不在 再见 任天堂 任天堂 别逼我跪下来求你 牧尘 不逗你了 我在图书馆 过来说 任天堂 义父 我马上到 关掉手机 牧尘摇头笑了笑 学分现在牧尘多的是 入学时的奖励 压注的奖励 星星榜第一的奖励 副本破纪录的奖励 这些加起来让牧尘现在的学分余额达到了40万之多 这个学分可以兑换的东西有很多 除了武斗技之外 还有一些比如能提高技能等级的星之尘 以及任天堂需要的基因药剂这样的超凡物品 不过因为牧尘可以用系统提高成长和技能 再加上武斗技暂时也够用 所以他的学分到现在都没用过 没多久 任天堂就来了 这家伙还很懂事 没有空手而来 而是给牧尘带了一杯咖啡 牧尘看到他这模样 笑呵呵地问道 说吧 要借多少 不多不多 这个说 任天堂黑黑一笑 伸出了手指 笔划了一个四 牧尘一见着手势 立马答应道 四万吗 没问题 不不不 我要借的是40万 任天堂有一些心虚地说了句 听到这话 牧尘的嘴角也忍不住抽了抽 好家伙 你是算过我有多少学分是吧 你别说 还真是任天堂有一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为了这一次新生大赛 我需要基因药剂提高自己的成长 基因药剂一瓶需要二十万 想来想去 也只有你这个又帅又多金又仗义的人 有这个财力帮我了 行吧 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40万就40万吧 牧尘 你真的答应借我学分啊 学分可以借你 不过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这利息 没问题 借我一个月的时间 到时候我还你45万 任天堂拍着胸膛保证道 原本牧尘只是想说 一死一下就可以了 但没想到 任天堂自己竟然开出了一个月12%的高利息 牧尘刚想拒绝 任天堂就义正言辞地说道 你别拒绝我 虽然你可能不着急用这个学分 但这笔学分并不少 就像你说的亲兄弟名算账 所以 这是我的心意 好吧 那就这样吧 牧尘微微一笑 答应了下来 他和任天堂之间 没必要说那么多 当即就把自己的学分 全部都转给了任天堂 反正 他现在也没有事干 不需要用什么学分 再加上一天 还有一千学分入账 所以 也不怕没有学分消费 拿到学分之后 任天堂和牧尘道谢之后 就急匆匆地去兑换基因药剂去了 他的成长 其实不算低 但在古都大学 这种高手如云的地方 就显得有一些不够用了 所以现在对他来说 每一分每一秒 都很珍贵 牧尘目送他离开之后 便又开始安静地看书了 仿佛大家紧张备战的 全国新生大赛 都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一样 转眼间 时间就来到了第七天 这一天一早 徐文汉作为本届 新生的辅导员 带着牧尘 任天堂 离新联在内的十名队员 前往了本次全国新生大赛的举办地 帝都大学 因为古都大学距离帝都大学较远 本次出现采用的是传送形式 此时传送适中 徐文汉将一份选手资料 发给了牧尘等人 并介绍到 本次全国新生大赛 采取的是擂台战的方式 将根据号码 随机抽签 看是成为擂主 还是攻擂者 如果你们成为了擂主 则需要接受别人的挑战 赢下是一分 输了扣三分 五分钟内没有人挑战 则之后的每一分钟加一分 如果你们是攻擂者 则只能挑战擂台上的擂主 不能对其他攻擂者发起挑战 赢下擂主将获得三分 并取代擂主的位置 输了不扣分 时间结束后 积分最多的八名选手 晋级到下一轮 各位有什么疑问没 攻擂者和擂主各有优势啊 那岂不是说 如果牧尘成为擂主的话 几乎就是稳静下一轮了 离新联分析了一下 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确实 如果按照这个规则来说 牧尘的防御无敌 如果他成为了擂主 或者打下了一个擂台 那么几乎没有人 可以将他从擂台上打下去 对于这个问题 徐文汉遗憾地摇了摇头 这次的大赛 就是考虑到了牧尘的特殊性 所以特意增加了一个规则 那就是 每次攻擂只有十分钟 如果十分钟内无法解决战斗 算攻擂者赢 第57章 帝都三节 大号一点的垃圾罢了 什么 凭什么 这简直就是针对牧尘 是啊 这些大学玩不起就别玩啊 又要举办比赛 又要针对我们牧哥 什么垃圾这是 大家一听 顿时就替牧尘打抱不平 是个人都可以听出来 这条规则 就是针对牧尘的 虽然牧尘的防御无敌 确实是有一些无解 但这是他的本事 这些牧尘的小迷弟小迷妹们 不允许这些学校 如此针对牧尘 其实这也不算太针对牧尘 因为历年来 都有针对平局采取的措施 只不过 今年因为牧尘这个特殊的存在 所以稍微修改了一下 这件事情我也咨询过牧尘的 他本人表示无所谓 要不然 我们古都大学 也不一定会参加这一次大赛 徐文汉怕大家误会 解释了一句 学校也为这个规则感到不爽 但他们问过牧尘 牧尘本人没有意见 并表示要参加比赛 这才答应参加 对此 牧尘点了点头 无所谓的贪了贪手 你们不要这么生气 他们用规则来针对我 就证明他们是怕我的 但如果用这种方法都打不败我 那么他们丢脸的是谁呢 可这样 牧哥你很吃亏啊 一位小迷弟 愤愤不平地说了一句 牧尘微微摇了摇头 与众心长地说道 真正的强者 是不会抱怨环境的 不管他们使什么招 我牧尘都能接下 并让他们知道 自己的雕虫小技 有多么的可笑 帅 真不愧是我牧哥 新生第一人 哈 牧哥这话说得太好了 其他队员们听到这话 纷纷都被牧尘帅到 确实 真正的强者 会在乎这些小伎俩吗 会抱怨有人针对他吗 从心态上来说 他们就和牧尘 差了十万八千里 好了 大家还有疑问吗 徐文汉看了看时间 目光扫视着众人问道 大家都没有问题的 摇了摇头 徐文汉见状 大手一挥 启动了传送阵 那么出发吧 目标 全国新生大赛 全国新生大赛 这是一个堪比高考的盛典 牧尘等人使用的传送阵 是直接通往帝都大学 传送广场的 他们刚刚从传送阵里出现 就感受到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众人定睛一看 周围人山人海 至少有数万人那么多 他们一见到古都大学团到来 观众们立马爆发出 海啸般的欢呼 牧尘 看这里 你爱惜我奶妈 天啊 牧尘的本人原来这么帅啊 我真是羡慕古都大学的女生嘛 天天可以和牧尘 这样的帅学弟 成日在校园 哼哼 你们还迷恋牧尘 这一次的全国新生大赛 就是他的陨落之战 之前靠着大家对他技能不了解 才能有如此惊艳的表现 今天他完了 我说的 耶稣来了都没有用 抛开牧尘不谈 古都大学的离心连 也是不容小觑啊 只能说 今年的古都大学确实强大 我帝都大学 想要赢下第一 还需要一点运气 管他的 只要把牧尘这个B王 给打落神坛就好了 什么历史第一人 新生带的光 我看他就是一个 爱装逼的B王 只要不是他当这个第一 我谁都服 周围的观众的议论 几乎全部都集中在牧尘的身上 一方面是有人崇拜牧尘 一方面是 有人在贬低牧尘 但不管是哪一种声音 牧尘的讨论度 都是空前绝后的 走在牧尘身边的离心连 听到这漫天遍野的讨论声 不由笑了笑 这么多人等着看你出球呢 你压力大吗 牧尘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 你会在乎垃圾的感受吗 很形象的比喻 另一边的任天堂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些质疑你的人 今天肯定会被你震惊到任之崩塌的 就是 赶死他们 让这些人知道 我牧哥是天下第一 什么帝都三节 什么魔独双腰 全部都得在我牧哥面前靠边站 另一个队员说道 这新名词 让牧尘提起了兴趣 他好奇地问道 什么帝都三节 魔独双腰 我怎么没听说过 你刚刚没看资料吗 离心连问道 没 资料上有什么吗 牧尘这话刚刚问出口 大家却忽然都停下来了脚步 这个时候 离心连微微一笑 朝着前方指了指 帝都三节来了 嗯 牧尘顺着离心连那修长的手指 朝着前方看去 只见几个带着帝都大学校徽 气宇不凡的识人 正在朝着自己这边走来 而走在最前面的三人 似乎就是他们所说的帝都三节 一个五大三粗 看起来十分魁梧的人 来到牧尘等人面前 率先说道 牧尘同学 你好 请允许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帝都三节里的官妃 是这一次会把你打落神坛的人 哼 大哥你太心急了 打败牧尘这种事情 还是交给我张备吧 官妃身边 另外一个身材高大 脸上带着一丝阴险笑容的人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对着牧尘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牧尘是吧 揭露你弱点的人 正是我们的导师陪虎 所以 你最好祈祷 别遇上我们 要不然 你会输得很难看的 三弟说的没有错 我们帝都三节任意一人 都可以轻易拿捏你 牧尘 你做好觉悟吧 三节当中 最后一个叫刘宇的人 对着牧尘冷笑一声 言语中满是自信和轻蔑 在他们三人看来 牧尘已经被研究透了 这样一个没有秘密的人 完全没什么好怕的 对此 牧尘用一种看傻子的目光 看向了这个什么幺蛾子 帝都三节 他并没有搭理这三个人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离心莲 轻蔑地笑了笑 下一次这种货色 别和我说是强劲的对手 浪费我的表情 帝都三节 离心莲无嘴笑了笑 你这嘴巴 真毒 可恶 牧尘你会后悔的 官妃冷哼一声 便带着自己的队员离开了 徐文汉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对着牧尘 微微摇了摇头笑道 也就只有你 不把这三节放在眼里 要知道他们可是成长达到 SS家的武装者啊 牧尘双手插兜 不以为意地轻笑了一声 眼里满是浓浓的不屑 SS家级成长很强嘛 在我面前 只不过是大号一点的垃圾罢了 第五十八章 武道尽头谁为风 一见牧尘道成空啊 只不过很快 他就发现气氛有一些尴尬 原来这个队伍里 除了离心莲以外 其他人甚至连大号垃圾都不如 任天堂翻了一个白眼 吐槽了一句 感觉有被侮辱到 哈哈 不要再一细节 牧尘哈哈一笑 把这个事情给蒙混过去了 其他人虽然也有一些无语 但他们并没有说些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牧尘说的没有错 在牧尘的面前 他们确实是大号的垃圾罢了 那些外校的人 或许不知道牧尘有多强 但是 作为古都大学的人 他们都清楚 牧尘的实力有多高 别的都先不说了 就单单等级这方面 牧尘就领先所有的参赛者 离心莲的等级113级 已经是领先了一大部分人了 大多数的参赛者 等级都是100级以下 而牧尘的等级 却比离心莲都还要高出40级 虽然目前牧尘的资料 还是F级的成长 但之前高考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闪光体不能按照正常的评分标准来看 它的实力确实不透明 但这个领先等级 足以说明了一些问题 经过了这个小插曲之后 一行人很快来到了古都大学的备战区 在这里有一个大赛的工作人员 要求参赛者 需要进行属性检查和更新 只需要更新等级 成长这两项属性即可 技能 武斗技属于各自的底牌 不需要进行更新 一听到这个要求 离心莲等人 就将自己的目光看向了牧尘 他们的等级 成长 基本上都和高考 之前没有什么变化 唯一让人捉摸不透的 就只有最为神秘 最为强大的牧尘了 离心莲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道 牧尘 你先来吧 我想看看 你藏了这么久的底牌 到底是什么 其他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眼神里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们都和离心莲一样 十分期待 牧尘能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毕竟 如今的牧尘 可以说是古都大学的门面和王牌 看着大家期待目光 牧尘也没有拒绝 嘴角微微上扬 睁大你们的眼睛 看好了 今天就让你们重新认识一下我 说着 他面对自信的笑容 朝着测试机器走去 这台机器是专门用来更新参赛者等级 和成长的设备 牧尘站在机器前 将自己的手放在机器上 下一秒 机器显示器上的数字 开始疯狂飙升 50 100 150 等级最终定格在了153级 这个数字 古都大学的人都有心理准备 所以并没有太过的惊讶 只是不管什么时候看 都觉得牧尘真的太牛逼了 开学三天达到这个等级 后面的几天 如果不是因为赴本约满了 他可能现在都已经200级以上了 但他们觉得平常 帝都大学的工作人员 却被这个数字 深深地震撼到了 一个参加全国新生大赛的选手 你告诉他 等级竟然超过了150级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让他们的表情都不太好看 然而 这还只是一道钱菜 等级数值定格以后 成长属性开始动了 这一刻 所有人都聚精会神 看着牧尘的成长数值 如果牧尘的成长还是F 那么别说是153级了 就算是253级 也不一定会打得过他们这些人 所以 等级虽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但并不是战斗力的完全评判标准 最重要的 还是牧尘的成长如何了 大家都知道 牧尘契约的闪光体 恶魔史莱姆 这个闪光体是可以自行成长的 包括牧尘最强大的技能 和牧尘从来都没有展示过的成长属性 而牧尘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它从三项成长属性 同时从F开始不断飙升 FEDCBAS 古都大学编号GD1247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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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学员牧尘 资料已更新 等级153级 体魄成长S级 敏捷成长S级 精神成长S级 综合成长S级 最终结果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纷纷哑然 这个结果 让周围的人 都不禁瞪大了眼睛 153级的等级 和S级的成长 这是 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牧尘吗 我的天 牧尘你 真是一个怪物啊 你的成长 为什么会提升得这么快啊 任天堂看到了牧尘的这个成长属性 那叫一个又高兴 又自卑 又怕兄弟苦 又怕兄弟开路虎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了吧 他想过 牧尘会很强 但也只往技能方面想 毕竟成长哪有那么好提升 他找牧尘借了学分 买的昂贵基因药剂 也才把他的成长 从A加提到了S级罢了 可牧尘高考的时候 还是一个F的成长 这才过去了半个月啊 所有属性 全部都达到S级了 这个成长速度 怎么能让人不震撼一百年 黎星莲也用一副 看怪物的表情 看向了牧尘 你真的太可怕了 不但技能强大 等级碾压 现在连成长都已经追平了 大多数天才了 难怪你明明被针对了 却还是对这一次比赛 这么有把握 他的话没有说完 按照他对牧尘的了解 恐怕这还不是牧尘的所有底牌 在如此强大的属性支撑下 牧尘最大的底牌 应该是他从来未展现出来的技能吧 看来这一次 那些自以为能够挑落你的人 要遭老罪了 徐文汉看到牧尘这个属性 肆无忌惮地 当着帝都大学工作人员的 面哈哈大笑 这让那工作人员 本来就不太好看的脸色 更加地雪上加霜 不过他也没办法说些什么 毕竟自从陪虎教授 公布了牧尘的弱点以后 各大学校的那些天才们 就疯狂地在论坛上挑衅牧尘 或者是贬低牧尘 但这些天来 牧尘一直没有搭理过 外面那些挑衅他的言论 大家都认为 牧尘怂了 被说中了 就连他也是这样以为的 但现在看来 原来牧尘是不懈打嘴炮 一直在憋大招 就等着这个时候来释放吗 此时此刻 工作人员都觉得 牧尘这个人真的太可怕了 不但有着强大的实力 还有着这个年纪 不该有的沉稳和心思 诸多震惊在此时 都浓缩成了一句话 舞到镜头谁为风 一见牧尘道成空啊 第59章 你这么自信 是大家用拼多多 给你拼单拼的吗 登记完之后 工作人员拿出了一个箱子 并介绍到 这里面有十个随机号码牌 你们随机抽取 如果抽到双号 则为类主 进场以后 进入号码牌指定的类台 单号为攻类者 在比赛开始之后 可以随机挑选类台进行攻类 牧尘 你先来吧 徐文汉对着牧尘说了一句 牧尘点了点头 来到了工作人员的箱子面前 随便抓了一个号码 工作人员一看 宣布到 22号 是双号 等会入场之后 直接前往22号类台 等待比赛开始就好了 好 牧尘点了点头 走到了一边 黎兴莲 18号 双号 任天堂 77号 单号 5000 5号 单号 很快 牧尘一行人就抽完了号码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众人进入到了比赛场地之中 在这里 一共有着100个类台 以及超过300名参赛者 每一个类台上 都配备了一个专门的跟拍机器 把所有的战斗画面 都传送到周围 人山人海的观众眼里 牧尘目光搜寻了一下 很快便找到了自己的类台 几人互相加了一下油 牧尘和黎兴莲 就前往了自己所属的类台 至于任天堂等人 则趁着比赛还没有开始 快速找寻自己能战胜的类主 这个比赛的关键 就是要快速击败类主 这样可以获取三分 即使后面输掉了比赛 也只是失去一分罢了 通过这个方式 才能够快速收割积分 至于类主这边 就简单多了 只需要守住类台 就可以不断享受积分的加成 对于实力强大的人而言 霸占类台 则是最好的选择 很快 牧尘就踏上了他的初始类台 当他踏上类台的那一刻 周围超过十万名观众 纷纷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 快看 二十二号类台 大明星牧尘 抽到了类主 哈哈 有好戏看了 我还担心他是攻类者 看不到他的表演呢 实不相瞒这一次我来现场 就是为了看牧尘被挑落神坛的 虽然他防御无敌 但靠这种方式 想当新生代的领军者 我是不服的 一样啊老铁 牧尘是没有遇到我们帝都大学的学生 陪虎导师的弟子 号称帝都三杰的刘 官 张三兄弟 已经准备好对付他的秘密武器了 是不是真的啊 你这样一说 我突然好期待他们之间的对决啊 让我看看 帝都大学面对防御无敌的牧尘 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 将他逼下台 牧尘毫无疑问是众人的焦点 他一上场 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不单单是那些观众 一些攻略者们 也纷纷摩拳擦掌 准备拿下牧尘 有一个完美的开局 他们都知道 牧尘防御力强大 但防御强大 没有攻击力有什么 在帝都大学陪虎教授的攻略下 大家都知道了 要如何对付牧尘 只要不攻击牧尘 将对决拖到平局 那么 只要是个人 都可以把牧尘这个被神话的最强心声 挑落神坛 基于此 此时大量的攻略者 纷纷来到了牧尘的擂台下 他们都在等待比赛开始的那一刻 看看谁会是打破牧尘不败神话的第一人 这其中 就有帝都三杰 刘关章三兄弟 他们见到竞争者之多 眉头齐刷刷地皱了皱 性格最为火爆的官妃 直接大声喝道 你们大家都给我听着 牧尘这个猎物 是我们帝都大学的 请大家给我一个面子 散了吧 呵呵 现在是好言相劝 如果你们不给我们三兄弟这个面子 那么我张伯保证 你们这次的比赛 会很没体验感的 性格阴险的张伯 直接威胁了一句 二人这一唱一喝 让大家心里都很不爽 但思考再三 众人还是 默默退出了牧尘争夺战 因为这里毕竟是 帝都大学的地盘 这个面子 他们还是要给的 更何况 比起牧尘这个 不被他们承认的最强 帝都三杰的名声和实力 显然更让这些人感到害怕 如果为了这种事情 得罪了三个未来的强者 显然是一桩不划算的买卖 很快 原本被包围水泄不通的 22号擂台 已经彻底散开了 只剩下那之前 来挑衅牧尘的帝都三杰 这个时候 一直没有说话的刘宇 对着站在擂台上居高临下的牧尘 冷笑一声 牧尘 别说我们欺负你 我们三兄弟 大哥官非 等级97级 擅长力拔山河 二哥张贝 等级96级 擅长技能 武斗技的变化运用 我刘宇等级96级 擅长敏捷 另外 我们的综合成长都是 SS加级 你自己挑选一个对手吧 死 众人一听到帝都三杰的实力 纷纷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特别是那些刚刚离开的宫内者们 一个个都庆幸 没有和帝都三杰作对 开学才刚刚一周啊 他们三个就达到了95级以上 这让他们这些最高才80多级的人 一个个羞愧得无地自容 果然 人比人就是气死人 大家都是人 凭什么帝都三杰这么厉害 要知道 他们可是成长等级 SS加级的超级天交啊 高考的时候 大家虽然也有成长上的差距 但说实话 差距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高中时期 大家都没有武斗技 但是到了大学 情况就不一样了 特别是学习了武斗技 拜了一个好老师之后 成长每差一个等级 差距就会越来越明显 看着大家投来的羡慕 崇拜的目光 帝都三杰的脸上 纷纷洋溢着浓浓的自豪感 他们就喜欢被人崇拜 被人赞扬 虽然他们的等级 成长 肯定不如古都大学的黎新莲 但是比一个牧尘 还是绰绰有余的 三人的想法很简单 那就是要彻底把牧尘挑落神坛 从等级 从成长 从战斗 全方面的碾压牧尘 牧尘似乎也知道三人的想法 他没有去回答刘宇的话 而是指着等级最高的官妃说道 你等级最高 那就你吧 哈哈 这破天的富贵 终于轮到我了 官妃一听到牧尘选择了他 顿时兴奋地大笑了两声 直接重重一跃 来到了22号擂台之上 他庞大的体积和重量 带来了强大的压迫感 他来到牧尘的身前 冷冷一笑 敢选择等级最高的我 看来你超勇的哦 不过 如果你是打着让我攻击你的想法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我有一个问题 很想问问你 牧尘没有回答官妃的问题 而是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反问道 你只不过区区的97级 是怎么做到如此自信的 教教我 是大家用拼 多多给你拼的吗 你什么意思 官妃怒道 牧尘淡淡地笑了笑 并没有回答 因为这个时候 22号擂台已经被激活了 双方等级的基础信息 在大屏幕上被显示了出来 22号擂台已激活 擂主 古都大学 牧尘 等级153级 契约魂兽 猎等种族 闪光恶魔史莱姆 综合成长S级 公位者 帝都大学 官妃 等级97级 契约魂兽 传说种族 鬼火赤兔 综合成长SS 加级 请双方选手进行武装 比赛将在三分钟后正式开始 当牧尘的信息 出现在大屏幕上 这一刻 世界似乎都沉默了 第六十章 想要打败我 那就拿出你们所有的实力 正面干我呀 97级的渣渣 也好意思一直在那有优越感 我153级 我骄傲了吗 你真的很丢人好吗 帝都大学的小丑 牧尘的话 如刀子深深扎进了官妃的心中 这一刻 所有人都在短暂的沉默后 彻底沸腾了 我曹操曹操操 我没眼花吗 牧尘的等级 竟然达到了153级 而且谁告诉老子 他是F的成长啊 马勒戈B 那么大的S 是假的吗 假的 假的 主办方你 这个数据太假了 牧尘啊 高考的时候才多少级 现在才过去了两周 你给我说 他两周升了一百多级 才多少级 喂喂喂 等级什么的都无所谓好吧 最关键的是 他原本的F成长 现在全部都变成了S级啊 这才是重点啊 能够这样提升成长 就算是国家追着他位 把他变成一个药罐子 也不可能吧 是啊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当牧尘信息出来的这一刻 观众席上立马议论纷纷 不单单是他们 此时 刚才那些想要围堵牧尘 拿一写的家伙们 这一刻 全部脸上都无比的庆幸 153级 已经够让人惊艳了 如果还是牧尘原来的 那垃圾成长 他们完全可以不放在心上 但现在 牧尘的三个成长 全部都变成了S级 这个成长 加上牧尘遥遥领先的等级 足以让他们绝大多数的人绝望 即便是成长高过牧尘的观飞 此时脸上也是和吃屎一样难看 没错 他的成长是比牧尘要高上几级 但是牧尘的等级 反过来碾压了他差不多60级 这不是6级 16级 也不是26级 而是超过了50级 观飞那成长带来的差距 早已经被牧尘这个等级优势给抹平 甚至可以说 现在牧尘的身体属性 甚至还比观飞要高上不少 即便是两个人正常进行战斗 观飞输的几率都要比牧尘高得多 更不要说 牧尘还有那强大到无敌的防御 如果是之前 大家只要不攻击牧尘 那么最后 就可以依靠规则短暂战胜牧尘 因为牧尘纳弱的可怜的成长 根本对他们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但是现在 一切都在牧尘如今的属性下 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牧尘不但可以对他们造成成敦的伤害 还可以无视其他人造成的所有伤害 什么叫无敌 这大概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敌吧 汗流加倍了吧 小老爹 牧尘嘴角微微上扬 用带着玩味的目光 看着目光看向了站在自己对面的官妃 刚刚还一脸得意 觉得自己中大奖的官妃 此时表情如同吃了几斤巴巴一样 他听着牧尘的话 羞愧到浑身发抖 他原本想拿牧尘当垫脚时 现在自己却在这么多人的关注下 彻底成为了一个笑话 现在的官妃是打也不是 认输也不是 牧尘看着表情难看的官妃 微微一笑 好了好了 脸色不要那么难看 搞得像死我欺负了你一样 说着 牧尘忽然收敛起了笑容 目光扫尸周围 那些想要拿他开涮的所有人 开口说道 我知道你们这些人 对我的实力不符 觉得我是依靠强大的防守 利用你们的不了解 才取得了现在的成绩 甚至宁愿依靠规则来打败我 也不愿意承认我的强大 我只能说这种行为很可笑 也让我看不起你们这群垃圾 你们不是想打败我吗 现在 我给你们这个机会 我牧尘再次接受你们所有的挑战 我将在本次的比赛中 主动放弃 吸收的能力 如果我使用了 自动退赛 想要打败我 那就拿出你们所有的实力 正面干我啊 牧尘站在擂台上 目光坚毅而深远 他放下了原本让人难以逾越的防线 选择了正面迎战 这一举动 如一记重锤 砸在了所有质疑者的心头 也让那些曾经 对他嗤之以鼻的人们 陷入了深深的尴尬和羞愧之中 这份强大 这份自信 这份魄力 这才是强者 这才是新生代理 最强大的第一人 和牧尘相比 他们都是什么比玩意 这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竟然主动放弃自己最大的优势 吸收 来接受所有人的挑战 如果这一次 他真的登顶了 那我想 应该没有人不服他了吧 该说不说 这才是我们东皇男儿 该有的气势啊 和牧尘相比 那些只想着钻着规则漏洞 来博取所谓 的名声 这和国内的某些专家 只看前不说真话 有什么区别 说对的 原本我也不觉得 牧尘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现在 我改观了 不管这一次的比赛节如何 就凭牧尘敢放弃 自己最大的优势这一点 以后我就是牧尘的舔狗 谁说牧尘不行 老子第一个咬死他 哈哈 我有预感 今天这一场全国新生大赛 将会成为牧尘彻底征服 新生代的天王山之战 不管如何 今天的比赛 看来是有好戏看了 比起场上 那些选手们的羞愧难当 观众席上 率先爆发出 热血澎湃的呐喊声 原本那些不看好牧尘的人 现在纷纷都为牧尘的魄力点赞 助威 而此时压力最大的 莫过于站在牧尘对面的官妃了 他心头充满了羞怒和不甘 他原本 想要通过击败牧尘 证明自己的强大 但现在在牧尘展露出来的数据面前 他就像是一个负责 逗乐观众的小丑 如今的他 只有将错就错下去 官妃他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目光直视牧尘 有一些不要脸的问道 你刚刚说的话 可是真的 这次的比赛 当真不用你的技能 吸收 牧尘云淡风轻地点了点头 眼神中透露着无与伦比的自信 当然是真的 如果你觉得不够 我甚至还可以让你一只手 怎么样 需要吗 不用了 听到牧尘这略带调侃的这番话 官妃心中顿时 沸腾起激荡的怒火 他咬了咬牙 发动了自己的武装 一把紧握住手中的武器 目光中闪烁着战役 好 既然你如此自信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以最强心声的称号 我官妃要定了 牧尘没有回应官妃的话 而是淡淡一笑 左手握拳放在腰间 右手高举 大喝一声 武装 变身 第61章 恐怖的威力 天怒即灭 伴随着牧尘的高呼 那让人绝望的武装形态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不管何时看 这武装形态 都能称为最帅 但是这还没有完 牧尘这边刚刚进行武装 忽然天空一声惊雷 无数的电光 在他的身上开始缠绕 电光交织 形成一道强大的雷霆光环 将牧尘的身体笼罩其中 这让他看起来 如同雷神降临 浑身散发出强烈的霸道气息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恶魔史莱姆 会驾驭雷电的力量 这看起来也不是武斗技啊 更像是独有技能二维 哪位屌大的解释一下 为什么牧尘可以驾驭雷电 我知道了 我们都被牧尘给待偏了 他一直展现的是 吸收 让我们都忽视了恶魔史莱姆的另外一个神技 捕食 如果 吸收得到变异升级的话 那么 捕食也得到了变异升级啊 这难道意味着 牧尘身上有不知道多少个不同怪物的独有技能 部分人的猜测 让观众席上 顿时传来一阵惊呼声和欢呼声 之前 大家都在诟病 牧尘的防御力强大 但是攻击力却不足 但今天 牧尘的成长已经追上了前排 等级更是全面地压制所有的心声 这已经足够大家对牧尘攻击力弱这一点改观了 而现在 牧尘更是展现出了 他拿另一大技能 捕食 带来的震撼效果 1加1 可以等于2 1加1 也可以大于2 对于牧尘这样的天才来说 捕食 加 其他技能 这样1加1发挥出来的效果 绝对会远远超出 所有人的想象之外 就比如现在 牧尘的这个全新的形态 给人一种无可阻挡的强大感觉 就在大家以为 牧尘已经准备好的时候 牧尘却忽然微微一笑 轻声说了一句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伴随着这一句话 牧尘的背后 瞬间展开了一对酷炫的黑色羽翼 羽翼一出现 场上忽然刮起了一阵腰风 把靠近擂台的观众小姐姐们的裙摆 差点都给吹了起来 顿时引起了一阵阵尖叫 这个时候 牧尘的眼里 带着绝对自信和傲慢 对着站在对立面的官妃笑道 这个形态 我称之为天怒 你可以把我这个形态 看成是第一阶段 如果你的实力够强 那么你也许能够看到我的第二阶段 牧尘的话语 无比的傲慢 完全没有把官妃 这个帝都大学的天才放在眼里 但这并不是他在狂妄自大 而是他有着这个资本 这一刻 官妃也感受到了牧尘身上的强大气息 不禁眉头深深皱起 牧尘这一形态 让他感到很大的压力 他能感觉到 那雷电里散发着澎湃能量 也能感觉到 那黑色羽翼充满着肃杀的气息 此时此刻 官妃深深地明白 眼前的这个牧尘确实很强大 他必须要拿出自己的权力 才能够和他有一战的可能 我承认你很强 我收回之前嘲讽你的所有话 你是一个强大 令人尊敬的对手 官妃深深地吸了一口 承认了自己之前的错误 但与此同时 他眼里的战役也疯狂燃烧 对着牧尘战役满满地说道 那就让我来看看 能不耐把你逼到第二阶段 武装 伴随着官妃的大鹤 一只全身燃烧着鬼火的巨马 出现在了官妃的身后 几团幽兰色的鬼火 出现在了官妃身边 幽蓝色的光芒将他完全笼罩 让他看起来如同一位鬼神般的勇士 他的手上也凝聚出了一把 造型夸张的青龙眼月刀 直指着牧尘 意气风发地说道 这是我的传说级武装 鬼火赤土 前来讨教 来吧 你先出手 牧尘一脸淡然地说了一句 好 我来了 官妃早已没有把牧尘 当作是同级的对手 听到牧尘要让他先出手 不但没有任何的不爽 反而文言大笑一声 爽快地答应下来 这一招本来是我用来对付黎心莲的 现在就拿你是试水 接招 下一刻 刀光闪烁 无数的刀器横扫 将擂台上的风沙都卷起 但诡异的一幕 就此出现了 这些刀器在展出之后 全部消失不见了 完全让人无法预判 攻击到底从何而来 何时将至 这一招 正是官妃的独有能力 幽冥鬼火 加上S加集武斗技 刀器化马 幽冥鬼火 可以让官妃发出的攻击 全部变成无法用肉眼看到的存在 并且一旦命中 将附着上无法轻易被熄灭的鬼火 刀器化马 可以让官妃展出数十道 破坏力极强 并且速度极快的刀器 这两招的相互结合 形成了一场凌厉的攻势 无形的刀器 和炽热的鬼火交织在一起 让人难以捉摸 也把在场所有观众们的激情 全部都给点燃了起来 大家都很好奇 面对这强大的一击 牧尘不用 吸收 到底要如何应对 有点意思 牧尘那波澜不惊的眼里 闪过了微微赞叹 这一招 确实很强大 如果是同级对抗 牧尘不用 吸收 还真没有办法接下 但可惜 官妃的等级 和他差太多了 只见牧尘嘴角一挑 轻贺一声 风来 下一秒 以牧尘为中心 暴虐的龙卷风 瞬间形成 刹那间 风卷云涌 横扫四方 暴虐的龙卷风 将官妃斩出的刀器 阻挡在外 官妃那引以为傲的必杀技 在牧尘的风暴面前 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仅仅是在请客之间 就全被尽数化解 不但如此 龙卷风产生的极大犀利 还将官妃的身形 迅速拉向牧尘所在的方向 无论他如何挣扎 都无法摆脱这股 强大的锋利束缚 这时候 牧尘站在龙卷风的中心 目光深邃 仿佛是一位 掌控风暴的主宰 他对着官妃微微一笑 让你一招了 现在该轮到我了 这一招 我叫他天怒祭灭 轰隆隆 牧尘的体内 爆发出狂暴的雷电 这些雷电 顺着龙卷风席卷 在请客之间 形成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闪电风暴 一时间电光狂舞 雷霆轰鸣 牧尘一个人 化身天灾 释放着无比恐怖的天之怒 毫不留情地轰击着 在风暴中苦苦支撑的官妃 强大的雷电和风暴 击打着擂台防护壁 不断作响 整个擂台宛如世界末日般 被恐怖的闪电风暴摧残 观众们看到这一幕 集体目瞪口呆 此时此刻 所有人心中都有同一个感慨 那就是 你管这个能制造天灾的家伙 叫做大学新生 第62章 制造天灾 你管这叫新生 我滴个乖怪 下次谁和我说 牧尘是新生 我和谁结 风元素 雷元素结合在一起 竟然创造了威力如此强大的攻击 这牧尘太可怕了 简直就是一个怪物 老子活了大半辈子 还真没见识过这么恐怖的新生 这就是 被誉为史上最强新生的实力吗 我服了 真的服了 妈的 这一刻会成为经典 以后谁再说牧尘没有攻击力 就把这个画面放给他看一百遍 谁他妈 能再大意就施展出如此强大的攻击 牧尘 YYDS 活着的传奇 不解释 这一刻 大家都被牧尘展现出来的实力震惊了 他们不得不承认 牧尘是个怪物 是一个比所有天才们 都更加强大的怪物 倒不是牧尘攻势有多么的猛 毕竟连擂台防护都没有打破 只是看起来声势好大把了 但别忘了 牧尘只是一个刚刚入学的新生啊 就目前牧尘爆发出来的攻势 即便是大二里面的那些顶级学生 都要自愧不如 这如果都不能让人信服 那还有谁可以让人信服 此时 教师观战区 帝都大学的带队老师王迪 那叫一个长子 都毁清了 当初如果选择先和牧尘洽谈 那么可能现在牧尘就是他们家的学生了 没想到选了黎心莲 但黎心莲却跟着牧尘 这也让他成为了学校的笑话 如果是这样 也就算了 现在自己招募来的新生 竟然还成为了牧尘成为最强新生的垫脚石 这感觉就很微妙 不过他还是一脸赞叹的 看向二十二号 擂台上的牧尘 忍不住夸赞道 牧尘这个小子 是真的恐怖啊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是怪物昆昆的独有能力 那雷电能力 似乎是双头雷鸟的能力 雷霆之力 这两个能力配合起来 竟然能展现出如此恐怖的威力 真是没有想到 不单单如此 牧尘这小子心思也很缜密 正常来说这两个技能 是不会造成这么夸张的视觉冲击 但擂台的大小就那么点 还有防护臂挡住伤害外衣 这种群体攻击的伤害 基本上都是官非一个人吃满了 导致这个声势和伤害 比正常在野外使用强大数倍都不止啊 确实是个人才 魔都大学的杨过 也跟着赞叹了一句 谁让你们的学生 都这么瞧不起他 在你们还在质疑他的时候 牧尘却一直悄悄地在努力 然后再次用惊艳了你们所有人 只能说 你们输得不冤 徐文汉替牧尘说了一句 之前他看到那么多人看不起牧尘 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奇葩 不管是用防御力来征服对手 还是用攻击力来征服对手 归根到底 那都是牧尘的本事 一帮没办法破开牧尘防御的人 不想着如何提高自己的等级 不想着如何跟上牧尘的脚步 却在那想着 如何钻规则漏洞 还针对牧尘 就算用规则漏洞赢了牧尘 又能怎么样 证明自己高人一等 证明自己天下无敌 这件事情 徐文汉一开始就很生气 现在好了吧 被啪啪啪打脸了吧 不但牧尘的防御 让他们这些人感到无解 就连他们那引以为傲的攻击力 在牧尘面前 也是完全小巫见大巫 不值一提了吧 要知道 这还只是牧尘的第一阶段 按照牧尘自己的说法 如果连这个一个阶段 都没办法战胜 甚至连见到他下一个阶段的资格都没有 这是吹牛吗 当然不是 至少徐文汉氏 无条件相信 牧尘还有着更加强大的底牌 没有斩路 几位老师也被徐文汉的话 说得有一些挂不住脸了 没办法呀 他们其实也不喜欢自己学生这样做 但没办法呀 这个年纪的年轻人 总是心高气傲的 让他们觉得 什么属性都比他们低的牧尘 却要比他们还要优秀 简直是比杀了他们还要难 但通过这一次的大赛 或许再也不会有人这样想了 因为牧尘已经用他自己的实力 证明了自己的强大 绝非偶然 就在大家讨论的时候 擂台上也出现了变化 牧尘轻轻一挥手 雷电风暴顿时散去 擂台上的风沙也渐渐平息 他还是像铜瓶肠一般 毫无波兰低站在原地 似乎刚才发生的一切 完全没有任何的消耗一样 连气都没有喘一下 但他的对手官妃 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此时 官妃已经气喘吁吁地倒在地上 衣衫凌乱 浑身上下都是焦黑 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 别说继续战斗了 连站起来都十分困难 牧尘淡淡一笑 问道 怎么样 还打吗 我人猪了 官妃口齿不清 艰难地说了一句 伴随着她的认输 擂台上的信息也随之更新 22号擂台对决更新 胜利者擂主 古都大学 牧尘选手 获得一点积分 一分钟后 本擂台即可再次挑战 若擂台重新开放五分钟后 没有人进行挑战 那么泪主之后 每分钟会获得一点积分 医疗队 快救人 一见到擂台开放 台下的张贝 就立马招呼着医疗队进场 选手如果受伤 是可以被治疗的 但是需要花费十点积分 没有积分的情况下 则为负数 也就是说 官妃挑战牧尘失败 不但一点好处没有捞着 自己成为了牧尘的垫脚石以外 还地狱开局 道歉了十点积分 可以说 完全是一个反面教材了 很快 医疗队就进场了 他们把被牧尘一击秒掉的官妃 抬下了擂台 进行了一个快速治疗 不多时 官妃就恢复如初了 这个时候 他早已没有之前的嚣张跋扈 也没有之前的那么心高气傲 而是一脸尊敬地 对着牧尘拱了拱手 表示道 这一次是我输了 我输得心服口服 你确实比我强 牧尘有一些诧异地看着官妃 随后微微一笑道 你也不差 只比我差了一点点而已 我相信假以时日 你肯定会成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的 官妃 听我说谢谢你 第六十三章 我承认你很强 但你可敢以一敌二 伴随着万众瞩目的 二十二号擂台 打响了第一场战役 其他的擂台上 也开始了自己的对决 一时间 整个大赛被点燃了激情 不断传来战斗的交响乐 牧尘趁着一分钟的休息时间 看了眼黎星连的情况 他的实力是名牌了 根本没有人去挑战他 从刚刚开始 他就在一直无聊地 在注视着牧尘这一边 见到牧尘的目光看来 黎星连露出了一个绝美的笑容 给牧尘点了一个赞 刚刚牧尘的表现 确实十分惊艳 虽然牧尘以前出手 基本都是秒杀 但那是因为 他积蓄了对手多次攻击的力量 然后将这个力量爆发出来 反击给自己攻击的目标 第一次看十分震撼 第二次看就能猜出端倪了 但刚才 牧尘却是靠着自己的技能 秒杀了一位帝都大学的超级天才 虽然同样都是秒杀 完全不一样 刚刚在牧尘释放出那声势浩大 犹如天灾的强大攻击时 黎星连就在想 如果当时他是牧尘的对手 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 自己有没有办法 接下牧尘的这一招 又或者说 接下这一招 需要耗费多少的体力和精力 他作为天才 同样渴望和牧尘战斗 原本牧尘如果打算使用 吸收的的话 黎星连是不打算和牧尘打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没办法 破开牧尘的防御力 但现在 牧尘自己说了 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挑战 那么 他那一直隐藏在心底的胜负欲 已经再一次被点燃了 牧尘看到黎星连眼里的战役 嘴角微微上扬 用一种同样渴望战斗的眼神 回应着黎星连 在牧尘看来 整个新生代里 最让他在意的 就是黎星连了 黎星连拥有着整个新生代 最强大的武装和成长 虽然他不会像其他人那样 觉得牧尘的防御无敌 是一种作弊的手段 他也一直很认可牧尘的实力 但牧尘同样也想用自己的实力 征服黎星连 用黎星连最强大的手段 正面击败他 这也是为什么 牧尘这一次会放开防御 想要和他们一决高下的主要目的之一 因为只有这样 黎星连才会全力来挑战自己 当然 两个人的对决 并不是现在 此时 一分钟已经过去了 牧尘的目光 看向了台下的张备 刘宇二人 淡然一笑 怎么样 你们要上来挑战我吗 牧尘 我承认你很强大 我也承认 我们之前确实小瞧你了 但你刚刚说了 你接受任何方式的挑战是吧 张备忽然说了一句 牧尘淡淡地点了点头 大气回应道 没有错 不管你们 想要怎么比试 我牧尘都正面奉陪 好 那你可敢以一敌二 张备语出惊人地说了一句 此话一出 大家都瞬间 朝他投来了比一的目光 噗 这就是帝都大学的天才啊 竟然连这么不要脸的话 都可以说出来了 还要牧尘以一敌二 我要是帝都大学的人 我都感觉到丢脸啊 哈哈 可不是嘛 打不过牧尘 就打不过牧尘嘛 还要上两个人去打 即使赢了 有什么脸面吗 真的是 承认牧尘优秀很难吗 话也不能这样说 这是牧尘自己说的 可以接受任何挑战 这话可不是别人逼他说的 既然什么都能接 那么多上 一个人怎么了 没本事 可以不说大话呀 是吧 就是 我觉得没什么的 别说两个人 就算所有人都去挑战牧尘 我觉得也很合理 谁让他这么爱放大话 人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不管在什么世界 喷子这个生物 总是会存在 大多数的人都觉得 张备的做法 十分卑鄙无耻 但也不乏小部分的人 觉得这么做无可厚非 不过牧尘并不在意 这些舆论的声音 他想都没想 就对着张备勾勒勾手 上来 这挑战我接了 二哥 这样做不好吧 听到牧尘答应了下来 一旁的刘宇 倒是有一些觉得 这样不好了 张备的性格 本来就阴险狡诈 心肌比较多 脸皮也比较厚 他是不在乎几个人 打一个有什么丢不丢脸的 只要能打败牧尘就可以了 但刘宇不一样 他虽然也很狗眼看人低 但他是那种自视甚高的人 不屑和人一起联手对付牧尘 觉得这样赢了 也完全不够光彩 张备勾自己的三弟不干 立马劝说道 三弟我们不如牧尘 这是一个既定事实 现在已经不能称为鄙视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看看我们和牧尘的差距 到底在哪 既然牧尘都愿意接受了 你怎么还不愿意了呢 这 刘宇将自己的目光 看向了擂台上的牧尘 有一些不太确定的问道 你确定要接受 我们两个人的同时挑战 自然 牧尘面带笑容地点了点头 眼里完全没有一丝迟疑 这个时候 帝都大学的王迪 也用广播宣布道 既然牧尘愿意接受 那么这一次的比试成立 为了公平起见 如果牧尘赢了你们的话 他将会获得六点积分 而你们会各自负三点积分 如果受伤费用另算 牧尘的特殊 让王迪不得不临时改变规则 这倒不算他针对牧尘 反而他很欣赏牧尘 这个临时改动 也让牧尘得到了应有的待遇 刘宇一听自己老实都这么说了 便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既然如此 那么得罪了 他和张备 一起来到了擂台上 这个时候 擂台上的信息 也得到了更新 22号擂台已激活 擂主 请双方选手进行武装 比赛将在三分钟后正式开始 第64章 终于 得手了 真疯狂啊 一个人对战两个超级天才 这大概也只有牧尘 才敢接下这样的挑战 可不是吗 虽然牧尘的等级遥遥领先 但张备和刘宇也不是吃素的 综合成长SS加 比牧尘的S级 多了整整三级啊 而且一对二 完全不是一对一那么简单 牧尘就算强大概也很难赢吧 牧尘不会赢 你他妈的在搞笑 别忘了 刚刚那只是 他的第一阶段 比起他能不能赢这件事 我只好奇牧尘到底是用第一阶段赢 还是用第二阶段赢 就是 这两个帝都大学的废物 怎么可能打得过牧尘大佬 谁在说牧尘大佬会输 老子第一个和他大战三百回合 经过了之前牧尘的表现 大多数的观众们都不相信牧尘会输 此时 他们一个个都在为牧尘助威 完全和最开始质疑 牧尘的时候是两副嘴脸 这也是牧尘的魅力 他总能用自己的实力 征服所有质疑他的人 当然 喷子除外 毕竟喷子什么都能喷 除了把他们的那张嘴给撕下来 或者让他们永世长眠 要不然 那张嘴是停不下来的 因为牧尘已经进行了武装 张贝和刘宇 此时也分别开启了自己的武装 张贝的武装是鬼面将军 幻化出来的是一个鬼面面具和两把剪 整个人被黑光包围 看上去就十分阴险狡诈 和他的性格很像 刘宇的武装则是一只混沌石铁兽 也就是野外的熊猫 他的武装武器是一双带着利爪的拳套 身体肌肉也在武装之后 得到大幅加强 三人武装完毕 擂台也开始进入倒计时 牧尘淡淡地看着二人 说道 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些惊喜 你放心吧 我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张贝节节节地笑了一声 随后转过头对着刘宇说道 三弟你掩护我 我们一起齐心协力 争取把牧尘的第二阶段逼出来 我明白了 既然上台了 刘宇也没有什么顾虑了 他点了点头 眼里充满了战意 很快 倒计时结束 牧尘依旧没有提前出手 哪怕他现在出手 也可以秒掉这两个人 但他就是自信 就是爱装逼 就是要让敌人发挥出 自己的全部实力 然后再以更强大的攻击 碾压对手 低调 牧尘不知道何为低调 张贝和刘宇这边 则是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身上的气势 瞬间升腾而起 上 张贝喝了一声 一旁的刘宇 瞬间冲向了牧尘 就像刘宇之前说的那样 他擅长的是快速进身 然后依靠敏捷作战 石铁兽武装后 给了他大幅的敏捷加成 让他的速度达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 几乎是眨眼间 刘宇就来到了牧尘的面前 双爪爆发出恐怖的威能 爆喝一声 武斗技 爆裂十字斩 一时间 刘宇的身形 化为一道残影 同时双爪挥舞 爆发出十字形的斩机 每一道斩机 都蕴含着毁灭性的力量 目标直指牧尘 牧尘面对刘宇的突袭 依然保持着淡定 他微微一笑 周围爆发出了剧烈的刚风 形成了一道疾风避障 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碰 刘宇的爆裂十字斩 打在了牧尘的疾风避障之上 爆发出了剧烈的爆炸 一时间 擂台上烟尘弥漫 而就在这个时候 无数道锋刃冲破烟尘 朝着刘宇击射而去 刘宇的反应也确实快 他见锋刃袭来 立马由弓转手 双手的利爪 不断在空中和锋刃碰撞 爆发出一阵阵刺耳的撞击声 这一次和之前不同 牧尘似乎没有打算秒掉他们 反而随意地散发着锋刃 挡下了刘宇的攻击 待到烟尘散去 牧尘屹立在原地 目光却绕过近在咫尺的刘宇 看向了他身后一直在序列的张备 刚刚张备就一直在序列 从他这个样子来看 应该是和之前的中道一样 拥有着某种序列型的武斗技 所以牧尘想看看 他到底有什么本事 要不然他早就将刘宇秒掉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站在原地没有动的张备 忽然对着刘宇大喝一声 三弟 我已经准备好了 快回来 明白 刘宇再次击退牧尘的锋刃 立马退到了张备的身边 牧尘并没有继续攻击他们 看到刘宇退去 也停下了自己的攻击 对着二人微微一笑 有什么本事快使出来吧 一般情况下 我不会二次出手 现在我已经破例对你们出过一次手了 希望你们别让我失望了 放心 你肯定不会失望的 张备冷冷一笑 眼里闪过一丝自信的光芒 他身上爆发出了狂躁的能量波动 看上去十分的恐怖 虽然没有当初中到那一招 全蓄力的武斗技威力强大 但当时 牧尘是靠 吸收 抵挡 这一次 不能使用 吸收 对牧尘来说 也是一种挑战 可即便如此 牧尘也一点都不担心 而是安静 等待着张备出手 这招是用我的独有能力 叠加出来的终极大招 能接下来 我算你本事 张备发出一声怒吼 他的身影猛地消失在原地 速度之快 让人难以捕捉 几乎是眨眼间 就来到了牧尘的身前 这恐怖的速度 让牧尘都有惊讶 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张备手中的双减 已经爆发出了 无比恐怖的能量 如排山倒海一般 朝着牧尘压了过来 这一击无比恐怖 就连周围的空间 发出了咔嚓咔嚓的破裂声 这是张备的独有技能 极限压缩 造成的强大攻势 这个能力 可以让张备 将任何能量 疯狂的压缩 也就是相当于蓄力了 当压缩到了极致之后 那么自然就会爆发出数倍 数十倍的恐怖攻击 刚刚一直在蓄力的张备 就将他的武斗技S加急 破碎虚空 压缩到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 不但如此 他也压缩了自己的速度 才会在此刻 爆发出让牧尘都吃惊的速度 所以这一击 张备有着必胜的信心 他看着近在咫尺 完全来不及躲避的牧尘 嘴角疯狂上扬 兴奋的哈哈大笑 终于得手了 第六十五章 这一击 我要将你的不败神话打破 终于得手了 牧尘 你的不败神话 就此终结吧 张备兴奋的哈哈大笑 似乎已经看见牧尘 被自己逼出了 那防御无敌 吸收 虽然这样也无法打败牧尘 但至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牧尘输了 如果牧尘是个说话算话的人 那么当他用出了 吸收度的时候 就是他认输 自动退赛的时候 所以此时的张备 十分的高兴 哪怕是用了不公平的手段 哪怕是无法真正意义上战胜牧尘 但是只要打败了牧尘的神话 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天大的荣耀 然而 就在张备以为 自己已经得手的时候 牧尘却忽然摇了摇头 依旧十分淡然地说道 有点意思 但不足以胜我 话音落下 无数的雷光 在牧尘身边炸现 隐隐之中 一声龙吟在所有人耳边炸开 牧尘面对这强大无比的一击 并没有选择去躲避 而是猛的一剑斩了过去 一刹那 狂暴的电弧 在牧尘的剑上舞动 仿佛一头咆哮的雷龙 要将遇到的一切 全部都碾成碎片 这一招 正是牧尘的S加5技 雷霆龙破斩 面对这一剑 张备眼中闪过一抹凝重和震惊 他能从牧尘的舞斗技中 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这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完全不输他极限压缩后的破碎虚空 这让张备十分的震惊和不解 他不明白 为什么牧尘明明也是S加级武斗技 会爆发出和他数次压缩过差不多的威力 但此时 他也没办法多想了 张备只能疯狂爆发着自己的能量 手中的双剑挥舞间 释放出滔天攻势 碰通 牧尘的雷霆龙破斩 与张备的破碎虚空 在擂台上发生剧烈的碰撞 激起耀眼的火花和电流 以及无比狂暴的能量波动 二人触碰的瞬间 整个擂台上的气流狂暴激荡 场面异常激烈 在这场激烈的碰撞中 擂台上电光四箭 雷霆和虚空的能量在空中交汇爆发 形成一片惊天动地的对峙景象 牧尘和张备二者的力量 似乎达到了某种奇妙的平衡 两者的技能交汇 形成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决 观众们的眼睛 几乎无法看到二人的身影 只能看到一片火花四箭雷电交错的场景 激烈的冲突持续了片刻后 忽然 一声惊天巨响 在二人交汇点爆开 激起了漫天烟尘 在那片烟尘中 一道人影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被强大的冲击力击飞 观众们的目光聚焦在烟尘中 他们平住呼吸 一脸紧张和期待地 看向了那倒地的人影 他们要看看 到底是张备打破了牧尘的不败神话 还是牧尘再一次发挥出 令人意想不到的实力 数秒钟之后 烟尘渐渐散去 这个时候 人们惊讶地发现 被击飞的竟然是张备 他的身体摔在擂台一侧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竟然直接就晕死了过去 不省人事了 反观牧尘 则依然屹立在原地 神情依旧平静 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我的天 牧尘 牧尘刚刚使用的是什么武斗剂啊 为什么威力会如此恐怖 这不是S加级武斗剂 雷霆龙破绽吗 但为什么在牧尘手中 能够爆发如此强大的威力啊 张备压缩了那么久的威力 竟然顶不住牧尘这一剑 他是将雷霆龙破绽 练到巅峰了吗 我也以为张备要赢了 却没想到 最后输的还是他 牧尘真是太强了 恐怕也真的只有同校的离心莲 才能和他有一战之力啊 可不是吗 牧尘就是怪物啊 这一结果 大家都没有想到 要知道张备的 极限压缩 每一次压缩 可以将武斗剂的威力 提高20% 而按照之前张备在试炼场里的极限 最多可以压缩10次 也就是提高了 破碎虚空200%的威力 这也相当于 他的破碎虚空爆发出来的增幅 是足足7倍 这波攻势 在所有新生里 算是顶尖了 但就算是这样 也无法撼动牧尘 足以可见 牧尘的实力 究竟有多恐怖 事实上 他们不知道的是 同样是S加级武斗技 牧尘的熟练度 经过系统提高到了巅峰 初始就是9倍的加成 再加上A加级的 雷霆之力 提高了雷系 武斗技 300%的加成 也就是说 牧尘刚刚释放的 雷霆龙破绽 足足加了1200%的威力 完全是SS及武斗技 才能爆发出来的恐怖威力 再加上牧尘的等级 碾压了张备 武斗技对拼赢了张备 很惊讶吗 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 而就在众人 都还在震惊 牧尘武斗技的事情时 刚刚一直没有动静的刘雨 忽然发出低沉的嘶吼声 他化作一只巨大的石铁兽 速度极快地 出现在牧尘的面前 强大的能量在他的身上翻涌 形成一道数道强大的黑暗着影 朝着刚刚释放完武斗技的牧尘 狠狠抓下 在这个过程中 刘雨爆喝一声 真正的杀招在我这 这我的独有技能 神兽将士 牧尘 这一击 我要将你的不败神话打破 原来 这才是两个人一起上场的目的 刘雨掩护张备 让张备蓄力攻击牧尘 即使不能打败 刘雨也可以趁着张备攻击期间 进行施展威力强大 但引导时间过长的神兽将士 这配合 我给你们点赞 牧尘眼里闪过一丝赞赏 笑着说了一句 随后 他身上快速爆发出狂暴的能量 身形快速后退 堪堪躲过这一击 但刘雨的神兽将士 并不是武斗技 而是一个持续性技能 在持续时间内 刘雨依旧会爆发出恐怖的攻势 只不过 当刘雨准备继续追击牧尘 不给牧尘休息的时间时 他却一脸错愕地停住了脚步 有一些手足无措 因为当他抬头的时候 在整个擂台上 都看不见牧尘的身影 就好像 牧尘这个人 彻底从擂台上消失了一样 这 牧尘 哪去了 刘雨错愕地惊呼道 第66章 第二形态 无影 牧尘呢 我也不知道啊 就很突然 啪的一下 就消失啊 什么情况啊 裁判呢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牧尘不见了 当牧尘消失在擂台上时 观众们都闹妈了 因为牧尘真的消失得非常突然 他就是刚刚躲过刘雨的必杀一击 然后整个人就彻底消失不见了 然而 就在大家都在找牧尘的时候 牧尘的声音 忽然如同幽灵一般 出现在了擂台上 你们的配合确实精彩 所以我决定让你们看看 我的第二阶段 无影 无影 也就是说 牧尘隐身了 卧槽 这是多少男性梦寐以求的能力啊 但隐身有啥用啊 一旦攻击 还不是会陷身 观众的话还没有说完 擂台上的刘雨 后背多了一条血痕 这一刻 所有人都震惊了 因为他们一直盯着擂台上 却完全没有见到牧尘在哪 更不知道 牧尘是从哪进行攻击的 刚刚还在说 牧尘隐身没用的人 现在彻底闭嘴了 因为牧尘竟然可以在攻击的时候 都不会陷身 该死 这是什么情况 刘雨感受到后背的伤势 不由冷汗之下 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暴躁 他在意的 不是后背那不深伤口 而是牧尘那神不知鬼不觉的身影 他完全感觉不到牧尘在哪 也完全没有感觉到牧尘的攻击 如果牧尘愿意的话 现在可以轻松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杀死他 这种恐怖的能力 让刘雨近乎绝望 台下的官妃 对这种能力十分熟悉 他的 幽灵鬼火 也可以让攻击销声匿迹 但却做不到像牧尘这样 连整个人都消失了 这样的情况 比他那更可怕 因为他至少 还会被人看到 是什么时候攻击的 而牧尘完全销声匿迹 敌人根本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发动攻击 正所谓未知的 才是最可怕的 和这样的人对决 心理压力直接拉满 他看自己三弟的那模样 就知道刘雨的心理压力 已经到达临界点了 第二形态 无影妈 确实厉害啊 和其他人不同 带队老师们 是大师级武装者 他们的等级 都超过了三百级 虽然他们依旧无法用 肉眼看到牧尘在哪 但可以凭借感知 看到牧尘的位置和举动 在看到牧尘使用 这一招的时候 王迪等人就第一时间 释放自己的感知 查看牧尘的位置 发现这是牧尘的技能之后 一个个震惊的妈都不认识了 第三个技能了呀 这牧尘深藏不露啊 妈的 老子都要爆粗口了 正常人浑兽 都是两个技能 传说种族三个技能 神话种族四个技能 现在牧尘加上自身的技能 都已经五个技能了 这小子逆天啊 可不是吗 而且这还不是上限啊 这才仅仅是刚刚开始啊 以后牧尘的成长 真的是无可限量啊 一众老师们 都纷纷羡慕的吉尔法子 以前牧尘只是在防御力上 让他们这些老师们 惊讶 羡慕 现在的牧尘 确实全方位让人羡慕 特别是这个 捕食技能 完全不弱于之前牧尘展示出来的 吸收 要知道独有技能 可是特别的存在 就是因为太强大 大多数魂兽 都只有两个技能 就算是神话种族的魂兽 也只不过是四个 但只要给牧尘足够的时间 他恐怕可以把所有的技能的 都纳入体内 拥有如此变态的能力 真的太让人羡慕了 但他们再羡慕也没用 因为他们可没有 能够剥夺牧尘技能的技术 目前整个世界 大概除了牧尘以外 就只有神话种族中 排名第二的 无尽深渊 才有这种可以吞噬 其他生物技能的能力了 但那家伙 自从数十年前 被十多位主宰 及武装者联手干掉之后 目前并没有迹象表面 又有人契约了 这个天生邪恶的恐怖魂兽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 现在整个世界 只有牧尘可以 吸收别人的技能 这一点 他是唯一的 而此时 台上的刘宇 也终于承受压不住 对着裁判机器人说道 我投降了 他刚刚努力过了 不管怎么样 都无法找到牧尘在哪 反而牧尘每一次 都能在他身上开一个洞 导致他现在 完全成为了一个血人 这还是牧尘 因为他无法防御 所以一直不敢全力攻击 要不然仅仅一击 就可以 让刘宇见他太难 22号擂台对决更新 胜利者擂主 古都大学 牧尘选手 获得六点积分 一分钟后 本擂台即可再次挑战 若擂台重新开放五分钟后 没有人进行挑战 那么擂主之后 每分钟会获得一点积分 胜利了 哈哈哈 牧尘又赢了 太强大了 天怒形态已经那么强了 无影形态 更是无解的存在 怪物 牧尘果然是一个强大的怪物 帝都三杰都失败了 两个人一起对付牧尘 也没办法获胜 现在还有什么花招吗 上三个人来对付牧尘 还是车轮战 消耗牧尘的体力 我倒要看看 哪个不要脸的 去牧尘那送死 想要对付牧尘 大概也只剩下车轮战了吧 不过我想 除了帝都大学的张备 大概没有人会这么不要脸吧 此时的张备 彻底沦为了一个笑话 耍心机来对付牧尘 却最后落得一个如此下场 也算是活该了 而二人下台接受治疗的时候 牧尘也取消了元素化 形态 他站在高处 宛如一尊无可动摇的王者 身上散发着无比霸道的气场 目光中透露出一丝傲然和自信 俯瞰着下方的所有功累者们 问道 还有谁想来挑战我的 不限人数 一起来吧 第67章 征服 无人敢战 自信 霸道 牧尘直接将话放出来了 还有谁 想要挑战他的 可以一起上 完全不限制人数 哪怕是十个 二十个 甚至所有人上来都行 这种无敌的自信和霸道 让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动容 但却没有一个人 觉得牧尘是在装逼 在吹牛 因为在经过了刚才的两场战斗之后 他们已经不像一开始那样 觉得牧尘没有一点攻击力了 现在的牧尘 即使是所有人一起上 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天灾一样的范围攻击 天怒即灭 无法被看到的无影形态 还有那强大无比的武斗技 雷霆龙破绽 目前牧尘展现出来的三个能力 基本上也是无人能破解 刚才如果牧尘愿意 也可以使用天怒即灭 去对付张备和刘宇 但他因为想知道二人的底牌 才选择了和他们慢慢对打 人数在牧尘的天怒即灭下 完全没什么优势 而且更可怕的是 如果牧尘在无影形态下 使用天怒即灭 那大家连牧尘在哪里都不知道 那不是纯粹在擂台上当把子 所以这一次 没有人敢去挑战牧尘了 牧尘已经用两次无懈可击的战斗 彻底征服在场的所有新生了 无趣 牧尘微微摇了摇头 取消了武装形态 擂台上的他 还不是最强形态 如果在野外 他会让这些人感受到 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 接下来的时间 就过得很快了 大家纷纷都避开了 牧尘和黎心莲 这两个变态的擂台 因为规则的关系 两个人的一直在积分榜上 不断竞争排名 虽然牧尘有气氛在手 但是花了超过五分钟的时间 所以和黎心莲的积分基本持平 前一秒可能牧尘第一 后一秒 黎心莲又回到了第一的位置 两个人似乎又回到了高考时那样 除了他们两个人 已经提前进入下一轮了以外 魔都双腰 也很快进入了晋级区 这两人的实力 和帝都三节大差不差 在牧尘看来 也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唯一让牧尘比较关心的 就是自己好兄弟任天堂的情况了 得到强化之后的任天堂 实力倒是提升得比较快 再加上这一届的新生 算不上特别的变态 除了帝都三节和魔都双腰 这五个人是SS加级成长外 其他人基本都是SS加级 连SS级都没有一个 所以任天堂还是很有机会 可以进入到最后一席第八名额的 再不计 进入到前十六强也不错 因为学校是会为十六强的人 颁发额外奖励的 任天堂的进展也确实比较顺利 目前他的积分和一个人并列在第十名 正在挑战排名第九的类主 只要战胜了他 就可以进入前八了 此时距离比赛结束 只剩下不到十分钟了 任天堂似乎也知道 这是自己进前八的唯一机会 这个类主虽然是S加级的成长 但是等级并没有任天堂高 不过正面对决 他即使能打得过这个人 也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 所以任天堂之前 一直都在拖时间 在示弱 战斗有时候不单单是比拼力量 还要比拼脑子 任天堂不是一个天生就很强大的天才 他在这群新生里 只能算得上是中等偏上 再加上身为牧尘和离心莲 这两个变态的朋友 这让任天堂在过去的一周内 没日没夜地进行练习 可以说 他付出的努力 是在场所有人里最多的 所以他要赢 他要进入到八强 哪怕八强就是他的极限了 他也要进入八强证明自己 就是现在 任天堂抓住一个破绽 毫不犹豫地释放出自己的技能 死亡之息 并且骤然加快了自己的速度 利用对手的反应不及时 右手一剑打掉了对手的武器 左手一剑横在了对手的喉咙处 我说了 任天堂的对手也知道自己被骗了 他的实力和任天堂相差不大 是不会被这么轻松祭拜的 但因为任天堂之前一直在扮猪 一直在让他放松警惕 和进入到慢节奏 这个时候突然的变奏 就会导致他刹那间 跟不上任天堂的动作 这是他输掉比赛的原因 伴随着任天堂干掉了第九名 并且成为了类主 他的积分也顺利来到了第八位 接下来 只要没有人来挑战他 那么他就会顺利进入到下一轮 而这个时候 古都大学的其他参赛者们 纷纷自发聚集在了任天堂的擂台面前 他们要保证 没有人来挑战任天堂 因为比赛来到最后关头 大家都开始算分了 如果一些分数差一些进入前八的 会耍心机让自己学校的人 故意去攻击排名前列的擂台 哪怕不敌 只要上去拖时间 让类主无法获得积分奖励就可以 这样撑两三分钟 输了也才让对方得一分 但排名下方的人 却可以得两分乃至三分 以此来达到反超 所以 古都大学的其他考生 此时纷纷自发地保护任天堂 甚至还有人从擂台上下来 只为了让任天堂 能够顺利进入前八 他们不会使用作弊的手段 帮任天堂晋级前八 但也同样不允许任何人 通过不正当的手段 挤走任天堂的前八地位 如果有人想这么做的话 那么 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上台 然后秒认输来刷分 一般很少有学校会这么团结 因为能来到这里 大家都是这一届里的佼佼者 彼此之间 基本都是谁都不服谁 但古都大学却不同 因为牧尘早就在开学那一天 就成为了古都大学新生里的绝对领袖 他们大概是本届大赛里 最团结的一支队伍了 其他学校的人 本来是想用不正当的手段 挤走任天堂的位置 但他们此时看到古都大学如此团结之后 纷纷也都打消了这个念头 古都大学里有七个人在帮任天堂 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 是彻底无缘前八 前十六 其他有凝聚力的学校 已经在前八里待着了 没必要通过这种方法来挤走任天堂 剩下的学校里 大家水平都差不多 你想进前八 进前十六 我还想进呢 凭什么放起来帮你 就你要奖励 我们不要吗 所以 基本上大家都是各自为战 根本不会像古都大学这样团结 很快 第一轮比赛的时间终于结束了 积分榜排名 也最终定格 第一名 古都大学 牧尘 第二名 古都大学 黎新莲 第三名 魔都大学 曲宇竹 第四名 魔都大学 曲宇兰 第五名 帝都大学 官妃 第六名 帝都大学 张贝 第七名 帝都大学 刘宇 第八名 古都大学 任天堂 第六十八章 牧尘 vs 黎新莲 正面对决 八强诞生了呀 没想到今年古都大学真的强 八强里面竟然占据了三个 而且 牧尘和黎新莲 还是绝对的前二 牛逼不拉屎 除了牧尘以外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任天堂了吧 他的实力 不是这些人里面最强的 但却是最会动脑 最努力的一个 果然和牧尘做队友的 不是一个水货啊 全国新生大赛 八强诞生之后 观众们都被 古都大学的表现震惊了 不但牧尘 以绝对强势 领跑所有人 还有黎新莲这个 没有人敢挑战的新生女神 最后 任天堂的努力和头脑 也让所有观众们 印象深刻 可以说 这一次的新生大赛 古都大学赢妈了 而此时 原本正准备去抽签的徐文汉 却被王迪和杨过叫住 怎么了 徐文汉有一些不解的 看着二人问道 是这样的 刚才我的学员说了 他们不想和牧尘 或者黎新莲为敌 所以自愿放弃了比赛了 王迪将帝都三杰的想法 告诉了徐文汉 之前他们三个都输给了牧尘 此时已经没必要 再去丢人现眼了 既然拿不到第一 争夺第二 第三 有什么意思 所以他们三个在 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 一致决定放弃比赛了 还有这回事 徐文汉有一些意外地 看着王迪 再次确认道 你确定吗 是的 很确定 不过他们和现场的 所有观众一样 都想看一看 黎新莲和牧尘对决 我想你应该会 让他们两个进行对决吧 王迪笑呵呵地说道 这可不是 我能决定的 不过我看牧尘 和黎新莲的眼里 都有战役 应该是会打上一场吧 徐文汉说完这一句话 将目光看向了身边的杨过说道 你们呢 该不会也放弃比赛了吧 杨过露出了一丝苦笑 点了点头 我们的那对姐妹花 也是这个想法 他们自认不是牧尘和黎新莲的对手 所以也放弃了 用他们的原话说 得不到第一名的比赛 就不去丢脸了 好吧 我尊重你们学员的选择 徐文汉有一些得意的点了点头 看来这一次 大家确实都认可牧尘的实力了 这对牧尘来说 是一件好事 他也为有牧尘这样的学生 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很快 徐文汉便来到了牧尘三人的面前 将两个学校放弃比赛的消息 告诉了牧尘三人 任天堂一听 顿时一脸惊喜 那这么说 我不是捡了一个第三名 是可以这样说 徐文汉点了点头 似乎知道任天堂在想些什么 微微一笑道 学校也会按照大赛第三名的成绩 奖励你学分 武斗技的 哈哈 我这运气太好了吧 任天堂兴奋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如果没记错的话 第三名可是有足足20万的学分 以及一本S加级武斗技呢 然后他再努力努力 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把倩慕尘的学分给还了 众人看到任天堂这副开心的 跟小孩一样的举动 都不由自主地微笑摇头 稍微消停了一会之后 徐文汉将自己的目光 看向了牧尘和黎心莲二人 问道 你们两个呢 要不要在这个赛场上打一场 牧尘 你什么想法 黎心莲听到这话 将自己的目光看向了牧尘 他虽然在问牧尘的意思 但是眼里的战役 已经无法掩饰地开始沸腾了 牧尘同样也是如此 眼里闪烁着战役 他看向黎心莲 目光坚定而炽热 为何不呢 牧尘的声音坚定而悠扬 仿佛在邀请黎心莲 一同踏上擂台 他对于这次的对决 也已经等待多时了 黎心莲微微一笑 眼中的战役更加强烈 徐文汉见状也笑着说道 那走吧 我们前往一号擂台 二人皆是点了点头 朝着一号擂台上走去 这个时候 大家看到二人走向擂台 全部珊瑚海啸地沸腾了起来 哈哈 终极对决终于要开始了 我好期待啊 无敌的牧尘 VS同样无敌的黎心莲 在牧尘自我限制的情况下 到底谁会赢呢 虽然正常对决 黎心莲可能会输给牧尘 但现在还真不好说 我看好黎心莲 毕竟他是真的 没有人质疑的强大 牧尘的实力 大家有目共睹 但黎心莲的实力 却是一个谜 他好像还没有使用过权力吧 这一次终于可以看到 女神使用权力的模样了 这么说的话 牧尘也有第三阶段吧 不管怎么说 这肯定是本届大赛 最为精彩的一次比赛了 在观众的欢呼声中 牧尘和黎心莲 同时登上了一号擂台 大屏幕上 瞬间出现了二人的对战信息 22号擂台已激活 擂主 古都大学 牧尘 等级153级 契约魂兽 猎等种族 闪光恶魔史莱姆 综合成长S级 攻类者1 古都大学 黎心莲 等级113级 契约魂兽 神话种族 天启之星 综合成长EX级 请双方选手进行武装 比赛将在三分钟后正式开始 那么 开始吧 牧尘对着黎心莲微微一笑 率先一步 开启了自己的武装 他没有小瞧黎心莲 一上来就 直接启动了第二形态 也就是连续开启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雷霆之力 元素化 三个技能 一时间 牧尘的身形 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黎心莲早已经见识过 牧尘的这个形态 此时眼里也没有太多的波澜 他露出了一个绝美的笑容 朱唇清启 天启之星 武装 伴随着黎心莲的话语 无数的星光从天散落 星光如同沐浴在他周身 使得他看起来 宛如星辰陨落凡间的仙女 这幅绝美的景象 让在场的观众都为之倾倒 为之动容 与此同时 星光散发出一种神秘而又高贵的气息 并逐渐凝聚成一副美轮美奂的铠甲 以及一把白色太刀 黎心莲站在场上 光芒四射 如同星辰般耀眼夺目 他对着站在自己对面却看不见的牧尘 倾城一笑 我知道 就算在这个状态下赢了你 也算不上真正的胜利 但我还是忍不住自己的好胜心 牧尘 这一次我会用全力击败你的 我也会用我的实力 正面征服你的 牧尘笑着回应 黎心莲牧尘 来吧 站 终于 牧尘和黎心莲 这两个绝代天交之间的正面对决 要拉开序幕了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69章 恐怖的黎心莲 天启之星 一号擂台 冠军争夺战正式开始 当裁判机器人 提示了比赛开始 牧尘和黎心莲 都第一时间行动了起来 天怒祭面 牧尘毫不保留 释放出了天怒形态的强大大招 刹那间 狂风呼啸 电光闪烁 雷鸣轰鸣 擂台上瞬间变成了一片恐怖的末日景象 牧尘的力量爆发到极致 仿佛汇聚了天地之怒 将其化为一股摧毁一切的力量 这一招的威力之大 让整个擂台都为之震战 所有观众们 都被这股强大的气势所震撼 因为他们发现 这一次的 天怒祭面腿的威力 竟然比上一次的还要大 这也就是说 现在才是牧尘的权力 之前哪怕是用同一个技能 也都是 对官妃留守了 事实上也是如此 因为当牧尘开启 元素化体的时候 所有的元素技能伤害 得到50%的提高 原本就恐怖的天怒祭面 在元素化体的增幅下 变得更加的恐怖起来 一时间 无数锋刃如利刃般 披向黎星莲 同时 雷电在空中交织 形成一片电光交织的网 裹挟着摧毁一切的力量 朝他迅猛袭来 黎星莲面对牧尘天怒形态 释放的强大攻势 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嘴角一挑 十分淡定地说道 只要是 被我看过的技能 就不会对我生效 所以 这一招 对我无效 天气 征服 黎星莲的身影 在这风雷交织的擂台上 显得那么的微弱 但他身上的气势 却越发强大了起来 无数的星光 从他身上爆发 只见他手中的白色太刀 凌空舞动 化为一抹银白的流光 直接凌空一展 在这一刹那间 星光璀璨 黎星莲手中的太刀 带着星辰之威 将牧尘释放的强大攻势 瞬间斩成两半 轰隆隆 擂台上传来一声巨响 牧尘的天怒祭灭 在这一刀下 荡然无存 激起了强烈的风浪和电光 原本末日般的擂台 这一刻出现了一条 无比亮眼的银河 相当的美丽壮观 观众们看到这一幕 不禁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我的天啊 这就是黎星莲的实力吗 这招直接秒了官飞的大招 竟然被黎星莲一招就解决了 这实力太恐怖了吧 神话种族中排名前十的 哪个不是最顶尖的存在 之前根本没有人 可以让黎星莲发挥出权力 大概也只有同样为怪物的牧尘 才能让黎星莲展现实力吧 不管怎么说 这场比赛变得有意思起来了 让我们看看 到底是怪物牧尘可以赢 还是同样怪物的黎星莲 会把牧尘打出吸收 我记得 天启 征服的效果 是将所有看过的技能 全部可以一刀破法 真不愧是天花靶 太变态了 比起观众们的不明所以 较失去的众人们 都看过 《起源之书》提供的信息 根据《起源之书》提供的信息 黎星莲的魂兽 天启之星 一共有着四个技能 天启 征服 所有被黎星莲看到过的技能 都可以直接一刀破法 不会对它产生任何的效果 天启 毁灭 黎星莲的每一次攻击 都会引起群星共鸣 攻击 造成毁灭般的范围破坏效果 体魄越强大 攻击越强大 还能消耗精神 加强攻击的威力 普攻及大招 天启 诅咒 释放出一道恐怖的诅咒领域 在领域范围内 所有敌人的生命力 每分钟都会快速枯竭 并化为星光 成为黎星莲的养分 根据等级提高领域范围 和枯竭速度 天启 死亡 黎星莲的攻击伤到后 将按照等级斩杀 100级以内的 只需要击伤一次 不管等级 成长 都一击必杀 200级这是击伤两次 即使是满级的人 只要被攻击十次 就会直接死亡 大家一想起黎星莲那 强大到令人绝望的技能 一个个都不由感到有一些窒息 他们不知道 牧尘的技能等级有多高 也不知道具体效果是什么 所以虽然知道 牧尘防御在范围内无敌 但并不觉得 能够挡下自己的攻击 但黎星莲这个名牌强大的人 就仿佛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因为 哪怕是他们这些 300多级的大师级武装者 如果被113级的黎星莲击伤四次 哪怕只是微不可查的伤口 都会被被黎星莲的 天启 死亡 斩杀 这也是当时 王迪等人为什么会放弃表现优异的牧尘 选择招募黎星莲的原因 因为比起牧尘的未知 黎星莲是名牌的强大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这一次不是牧尘的横空出世 那么这个时代是黎星莲的时代 两个绝代双交的对决 也让他们这些老师都跟着兴奋了起来 场上 牧尘看到自己的天怒祭灭 被黎星莲一刀破除 那一直毫无波澜的眼神里 第一次出现了深深的震撼 这不是挡下了自己的攻击 而是黎星莲刚才那一击 直接将天怒祭灭给抹除了 这种强大的技能 让牧尘有一些震惊 以前都是他让别人震惊 现在是黎星莲让他震惊了 不过这震惊也只持续了片刻 虽然黎星莲一直都没有在牧尘面前 展现过他的真正实力 但是牧尘知道 黎星莲很强 毕竟他契约的 可是在神话种族里 都排名前五的神兽啊 如果连自己的这一击都挡不住的话 那未免也太浪得虚名了吧 想到这 牧尘的目光看向了 对着站在原地 以不变因万变的黎星莲 微微一笑 厉害 真不愧是你 不过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只要不被你看到的技能 就会对你生效是吧 那么小心了 话音落下 牧尘身形快速冲向了黎星莲 按照黎星莲自己说的话 被他看到的技能就会被破除 那么元素化 这个他无法看到的技能 就会是黎星莲的克星 事实也是如此 看黎星莲的表情 就知道 他看不到牧尘在哪 然而 下一秒 黎星莲却忽然笑了笑 你隐身这招 确实对我有用 但我也早已有应对之策 说着 以黎星莲为中心 一道无比邪碎的领域扩散开来 这一招我一直不太喜欢 因为有一些残忍 但为了赢你 我就破例使用一次吧 天启 诅咒 第七十章 逼到绝境 最后的招式 黎星莲释放出的领域 迅速覆盖了小半个擂台 这个诅咒领域给牧尘一种神秘而又阴森的感觉 似乎只要靠近这个领域 就会发什么恐怖事情一般 这让原本准备接近黎星莲的牧尘 在领域外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对这个领域 感到了一丝心悸 但他停下了 黎星莲却动了 在开启诅咒领域之后 黎星莲的身形就快速地动了起来 他的领域覆盖范围并不算太大 但好在这个擂台也不算太大 按照黎星莲的想法 想要找到牧尘 就能攻击到牧尘就可以了 任何隐身都有办法被破除 如果牧尘攻击不会破除隐身状态 那么只要攻击到牧尘 就会破开他的隐身状态 这个想法确实有用 牧尘停下脚步的时候 因为太靠近黎星莲 就被黎星莲的诅咒领域覆盖到了 在被覆盖了那一刻 牧尘的元素化被破解了 这一刻 全场哗然 牧尘的第二形态 那个在他们看来无解的 无影形态 竟然就这样被黎星莲给轻易破解了 与此同时 一种无比阴森 恐怖的感觉 从这领域散发到牧尘的全身 仅仅是一瞬间 牧尘都想开启 吸收 因为他能感觉到 如果在这里待下去 自己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会被吸干 是真的会死的那种 但他最后还是忍住了 牧尘也顾不上元素化 被破除了 快速后退 离开了这个领域之中 这时候 黎星莲也取消了 天启 诅咒 对着牧尘嘴角上扬 手中的太刀 发出了耀眼的星光 天启 毁灭 话音落下 一刀斩出 黎星莲的攻势 犹如星辰陨落 太刀带着毁灭之力 直披而下 星光夺目 仿佛要将一切都化为虚无 雷霆龙破斩 牧尘面对这恐怖一击 根本不敢大意 直接释放了自己的 S加集武斗技 雷霆龙破斩 一时间雷光大作 牧尘一箭斩出 化为一条狂暴的雷龙 朝着黎星莲的群星轰去 轰隆轰 牧尘的雷霆龙破斩 与黎星莲的天启 毁灭相互碰撞 产生了剧烈的火花和爆裂声 擂台的能量防护瓶 也在这一刻 犹如碎裂的玻璃般 出现了裂痕 二人的招式 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能量波动 这一次交手 牧尘的雷霆龙破斩 占据着上风 雷龙冲破星空 带着毁天灭地的雷霆之力 呼啸着朝黎星莲 急迟袭去 这是双方交手以来 牧尘第一次占据上风 他的武斗技 在元素化 雷霆之力的加持下 爆发出无比强大的威力 但 黎星莲的天启 毁灭是普攻 他使用的却是武斗技 而且 作为被黎星莲看过一次的招式 结果可想而知 天启 征服了 黎星莲毫不犹豫 手中太刀一斩而出 刹那间 星辰漫天 黎星莲简简单单的一刀 迅速侵蚀着牧尘的攻势 刚刚还威视庞大的雷龙 眨眼间化为虚无 雷龙在星辰的光芒中破碎 牧尘释放的狂暴能量 也迅速被黎星莲化解 这一切 让人绝望 我说了 同样的招式 对我没用的 黎星莲笑着说了一声 他速度极快 冲向了牧尘 他知道牧尘强大 没有任何的留守 手中的太刀闪烁着星光 宛如天神降临 爆发着无数强大的攻击 砸向牧尘 牧尘面对黎星莲的迅猛攻势 提见迎击 眉头微皱 二人从刚刚的招式比拼 演变成了近身厮杀 黎星莲的攻击迅猛而凌厉 太刀所化的星光 宛如无尽的流星雨 砸向牧尘的方向 他的每一次攻击 都会爆发出 不亚于武斗技的威力 牧尘这边 自然也不甘示弱 他使用雷霆之力 和风之力 加持自身 攻击招式 虽然对黎星莲没用 但如果是加持自身的话 黎星莲也没办法一刀破法 一时间 二人在擂台上打得有来有回 场上星光与雷电相互交织 好不热闹 这场顶级对决 已经超越了一般武斗比赛的水平 成为一场真正的巅峰对决 但所谓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乍一看 场上的局面 确实是势均力敌 甚至看上去 牧尘还有一点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黎星莲的 天启 毁灭 是每一次攻击 都是大招 但即便这样 也被牧尘给全部挡了下来 看上去 难道不是牧尘更强吗 但实际上 有一些人已经看出来 牧尘属于弱势了 别看牧尘好像稳住了 但实际上 你们注意看他的手 黎星莲和他每一次交手过后 牧尘的手都会下意识地颤抖 这是处于弱势的象征啊 是啊 难道这一场比赛 牧尘不动用 吸收 真的拿黎星莲 没有任何办法吗 这也不怪牧尘 黎星莲的攻势确实好强啊 他的普攻都是武斗技 完全和牧尘的防御一样 强大到令人绝望啊 最强大攻击 VS最强大的防御 这两个人 真的好般配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 一直无敌的牧尘 遇到了对手 被逼到了这个地步 我竟然感觉有点爽 不管怎么说 现在情况看上去 对牧尘很不乐观 如果不动用 吸收服的话 他大概会输吧 这一次比赛 确实超乎了 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他们都以为 牧尘会强大到 让黎星莲都无法匹敌 但就刚刚的几回合 交手来看 黎星莲展现出的实力 完全在牧尘之上 如果牧尘没有其他的底牌 或者还是不愿意开启 吸收的话 那么 最后获胜的 绝对会是黎星莲 所以此刻 大家都很好奇 面对比如此强大的黎星莲 牧尘到底会做出如何选择 是开启 吸收 和黎星莲全力一战 还是用出什么强大的底牌 让所有人再次感到震撼 牧尘也知道这样下去 完全不是办法 黎星莲的攻势 实在太强大了 好几次 牧尘都差点用出 吸收 他知道 再这样打下去 最后输的人会是自己 所以 牧尘再次挡下了黎星莲的强大攻势 迅速后退了一大段距离 身上忽然爆发出一股 无比狂暴的澎湃能量 这一突然变化 让黎星莲停下了脚步 从战斗开始时 就一直胜券在握的黎星莲 眉头第一次深深皱起 他能感觉到 此时的牧尘 如同一个恐怖 狂暴的怪物 让他感到十分的心惊 与此同时 牧尘的眼神变得无比凌厉 周身狂暴能量弥漫 一时间毁灭 肃杀的气息 将整个擂台笼罩 牧尘手中的剑 发出了阵阵剑鸣 指着黎星莲 意气风发的孝道 看来想要战胜你 只能使用这一招了 你小心一点 这一招 我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力道 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第七十一章 太古时代 四大守护神兽 霸海恶魔 随着牧尘的抱和 他的身后 浮现出一只恐怖的 巨大恶鱼虚影 虚影出现的那一刻 教师区观战的所有老师们 纷纷站起身来 他们的脸上 充满了深深的错愕和震惊 这这怎么可能 这不是太古时代的 四大守护神兽之一 镇守北方的霸海恶魔吗 他的传承 为什么会出现在牧尘的身上 难道 难道和高考师的考核副本时 牧尘消失的 那段时间有关 这个虚影 他们可太熟悉了 在这个世界 曾经爆发出一次能让人类灭绝的灾难 当所有人都以为 人类要灭绝的时候 四只庞然大物 带着一群天人降临到了这个世界 在四只神兽的帮助下 帮助了这个世界的人了 度过了灭绝危机 而那群天人 也带来了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 契约魂兽 这四只神兽 分别是霸海恶魔 守护岛龟 娇人海皇 灭是大巫贼 而如今 牧尘背后出现了 就是霸海恶魔的虚影 这让他们如何不不震惊 要知道 这四只守护神兽 已经很久 没有出现过了 他们的传承 更是今天第一次现实 此刻 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徐文汉 希望从他的嘴里 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但当他们看向徐文汉的时候 就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因为徐文汉的表情里 同样也是深深的呆滞 好 而此时 牧尘的气势 已经达到了顶峰 那恐怖的巨恶虚影 如同活了一样 发出了一声惊天巨吼 震得所有人震耳欲聋 接下这一招 就算你赢了 牧尘的声音 自信且充满霸气 手中的大剑 猛得凌空一展 他身后的霸海恶魔虚影 如同一道毁灭之光 狂猛地冲向黎星帘 剑光凛冽 狂暴的气势 如海啸一般袭来 让整个擂台都为之一阵 这一招所散发的恐怖气息 仿佛能撕裂一切 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感受到了一丝心境 仿佛牧尘的力量 达到了一种 令人生畏的境地 面对牧尘的这一击 黎星帘脸色无比凝重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背后的天启之星 虚影爆发出了耀眼的星光 一股同样强大 狂暴的澎湃能量 在黎星帘的太刀上聚集 天启 毁灭 急 这一次 黎星帘也使用了 他最强大的底牌 他将所有的精神力 全部加持到了 天启 毁灭 这一招上去 原本的 天启 毁灭 已经十分恐怖了 在得到黎星帘庞大精神力加持之后 在他的身后 形成了半边天的星海银河 伴随着黎星帘 一刀斩下 黎星帘身后的 那片美丽星海 爆发出了无数的陨石 如同一颗颗流星般 夹带着毁灭之力 急速朝着牧尘的 霸海恶魔沙 剑影冲击而去 一边是恐怖的吞天恶魔 一边是无数的毁灭流星 这一刹那间 星海陨落 剑影肆虐 形成了一场无比壮观的星空风暴 将整个擂台笼罩其中 碰 轰隆隆 两者的招式碰撞 爆发出恐怖的冲击波 狂暴的能量 仅仅在请客之间 就将擂台的防护罩打破 要知道 这个防护罩 可是可以挡下 SSS及高级武装者的全力一击啊 竟然在二人招式的碰撞下 被冲击的余波 直接就给炸开了 不单单如此 碰撞一出来的能量 更是将整个赛场 搅得天翻地覆 整个比赛场地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的能量在四处激荡 在剧烈的冲击下 整个场地 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 和震撼之中 观众席上的人们 也纷纷被这一幕 吓了一大跳 坐在前排的观众 更是连忙起身后退 好在针对观众席 还有额外的保护 所有狂暴的能量 都被更强大的防护罩 给挡了下来 这才让观众们 稍微安心一些 我的天 这个招式的威力 真的是两个新生搞出来的吗 未免也太可怕了吧 实不相瞒 刚才有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都要死了 妈的 大家都是学生 为什么牧尘和黎星连 这两人这么变态啊 比起这个 我更好奇 牧尘的这个 是什么等级的武斗技啊 我感觉这威力 应该不会低于SSS级吧 应该不会吧 SSS级武斗技 就算是古都大学 也拿不出来给新生吧 而且没道理 只给牧尘 不给黎星连吧 你看老师们的表情 估计这是牧尘自己的武斗技 我想起来了 牧尘高考的时候 不是消失过一段时间 有没有可能这个武斗技 是在那个时候获得的奖励 毕竟 那可是没有人通关过的 考核副本啊 有可能 不过眼下 还是关心这两个变态怪物 到底谁能在这次比赛中获胜吧 大家在确认没有危险之后 又将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了擂台上 此时狂暴的能量 已经摧毁了一切 整个擂台都被漫天的封杀 以及混沌的能量覆盖 根本看不清楚 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只有不断爆发出来的雷电 和碰撞余波 再告诉所有人 两个人的比拼还没有结束 这样的激烈对峙 持续了整整两分钟 在这两分钟里 所有人都凭住呼吸 十分专注地等待结果 在他们看来 似乎比两天都还要漫长 就在大家都快要 等不住的时候 忽然一声巨吼 将所有人震醒 那巨大的恶魔虚影 冲破了漫天星辰 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中 他如同胜利者一样 发出了震耳欲龙的咆哮 随后 他的身形和漫天烟尘一同消散 露出了原本被遮挡的擂台 此时整个擂台 已经被摧毁得惨不忍睹 只有牧尘和黎心莲的脚下 有一块完整的地形 黎心莲脸色无比苍白地站在原地 他身后的星光已经暗淡 身体都在忍不住地颤抖 牧尘这边 虽然被武装阻挡 看不清楚是什么表情 但同样也是气喘吁吁 看起来似乎是很累的样子 双方都没有人倒下 也就是没分出胜负 就在大家都这么想的时候 黎心莲嘴角勾勒出一丝苦笑 微微摇着头 大方帝认输道 是我输了 第七十二章 输得心服口服 我不如你 我不如你 黎心莲大方地认输了 他的声音不大 但是却在全场观众的耳边响起 这一刻 全场沸腾 赢了 胜利者是牧尘 哈哈哈哈 牧尘你是真他妈的牛逼啊 竟然不依靠 吸收 正面击败了那个恐怖的黎心莲 这是何等的卧槽啊 太不可思议了 这一届的新生大赛 简直比历届的精彩多了 特别是牧尘 真的是引领了一个时代啊 我原本以为他 即使会胜利 也会依靠防御胜利啊 没想到竟然正面击败了黎心莲 我真服了 牧尘我愿称为 你最强 咱们确实是见证历史了呀 今天的这一场史世纪对决 肯定会被勇士流传下去的 能够见证牧尘这样新生代强者诞生 实属荣幸啊 确实 牧尘你 成功用你的实力征服了我们 你是最强的 所有人都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惊呼 今天在他们的见证下 牧尘成功击败了所有新生 成为了这届新生里面最强大的那个存在 这个含金量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他最后击败的 可是那个同样被称为怪物的黎心莲啊 只有见证这一次战斗的人 才能知道牧尘到底有多么强大 只要见识过这一次战斗的人 都会毫不犹豫的被牧尘的强大为之倾倒 毕竟不管在哪个世界 强者都是受人崇拜的 当然 除了喷子 牧尘取消了自己的武装 露出了他那副帅气的面庞 他抹了抹额头上的汗 也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黎心莲远比他想象中的强大 如果不是当初得到了岛规的传承 获得了这一门EX及武斗技的话 今天他不用 吸收 还真拿黎心莲一点办法都没有 此时 帝都大学的副校长 敖雪松 来到了擂台上 高举起牧尘的手 说道 我宣布 本年度全国大学新生大赛正式结束 获胜者是古都大学的牧尘同学 啪啪啪 掌声如同珊瑚海啸 从四周传来 所有人都在祝福着 牧尘获得了冠军 接下来 就是颁奖仪式了 大学联盟会 给予前八名的学生各档次的奖励 第一名的牧尘 拿到了一千万的现金奖励 以及一门SS集武斗技 第二名从黎心莲 拿到了八百万的现金奖励 以及一门S加集武斗技 第三名任天堂 拿到五百万的现金奖励 以及一门S集武斗技 后面的人 奖励都是一样的 二百万的现金奖励 其他的就没有了 当然 这是大学联盟的奖励 回到学校各自的学校 也会给予奖励 颁奖仪式结束之后 本届全国新生大赛 就此落下了帷幕 大家都在依依不舍中退场了 这个时候 奥雪松以及徐文汉等教师们 纷纷来到了牧尘的身前 这阵仗让牧尘都有一些疑惑 这是要准备干嘛 作为帝都大学的副校长 奥雪松是一个干练的中年人 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 他此时笑呵呵地看着牧尘 那眼神就像按摩看到漂亮技师一样 让牧尘感觉有点不太适应 牧尘同学 你最后释放的那一招 是什么等级的武斗技 能否告知 奥雪松笑着说道 为了武斗技来的呀 牧尘听到这话 心中顿时明白 这些人的来意了 他不知道恶魔对这个世界的人来说 意味着什么 但也知道EX级武斗技的珍贵 不过武斗技被学习了 也就消失了 并不能继续传授给第二个人 所以牧尘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直接说道 EX级 上一次高考时 击杀恶害亡之后 获得的奖励 此话一出 众人瞬间震惊 虽然大家都猜想过 作为那位恶魔大人的传承 牧尘刚刚使用的武斗技等级 绝对不会低 甚至有可能是EX级的武斗技 但是轻而听到牧尘承认 这震惊感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可是EX级武斗技啊 目前整个世界 总共就只有十个人会 而牧尘 竟然成为了其中一员 而且还是那位守护神兽 恶魔大人的传承 牧尘看到这些人震撼的样子 不由觉的有些想笑 才展现一个EX级武斗技 你们就震惊成这个样子了 要是告诉你们 我还可以学三个 那岂不是要把你们下的原地升天 说起来 上一次进入玉佩空间之后 就再也没进去过了 不是牧尘不想去 而是似乎这个玉佩 还没充好能量 不过牧尘是一点都不着急 反正那里面的EX级武斗技 迟早都是他的 而黎心莲听到击败自己的 是EX级武斗技之后 也心服口服地说道 原来是EX级武斗技 难怪威力如此强大 我倾尽所有精神力的 天启毁灭 都完全抵挡不住这一击 没办法 我的天赋可没你那么好 只能在其他方面占点优势了 牧尘笑呵呵地说了一句 那你能告诉我们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有没有见到谁 敖雪峰着急地问道 牧尘看到敖雪峰这样 也察觉到了 导规和恶魔好像不太简单 他之前也没去了解过 所以完全不懂 导规和恶魔代表着什么 现在看敖雪峰等人 这副着急的模样 他想了想 说道 当然可以告诉你们 不过 王迪忽然笑了笑道 得给钱是吧 嘿 还是王老师了解我啊 不过这一次不要钱了 有武斗技吗 如果再给我一本SS级武斗技 我可以把你们想知道的 一切都告诉你们 牧尘说道 行 我答应你 敖雪峰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等会你可以跟我去挑选两本 SS级武斗技 行吧 既然敖校长这么爽快 那我就把当时发生的事情 告诉你们吧 牧尘整理下语言 将当初的遭遇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 当然 他没有说 倒规玉佩的事情 只是告诉他们 他每隔一段时间 就可以获得一个EX级武斗技传承 这个话直接把众人震惊到认知崩塌 全球都只有十个EX级武斗技 你直接一次性继承了四个 这运气 简直是一个变态啊 第七十三章 全国新生大赛落幕 冠军 牧尘 其实 牧尘刚刚故意隐瞒下 岛规爷爷送的玉佩 是有一些私心的 他想看看 有没有人来打劫自己 如果有的话 那么就召唤岛规爷爷 将这个人干掉 这样做 不但可以揪出一个叛徒 也可以收获不少的奖励 而且 如果运气不错的话 说不定还可以直接进行 捕食 吸收这个人的技能 但至少 这些人里面没有人足的叛徒 他们在听到牧尘 还可以获得 三个EX级武斗技之后 眼里除了羡慕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情绪波动 因为这种传承 别人是夺不走的 一般的武斗技 是以传承时 卷轴等方式 从古代遗迹里出土 如果是传承时 一般是高级武斗技 卷轴一般则是低级武斗技 低级武斗技重复度很高 即使是一些大学教授 也可以创造一些低级的武斗技 价值比较低 但传承时 一般是古代某些大能的传承 这些传承稀有度很高 一般都是具备为异性 而且 传承时一旦使用 就会刻在人的灵魂里 除非用特殊的方法 否则无法重新导出 但即便是这样 品级越高的武斗技 就越难从人的灵魂中导出 目前最高的成功案例 也只不过是A级武斗技罢了 而像牧尘这样的 EX级别的武斗技 除了那个 无尽深渊以外 基本上没有人可以掠夺 所以他们就算有心 想要夺牧尘的武斗技 也完全没有这个本事 你是说 岛归大人 他还活着吗 听完牧尘的话 敖雪峰顿时一脸激动地 抓住了牧尘的肩膀问道 那可是太古时代的守护神啊 距今都过去了一千多年了 这个世界的历史 分为了三个层面 第一个 太古时代 也就是距今一千多年前 那时候的人类 都还是普通人 因为天然的到来 人们得到了改变 形成了一个极其繁盛的时代 第二个 是大灾变时代 一场谁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的大灾难 毁灭了那传奇的天人文明 所有的天人 包括四大守护神兽都失踪了 只留下那些古代遗址 等待着人去寻找真相和传承 第三个 全民武装时代 也就是近代 大灾变之后 人类又重新繁盛了起来 但是野外也被怪物们霸占 导致人类失去了大量的领地 只能龟缩在城墙之内 现在听牧尘这么说 岛龟可能还活着 这件事情 怎么能不让奥雪松震惊 如果能找得到岛龟 那么野外的那些怪物 算个屁啊 应该是吧 至少我不觉得岛龟爷爷 是一个死人 但具体在哪 我就不知道了 他将传承给我之后 就把我传送走了 牧尘有一些遗憾地说了一句 虽然他也很想帮助人类 找到岛龟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他不可能为了问这个问题 特意摔碎玉佩 把岛龟爷爷召唤过来 只有把这个问题记在心里 等下一次 如果用得到的话 再帮人类问一问吧 至少我们还知道 岛龟大人还活着 多谢你了牧尘 今天你的这个消息 对我们所有人类来说 都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消息 奥雪松感激地看着牧尘 这让牧尘有一些好奇地问道 我记得 咱们不是有起源之书吗 我听老师说 起源之书 又名全知之书 既然已经知道 岛龟爷爷还活着的情况下 难道不能通过 起源之书 找到岛龟爷爷的位置吗 这个问题 还是我来回答吧 徐文汉接过牧尘的话 回答道 起源之书 确实是无所不知 但他只能知道 这个世界的事情 岛龟大人是太古时代 从域外来的 并不算这个世界的生物 这么说你懂吧 原来如此 牧尘有一些了然地点了点头 他问这句话 其实就是打算套套话 因为他很好奇 自己如今的变化 会不会瞒得过 那号称全知的 起源之书 现在听徐文汉的解释 应该是瞒过了 因为自己的变化 是来自于自己的系统 这系统同样也不属于 这个世界 超出了起源之书 理解的范围了 这样一想 牧尘就放心多了 事情就是这样 不管如何 只要知道 岛龟大人还活着 对我们人类来说 就是一个大好消息 我还要将这个消息 上报上去 就先走了 等会就有小王女 带着牧尘等人 去领取武斗计 奥雪松说道 王迪点了点头 答应下了这个差事 很快 奥雪松就先行离开了 王迪也带着牧尘三人 前往了帝都大学的藏书阁 按照奖励 牧尘你可以拿两个 SS级武斗计的传承石 需要我推荐吗 王迪问道 牧尘摇了摇头 拒绝了王迪的好意 我自己看看 行吧 你慢慢看 说完 王迪就带离心莲和任天堂 去领取奖励了 牧尘在这里的一个机器上 仔细地看了眼 嘀咕道 风元素的武斗计 要挑一本 然后再来一本火系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会加强风系武斗计的威力 所以牧尘挑了一本 破灭风营 这个武斗计能发挥出 类似天怒寂灭 那样强大的风暴攻击 威力十分强大 至于第二本 牧尘则选了一本火系的 天火怒轰 虽然他目前没有 直接的火系加持技能 但以后说不定能捕食到 所以问题不大 选完之后 牧尘便回到了藏书阁的一楼 等待离心莲和任天堂挑选 几分钟之后 二人也都选完了 主要是任天堂 对武斗计比较上心 牧尘和离心莲这两个怪物 都是比较随意 好了 再次恭喜你们 在本届大赛中取得好成绩 我这边的奖励 已经全部领完了 我就顺便问一句 你们三个想转学吗 王敌笑呵呵地问了一句 不过三人还没来得及回话 徐文汉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笑骂道 好你个王敌 竟然趁我不再挖墙脚 哈哈 开个玩笑吗 王敌毫不尴尬地笑了笑 对着徐文汉说道 人我交给你了 我也要先走了 要不然 我可真的忍不住会挖墙脚啊 去去 快走吧你 徐文汉笑着摇了摇头 随后对着牧尘三人说道 咱们也回学校吧 你们的奖励 我刚已经帮你们申请了 众人点了点头 跟着徐文汉回到了古都大学 至此 全国新生大赛就此落下了帷幕 第74章 拜师 古代呼吸法 回到学校 牧尘等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今天的比赛是全国直播 全国各地的人都可以看到比赛的直播画面 古都大学里的人 纷纷都被牧尘和黎新莲的强大给征服了 不管是老生 还是新生 一个个全都自发地来欢迎牧尘等人归来 赵光玉代表着学校 给牧尘等人进行了一个颁奖仪式 所有参赛的人都获得了不菲的学分 牧尘获得了50万 黎新莲获得了30万 任天堂获得了20万 其他人也都获得了5万到10万不等 原本其他人是没有什么奖励的 但是 最后他们为了保护任天堂进入前八 自愿放弃了排名的争夺 这种团结让学校方面十分满意 所以额外奖励他们学分 颁奖仪式结束之后 赵光玉当着众人的面 直接对牧尘说道 牧尘小子 我听说你还没有选导师吧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做我的学生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震惊了起来 赵光玉是谁 他可是古都大学武斗学院的院长啊 能当上院长的人 都是十分牛逼的存在 赵光玉自身是巅峰级武装者 距离天王级武装者 只有一步之遥 而且最关键的是 赵光玉在武斗上拥有很强的造诣 有他的教导 可以让武斗技快速增加熟练度 别人想成为赵光玉的学生 都没有资格 没想到 赵光玉现在竟然主动邀请牧尘 成为他的学生 不过大家想一想 也觉得比较正常 因为他邀请的 可是牧尘啊 是那个怪物一样的牧尘啊 这不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吗 牧尘对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毕竟他的武斗技都是 直接用神之力提升的 有这个时间慢慢去学习 倒不如去野外刷怪去 毕竟提高武斗技的熟练度 需要的神之力也不算特别的多 正当牧尘想要拒绝 这个时候 赵光玉似乎看出了牧尘的意思 赶忙又补充了一句 小子你别急着拒绝我 你平日里可以不用来上课 只需要成为我的挂名学生就可以了 另外 作为拜师礼 我会将一套古代呼吸法传授于你 古代呼吸法 牧尘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一旁的徐文汉 有一些惊讶地看着赵光玉 没想到赵光玉为了成为牧尘的挂名老师 竟然下如此血本 古代呼吸法 如他的名字一样 是从古代遗迹里发现的东西 所谓的呼吸法 就是只需要呼吸就可以变强 不但能微弱地提高自身的成长 还能够让武斗技的熟练度 每天都在增长 徐文汉将这个呼吸法和牧尘解释了一下 牧尘一听 立马兴奋地对着赵光玉拱手 老师在上 请受学生一拜 这态度转变的调皮态度 让赵光玉心情大好的 哈哈大笑了一声 你这小子变脸可真快啊 不过我就喜欢你小子这个性格 随后 赵光玉的目光又看向了离心连道 我记得 你好像是拜了小徐文老师吧 怎么样有兴趣转败我吗 你的武斗技造诣太差了 你和牧尘的对决我看了 虽然牧尘用的是EX级武斗技 但你的天启 毁灭应该是可以和武斗技结合的 难道小徐没有告诉你吗 徐老师有和我说过 但我没来得及在新生大赛上研究透 离心连的话还没有说完 赵光玉就挥手打断道 放屁 以你的资质早该学会了 肯定是小徐教的方法不对 你以后就跟我学吧 小徐那边我会去和他说的 明白了 离心连有些开心地答应了一句 哪怕是他这个资质 也不是可以随便选择导师的 毕竟本事在人身上 教不教并不是看你强不强 你在强 关老师什么事是吧 两个人都被赵光玉说为闭门学生 让周围的人羡慕不已 特别是任天堂 一脸的羡慕和遗憾 他羡慕自己的两位好朋友 都得到了明师的教导 原本就强的两个人 以后只会越来越强 遗憾的是 他恐怕要不了多久以后 连跟上二人都费劲了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赵光玉却忽然将目光看向了任天堂 笑呵呵地说道 差点把你给忘了 你这小子虽然资质平平 但是却十分努力 这次的比赛 除了牧城和离心连以外 在我看来 你是最耀眼的存在 所以我也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能在一周之内 提高任意S加级五斗鸡的熟练度 那我可以破格将你受为学生 传授你呼吸法 真真的吗 任天堂瞪大双眼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赵光玉都还没有回话 牧城忽然掐了掐任天堂的腰间肉 把任天堂痛得直叫唤 牧城 你在干嘛 还不快谢谢老师 发什么蛋 牧城笑道 被牧城这么一说 任天堂这才从惊喜中反应过来 赶忙说道 天堂飘零半生 只恨未逢名师 恭若不弃 天堂愿拜为老师 你可别高兴太早了 这个机会能不能抓住 就看你自己了 老师放心 学生一定会抓住机会的 任天堂的眼里 闪过一丝坚定 这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会放弃 就算死 他也会牢牢抓住 好了 明天早上 你们来五斗学院找我 今天你们眼泪坏了 早点去休息吧 赵光玉心情不错的效率 随后便离开了这里 等到他走了之后 徐文汉则恭喜道 赵院长已经很久没有收学生了 如果你们 能学习到他的呼吸法 对你们多少也有一些帮助 明早记得准时去找赵院长 他这个人 喜欢努力的学生 知道了 牧尘三人都答应了一声 随后就在众人的欢呼下 回到了别墅去 今天的比赛 确实很累人 牧尘和黎心莲 任天堂二人告别之后 便回到了自己的别墅中 他对于那什么呼吸法 也是很感兴趣的 虽然呼吸法 对成长和熟练度的加成 可能没有想象中看起来那么大 但别忘了 他可是拥有系统的男人 只要学习到这个呼吸法 用系统的能力 把这玩意强化上去 就算是一个垃圾 也能被强化成为一个神迹啊 光是想一想 牧尘都十分激动 他就带着这种激动的心情 很快进入到了梦乡之中 第75章 确实是一个木头脑袋 第二天一早 牧尘就和黎心莲和任天堂二人 一起来到了赵光玉的办公室 昨天徐文汉说过 赵光玉不喜欢懒惰之人 所以 三人七点半 就早早来到这里 甚至比赵光玉来得还要早一些 这让赵光玉对三人更加满意了 办公室内 赵光玉对着三人说道 我从古代遗迹里找到的呼吸法 按照平级是属于B级 你们可别小看这B级的呼吸法 这玩意 可以比武斗级珍贵的了 说着 赵光玉将大鼓呼唤了出来 说道 把呼吸法介绍给牧尘他们听 好的 院长 AI精灵大鼓微微一笑 向牧尘三人介绍道 呼吸法 是一种十分珍贵的断体方法 只需要平日里调整呼吸 就可以引导体内的能量 强化身体 并且能通过引导呼吸的方式 加强武斗级的熟练度 呼吸法的分级和武斗级相同 但是现实数量极其吸收 目前全球现实的呼吸法 只有397本 其中大多数为D级呼吸法 等级最高的为A级呼吸法 赵院长持有的B级呼吸法 被其命令为 光玉呼吸法 主打断体的功效 如果在使用呼吸法时 使用武斗级 也可以让武斗级的熟练度得到提升 好家伙 牛啊 牧尘昨晚对这玩意 就迫不及待地心心念念了 现在一听这个介绍 顿时更迫不及待地说道 老师 快把这个呼吸法传授给我吧 你这小子 别心急啊 赵光玉摇头失笑 对着牧尘说道 在传授给你之前 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可以不用来我这上课 但你需要定期 和我报告你的提升情况 我需要记录下来 其实他并没有对牧尘说实话 赵光玉昨天通过 反复观看牧尘的对战视频 发现了其他人 都没有发现的一点怪异之处 那就是 牧尘通过捕食而来的技能 都会比原本的载体 要强大很多 这种强大 不是因为牧尘的成长 等级带来的变化 按照赵光玉那敏锐的观察里 他发现 这是来自于技能本身等级的变化 比如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是怪物昆昆的技能 但根据 《起源之书》的记载 昆昆的这个技能的 只不过是B级罢了 另外 昆昆的等级 平均是在100级以上 虽然成长没有那么牧尘那么高 但即便是200级的昆昆 也根本发挥不出 牧尘战斗时的效果 那么可以推断为 牧尘把这个技能变强了 这个发现是很惊人的 但发生在牧尘身上 又显得十分合理 为什么呢 因为牧尘对外宣传的是 他契约的魂兽 是闪光恶魔史莱姆 作为闪光体的魂兽 总是拥有着神奇的力量 就像牧尘的技能等级 成长都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变强 那么 通过捕食而来的技能 也是属于牧尘自己的技能 通过那个某种的方式变强 也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 不单单是在技能身上 赵光玉通过研究 还发现另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那就是 牧尘在战斗中爆发出的 S加级武斗技 雷霆龙破绽 威力那角相当的惊人 武斗技 可是赵光玉的强项了 他一眼就看得出来 牧尘的武斗技圆满程度 至少是圆满级别 别说据他所知 牧尘在刷完副本之后 一直都在图书馆里摆烂 并没有练习过一次的武斗技 就算是把这几天 全部拿来练武斗技 也不可能会在七天的时间内 将S加级的武斗技熟练度 练到圆满级以上 所以 赵光玉之所以会愿意把 光玉呼吸法 无条件传给牧尘 并且要求 他隔一段时间上报信息 也是想要佐证自己的想法 牧尘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 心里也是盈盈 有一些猜想了 他从来没有刻意隐瞒过 如果有心人仔细观察的话 确实会发现 他身上的所有技能 武斗技 提升的速度 都异常诡异的快 这些东西是没办法隐藏的 除非天天扮猪吃老虎 就自己憋着 等到没人看到的时候 再展现自己的实力 要不然 当别人是傻子嘛 总是会被人发现 但牧尘的性格就是这样 不喜欢什么东西 都藏着掖着 所以 被赵光玉发现了端倪 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但发现了又怎么样 这是他的能力 他的系统 谁都抢不走 抓自己去做研究 那倒是可以来试试看 要知道 目前牧尘是在天王级以下 完全无敌的 这什么概念 就眼前的这个赵光玉 也不过是巅峰级武装者 牧尘完全不惧怕 他有什么坏心事 然后再说 每一个天王级武装者 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都是人上人的大佬了 以为是白菜 街上到处都是吗 就算是真来了什么 超级大佬级别的袭击者 牧尘自然也是不怕的 大不了把玉佩捏碎了就是 岛规爷爷可是说过 这个世界没有人是他意合之敌 反而牧尘还想着 有没有那种级别的大佬 来袭击一下自己 让自己捕食一下呢 所以他听到赵光玉的这个要求 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下来 没问题 我知道老师你的意思 我会定期汇报结果的 不过老师 你可要做好被我震惊到的准备哦 牧尘这个人不喜欢藏着掖着 有实力就是要高调 他这句话 也等于变相承认了赵光玉的猜想 这让赵光玉的眼里 闪过了一丝兴奋的光芒 哈哈大笑道 好小子 你这个性格就是对我的胃口 我这就把光玉呼吸法传授给你 说着 赵光玉从数据空间里 拿出了一个卷轴的踏本 一脸郑重地交到了牧尘的手上 即便是B级呼吸法 可以通过踏印的方式制作踏本 但最多也只能踏印五次 你们三个也算是我最后的学生了 等你们都拿到这光玉呼吸法 这世界上 就再也没有人可以获得这呼吸法了 希望你们可以好好使用它 以后为人类大业做出贡献 别人我不敢说 但我肯定不会让这个呼吸法埋没的 牧尘自信十足地笑了笑 随后便起声告辞道 那么事不宜迟 老师我先走了 等我下一次有提升了 再来和你报告 说吧 牧尘和黎心莲 任天堂告别之后 便头也不回就走了 这让赵光玉有一些无奈地摇头笑道 这小子 真是拿刀就跑啊 也不和我多唠嗑几句 牧尘那木头脑袋里 大概就只想着 如何变强吧 对其他事情 都没有特别的兴趣 老师您习惯就好 黎心莲跟着笑了笑 任天堂看了眼黎心莲 十分认同地点了点头 确实是一个木头脑袋 第76章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我对自由地向往 牧尘不知道办公室里在聊什么 此时的他 一门心思 就是想要学习这个呼吸法 看看能不能对他进行强化 离开赵光玉的办公室后 牧尘就开车 回到了自己的别墅 刚一进门 牧尘就迫不及待地 开始查看卷轴 这还是他第一次 查看这样的卷轴 之前他拿的那些 S加集武斗技 全部都是以传承时的方式出现的 只需要捏碎传承时 就可以获得内部蕴含的传承 但这个卷轴却不一样 需要自己去观看 去观想 所以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地方 牧尘打开卷轴一看 上面的古代文字 已经被翻译成了现代文字了 所以 即便是他这个没学过古代文的人 也可以轻易看懂上面记载的步骤 牧尘按照卷轴上面记载的步骤 一步一步地开始试验 呼吸法 主要是依靠调整呼吸的方法 来提炼引导空气中的能量进行断体 所以难度并不是特别的大 牧尘差不多花了十分钟不到 就成功掌握了这一门呼吸法 值得一提的是 呼吸法这个玩意 如果学会了 就会变成一种被动技能 不需要主动去使用 都会每天自己运作 当他学会的一瞬间 系统面板上也得到了记录 果然可以提升 牧尘看到这个呼吸法 被系统记录之后 双眼立马闪过一丝惊喜 能被记录 就代表着可以提升 牧尘二话不说 立马对系统说道 帮我提升一下 光域呼吸法 谢谢 您成功消耗了2000点神之力 将B级光域呼吸法熟练度 提高到了中级 您成功消耗了4000点神之力 将B级光域呼吸法熟练度 提高到了高级 您成功消耗了8000点神之力 将B级光域呼吸法熟练度 提高到了圆满级 当前剩余神之力零点 下一次提升 需要消耗16000点 欢迎再次使用本系统 光域呼吸法 B级圆满 每三小时都会提升0.5的全属性 并且按照您当前的成长 每99天 会提高一项成长到SS级 但不能突破SS级 另外 每天增加 S加级五斗技0.9%熟练度 SS级五斗技0.8%熟练度 SS加级五斗技0.7%熟练度 练习五斗技时该效果翻倍 我算算啊 算得屁啊 大鼓 帮我计算一下 牧尘原本还想自己算的 但是一想有AI大鼓在 就直接让大鼓帮忙进行计算了 它只需要将参数 告诉大鼓就可以了 很快 大鼓便给出了牧尘药的答案 这个圆满级的光欲呼吸法的效果 就已经十分强大了 首先是每三小时 就会增加0.5的全属性 一天是24小时 也就是 一天可以增加48点全属性 虽然没有属性具体的数值显示 但只要理解为 一个有呼吸法的人 和一个没呼吸法的人 每天的差距都会越拉越大 就可以完美理解了 也就是说 只要活着 这个属性就会加个不停 足以证明呼吸法的变态 然后就是可以提升成长 这点因为系统 是根据牧尘的成长来做估算的 99天可以把S级成长 提高到S加级 最高可以提高到SS级 一个成长S级 要提升到SS级 需要198天 三个成长 则只需要594天 也就是说 不到两年的时间 像任天堂那样 没有系统的人 也可以通过这个呼吸法 将三个成长S级 全部都提高到SS级 这点也可以说十分恐怖 另外加武斗技熟练度这方面 如果不去刻意练习的话 每天也能自己增加熟练度 这点也十分省心 拿牧尘的SS级武斗技来说 初级升到中级 只需要125天 也就是四个月多点的样子 之后是235天 335天 445天 也就是说 牧尘什么都不做 SS级武斗技的熟练度 从初级升到巅峰 需要1140天 也就是三年多一点的时间 别看这个天数很夸张 首先呼吸法 是针对学习过的所有武斗技 牧尘有两个SS级武斗技 都会受到这个效果的影响 三年什么都不做 两个SS级武斗技 自动升到巅峰 还觉得夸张吗 即便是十个 二十个 甚至上百个 也是这样三年满级 这样 还觉得夸张吗 牧尘只觉得 呼吸法真的是太强大了 这还仅仅是B级呼吸法 还没有被升到巅峰级 就有着如此强大的效果 牧尘都不敢想象 这个呼吸法 被提高到满级时的恐怖 这时候 牧尘就不得不感谢赵光玉了 这种宝物级别的呼吸法 肯定有很多大佬 都梦寐以求 但只能踏硬的五份里 其中三份赵光玉 选择给了牧尘三人 虽然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心思 但牧尘大概也能明白 赵光玉是在压住 他喜欢自己 离心莲可以将这个呼吸法 发扬光大 这样他赵光玉的名字 也同样会名流轻视 至于为什么给任天堂 大概是真的看上了 任天堂的那股努力劲 就像赵光玉说的那样 任天堂虽然资质不行 但却是最懂得努力 最懂得珍惜机会的人 所有他愿意给任天堂 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 从这点上来看 赵光玉作为一个老师 确实是应该名流轻视了 查看完呼吸法的作用 牧尘想了想 对着AI经历大谷问道 大谷 最近几天 学校里有什么活动安排吗 根据查询 接下来的时间内并没有什么特殊安排 另外 根据您之前登记的代办事项里 查询到您的一记探险资格 申请已经得到了批复 将在一周之后进行资格考核 请留意该时间即可 大谷回复了一句 牧尘健壮 了然地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这一周 学校里没有什么事了 是的 牧尘同学 我明白了 谢谢你 牧尘挥手让大谷散去 随后嘴角一挑 心情不错地哼起一句蓝莲花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我对自由地向往 天马行空的生涯 我的心楼无牵挂 为期一周的野外之旅 我来了 第77章 你妈没有告诉你 偷袭人要讲对不起 收拾一些野外露营用的用品 牧尘就马不停蹄地离开了学校 他先是前往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进行一下简单的伪装 然后再次前往城外 这一次前往城外 也是十分顺利 城门的守卫 基本上就是例行公事的 看一眼就放行了 这让牧尘觉得 那个黑商 是不是就是成卫军自己人 要不然 怎么会这么顺利出城 不过他也没有想那么多 反正和他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因为之前外围的怪物 都被他给杀得差不多了 一般而言 这些怪物的迁徙时间 一般是半个月左右 现在距离上一次屠杀 才不过一周 即便有灵性的怪物过来 也被路过的武装者 顺手斩杀了 所以 这一次他走在野外 很少见到 有什么怪物活动的痕迹 不过牧尘并不在意 这一次 他要去的是更远的地方 牧尘将目光 看向了远处的山脉 嘴角一挑 面带笑意 喃喃自语 古山 怪物分布范围200-500 等级最高的领主 是一只泰坦炎龙 一年前观测的等级是484级 现在不知道多少级了 不过 即便高出了之前观测到的等级 但我现在的防御 应该也是安全的 古都市的野外 以古山作为分界线 古山原本是一座 生态丰富的5A级景区 以前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但是现在 已经变成了一个 人类和怪物之间的三八线了 什么意思呢 古山内侧 属于城市近郊 但古山的外侧 就属于 是人类禁区了 如果人类没有攻打古山 那么大家都相安无事 各自小打小闹 但如果人类占据了古山 那么等待人类的 就是源源不断的受潮攻击了 曾经有记录 西南军区的人 率兵攻打了几次古山 将山上的怪物们 全部消灭殆尽 想要依靠古山的险峻和天险 来建造前线基地 阻挡怪物们的持续入侵 但是每一次人类刚刚打下古山 恐怖的受潮 就会将人类的防线冲破 最后几次尝试之后 大家都放弃了 收复古山的想法 这次牧尘的目的地 就是这个人类 没有办法收复的古山 他走了半个小时左右 才离开了之前的区域 来到了一处阴森的森林 从这里过去 就会抵达古山了 牧尘站在森林的入口 都能听到 里面怪物 时不时传来的嘶吼声 那么 就从这里开始吧 牧尘微微一笑 大摇大摆地朝着森林走去 一边走着 他还一边哼着歌 生怕森林里的那些怪物 不知道他来了一样 好 才刚刚进入森林 不到两分钟 牧尘的身后 就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他转过头看去 只见一只尖牙利齿的巨大老虎 正一个恶虎扑石 用他那无比锋利的两颗牙齿 咬向了牧尘的脑袋 那画面 十分吓人 牧尘都能闻到 这只古代剑齿虎嘴里的血腥味 然而 就在这只古代剑齿虎以为自己 要得手的时候 忽然一阵黑光出现 古代剑齿虎那带有 破甲效果的牙齿 却无法击穿 牧尘身上的恶魔史莱姆武装 死 牧尘淡淡一笑 手中的长剑瞬间斩出 下一秒 毫无防备的古代剑齿虎 瞬间被牧尘一剑 劈成了两半 恭喜您击杀了179级怪物 古代剑齿虎 获得了1800点神之力 太弱了 牧尘看着这只古代剑齿虎不甘的眼神 微微摇了摇头 如今的他 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弱鸡了 之前他或许还需要 多承受一些攻击 才能够对付这样一只等级 高于自己的怪物 但现在 他的成长已经跟上了 再加上 吸收他的效果 也得到了提升 这种普通怪物 吸收一次伤害 就足以击杀 杀怪的效率 那叫一个大大提高 好 牧尘这边还在想着事情 那边又是一只怪物 偷袭他的后背 然而 恶魔史莱姆 没有死角 那只怪物攻击牧尘的瞬间 就开启了自动防御 完美挡下了这怪物的必杀一击 你妈没有告诉你 偷袭人要讲对不起 牧尘玩味一笑 长剑上爆发出湛蓝色的光芒 直接一剑 将偷袭自己的怪物 拦腰斩断 恭喜您击杀了184级怪物 弹簧双刀怪 获得了1800点神之力 哗啦 牧尘刚刚击杀这一只 类似螳螂的怪物 天空之中 忽然一道惊雷 劈向了他 巨大的雷电 直接将牧尘笼罩 但他的身上 同时黑光大射 确保雷电 根本没办法 对牧尘造成伤害 有点意思 擅长偷袭的雷阵碟 牧尘在雷光之中 抬起了自己的头颅 他看到在自己的上方 有一只体型如鸟 翅膀上 都是雷电纹路的大蝴蝶 正在自己周围 扇动着翅膀 看他那身体 不断起伏的模样 真的是太好了 牧尘哈哈一笑 随后弹射而出 他的身形在 吸收的加持下 化为了一道蓝色闪电 直接来到了 那只偷袭自己的 雷阵碟的面前 你的策略很成功 可惜遇到的是我 牧尘赞赏地 看着眼前的雷阵碟 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手中长剑 爆发出恐怖的斩机 斩向着看起来美丽 无害的蝴蝶 雷阵碟想逃 但牧尘的速度太快了 他只能爆发 自己最强大的攻击 化为两道雷电长矛 朝着牧尘的脑袋射去 雕虫小剑 也敢搬门弄斧 死 牧尘直接无视了 雷电长矛的攻击 手中的长剑 绽放出璀璨的剑芒 如同水中的月光一般 瞬间击中了雷阵碟 不如标 雷阵碟发出一声 凄厉的叫声 最后化为了牧尘的 经验值和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 189级怪物 雷阵碟 获得了19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 得到了提升 等级153级154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第78章 新的技能 百变唤醒 这效率 没得说 牧尘看着短短两分钟不到 就击杀了三只怪物 那叫一个笑得开心 来野外 就和回家一样 在野外的感觉 比待在学校里好多了 这里的怪物经验又高 又爱主动过来送死 超喜欢在这里 这不 刚刚击杀了三只怪物 这边的战斗动静 又将周围的怪物 全部引了过来 一时间 牧尘只感觉到 周围有无数双眼睛 正在盯着自己 但他非但没有任何害怕 反而还露出了一个兴奋的笑容 对着周围的怪物们大声笑道 来啊 来杀我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来杀我 好 这些怪物 早就具备了灵智 知道牧尘正在挑衅他们 作为野外的王者 哪怕是人类小队来了 都不敢这么大摇大摆地挑衅他们 凭什么一个小小的人类 就敢这么嚣张 这么放肆 一时间 技能狂飞 二十多只被刚刚牧尘战斗 吸引过来的怪物们 纷纷朝着他 释放着自己的技能 有雷 有火 有风 有水 还有音波和爪击 牧尘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躲避的意思 无数的攻击落在他的身上 爆发出了剧烈的爆炸 换成任何一个人 大概早已经被轰的 连渣都不剩下了 但就在这些怪物们 都还没有来得及高兴的时候 忽然烟尘中 闪过了一丝诡异的蓝色光芒 牧尘完好无损的身形 从烟尘中窜了出来 来到了一只猪头怪物的身边 这让那猪头怪物 顿时大惊失色 如果他会说完 肯定会质问牧尘 这到底是为什么 守卫那么的怪物 你凭什么要先杀我 就因为我长得胖 体积比较大吗 但很显然 他不会说话 牧尘也没有给他说话的时间 蓝色的光芒划破天空 那只巨大的猪头怪物 瞬间被斩成了两半 血淋淋地倒在了地上 恭喜宁击杀了188级怪物 巨大山珠金 获得了1900点神之力 一击秒杀 牧尘没有停下 他的身后 顿时出现了一双黑色羽翼 一道雷电从天而降 让他沐浴在雷电之中 牧尘嘴角勾起一丝兴奋的笑容 对着周围的怪物们说道 猎杀时刻开始了 刷 牧尘速度极快 来到了一只怪物的身边 手中的长剑 蕴含着狂暴的雷霆之力 猛地一箭斩出 那只猴子一样的怪物 瞳孔猛缩 仅仅是一瞬间 他就明白自己根本躲不掉 所以想都没有立马用自己的双手阻挡 但牧尘这一击 蕴含着雷霆之力的强大 一箭斩出 狂暴的雷电剑气 瞬间切割空气 对准怪物的要害斩了下去 窜天猴发出一声尖锐的哀嚎 整个身躯在雷霆之力的破坏之下 瞬间分崩离析 化为一团黑雾 恭喜宁击杀了189级怪物 窜天猴 获得了1900点神之力 下一个 牧尘身后 翅膀猛的一扇 整个人直接原地180度大转弯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又朝着下一只猎物杀去 恭喜宁击杀了194级怪物 蓝银草精怪 获得了1900点神之力 恭喜宁击杀了179级怪物 雏鸟捕食者 获得了1800点神之力 恭喜宁击杀了199级怪物 河马先生 获得了2000点神之力 恭喜宁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154级 165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牧尘的身影如电 在怪物群中穿梭不息 每一次出手 必然带走一只怪物 每一次出手 必然就是秒杀 这些汇聚过来的怪物 全部成为了牧尘的猎物 牧尘就如同一个 玩世不恭的大少爷 游戏人间 他在天怒形态下 展现出了无比恐怖的速度 和杀伤力 再加上那令人无解的防御力 让他把这个危险的野外 完成了一个狩猎场 那些怪物不是没有反击 而是他们的攻击 对牧尘完全无效 而且一旦反击 牧尘就会爆发出 更恐怖的攻击 让他们死得更快而已 所以几次尝试过后 怪物们知道 这个人类是无敌的 他们真的就如同猎物一般 见到牧尘转头就跑 但很可惜 现在的牧尘 已经不是上一次来的时候 那个成长低得可怜的他了 拥有S级成长的牧尘 再加上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加持 他的速度 远比这些怪物们还要快 几分钟后 刚刚围猎他的27只怪物 就全部变成了他的经验值 十多分钟的时间 牧尘的神之力 再次来到了57000点 捕食 CD 有了 我该吃哪一只呢 牧尘看着这一地的怪物尸体 仔细地想了想 最后盯上了一只黏土怪 我记得这家伙 好像会拟太吧 如果能吃到这个技能的话 应该会比较不错 牧尘微微一笑 立马对着这一只黏土怪 进行捕食 熟悉的捕食画面出现 没多久 牧尘的眼前就弹出了一个提示 恭喜您捕食成功 能量得到了回复 并成功获得 百变黏土怪的独有技能 百变换行 百变换行 A级 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形态 进行百变换行 不需要获取目标基因 只需要看到过的物体 不分种类 不分性别 都可以完美换行 使等级低于300级的生物 无法通过肉眼 感知技能 识破你的换行 但需要注意 会被亲近的生物识破 另外换行期间 在没有被没有识破的状态下 对换行目标的种族 造成伤害提高50% 击杀经验值 获取提高50% 哈 还真的是这个技能 牧尘看到捕食道这个技能 还是有一些惊喜的 不过仔细一想 这个怪物就像是百变怪一样 好像也没有其他技能 这个技能的效果有两个 第一个 就是完美换行 只要看过的物体 都可以通过这个技能 进行完美换行 什么男变女 人变兽 就算是想变成石头 也是完全可以的 只有高于300级的人 或者是十分亲近的生物 会识破 要不然 没办法通过任何方法识破 这一点和元素化 很像 所谓的十分亲近生物 指的就是父母 兄弟姐妹什么的 但这也不是说 悲眼识破 而是需要近距离接触 就会被怀疑 毕竟换行 又没拥有目标记忆 近距离接触 被发现也正常 除了可以变化外形之外 第二个效果 就是在不被识破的状态下 对同种族物体 造成伤害提高50% 简单来说 变成男人 就对所有男人 造成伤害提高50% 变成女人 就对所有女人 造成伤害提高50% 怪物也是同理 根据种族区分 但通用的是 只要不被识破 击杀经验值 就会提高50% 这对于牧尘来说 是一个十分好用的能力 毕竟有了这个效果 升级速度 可以说会大大提升了 当即 牧尘就立马回忆了一下 轻贺一声 百变唤醒 启动 第79章 新的形态 五爪神龙 好 只听一声龙吟 响彻天际 与此同时 牧尘的身体 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他的身形逐渐变长 指尖幻化为犀利的龙爪 身体皮肤 冒出一排排坚韧的龙甲 头颅也在变化中 逐渐变成一颗气势磅礴 威严无比 金光闪烁的龙头 一时之间 牧尘的形态 从一个人形 唤醒成了一条体长30多米 身上布满闪烁金光斑龙铃 霸气侧露的五爪金龙 这就是唤醒的力量吗 牧尘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那张龙嘴歪嘴一笑 像极了某位歪嘴龙王 百变唤醒 可以让它变成任何看到过的生物 它和这个世界的任何人不同 它是一个穿越者 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五爪金龙的模样 但是古装剧上 那象征着皇室代表的五爪金龙 它是熟记于心 只要不被识破 那么就会获得50%的经验加成 那么 这个世界有五爪金龙吗 答案自然是没有的 所以只要变换成这副模样 就没有任何低于300级的生物 可以识破自己 这个50%的经验加成 它牧尘要定了 好 牧尘龙头高昂 龙头中蕴含着神秘而古老的气息 它意念一动 脚底下开始产生一股强大的气焰 一时间 牧尘腾空而起 它的身体之间 流转着一道金闪闪的神圣光辉 百变唤醒的强大之处 就是可以唤醒成任何生物 当你唤醒成这个生物之时 也会获得一些基本特性 比如唤醒成了鸟 那么就会自然而然获得飞行的能力 再比如唤醒了鱼 那么自然而然就会获得在水下呼吸的能力 牧尘唤醒了五爪金龙 他自然而然的就多出了控制气焰 飞行的能力 虽然他也不知道 是这个世界有东方龙 才有了这个独特的飞行能力 还是因为这是他想象出来的生物 所以具备了一定的想象力 化为现实的能力 总之不管如何 牧尘如今已经完美化为了一条 和想象中一样的五爪金龙了 以后 就叫这个为神龙形态吧 对于这个技能 牧尘是十分满意的 另外 因为这个形态属于龙族 所以现在牧尘对所有龙族造成的伤害 会提高百分之五十 这个形态 对于在野外来说 还是十分不错的 伴随着身形巨大 狭长的牧尘来到了天际 周围所有的飞行怪物们 都被吓得远离他身边 天哪 这是什么怪物 太恐怖了吧 从来没有剑步啊 我能感觉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龙威 这家伙也是伟大的龙族吗 快走快走 别把这个家伙给惹怒了 RBQ RBQ 风景扯呼 有一些搞笑的是 当牧尘变化为这个形态之后 他能够听清那些怪物们的交谈了 正如对话说的那样 他因为这个神龙形态 体态实在过于庞大了 并且他的身上 始终释放着一丝恐怖的威压 那是一种来自血脉的压制 庞大的体积 加上淡淡的龙威 让原本在空中翱翔的飞行怪物们 纷纷给牧尘让了一条道路 牧尘对于这些飞行怪物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他没有去攻击这些怪物 而是任由着他们离开自己的周围 他的目光看向下方 一边脚踏气焰 遇空飞行 一边寻找着合适的练手对象 很快 牧尘就看到了一个地方 聚集着二十多只金刚狼 这些怪物是族群活动 拥有着无间不摧的利爪 和强大的再生能力 是这片区域的霸主之一 他们的平均等级都在二百二十级以上 最强大的头狼等级 更是在二百五十级 就拿你们来练手吧 牧尘嘴角一歪 一股恐怖 炙热的能量 快速在他嘴里汇聚 这不是传说中的龙焰 而是他在这个形态下的攻击方式 总不能变成一条龙的时候 还拿着一把剑 释放武斗技吧 在这个形态下 牧尘的武斗技 就会变成口吐烈焰的形式 天火怒轰 一声震耳欲龙的巨吼 响彻天地 牧尘那庞大身躯 爆发出狂暴能量波动 无比炙热的火焰 从他的嘴里喷射出 炙热的火焰 如火龙般呼啸而出 火焰呈现出深红色 如同熔岩般炽热 仅仅是瞬间 就覆盖了整个金刚狼群 啊 好烫 要死了要死了 为什么啊 为什么天空之中 会落下如此恐怖的火焰攻击 救命啊 是那条该死的龙 该死 这里为什么会有龙啊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啊 牧尘的SS-5斗技 瞬间将这些金刚狼们 笼罩在无比恐怖的赤焰当中 他们被灼烧着 纷纷发出惨叫声 一只只四处逃跑 试图躲避这场诡异的天火 然而 牧尘释放的可是强大的SS-5斗技 如今牧尘的实力 本来就不低 在SS-5斗技的大幅增强下 足以发挥出恐怖的攻击 所以 任凭他们 拥有强大的再生能力 也只能在这一击 天火怒轰下 感受到什么叫做绝望的滋味 瞬间 下方化成了人间炼羽 火海肆虐 焚化一切 牧尘的眼前 也大幅刷起了大量击杀提示 恭喜您击杀了221级怪物 金刚狼 获得了22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228级怪物 金刚狼 获得了23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250级怪物 精英金刚狼 获得了50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165级 199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战斗 爽 感受到大量的神之力 和经验值入胀 牧尘忍不住高呼了一声 原本击杀这20多只金刚狼 最多也就是 升到180多级罢了 但现在 因为经验值加成 牧尘的等级 直接飙升了整整34级 这升级速度 做火箭都没有这么快啊 第80章 S加急王者毕日 真正的天灾 这就是高空之罢吗 牧尘对刚才自己的攻击 还是十分满意的 如果是在地面上 这一招根本做不到 覆盖这么多的金刚狼群 但因为自己飞翔在高空之中 这些金刚狼根本没有在意 来自头顶上的威胁 所以一招下去 才能够覆盖如此多的怪物 不过即便这一招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牧尘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那就是 这五爪金龙形态太大了 这些金刚狼是没有发现自己 但有一部分怪物 看到自己出现的时候 就会像天空中的飞行怪物一样 时刻警惕自己 毕竟在野外 每个地方都是有食物链的 牧尘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 还是很容易引起下方怪物的警惕 为了刷怪的效率 牧尘一边搜寻下一个目标 一边再次施展 百变换行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体积 很快 他将自己的身形从三十多米 缩小到了两米 这个长度 在高空之中就没有那么显眼了 简单地游走一圈 下方的怪物都没有注意到自己 这让牧尘嘴角勾勒出一丝笑容 对着下方正在喝水的一群怪物 就是射出一招雷霆龙破绽 这一招以雷电能量的形式 从牧尘的嘴里暴射而出 一时间 下方的怪物们只听到一声巨响 等到他们抬头望去之时 只见一道雷电巨龙咆哮而下 想要躲的时候 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轰隆崩 强大的雷霆之力肆虐 瞬间将怪物们吞噬殆尽 那些怪物们到死都没有想到 这么强大的攻击 到底是哪种怪物发出来的 雷系的双头雷鸟 还是喜欢当老六的雷阵蝶 又或者强大的天空霸主 雷霆巨鹰 但他们在临死之前 抬头看去 只看到一个不那么显眼 但却看一眼 就再也不会忘记的身影 一条金光闪闪 威武霸气的一条异形龙 草 老六 这是这些怪物们 在生前的最后一个念头 毕竟哪只龙族怪物 才两米大小 哪只龙族怪物 出场不是惊天洞地 风卷云涌 又哪只龙族怪物 不是高傲的生物 怎么可能会一声不吭 直接给自己来一发破坏死光 他们到死也想不到 这个所谓的龙 会是一个人类变的 雷光消失 怪物灭绝 只留下焦土 和时不时闪过的电弧 在场地上闪烁 恭喜您击杀了178级怪物 森林沸扬扬 获得了18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199级怪物 恐龙抗狼 获得了20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231级怪物 步鲁猪 获得了23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199级 224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差不多该捕食了 牧尘感受了一下 消耗的能量 立马朝着下方的尸体群飞去 雷霆龙破绽 虽然是S加级武斗技 但是因为是巅峰熟练度 所以威力不比SS级的 天火暮轰要差 连续打了两招大招 他也需要捕食去补充能量了 捕食 牧尘随意对着一只怪物的烧焦尸体 进行捕食 没多久 能量又恢复满了 这就是他在野外 强大的统治力 不管消耗多少能量 只需要有击杀 就可以直接捕食恢复 这是其他人 哪怕是离心连都做不到的事情 恢复好精神力之后 牧尘看了眼神之力的储备 从近来开始到现在 他一共杀了84只怪物 一共获得了18万3000点神之力 那么 也该提升一波了 牧尘没有继续杀戮 而是打算先提升一波 这七天 他都打算在这里刷怪 所以为了更快 更便捷的刷怪 野外刷怪神技 王者碧日 是最好的强化选项 系统 王者碧日 进行强化 宁成功消耗了6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王者碧日 提高到了S级 您成功消耗了12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王者碧日 提高到了S加级 强化完毕 当前剩余神之力3000点 下一次提升 需要消耗24万点 请凑齐之后再来 王者碧日 S加级 收集8000米内的等级 小于600级的王魂进行复活 复活的王魂 拥有生前150%的实力 持续时间为8小时 每复活一个王魂 都需要消耗小福的精神力 复活的王魂越多 消耗的精神力越多 另外 被您的王者击杀的生物 将会直接转化为 王者加入大军之中 卧槽 牛逼 牧尘看到了最新的 王者碧日 效果 顿时觉得牛逼可拉屎 强化到S加级后 之前的效果大幅提升 已经足够惊艳了 A加级 才不过生前70%的实力 现在S加级 不但王者实力 达到了生前的巅峰 更是得到了额外的50%加成 这代表着 单一王者的战斗力 比生前还要强大 在叠加上王者不怕死 不会感受到痛苦 恐惧等特点 可以说是所有人 和怪物都恶梦了 但即便已经这么都强了 都还不是这个技能的极限 真正绕过牧尘 惊喜到高呼的 是这个技能达到S级后 多出来的一个效果 就像 吸收到了S级 多出了反击的效果 王者碧日 也多出了一个全新的效果 被王者击杀的生物 将会直接变成王者 加入到杀戮之中 并且也会得到额外的加成 这个效果 简直是无敌了 越杀越多 怎么杀都杀不完 现在这个 才真正能叫做亡灵天灾 当即 牧尘就嘴角一挑 身上爆发出 无比恐怖的黑色能量 双手高举 呼喝道 隐藏在黑暗之中的王魂啊 遵从我的指令复活吧 王者碧日 第81章 大事件 天灾牧尘 伴随着牧尘的声音 一时间 以他为中心 周围八千米内 所有死亡的王魂 都遵循着他的召唤 他们一个个 由灵魂化为实体 身体散发着阴森 恐怖的黑雾 出现在了牧尘的身边 短短的数秒钟 超过将近一百只 实力强大的亡灵生物 汇聚在牧尘的身边 参见主人 主人万岁 万岁 万万岁 感谢主人的再生之恩 我们一定会为主人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因为现在牧尘还是神龙形态 所以他能够听懂 这些王者怪物们的话 他们一出现 就对牧尘表达忠诚和感谢 虽然只是短暂的生命 但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恩赐 这里一共有138只 平均等级在180级以上的怪物 其中大部分是牧尘自己击杀的 另外一些是这个范围内 死亡时间没有超过24小时的亡魂 王者毕一日 可以对死亡时间 没有超过24小时的王者进行召唤 并不是局限于牧尘自己杀的才行 不过自然世界里 很少会发生大规模杀戮 所以初始召唤 能有138只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是之前牧尘会多杀一点 然后才会考虑使用 王者毕一日复活 因为这样做 才可以达到利益最大化 但现在 他不需要这么做了 因为 王者毕一日自带杀敌转换 别看现在是100多只 他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自己发展成数百只 甚至几千只 牧尘看着自己的王者军团 满意地笑了笑 这些王者生物 比他们生前 还要更加的强大 身上散发着的黑物 就是得到了技能的加强 这里面特别是之前 被自己击杀的 那群金刚狼 一个个更是散发着 无比恐怖的压迫感 他们本来就是 这片区域的霸主 现在的实力得到加强之后 在这里更是没有对手 想到这里 牧尘微微一笑 对着那头精英金刚狼 下达指令道 这些怪物就交给你管理了 你带领着他们扫荡周围 不要放过任何一只怪物 但不要伤害人类 知道吗 知道了伟大的主人 精英金刚狼 乖巧地点了点头 完全忘记 之前是怎么骂牧尘的了 他轻易地在牧尘手上蹭了几下 随后便恢复了头狼的气质 对着周围的王者怪物们吼道 小的们 跟着我冲啊 为主人浴血奋战 不放过任何一只怪物 杀呀 塔塔开 干死他呀的 一百多只怪物们 齐声嘶吼 发出了震耳欲龙的声音 他们在精英金刚狼的带领下 开始大举进攻 一时间鸡飞狗跳 兽养马翻 逾越冤飞 六处不安 没有多久 牧尘的眼前 就开始出现了大量击杀提示 恭喜您的王者毕日 击杀了199级杰瑞鼠 您获得了20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王者毕日 击杀了225级古雕 您获得了23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王者毕日 击杀了217级汤姆猫 您获得了22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224级 226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看来进展得很顺利啊 牧尘看了眼击杀提示 短短两三分钟时间 王者大军就杀了七八只怪物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要不了一个小时 雪球就会越滚越大 他现在 只需要坐收鱼翁之力就可以了 而此时 西南军区中 时隔七天 再次响起了寿巢警告 但这一次 大家都淡定多了 因为他们早就从城门处知道 那个家伙 那个被称为行走天灾的牧尘 又一次前往在了城外 几乎不用想 这一次的寿巢 肯定又是牧尘引起的 所以这一次 军区的人立马通知了王日天 并第一时间派遣了监控昆虫 前往了现场进行跟踪拍摄 但这不看还好 一看大家都猛逼了 什么鬼这是 牧尘的亡灵 怎么感觉和上一次是天差地比啊 上一次单体实力 还是一个垃圾 需要靠数量优势 来狩猎野生怪物 但现在是怎么回事 我刚刚看到 那只金刚狼 单杀了同级的黑王豹 你们快看 刚刚被击杀的黑王豹 直接复活了呀 我曹操曹操 真的呀 被击杀的怪物 直接变成了亡灵 加入了王者大军 逆天啊 快 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司令 让司令赶紧来啊 绝对的大消息啊曹 一时间 所有人都忙碌了起来 他们看着牧尘的王者大军 已经比起之前有了质的变化 不但单体实力更加强大 已经超越了怪物们生前该有的实力 更让人感到震惊和恐惧的是 牧尘的王者军团 竟然会直接转化击杀的怪物 这个能力 有多么逆天 他们一个个都十分清楚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要不了多久 牧尘的王者大军 就会发展成成千上万只 这代表着 仅仅是依靠牧尘一个人 就可以将古都外的怪物 全部击杀殆尽 如果牧尘的这个能力 效果十分诈天的 那么 那么 甚至可以借助着牧尘的能力 直接收复丢失了百年之久的古山啊 这让这些人 怎么能够不激动 他们一个个疯狂给王日天打电话发消息 但因为王日天正在帝都开会 所以他们都没办法联络上他 信息员小赵见状 直接按下了紧急联络按钮 此时 正在开会的王日天 手上的腕表 忽然发出了紧促的警报声 这个情况 让在场的大佬们 微微一愣 包括王日天在内 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严肃起来 他们都是各大军区的负责人 都知道 这个警报声是紧急通讯手段 上一次想起紧急通讯 都还是在上一次 而一旦这个通讯响起 就意味着 有能改变人类历史的大事要发生了 而一般而言都不会是好事情 王日天深皱着眉头 深吸了一口气 立马按下了接通 他都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电话那头 小赵就迫不及待地开口道 司令 大事件啊 牧尘 只要有了牧尘 我们就可以彻底收复古山了呀 第82章 传说中的神龙 司令 大事件啊 牧尘 只要有了牧尘 我们就可以彻底收复古山了呀 听着小赵那急促 激动的声音 王日天一脸的猛逼 他眨了好几下眼睛 才缓过来问道 等等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动用紧急通讯按钮 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坏事情是吧 对 不是坏事情 是天大的好事情 小赵依旧激动地说着 就在刚才 牧尘又出城了 原本我们只是正常监控 等您回来和您汇报就好了 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最新情况 必须要司令你立马定夺 我们一致都认为 这是能改变人类历史的大事件 所以就动用紧急通讯按钮联系您了 你小子 是要吓死我啊 王日天听到这话 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不但他松了一口气 其他的大佬们也纷纷松了一口气 上次紧急通讯响起的时候 是大量的兽巢 袭击了沿海城市 虽然后来击退了兽巢 但是也让人类的沿海城市 基本上化为了废墟 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这些事情 他们这些大佬们历历在目 紧急通讯响起 一般都没有好事情 现在听到不是坏事 他们一个个都放松了下来 牧尘是谁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今年高考全国第一 史上最强心生 历史缔造者 行走的天灾 太古时代四大守护神遗产继承人 这些头衔 一个个如雷贯耳 哪怕是他们这些军区的大佬们 也对牧尘丝毫不陌生 甚至可以说 牧尘一直都在他们的关注范围内 但他们也想不到 牧尘和收复古山有什么关系 想打下古山 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打下古山 要在寿巢中守住 这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所以 在听到小赵的话后 王日天第一时间问道 牧尘又怎么了 你细说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说不清楚 司令你让那边开启传输权限 我把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和画面发送过去 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行吧 我这就安排 王日天答应了一声 对着一旁的信息员点了点头 没有多久 会议室的接入权限就被打开了 小赵那边也在第一时间 将刚刚收集到的资料和画面 全部发送过来 伴随着一个个图片 视频出现在会议室的中间 所有人的表情都从一开始的疑惑 慢慢转变成了无比的震惊 只见一支亡灵大军 在古山外围不断的肆虐 他们以绝对的优势 直接击杀了所有遇到的怪物 没有怪物可以逃脱 没有怪物是他们的对手 这个标志性的黑物 是牧尘技能 王者必日的象征 这一点 在场的所有人早都知道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技能 牧尘才会被他们命名为 行走的天灾 原本军区的人 没有去接触牧尘 是因为这个技能 虽然有用 但就之前的表现而言 只能说 有用但是不多 他们希望牧尘成长之后 再和牧尘接触一下 但现在 他们看着统计报告 一个个震惊都说不出话了 他们第一次观察到的时候 牧尘的王者军团数量 是159只 而现在仅仅过去了 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王者军团的数量 已经来到了321只 这个数量 还正在越加越多 配合上视频中 王者怪物们击杀一只 就会立马将其转化为 同样的王者 这让这些大佬们 纷纷都坐不住了 好啊 这个牧尘真的是太好了 哈哈 有了这个能力 或许我们真的能够收复百年来 都无法收复的古山了 当初我就说了 闪光体每一个都是变态 不能按照常规来看 结合之前牧尘的表现 已经有研究表明 只要是被牧尘 捕尸 这个技能 都能进行升级进化 如今一看 果然如此 即便如此 也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才过去多久 牧尘的这个技能 竟然就进化成这么强大了 我提议 该和牧尘接触了 如果这个技能足够强大的话 我们也可以开始准备许久的 黎明行动 计划了 几位大佬 在看到了牧尘的表现之后 一个个都表情十分兴奋 雀悦 他们的眼里 都是高昂的战役 因为他们比七手底下的人 更加知道 牧尘这个技能的价值 所以 立马就有人提议 对牧尘进行接触 王日天也是这样想的 但很快 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皱着眉头 在视频中搜寻了半天 有一些疑惑的问道 奇怪 我怎么没有看到 牧尘这个小子在哪 死 死里您这么一说 我也才发现 好像我们观察了这么久 确实是没有看到牧尘 电话那头 小赵的噼里啪啦的舞动声传来 他快速地搜寻着牧尘的身影 但是不管他如何查找 都没有找到牧尘影子 这让他十分疑惑 牧尘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不单单是他 会议室里的大佬们 也都梦了 正常来说 这种召唤技能 不能离开使用者太远 牧尘肯定是跟在这些 王者怪物们附近的 但现在竟然没见到牧尘的身影 这种反常的情况 让大家都不解 这个时候 西北军区的负责人 金明志忽然皱着眉头 对着小赵说道 注意天空上的那个黑点 让监控飞虫跟上去 天空上 小赵虽然疑惑 但还是照做了 他操控着监控飞虫 朝着天空上飞去 这个时候 大家才注意到 在高空之上 有一个不起眼的黑点 当飞虫靠近的时候 他们才看清 这黑点的样貌 这一刻 众人又震惊了 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全新 从来都没有见识过的生物 正在空中踩着气焰 霸气无比的欲空飞行 看到这一幕 众人纷纷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先前让小赵去天空的金明志 此时声音都有一些不利索了 他有一些失态 震惊地高呼了一句 这这竟然是传说中的神龙 难道我们人类 真的迎来了百年一遇的转机了吗 第83章 收获多多 再次提升 天空中这种生物 他们只在古代典籍里见到过 那是被天人称为神龙的生物 这是在这个世界 或者说在现在这个世界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传奇生物 王日天看到这个 只在传说中出现的生物 也一脸激动 与其一些颤抖地说道 这确实是神龙 根据典籍记载 这种神龙 只有在天人时代出现过 自从大灾变以来 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没想到 今天竟然在古都市遇到了 典籍有说过 神龙出现是祥瑞的象征 结合我们发现牧尘的变化 这是不是代表着 我们如果这个时候实施黎明计划 成功率会得到成功 金明志有一些激动地说道 收复曾经的师弟 这是在座每一个人的梦想和心愿 所以 他们制定了黎明计划 关注值得培养的新人 决定要在合适的时机 对着怪物们发起总攻击 而现在 传说中的神龙现世 无疑给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 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觉得这一次的计划 肯定是能成功的 而也就在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的时候 东南军区的负责人 玉文 仔细观察了一下画面中的神龙 忽然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 不对 传说中的神龙体型巨大 这只神龙不太对劲 目测体积不超过三米 和点击里记载的 有着很大的差距 而且我怎么觉得 这龙的表情有点怪 表情嘛 众人仔细一看 随后集体错愕当场 之前他们都没有发现 现在仔细一看 这条神龙 在歪嘴笑 这笑容 太人性化了 虽然大家都是第一次 见到活着的神龙 但他们几乎可以肯定 没有一个生物 会像歪嘴龙王这样笑的 能做到这个样子的 大概也只有人类了 这龙该不会是牧尘变的吧 王日天忽然提出了 一个大胆的假设 此话一出 大家都集体沉默了 因为他们觉得 这话十分有道理 被王日天这么一点 好像这条龙的表情 确实看起来木里木气的 不过众人虽然怀疑 但是因为是视频的问题 大家也没有办法确认 这条神龙 到底是不是牧尘 所以金明智提议到 先不管神龙的问题 既然确认了牧尘的能力 已经进化到了 如此恐怖的地步 那么 我们确实 该和他接触接触了 说到这里 大家都把目光 看向了王日天 牧尘所在的地方 是西南军区负责的 那么 理应由王日天出面接触 王日天见状 点了点头道 行吧 我这就去和牧尘接触一下 如果他的能力 对我们计划有帮助的话 那么你们 就做好准备吧 说完 王日天随手一挥 一个空间裂缝出现 他对着众人点了点头 之后便走进了 空间裂缝之中 消失在会议室之中了 等到王日天走了以后 金明智等人 也开始忙碌了起来 他们都有预感 人类反击的时候要到了 恭喜您击杀了 188级怪物 雪球怪 获得了19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 209级怪物 疯狂企鹅 获得了21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 214级怪物 蜘蛛侠盗 获得了21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 得到了提升 等级275级 276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这片区域的怪物 差不多已经杀完了呀 牧尘在高空之中 朝着下方鸟看 整个古山外围的怪物 基本上已经被他的 王者军团消灭殆尽了 此时王者军团的数量 已经从一开始的138只 飙升到了459只 杀了这么多的怪物 首当其冲的 是金艳之飙涨 牧尘的等级已经来到了276级 要知道他的等级 超过了这里大部分的怪物 早已经不再享受 怪物高等级带来的经验加成 但因为神龙形态的经验加成 所以即便这样的情况下 升级速度也是快的离谱 而最让牧尘开心的是 神之力再次飙涨到了58万2000点 这个时候 牧尘让自己的王者大军 汇聚在了一起 他自己也从高空之中落下 准备处理这一次的神之力 这一次要去古山的山顶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先把吸收 再次升级一下吧 升级 吸收 需要48万神之力 还剩下98000点 再花10万点 把百变换行 强化到S级 毕竟经验值才是王道 牧尘估算了一下 58万2000点的神之力 只够这么用 在野外 只有三个要素是最关键的 升级 安全 神之力 神之力 主要是靠 王者必日 但这个技能到了S级之后 之后的提升 就没有刚到S级的时候 那么惊艳了 升级主要靠的是 百变换行 这个技能会提供额外的经验值 这个技能没有到S级 还可以期待一下S级的效果 所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于安全 主要是靠 吸收 提供的绝对防御保障 虽然600级内无敌 已经足够在这片区域活动了 但作为重中之重的安全 这个技能的优先级 永远是最高的 早点 先把这个技能给加满 才更加的安心一些 想着 他对系统说道 系统 按照我计划升级 谢谢 您成功消耗了48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吸收 提高到了SS加级 吸收 SS加级 可以吸收700级以内 所有生物的攻击伤害 技能伤害 并不会受到任何负面效果影响 另外 每次吸收伤害时 会储存受到伤害的60% 可用于加速 或者在下一次对单体攻击时 一次性释放出去 您成功消耗了10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百变唤醒 提高到了S级 百变唤醒 S级 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形态 进行百变唤醒 不需要获取目标基因 只需要看到过的物体 不分种类 不分性别 都可以完美唤醒 在刻意伪装下 不会被任何生物识破 另外唤醒期间 阵营会有所改变 对唤醒目标的阵营 造成的所有伤害提高150% 击杀经验值 获取提高150% 第84章 震惊大佬 王日天来临 牛逼 牧尘仔细看了眼系统提示 第一个 吸收 没什么好说的了 现在可以免疫700级以内的所有伤害 也就是说 帝皇级以下无敌 这已经比绝大多数人要强多了 另外 能够储存的伤害 也提高了20% 反击的效率和上限 提高了不少 总的来说 是常规的效果提升 牧尘的主要注意力 是放在 百变唤醒身上 这个技能是从A级强化到S级 每个技能到S级的时候 都会产生一定的质变 多出一个额外的效果 之前的 吸收 是如此 王者必日 也是如此 这个能力 同样是如此 只不过 百变唤醒 没有新增效果 而是对原有的效果 进行了大幅的改变 之前是会被某个等级阶段的生物察觉 识破 现在的效果变成 只要在刻意伪装下 不会被任何人识破 但需要注意 这里的不会被识破 是指不会被证伪 而不是说 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什么意思呢 就拿王日天他们 来举例 他们怀疑 神龙是牧尘变化而来的 这是会被允许的 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手段 来证明 神龙是牧尘变的 另外 这是因为牧尘的行为 导致了他们的怀疑 但如果他们没有发现 牧尘的行为 那么也不会对牧尘变化的生物 产生怀疑 而之前是对唤醒种族 进行伤害加成 现在却变成了大阵营 简单来说 变成人类 就是可以对所有人类阵营 造成额外的所有属性伤害加成 变成怪物 就是可以对所有怪物阵营 造成额外的所有属性伤害加成 虽然没有多出一些其他效果 但是对原有的技能效果 进行了大幅的强化 这让牧尘对这个变化十分满意 特别是取消等级限制 不会让其他人识破的这个效果 更是让牧尘疯狂点赞 因为这代表着 只要他自己不露出马脚 就没有任何生物 可以识破他唤醒的形态 这让这个技能的实用性 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高 而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安静的王者大军 忽然开始躁动不安了起来 主人 好像有一个十分强大的强者在靠近 闻这个气味 应该是一个人类 他的速度好快 要来了 保护主人 王者大军发出一声声嘶吼 自发地挡在牧尘的面前 他们能感觉到 一个十分强大的人类 正在快速靠近 但他们感受不到什么叫做恐惧 一个个发出嘶吼 试图驱离朝这里赶来的人类 牧尘听到有人来 顿时微微一愣 他忽然觉得 这应该是一个军区的人 所以想都没有 牧尘瞬间变成了一只 王者草碑太战士 混迹在众多王者怪物之中 这边牧尘刚刚唤醒完成 下一秒 只感觉到一阵光芒闪过 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年人 凭空出现在了王者大军的面前 这个中年人气质沉稳 略显严肃 但又带着一种 不易察觉的和善气息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 但又很好相处的奇怪感觉 此人 正是西南军区的负责人 王日天 王日天来到这里 脸上的表情顿时微微一愣 因为他发现 这里没有牧尘的身影 他二话不说 直接释放自己的强大感知 覆盖着这一群王者怪物们 想要找出牧尘到底在哪 按照他的想法 不管牧尘使用什么技能隐藏 在他的强大感知下 全部都会无所遁形 但这一次 王日天失算了 他的感知覆盖了周围 超过十千米 都没有发现牧尘的踪迹 连之前一直感受到的那条神龙 现在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下 王日天猛逼了 他可以很确定 刚刚牧尘就在这里 但现在 连他都无法感知牧尘 这岂不是代表着 牧尘的实力 远比展现出来的 还要强大吗 知道自己无法感知牧尘 王日天在短暂的震惊之后 脸上全是惊喜之意 他笑着摇了摇头 对着眼前这群 不知道害怕的王者生物说道 牧尘同学 我是西南军区的负责人 王日天 我知道你就在这里 我们来找你是有事相伤 能否给个面子 出来一见 王日天的声音不大 态度也放得十分之低 完全不像是一个杀法果断 位居高位的一个领导者 藏在王者军团里的牧尘 听到王日天的话 并没有着急现身 他有些惊讶 自己的身份被发现了 但其实 也不是很惊讶 原本他也没有想过 特意去隐藏什么 如今既然军区的人都找上门了 看上去也没有什么敌意 那么就去见一见吧 想到这 牧尘的身形再度变化 恢复到了自己的武装模样 这个操作 看得王日天一阵惊喜 不由赞叹道 厉害 你的这个技能 真的是十分强大 竟然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我都没办法感知到你的存在 确实厉害 这么说来 之前那神龙也是你变化的 这都被你们看到了呀 牧尘耸了耸肩 大方地承认道 没错 刚才那个龙 也是我变的 不过你们 为什么叫他神龙 这个名字 我还没有对外公布呢 之前 他把这个形态 取名为神龙形态 没想到 王日天上来 就说出了神龙二字 让牧尘不由觉地 有一些惊讶 对此 王日天简单地解释道 牧小友有所不知 你刚刚唤醒的那个形态是 太古时代 天人们记载的传说之物 我们这一代人 没有人见过这东西 只在古代典籍里见过 当时的天人们 把这种生物称之为神龙 四 是这样吗 牧尘若有所思地嘀咕了一句 这个生物 很明显 是他之前世界的传说生物 按道理来说 这个世界 应该没有才对啊 为什么几百年前的那些天人 会记载 五爪金龙的模样 难道 那些人 也是穿越者 还是说 之前 其实有这种生物 只不过是被毁灭了 牧尘摇了摇头 没有继续多想 考古和历史这一块 不是他的强项 现在想那么多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所以牧尘没有继续追问 这个问题 而是问起正事 不说这个了 不知道 王司令亲自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情 要和我一个新生商量吗 呵呵 我确实有事情 要找你商量 王日天见是微微一笑 随后忽然一脸郑重 语出惊人地对牧尘说道 我们人类 需要你的力量 还请牧小友 能够加入我们军区 协助我们 夺回失去的领地 第85章 草 怪物啊 什么意思 牧尘有一些不解地 看向王日天 他的能力 确实很强大 这一点不是牧尘自恋 而是一个事实 但即便如此 牧尘还没有自恋 到认为现在的自己 就可以为人类做什么大事了 他现在也不过是200多集啊 怎么插手五六百集 甚至七八百集的事情 王日天见到牧尘 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有些疑惑 立马笑呵呵地开始说道 你也知道 野外是怪物们的天堂 那你可知 我们为什么不攻略野外吗 因为怪物的数量众多 我们占据一些特殊的地点之后 就会遭受到怪物们的疯狂反击和进攻 我记得是这样吧 牧尘想了想回道 对 我们和怪物最大的差距 就是兵力上的不足 怪物阵营之中 有一种特殊的地方叫做 孵化池 这个池子 每天都会孵化出一定数量的怪物 这些怪物们 虽然贫瘠不高 但他们的成长周期 从生下来到成熟 只要短短的27天 而我们人类 却要整整18年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人类更强大 但领地 却在常年被不断被蚕食的原因 王日天眼里带着不甘 紧握着拳头 说出这句话 牧尘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事情 这么一想 倒好像也是正常 高端战力双方都差不多 但是低端 中端战力 却有着庞大的数量差距 再加上人类内部 也有一些叛徒捣乱 这样下去 人类灭亡只是迟早的事情 听到这里的时候 牧尘似乎也明白 王日天想要自己帮什么忙了 他想了想 说道 所以王司令你的意思是 想要借助我的这个技能 帮助你们在战场上战胜受潮 对 王日天一脸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们观察了你很久了 上一次你的技能 并不能进行击杀转换 复活的怪物单体 实力也很弱 但这一次 你的这个技能 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 所以你能方便告诉我 你的这个技能 具体效果是什么吗 当然 我不会白问的 只要你愿意告诉我 愿意帮忙 你有什么要求 可以尽管贴 王日天 是带着诚意来的 他并不打算逼迫牧尘 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 哪怕只是说出一些技能的效果 如果牧尘不愿意 他也不会勉强 他明白 牧尘是一个超级天才 对于这样的超级天才 你不能逼他 更不能控制他 因为天才的诞生 往往带着大气运 这样的人 是惹不起的 除非直接杀死 要不然惹怒一个天才的代价 是很大的 牧尘听了王日天的话 并没有立刻做决定 王日天也没有催促牧尘 因为他也知道 问别人技能具体效果 就和问牧尘 至今和多少女人那个过一样 如果是熟识到无所谓 但他和牧尘 只是第一次见面 问这个问题 确实有一些不礼貌 更何况 这还是关乎到生命安全的问题 因为在战场上 即使他们会保护牧尘 但谁也不敢保证 牧尘可以完全安然无事 在王日天看来 牧尘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在考虑 已经都算是 比较好的进展了 牧尘这边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监视了这么久 不过还是那句话 他从来也没有刻意地隐瞒过什么 有实力 根本低调不起来 既然王日天主动来请求自己出手帮忙 那么自己 又怎么会拒绝呢 毕竟如果人类和怪物 真的爆发了大战 那么自己能够快速提高等级 快速获取神之力 还能获得大量的名声 可以说 王日天的这个提议 对牧尘而言 完全是百亿无一害 完全没有理由 不答应 想到这里 牧尘向死做好了决定 他忽然抬起头 面带笑容地看向了王日天 嘴角微微上扬 笑道 我的 王者毕日 可以复活一定范围内 六百集以内的王魂 并且如你们看到的那样 我的王者 可以通过击杀生命 将其转化为王魂 并且每一只王魂的实力 是生前的150% 这个技能 还能继续升级 司令你就直说吧 要我怎么帮忙 王日天猛逼了 他听完牧尘的话 就这么傻傻地站在原地 一时间如同一个呆子一样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开什么国际玩笑 一个刚刚入学没多久的新生 竟然能够复活 六百集以内的王魂 这种事情说出去 谁敢信啊 但是 王日天 是真的叫一个震惊又高兴啊 牧尘能够复活 六百集以内的亡灵 那不是代表着 现在的牧尘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想到这 王日天的嘴角 瞬间歪到了耳根 用一种让牧尘 都感到圣人的激动目光 与其颤抖地问道 牧小友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的这个技能 真的可以复活 六百集以内的亡魂 不是自己杀的也可以 是的 如果司令你觉得不够的话 给我一点时间 我大概还能让这个技能 提高一下效果 牧尘风轻云淡地说了一句 这话如同炸雷 把王日天再次震惊到 你是说 这个技能 还可以继续提升 咦 你们不知道吗 牧尘疑惑地看向王日天 开玩笑地说道 我还以为你们 都把我的秘密 给挖掘完了呢 天哪 牧小友 你侦探娘是一个天灾级人形兵器啊 王日天激动地抓着牧尘的肩膀 然而这一行为 却被吸收判定为攻击 他的手在触碰牧尘的一刹那 瞬间被黑光所包围 无法再前进任何一毫米 这一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王日天和牧尘都没想到 要知道王日天 作为军区的最高负责人 他的等级 可是六百八十七级的 天王级武装者啊 但现在 他一个天王级武装者 竟然连触碰牧尘都做不到 现在 竟然连触碰牧尘都做不到 按照王日天对牧尘的了解 一旦牧尘可以 吸收一个人的攻击 那么就代表着 他完全可以 对这个人的所有攻击都免疫 而对攻击免疫 也就是对这个等级段的攻击 都能免疫 由此可以推断 牧尘的吸收 竟然可以免疫天王级武装者的攻击 这个发现 让王日天再也保持不了淡定 不由报了一句粗口 草 怪物啊 第八十六章 黎明计划正式启动 一时间 气氛有一些尴尬 牧尘看到自己的底牌暴露了 大方地瘫了瘫手 好吧 本来打算以一个新生和你相处 可现在 既然已经被你发现了 不装了 我是怪物 我瘫牌了 你可真是我们人类的福星啊 王日天忽然哈哈大笑 像急了一个疯子 笑着 笑着他就哭了 他没有去管 不断掉落的热泪 继续疯狂地大笑着 就这样笑了好几分钟 王日天这才抹去了眼角的泪水 对着牧尘 郑重地请求道 牧小友 我正式也郑重地邀请你 加入我们冬皇的 黎明计划 协助我们夺回 冬皇丢失的领地 牧尘的价值和实力 彻底征服了王日天 之前他还担心 牧尘会有危险 但现在 牧尘连自己的攻击 都可以免疫 那么完全可以不用担心 他的生命安全了 像牧尘这样的人才 价值 甚至比他们这些司令 还要高得多 毕竟天才可以有很多 但牧尘 却只有一个 牧尘早就 决定要帮忙了 他笑了笑 答应了下来 帮助我国 收回领土 是每个东皇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接受你的邀请 哈哈 太好了 我相信 有牧小友的加入 我们东皇 肯定能够顺利收回 失去的领地 完成一百年来 没有人可以做到的壮举 我相信牧小友你的名字 肯定会名垂青史的 王日天开心地大笑着 这一辈子 开心的事情不多 但今天 牧尘的加入 绝对是王日天这辈子 最开心的时光之一 名垂青史吗 倒是不错 牧尘并不觉得 这是在画大饼 他刚刚也是自己估算过的 如果是单靠他一个人 是完全不可能 对付寿朝攻击的 但如果 有王日天这样的强者 以及其他武装者军团 帮忙的话 那么他可以复活的数量 绝对是天灾级别的 到时候 自己的王者军团 在一战养战 成功抵御寿朝 完全是一件 可以的事情 而一旦真的帮助 武装者部队 收复了人类 丢失了百年的师弟 那么 自己作为最大的功臣 绝对会彻底名垂青史 至于军区的奖励 只要真的能够收复师弟 即使不用自己提 这些大佬们 也会争着抢着 给自己送奖励 自己提奖励 那是一件 多么low的事情 完全是为了 家国情怀好吧 王日天不知道 牧尘在想些什么 他此时已经高兴坏了 立马将作战计划 告诉了牧尘 既然你现在 也是自己人了 那么我和你说下 黎明计划 这个计划 原本是打算 等你们一批 超级天才崛起之后 才会实施的 全面反攻计划 但现在 你的实力 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反攻了 由我们对古山 发动攻击 并进行占领 牧小游 你就先不出手 等到怪物阵营 组织受巢反攻的时候 到时候你作为王牌压轴出场 用你的这一招 王者必日 复活亡灵 把我们挡住 受巢进攻即可 牧尘听到这里 想了想问道 时间呢 什么时候开始 当然看牧小游 你这边的时间了 我们集结军队 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只要你有时间 我们这边 随时都可以开始 王日天激动地回答道 那择日不如撞日 就明天吧 牧尘想都没有想 就脱口出的这句话 王日天 听到牧尘的回答 激动点了点头 行 既然如此 我这就回去 集结军队 说着 王日天拿出一个 通讯徽章给牧尘 介绍道 这是军区专用的通讯徽章 即使在野外 也可以随时取得联系 牧小游你先练及 到时候 我这边准备好了 会通知你的 行 我知道了 牧尘笑着收下徽章 对着王日天点了点头 在把徽章交给牧尘之后 王日天又再次化为 一道残影消失在了这边 正如他刚刚自己说的那样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牧尘看着手中的徽章 嘴角勾勒出一丝淡笑 喃喃自语道 战争吗 真是想一想 就兴奋啊 他同样也期待着 接下来会发生的大战 因为受潮的等级和数量 可不是 和野外一个量极大 他已经看到 大量的神之力 在向自己招手了 一场战斗下来 会获得一百万 二百万 还是五百万 一想到这里 牧尘忽然觉得 这样小打小闹 没什么意思了 但趁着王日天那边 还要点时间汇聚军队 牧尘立马对着 自己的王者大军 下达指令道 继续行动吧 在你们消失之前 为我多杀一些怪物 去吧 好 伴随着牧尘的指令 怪物们震耳欲聋的吼声 响彻天际 如今牧尘 已经不需要隐藏了 但为了额外的经验值 他又变回了神龙形态 一场血雨腥风的杀戮 又在野外继续上演着 另外一边 王日天第一时间 将牧尘的事情 告诉了其他几个军区的负责人 此时 一个虚拟会议室内 大家都是以虚拟形象参与 刚刚一连接 金明志就第一个激动地问道 老王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牧尘的 王者毕一日 竟然能够复活 六百级以内的王者 是的 我知道 你们都很难相信 这是一个 新生能够做到的 但我们确实小瞧牧尘了 他隐藏的实力 远比展现出来的 要多得多 如果不是牧尘自己承认的 我大概也和你们一样 无法相信 王日天苦笑了一下 即使到了现在 他也还是很难接受牧尘的技能 会如此强大 但牧尘已经答应帮忙了 所以这件事情 大概是真的 天哪 这小子 真是怪物啊 哈哈 不过这样也好 我们东皇 有这样的怪物 是我东皇之姓啊 真是天佑我东皇 金明志大笑道 是啊 牧尘答应加入 我们的黎明计划 终于可以开始实施了 这一次 我们要让那些怪物们知道 我们人类 我们东皇 不是好欺负的 一位军区的负责人 也跟着大笑 前几次的失败 让他们憋屈的太久了 这些人在任期间 不但没有拿回人类丢失的领地 还因为前几次的失败 被怪物们压迫 不断丢失活动领域 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耻辱 所以他们一直都在策划 等待着新生力量的崛起 现在 终于等到了 那么 现在开始投票吧 支持启动 黎明计划的举手 王日天笑着说了一句 第一个举起了自己的手 其他的九位负责人 也同一时间举起了手 发动战争 对抗受潮 不管是成功 还是失败 都会消耗大量的人力 和物力 成功了 元气大伤 若是失败了 更是会让无数人丧生 让东皇的实力 倒退十几年 可以说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 单单只靠他们 准备还远远的不够 但这一刻 所有人都选择相信牧尘 他们相信牧尘的能力 可以抵御受潮 也相信 可以依靠牧尘的能力 能够改变那个人类 不可能完成的历史 所以 最终这项提议 全票通过了 王日天看到这个 投票结果 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效益 大声宣布道 那么我宣布 黎明计划 正式启动 第87章 大集结 目标 古山 开始召集战士们聚集吧 时间明天 地点古都市 目标 收复古山 这次的行动 必然会成功 大家都开始吧 伴随着王日天的宣布 这一次的 黎明计划 正式开始行动了 各大军区的司令 全部开始行动了起来 收复古山不难 古山的boss 也不过才500级不到 根本不需要出动大军 就可以轻松收复古山 但问题的关键 就是之后的寿朝 根据前几次的经验 一旦古山被人类占领 那么无数的怪物 将会从四面八方 入侵东皇 到时候 不单单是古都市 而是全国 都会陷入到寿朝的危机之中 只不过 作为重点的古山 会遭受到 最恐怖的寿朝袭击 所以 看似只是收复古山 实际上则是迁移发而动全身 如果一旦开启了 黎明计划 并成功占领到了古山 那么整个东皇 都会进入到战斗状态 一层一层的指令 从这个最高会议中 往下发散 几乎只用了一个小时不到 整个东皇国的武装者们 以及那些闻风而动的记者们 都纷纷都接收到了这个消息 喂喂 听说了吗 刚刚各大军区 下达了攻击指令 据说又要开始行动 去占领那些怪物天险 你们说 这次能行吗 行个屁啊 你忘了 上一次的惨痛教训了 上次攻打镇海楼 三十多万精锐武装者出击 结果呢 被数百万的兽巢打败 最后损失数万精锐 就是说啊 哪一次 我们对这些怪物天险攻略的时候 不是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击 怪物根本杀不完 但我们会死完 也就是我们东皇 人口众多 换成隔壁 早被这些人败没了 这话说得在理 我觉得就算收不回来 那些天险也无所谓吧 反正我们不去 惹那些怪物 他们也不会组织兽巢 袭击我们 反正我们 如果一旦占领了某一处 那简直就是灾难 也不知道军区的人 为什么那么执着 反正我是不加入军队 免得被派出去送死 基本上 百分之九十的群众 都不理解军方的行动 每个人都知道 怪物天险很重要 占领了这里 才能展开 对怪物们的反攻 人类才有希望 彻底抑制怪物们的快速生长 但每个人也都知道 这里并不是 那么容易攻略的 第一次占领 死亡数万人 但大家都并不会气馁 反而一个个 充满了斗志 看到了反攻的希望 第二次占领 还是死亡数万人 但大家已经开始怀疑自我了 怀疑到底能不能占领这里 为什么每一次占领 怪物们都会迎来 恐怖的反攻 第三次占领 依旧是死亡数万人 但此时 大家都已经绝望了 看不到这样做的任何意义 因为不管再怎么努力 怪物都是杀不完的 反而在数次的占领之中 东皇损失了很多的天才 所以大家对这个消息 完全是嗤之以鼻 大多数人都不觉得 这一次的行动 能够成功 好在军方并没有招募民间人士 因此除了舆论以外 没有引起什么太多的负面反应 和这些围观群众不同 全国各大军区的武装者们 在得到征召指令之后 纷纷开始整装待命 他们这些 加入军区的武装者 一般都是各大学校毕业的天才 有些从野外回来 有些从副本出来 有些则可能是在休假 为人类繁衍 但不管他们在做什么 只要在接收到征召指令的之后 都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 在各自的军区集合 此时 王日天的手下 刚刚统计好本次参与的人数 微微叹了一口气 有一些担忧的像 王日天会报道 第一次攻略88万人 第二次攻略80万人 第三次攻略73万人 第四次 第五次 如今已经是第八次了 能够参与的人数 只有48万人了 而且平均等级 只有480级了 已经不足500级的生死观了 这大概也是最后一策了吧 王日天听着手下的报告 有一些忧郁的目光 看向了窗外 普通民众 只知道这些怪物天险 是一些没用的天险 即使不占领这些地方 对人类而言 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坏处 攻打这里 只是吃力不讨好罢了 但实际上 他们这些人才知道 这些地方 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 因为这些地方 都有一处空间薄弱之处 如果持续加以攻略 只需要最多一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在这里 打通一个通往 怪物世界内部的空间通道 而一旦这个通道打通 那么 让人类头疼的孵化池 就可以想办法破坏 到时候 人类不能说大反攻 至少可以扭转 这一百年来的绝对劣势 不再是 被怪物们圈养的侏罗了 这也是为什么 王日天等人 会这么执着于 怪物天险的原因 而这一切 都因为牧尘 而看到希望 王日天深吸了一口气 拿出通讯徽章 对着牧尘 发送了通讯邀请 另一边 野外 牧尘正在天空上 飘着睡觉 早在几个小时前 他就已经不用 亲自出手了 只需要变化成 神龙形态 飘在天空之中睡觉 就可以享受 王者大军 带来的经验 和神之力 这个时候 他收到了 王日天的通讯邀请 牧尘嘴角一挑 接通了通讯 徽章的那一头 传来了 王日天的声音 牧小友 我们这边 已经开始集结了 预计明天早上十点 到达你那边 你这边有什么需求吗 或者说 有什么需要 我们这边准备的 在正式开始行动前 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会尽全力满足你的 第88章 开始今天的刷怪 我这没什么好准备的 你们不必过来接应我 明天早上之前 我会占领古山 到时候 你们直接过来接管就完事了 牧尘想了想 对王日天回答道 他现在并不缺什么 经过刚刚那么久的杀戮 他的等级来到320级了 要知道 等级越高 越不好提升 再加上越杀戮 怪物们越少 实际上 牧尘的杀戮速度 在几个小时之前 就大幅下降了 但因为他有 百变唤醒这个加经验值的技能在 所以经验值方面 还是十分的给力 出来一趟的功夫 就来到了320级 当然最让牧尘高兴不是等级 而是那个能让他变强大的神之力 此时 牧尘的神之力 已经再一次超过50万了 但这一次 他并没有着急用 而是打算用这神之力 再次提高一下 吸收的等级 毕竟明天就要 开始一场史诗级大战了 保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能在明天之前 将 吸收 升到SSS级的话 那么800级以内的生物 都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这样即便是面对 那让人类都恐惧地受潮 牧尘也会是唯一一个 完全不用担心死亡的人 所以他对王日天等人 唯一的要求 就是 明天早上之前 不要来打扰他 因为这个区域的怪物 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了 王日天听到牧尘的回答 微微一愣 他没想到 牧尘的目标 竟然是自己拿下古山的boss 要知道那里的boss 可是等级超过400级 快要接近500级的存在啊 一个大义心声 竟然说要自己拿下这个boss 这话要是被人听到 多半觉得 这个人是神经病 但王日天转念一想 说这句话的是牧尘啊 那就不是神经病了 而是真的能做到 看着牧尘 那已经逼近一千只的王者大军 王日天心中再次感慨了一句 这小子真是一个怪物啊 王日天摇了摇头 没有多想答应了下来 好 我已经封锁古都市了 在外的武装者 也已经让他们回城了 不会有人去打扰你的 牧小友你就安心刷怪练集 我们明天早上见 嗯 明早见 牧尘说完 便挂断了通讯 他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王者大军 嘴角勾起了一丝微笑 这附近的怪物 也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就差山顶区域了呀 牧尘的目光 看向了不远处的古山顶 之前消灭了古山外围的怪物 现在他已经消灭了 古山核心区域的怪物了 唯一剩下的地方 就是那近在咫尺的山顶区域 根据之前王者们的指引 整个山顶区域 大概还有两三百头怪物栖息 最顶上的地方 住着古山的大boss 也是古山的管理者 冰霜猛马虎 这只是一只体型 如大象般巨大的变种老虎 本身的成长属性十分恐怖 再加上是领主怪物 虽然等级只有499级 不过 人类宗师及武装者的强度 但同级之内 即便是SSS及武装者 都不敢说 自己能够单挑的过他 除非像黎星莲这样的变态 又或者牧尘这样的怪物 才能够在同级的时候 战胜这样一只 无比恐怖的怪物领主 牧尘对这只boss 还是挺感兴趣的 按照他的估算 把这山顶区域灭完 应该就够将 吸收再次进行一次强化了 不过现在倒是不着急上去 按照王日天的说法 一旦击杀古山上的boss 就会触发怪物兽巢 牧尘可不想去当显眼包 一个人去面对如此恐怖的兽巢 刚好 王者逼日的持续时间 也已经快要到达极限了 牧尘想了想 飞回到了地面之上 命令自己的王者大军 给自己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房子 随后便直接住进去睡觉了 别说现在这里的怪物 已经被他的王者大军消灭干净了 就算是真有人过来偷袭他 他那700级之内 免疫伤害的恐怖技能 也足以让所有的杀手 都感觉到绝望 所以牧尘睡得还是很安心的 一觉起来 已经是凌晨 此时 天空刚刚露出雨堵白 距离约定的时间 尚且还有一段距离 王者大军 因为技能的原因 已经全部消失了 但因为有着24小时 这个限制在 所以牧尘如果再次使用 王者逼日 依旧可以之前将近 一千只的王者大军们 在第一时间全部召唤出来 牧尘看着天空 伸了一个懒腰 轻声自语 差不多了 也该开始今天的杀戮了 现在是早上4点50分 如果现在使用 王者逼日的话 8个小时之后 就是12点50分 才能继续使用 下一次的 王者逼日 这个技能 就是这里不好 除非王者被杀死 又或者持续时间到 否则的话 不能够主动取消 但这一切 都被牧尘计算在内了 所以 他现在要开始行动了 简单地吃了一个早饭 牧尘就 立马启动了自己的 神龙形态 他再次变成了五爪金龙 只不过这一次 和之前不太一样 这一次 牧尘选择的是 恢复正常大小 一时间 一条体长十几米的 霸气巨龙腾空出世 出来吧 我的王者大军 牧尘低沉的声音 如同古老的咒语 响彻在天地之间 他的身上 爆发出一阵恐怖的 能量波动 和无比阴森的黑暗气息 伴随着他的画 地面之上出现了 密密麻麻的黑雾 一只只之前死亡的怪物 从黑雾之中诞生 毕竟一千只的怪物们 在地面之上 齐齐跪拜牧尘 这一幕十分的壮观 也十分的离谱 王者怪物们 就像迎接他们的王一样 向牧尘一个人类 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齐声高呼 参见主人 这一声 惊天动地 净千只怪物们的咆哮 让整个区域 瞬间陷入了沸腾 同时 也预示着一场血腥杀戮的开始 牧尘淡淡一笑 目光看向了山顶区域 对着自己的王者大军们 发号施令 全军出击目标拿下古山 第89章 昨天没有吃饱吗 当牧尘将王者军团召唤出来之后 整个古山都彻底沸腾了 山顶上的那些怪物们 都被王者军团 这震耳欲聋的咆哮声惊醒 包括那只冰霜猛马虎在内 所有山顶的怪物们 都同一时刻 将目光看向了山下 牧尘所在的地方 什么情况 发生什么事了 下面发生暴乱了 卧槽 快看那是什么 这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生物啊 好尖霸气啊 我能从他身上 感受到强大的龙威 和上位者的气息 难道是 我们哪位大人物来了 谁知道啊 我们这些炮灰 哪见过那些大人物 但至少应该是我们的火 怪物们的猜想 都还没有结束 牧尘已经对着自己的王者大军 下达了全军出击的指令 一时间 境迁的王者大军 嘶吼着朝着山顶 发起了死亡冲锋 无数的技能 直接照亮了 这古山之殿 别打呀 都是自己人啊 你嘛 操 我们是 隶属于第三燃烧军团 古大人的先锋军啊 你们是谁的部将 竟然对我们自相残杀 妈的 反击 快反击 这些怪物们 看不穿牧尘的唤醒 他们一开始都没有反应过来 以为牧尘也是哪位大人物的麾下 虽然不解 为什么牧尘会从人类地盘的方向出现 但大人物的事情 他们不敢想 也不敢问 第一时间 这些怪物们 是不敢对牧尘发动攻击的 但牧尘可不是什么怪物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人类 他的王者大军 更是只听从他一个人的指令 在牧尘的指令下 这些王者大军 开始了大肆杀戮 恭喜您的王者B日 击杀了299级僵硬猴子 您获得了30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王者B日 击杀了325级大尖鸟 您获得了33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王者B日 击杀了311级PP机 您获得了3100点神之力 一时间 击杀提示在牧尘眼前刷起 看到自己的大军开始杀戮 牧尘嘴角一挑 直接踏空前行 朝着最顶峰飞去 他的目标 是那只冰霜猛马虎 没有飞多久 牧尘就看到一只 体型巨大的庞然大物 这只怪物四象飞象 四虎飞虎的 全身都是白色的长毛覆盖 虎头 象身 有着两颗尖锐的象尺 给人一种强壮又敏捷的观感 冰霜猛马虎一见牧尘 立马进入到了战斗状态 语气不善地对着牧尘低吼道 我乃第三燃烧军团 古大人麾下的镇守将军 负责镇守这人类古山 阁下是何人 为何要入侵我的地盘 和大多数的怪物一样 冰霜猛马虎 见到牧尘的时候 也并没有第一时间 发动自己的攻击 虽然在他看来 牧尘的实力不强大 但这种奇特 霸气的外表 和那至高生物才有的龙威 让他不敢主动攻击牧尘 而是率先抱上自己的名号 希望能够解除误会 对此 牧尘那帅气的龙头 勾勒出一丝人性化的笑容 该死 你会为你的狂妄和挑衅 付出代价的 冰霜猛马虎一听牧尘的话 抱贺了一声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愤怒嘶吼 伴随着他的怒吼 周围的能量 开始变得狂暴起来 原本一片晴空的古山 周围的温度开始快速降低 狂风起 大雪飞 这只被第三燃烧军团 派来镇守古山的领主 冰霜猛马虎 展现出了无比强大的恐怖实力 一时间 数也数不清的尖锐冰锥 在冰霜猛马虎的周围形成 它们带着强大的威力 和动人的冷气 如同枪林弹雨一般 不断朝着牧尘袭来 冰霜猛马虎 没有小瞧牧尘 狮子薄兔 易用权力 何况在冰霜猛马虎的意识里 牧尘就是一只强大 且诡异的特殊生物 它一出手 就是自己最强大的攻击 这里的每一根冰锥 都蕴含着毁灭的力量 数量之多 威力之大 把这一招 称之为火力覆盖 冰霜猛马虎这一招攻击的时候 心中也不由有一些惊讶 这一招爆发出的威力 已经远超一般的怪物了 数量在冰霜猛马虎面前 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哪怕是让那一千只怪物 来围攻冰霜猛马虎 最后的结果 肯定也是杀不了它的 因为它的范围攻击 足以大范围灭杀王者 即使能打得过它 牧尘又或者是王者军团 都无法阻止冰霜猛马虎离开 所以 唯一能阻止它离开 并且将它击杀的方法 只有一个 那就是借力打猎 看着那漫天的冰锥 牧尘没有任何的紧张和害怕 反而兴奋地咧嘴一笑 轻喝一声 吸收 启动 下一秒 原本浑身金光闪闪的牧尘 身体忽然爆发出一阵诡异的黑光 在这黑光之下 冰霜猛马虎 那引以为傲的攻击 全部在靠近牧尘的时候 止步不前 那些夹带着恐怖威势的冰锥 在吸收面前 如石沉大海 别说伤到牧尘了 就连一点水花都没有溅起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的攻击 全部都被无死角的吸收了 不 不可能 这是什么招式 为什么会把我的攻击 全部无效化了 冰霜猛马虎看到这无比诡异的一幕 眼里出现了人性化的恐慌和害怕 这可是它引以为傲的大招啊 就算无法击杀牧尘 击伤它 击退它总能做得到吧 但是结果呢 自己的大招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吸收了 冰霜猛马虎表示 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 而此时 牧尘感受到体内积蓄的能量 不由心中一喜 吸收 提升之后 转化攻击的效率大幅提升了 仅仅是吸收了冰霜猛马虎的一击大招 牧尘已经能够感受到 自己体内那澎湃的恐怖能量在躁动 他相信这一击打出来 绝对能够击伤冰霜猛马虎 自己三百多级 击伤接近五百级的大领主 这种事情 是很匪夷所思的 但他的目标 并不是击伤这只冰霜猛马虎 而是要直接秒掉他 现在积蓄的能量还不够 想到这 牧尘竖起了一根中指 对着冰霜猛马虎轻虐地嘲讽道 这就是你的实力吗 昨天没有吃饱吗 还是你们这燃烧军团 就只有你这样的垃圾货色 第九十章 丹沙 论嘲讽 怪物拿比得上人嘞 牧尘一番话说下来 直接把原本丹金兽怕 想要逃走的冰霜猛马虎给气得暴怒 他双眼逐渐变得通红 身上的气息开始不断暴涨 对着牧尘歇斯底里的咆哮道 该死的家伙 我要撕烂你的嘴 来啊 让我看看 你是不是只有嘴硬 牧尘朝着冰霜猛马虎勾了勾手 这个操作 把冰霜猛马虎给彻底激怒了 他咆哮了一声 瞬间冰锥再现 这样的大招 冰霜猛马虎可以连发 就很离谱 牧尘现在算是明白了 就这两招除了EX级的人来 要不然 SSS级的武装者看到了都得跑路 但牧尘看到冰霜猛马虎连续释放大招 心中更多的是兴奋之意 因为他不怕冰霜猛马虎的任何攻击 怕就怕这家伙感觉打不过自己 就直接跑路了 而现在 很显然 这只冰霜猛马虎 已经中了自己的激将法了 吸收 牧尘不紧不慢 再次启动了吸收 这一次的攻击 也没有任何的意外 在靠近牧尘身边的一瞬间 这些恐怖的冰锥 就瞬间失去了该有的威力 一个个被牧尘那如同黑洞一般的黑光 全部给吸收到了体内 并且有60%的威力 被转化为了下一次爆发的能量 冰霜猛马虎也知道 这一招对牧尘没有任何作用 虽然他也不明白 这其中到底是什么样的道理 但作为一个达到领主级别的怪物 冰霜猛马虎 也很清楚地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样的技能 绝对不可能是全面的 所以 他在发动冰锥攻击的时候 巨大的身形 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担摇的威势 冲向了漂浮在地面之上的牧尘 受死吧 冰霜之爪 冰霜猛马虎大喝一声 霜爪上被冰霜包围 画出两个巨大无比的爪子 猛地朝牧尘头颅抓下 冰冷无情的爪子 带着毁灭一切的气息 淋漓地划过空气 直奔着牧尘的头颅而来 冰霜猛马虎的速度 完全和体型不成正比 这也是他隐藏在外表之下的强力杀招 你以为他是笨重的巨兽 但实际上 他的速度快到远超于一般武装者 牧尘躲不开 也没必要躲开 他看到空气 都似乎在爪子的划过下 凝结成冰 冰寒的气息弥漫在四周 要将一切冻结成冰雕 然后毁灭殆尽 冰霜猛马虎 看到牧尘无法躲避 已经遇见 这只高傲的龙形生物 被自己击杀的场景了 他要让这只怪异的龙知道 自己是不好惹的 他要让牧尘知道 侮辱自己 侮辱伟大的燃烧军团 将会付出什么样的生命代价 但这个想法刚刚燃起 现实就给了冰霜猛马虎 一个大逼兜 当他的冰霜之爪 要靠近牧尘的时候 那无处不在的黑光 又瞬间覆盖了他的攻击 那全力一击的冰霜之爪 顷刻之间就被吸收 这也就算了 就连冰霜猛马虎的肉体力量 也无法靠近牧尘 哪怕一点点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一次冰霜猛马虎 是真的恐惧了 接连两次大招 被牧尘给挡下 也就算了 他还可以理解为 牧尘这种奇特的龙形生物 拥有强大的元素免疫能力 毕竟这种事情 在一些高级生物上是存在的 所以冰霜猛马虎 才会用冰锥掩护 自己则趁机偷袭牧尘 但现在 不但元素攻击被全部吸收了 他的恐怖的肉体属性 竟然无法对眼前这个家伙 造成哪怕一点点的伤害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冰霜猛马虎是真的没见到过 冰霜猛马虎能明显感觉到 牧尘的等级没有他高啊 在等级都没有自己高的情况下 一套连招打下来 连牧尘的防御都破不了 这泥马还怎么玩 这个战斗到底谁在赢啊 这一次 冰霜猛马虎产生了退役 它是一个拥有高智慧的生物 知道打不过敌人就要跑 这也是在野外生存的第一法则 哪怕它是什么所谓的镇守将军 但在怪物的世界里 弱肉强食 森林法则才是第一位 如果牧尘将自己干掉了 那么自己的大人 不但不会为自己的报仇 很有可能还会将牧尘 封为镇守将军 这是冰霜猛马虎的第一想法 所以 在三次攻击全部都失效的情况下 冰霜猛马虎立马转身就跑 然而 这一切都太迟了 如果是之前 仅仅是吸收了三次攻击 牧尘也不可能秒掉这一只冰霜猛马虎 但现在的吸收 吸收一次是60% 三次就是180% 而且 这吸收的攻击还是冰霜猛马虎全力攻击的结果 见到冰霜猛马虎想跑 牧尘嘴角一挑 冷声笑道 想跑 问过我了吗 话音落下 牧尘的身形化为一道流光 无比恐怖的攻击 汇聚在他的龙爪之上 原本由大剑释放的攻击 在这个形态下 变成了龙爪攻击 牧尘的爪子上 呈现出耀眼的光芒 仿佛一颗炽热的流星划过天空 转瞬之间 来到了冰霜猛马虎的身后 死 牧尘淡淡地吐出一个字 唤醒的龙爪 犹如灭世之锤 轰然向冰霜猛马虎挥去 不 你不能杀我 你要是杀我 古大人不会放过你的 冰霜猛马虎感到死亡的危机 眼中充满了对死亡的惊恐 他完全没有想到 牧尘的攻势会如此强大 竟然速度快到他 无法躲开 威力大道 让他感受到死亡 最后时刻 他也只能搬出身后的那位古大人了 但牧尘可不是怪物 他可是人类啊 怎么可能会怕 那身后的什么鬼谷大人 所以牧尘没有停手 这神之力和经验值他要定网 耶稣来了都没用 啊 在牧尘的吸收反击之下 冰霜猛马虎发出一声惨叫 他的整个身躯 在自己毁灭性力量的冲击下 迅速崩溃 化作冰雪飞舞 冰霜猛马虎死亡的瞬间 战场上的风声骤然停歇 一片宁静降临 牧尘的身影 在残骸和冰雪中 显得格外挺拔 恭喜宁击杀了499级领主怪物 冰霜猛马虎 获得了5万点神之力 恭喜宁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320级350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第91章 这家伙真的才18岁吗 与此同时 西南军区 卧槽 秒了 牧尘竟然把这个boss给秒了 你天啊 这家伙真的才18岁吗 妈的 太可怕了吧 他的吸收反击 似乎又比之前强大了 之前的对战视频显示 牧尘想要秒杀一个高于他的生物 必须要承受很多次攻击才可以 现在他只吸收了三次 就把这冰霜猛马虎给秒了 只能说两个字 真他妈牛逼啊 这不是很正常吗 他可是牧尘啊 一个不能用常理来看待的人 当初最吸引人的 就是这个吸收了 现在其他技能都升级的这么快 这个吸收变得更加强大 也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是啊 牧尘这个人 简直是怪物啊 早在牧尘召唤王者大军的时候 西南军区的人 就被警报声吵醒了 但因为王日天打过招呼 他们也跟了牧尘一天了 知道这次的受潮 又是牧尘制造的 所以大家并没有过多的恐慌 而是一个个都兴致勃勃地 观看牧尘的表演 因为牧尘说过 他要去解决古山上的领主 不需要任何人插手帮忙 大家都很好奇 不过是新生的牧尘 到底需要怎么做 才能够杀死那等级 无限逼近500级的冰霜猛马虎 原本大家都以为 牧尘会依靠王者的数量 去堆死冰霜猛马虎 毕竟王者的数量是很多的 而且牧尘还能够无限召唤 累了 还可以捕食恢复能量 用这种无解的能力 击杀冰霜猛马虎道 也不是很难 但现在一看 大家都不由得摇头苦笑 他们都被牧尘的 王者蔽日吸引了视线 却忘记了牧尘之前 表现最亮眼的 是 他那无解的吸收能力 和吸收过后 能爆发出来的强力反击 人往往是记住 另一个人最闪光 最突出的优点 而忽视了这个人的 其他不那么闪光的地方 但牧尘 真的是每一个技能 每一个方面 都无比的闪光亮眼 以至于牧尘施展什么技能 都会让大家被狠狠地吸引住 而忘记了牧尘其他的技能 可能更加地优秀 或者是同样的优势 观看牧尘战斗的这些人 都不得不承认 牧尘这个人 真的是完美的 不单单是他们 这些人这么觉得 就连各大军区的司令 此时在看到了牧尘的战斗画面时 一个个也是感慨不已 西北军区的负责人 金明志 牧尘这小子 成长的速度 真的比想象中要快很多啊 之前老王你说 他连你的攻击都可以吸收 只能说 这小子确实是无敌了 王日天也是同样感慨地点了点头 可不是吗 目前整个世界 帝皇级以上的武装者 都必须进入到了一个战场 能够长期停留在这个世界的 只有帝皇级以下的我们 怪物阵营那边也是一样 所以牧尘可以说在这个世界 已经是防御无敌的存在了 就算是我们如果敢打他的话 大概也会被反死吧 东南军区的负责人 玉文听完王日天的话 摇头笑道 我猜想 牧尘这家伙的变异 应该是和杀戮或者升级有关吧 每一次他经过杀戮 等级提高之时 身体的技能就会得到加强 这一次 他会答应参与 黎明计划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不管牧尘因为什么参加 他都是我们人类最后的希望 他的快速崛起 也能够让我们改变人类弱势的情况 要知道 我们已经十多年 没有收到异构战场里的情报了 那些进入到异构战场的前辈们 如今是死是活都不确定 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改变怪物们日进增加的数量 要不然要不了几年 我们可能就要玩了帝都军区负责人 易景辉说道 在场的众人听到这话 纷纷都沉默了下来 这个世界有一个特殊的规则 那就是 所有等级得到帝皇级 也就是700级的武装者 或者是怪物 都会被一种神秘的力量 拉入到一个名为 异构战场的地方 异构战场 是一个独立于这个世界的空间 它已经存在了超过500年了 是在天人时代 落幕时出现的产物 只要等级达到700级 不管是契约什么魂兽 又或者是人和怪物 都会被强制拉入到这个空间之中 没有人和怪物是例外 百年来 各国和怪物阵营一方 都出现过不少的强者 但他们都在700级时 全部消失了 强制进入 无法离开 从第一个人被强制进入开始 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了 单单是东皇这边 都被强制吸收了近万人进去 全世界范围内 更是达到十多万人 和十多万的怪物进去 但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或者怪物 可以从里面出来 只是偶尔有一些情报 从里面流传出来 易景辉等人也只知道 里面有着十分仇外 但又无比强大的原住民 进入到异构战场的人 除了可以通过某些道具 将信息传送回来之外 并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回来 比起异构战场 这些还比较遥远的事情 当前留在这个世界的人类 需要面临的问题只有一个 那就是日益增多 无限繁殖的怪物 易景辉等人可以说 是东皇最后一批强者了 在他们之下 大量的人无法达到600级 因为在人类领域生存的怪物 根本提供不了那么多的经验值 相反 怪物那边 却可以通过自相残杀的方式 来提高自己的等级 这么一来一回 人类会永远处于劣势 甚至连灭绝 都可以说没几年了 如果不发动全面战争 如果不打破怪物们的圈养 那么人类是没有任何 未来可言的 所以 易景辉等人 必须要在达到700级之前 将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原本他们还看不到什么希望 只能希望黎星连这一批青年才俊 能够快速成长 在三五年间 成长为人类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却没有想到 半路杀出了一个牧尘 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牧尘 却成为了最强的黑马 不但将他们最看好的黎星连击败 更是成长的飞速 仅仅在数周之间 就成为了黎明计划的关键人物 所以 易景辉说的没有错 不管牧尘答应参加黎明计划 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他们都乐于见到牧尘的成长 也愿意为牧尘的成长 提供全部的支持 现在正是他们付出行动的一刻 王日天看了眼时间 从会议室里起身 用抑制不住的兴奋语气 笑着说道 大家都做好准备吧 一场世纪大战即将要拉开序幕了 第92章 升级S级捕食 此时 牧尘并不知道 自己的行为又引起了其他人的震惊 他看着这具冰雪猛马虎的尸体 若有所思地想了想 最终还是决定升级捕食 来对这只冰霜猛马虎进行捕食 原本牧尘是不打算强化捕食的 因为这冰霜猛马虎的等级超过了400级 即使将捕食强化到A加级 也不过是能捕食400级以内的生物罢了 想要捕食这冰霜猛马虎 至少要将捕食强化到S级才行 但正所谓取之于名 用之于名 这一次杀了冰雪猛马虎 系统给了额外的神之力奖励 将捕食强化到S级 需要10万的神之力 虽然这一次奖励的神之力不够 但4万的神之力牧尘 还是出得起的 想到这 牧尘在信中说道 系统把捕食强化到A加级 谢谢 您成功消耗了4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捕食提高到了A加级 捕食A加级 可以捕食400级以内的一切生物 能够补充自己消耗的能量 记忆 每七天的第一次捕食 100%获得目标的一个技能 但需要注意 对有意识的生物捕食成功率较低 因为捕食技能得到了强化 CD得到了刷新 现在您下一次捕食目标 必定会触发100%获得技能的效果 先捕食一只 然后再升级 这样CD就完美了 牧尘并没有一口气升级到S级 毕竟每一次升级都有一次额外的CD 他先将捕食升到了A加级 然后随意找了一只火属性怪物的尸体 进行了技能捕食 恭喜您捕食成功 能量得到了回复 并成功获得地狱蜡烛的独有技能 地狱火 A级 地狱火 A级 召唤强大的火焰之力 持续覆盖在身体之上 可以获得操控地狱火的力量 对敌人造成严重的破坏和灼烧效果 并且难以被常规方法熄灭 另外 在此状态下 所有火属性的武斗技 技能伤害威力得到200%加强 倒算得上是一个强大的技能 牧尘是精挑细选的 有一些火属性怪物的技能 可能威力加成比较多 可能有其他的效果 但这个地狱蜡烛的地狱火 是很难被普通方式熄灭的 正常的火焰 遇到水和土很快会被熄灭 但这个地狱火 则更加的旺盛 这也是 他选择这个技能的原因之一 捕食完这个地狱蜡烛之后 牧尘又再次让系统对捕食进行强化 您成功消耗了6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捕食提高到了S级 捕食S级 可以捕食500级以内的一切生物 能够补充自己消耗的能量 记忆 每7天的第一次捕食 100%获得目标的一个技能 可以进行自选 另外 在平时的捕食之中 有10%的几率 能够成功进行技能捕食 同样可以自选 但需要注意 对有意识的生物捕食成功率较低 因为捕食技能得到了强化 CD得到了刷新 现在您下一次捕食目标 必定会触发100% 获得技能的效果 牛逼 牧尘看了新捕食的效果 嘴角勾起一丝笑容 捕食到了S级之后 主要多出了两个新的效果 一个是以后的捕食 可以选择捕食目标身上的一个技能 不管是怪物还是武装者 技能都不只是一个的 特别是武装者 除了技能之外 还有武斗技的存在 如果是正常捕食 有可能捕食到好的技能 但也有可能捕捉到坏的技能 有了这个效果之后 捕食就可以自选技能了 在牧尘看来 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另外 第二个新增效果 就是每一次捕食 都会有10%的几率 进行技能捕食了 不再需要等7天或者升级之后 才能够进行技能捕食了 虽然几率不高 但是疗胜于无不是吗 这对于牧尘来说 是一个很不错的消息 收拾好心情 牧尘来到了冰霜猛马虎的尸体面前 微微一笑 就拿你试验一下捕食的效果吧 说着 牧尘身上爆发出了一阵黑光 瞬间将冰霜猛马虎吞没 数秒不到 一个提示在牧尘眼前谈起 恭喜您捕食成功 能量得到了回复 您可以从冰霜猛马虎的技能中 选择一个进行技能捕食 技能一 冰霜之爪 A加级 将恐怖的冰雪之力 加持在自己手上 幻化出能够毁灭一切的爪子 对敌人造成恐怖500%的攻击 和冰冻效果 技能二 极寒风暴 S级 召唤极寒风暴覆盖1000米范围 令该区域的敌人 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减少30% 能量消耗加快20% 除此之外 发动技能还会制造出 带有毁灭力量的 灭视冰锥 数量激数 石灯 威力激数300% 对敌人造成毁灭打击 并允许消耗精神力 对数量和威力进行提升 技能三 冰雪皮毛 A加级 提高防御力 对冰水元素的攻击和效果进行免疫 对物理攻击 伤害减少30% 好家伙 如果不是 吸收转化的力量 是无属性伤害 刚刚可能就翻车了啊 牧城看着冰霜猛马虎的 第三个技能 心中有一些庆幸 这个技能 让冰霜猛马虎 可以免疫冰属性的伤害 并且对物理伤害 都有一定的减伤 可以说十分的好用 刚刚吸收的反击 并不是冰属性伤害 而是无属性的伤害 这才能对冰霜猛马虎造成伤害 要不然的话 被这一个技能磕得死死的 冰霜猛马虎三个技能里 最强大的就是这个技能了 但这个技能和吸收有一些重叠 所以牧城只是微微感慨之后 就完全不看这个技能了 他在冰霜之爪和极寒风暴之间 稍微看了一眼 就直接选择了极寒风暴 技能补饰成功 恭喜您获得了技能极寒风暴 S级 第93章 第三燃烧军团统治者 古龙 极寒风暴是一个 罕见的范围性技能 不但可以削弱敌人的移动速度和攻速 还可以发出范围性攻击 可以说 是一个强力技能了 之前看冰霜猛马虎用了之后 就知道这个技能有多牛逼 如果不是 吸收太无敌了 单单是这一招 就可以秒掉很多同级的武装者了 获得这一招之后 牧城就开始等待了 他的王者大军 依然是在源源不断地猎杀 这山顶区域的怪物们 大概等了十多二十分钟 山顶的怪物们 就全部被猎杀殆尽了 这个时候 牧城的等级来到了365级 并且神之力终于突破了100万大关 差不多该把吸收再次进行提升了 吸收要强化到SSS级 需要96万的神之力 虽然96万这个数字 看上去十分恐怖 但带来的提升 也是绝对值得的 牧城并不知道 这个世界有着700级上线的事情 即使不用强化 吸收 现在的它 也已经是这个世界防御无敌的存在了 他只知道接下来 要打一场大战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牧城还是想都没有想 就开始对吸收进行了强化 系统 吸收进行强化 谢谢 您成功消耗了96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吸收 提到到了SSS级 吸收 SSS级 可以吸收800级以内 所有生物的攻击伤害 技能伤害 并不会受到任何负面效果影响 另外每次吸收伤害时 会储存受到伤害的80% 可用于加速 或者在下一次 对单体攻击时 一次性释放出去 完美了 这样一来 我就不必担心 安全问题了 牧城心情不错地笑了笑 虽然神之力瞬间 就只剩下4万了 但他知道自己800级内无敌 心情那叫一个好啊 再怎么说 接下来的大战 肯定是不会出现 高过800级的怪物 所以这一战 算是稳了 至于 王者必日 复活600级以内的王者 已经足够了 如果到时候还不够 一轮攻击下来 肯定也够了 现在的牧城 是对接下来的大战 充满了期待 因为那会成为 他快速提升的一个阶梯 还有点时间 就在这里等着吧 牧城看了眼时间 恢复成了人形 击杀古山的镇守将军 并不会引起怪物们的反攻 而是人类占领这里 才会引起全面反攻 所以牧城提早击杀冰霜猛马虎 也不需要担心怪物们 会提前开始攻击 整个古山内侧的怪物 已经被他击杀完了 现在他要做的 就是等待王日天等人到来即可 与此同时 在古山外侧 遥远的白骨地之中 一头巨大的古龙 静静地躺在废墟之中 他的骨架 构造着一种凄凉的氛围 仿佛是岁月的见证者 注定要永远长眠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然而 就在冰霜猛马虎 被牧城击杀的这一刻 这只巨大的古龙 骨骼之间开始发出 微弱的颤动 没过多久 他从沉睡中苏醒 爆发出了一声 这一刻 周围的所有怪物们 纷纷瑟瑟发抖 不管是多少级的怪物们 此时都同一时间低下头 扑负着自己的身子 跪拜他们的王者 第三燃烧军团的 统治者古龙苏醒 恭迎大人苏醒 就在这个时候 古龙的身前 出现了十二个 强大无比的人形怪物们 他们都是人的身体 怪物的面容 每一个 知怪物的等级 都达到了五百五十级以上 并且实力远超过一般的领主 是古龙治下 燃烧军团里 除了古龙之外 最强大的十二名干部 这些怪物 在古龙苏醒的第一时间 就立马从各地前来拜见 古龙那高达二十多米的身躯 如同一座大山 屹立在白骨之地上 古老威严 他居高临下 用自己那双诡异的蓝色双眸 看向了下方的手下们 没有多余的废话 直接进入正题 陈生说道 猛马虎被人类干掉了 按照以往的经验 人类应该又打算 占领古山了 现在你们召集自己的手下 随时准备 明白了 大人放心 人类不过是来送死罢了 根本不足为据 没有错 以往的每一次 他们都以失败告终了 这才刚沉浸多久 竟然又打算 来攻略我们的防线 真是一群 着急送死的人类 呵呵 本来还想让这些人类 多蹦那几天 却没想到 这么着急来送死 我们沉浸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积蓄兵力 对人类进行灭绝性的毁灭 这一次 刚好让这些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这些怪物 听到人类再次入侵 一个个言语中都是充满着不屑 在他们看来 人类只不过是一群猪罗罢了 如果不是为了 不想根本受到动摇 他们早就可以彻底灭掉人类了 最近十多年下来 他们一直都在积蓄实力 利用孵化赤子的效果 不断地培育不要钱的怪物们 原本打算让人类再多蹦打几年 却没想到 人类竟然又蹬鼻子上脸 这让他们一个个不屑的同时 又感受到了愤怒 所以 他们提议 要不趁着这个机会把人类给灭了得了 对此 古龙则是淡淡地摇了摇头 别把人类想得太简单了 他们敢再次袭来 肯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并不是来送死 那么简单 你们先去准备吧 我要去联系其他首领 和以往一样 让他们配合攻击 防止人类形成合力 古龙一发话 大家都只好领名退去 而等到他们都散去之后 古龙也张开着自己巨大的翅膀 快速腾空而起 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好 伴随着一声悠长的龙音声 在天际响起 天空之中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古龙没有任何犹豫 飞入到了裂缝之中 与此同时 位于世界各地的怪物首领们 也在同一时间 进入到了裂缝之中 一场关于进攻人类的怪物会议 在这神秘的空间裂缝中 秘密展开 第94章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早上九点 牧尘已经在这里休息了好几个小时了 这时候 他忽然感觉到 古都市的方向有一股异动 只见密密麻麻的大军 从古都市的一个郊区出发 人数之多 根本没有办法计算 牧尘看到这一幕 微微有一些震撼 这密密麻麻的人不说多吧 至少有20万人以上 而且 根据这个世界的规定 能够毕业的人 基本都是在400级以上 也就是说 几十万400级以上的武装者 竟然都守不住一个据点 那由此反推 怪物们得有多么强大 这么一想下来 牧尘发现 这一次的战争 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当然 如果轻松的话 王日天也不会亲自 来找劝说自己加入了 很快 牧尘就感受到了 有人在靠近 一眨眼的功夫 王日天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哈哈 牧老弟 你是真的牛逼啊 竟然真的一个人 就把这古山的领主 冰霜猛马虎给干掉了 如此成长速度 让我惊喜啊 后生可畏啊 我想你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超过我们这些人了 王日天来到牧尘的身边 一边拍着牧尘的手臂 一边笑呵呵地 由衷夸赞了一句 他的称呼 也开始不自觉套近乎了 从之前有一些生疏的牧小友 变成了更轻易的牧老弟了 因为他们这些人 在看到牧尘的实力和成长速度之后 都已经一致决定 把牧尘当作新一代领军人物来培养了 只要这一次 依靠牧尘的能力 顺利地完成这一百多年来 没有人可以完成的壮举 那么 等到他们七百级被传送走之后 牧尘就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了 牧尘并不知道 王日天在想些什么 他也顺着王日天的话 笑着回应道 老哥过奖了 我只不过利用自己的技能特性舞弊罢了 如果真正和这冰霜猛马虎交手 我还差得远呢 哎 这话可不对了 王日天哈哈大笑了一声 生死厮杀 不是有一类台赛 你的 吸收 是最大的底牌 用 吸收的反击击杀敌人 怎么可能算舞弊呢 如果我有你这技能 我现在就去和那该死的古龙 大战三百回合 然后把他给秒了才是 古龙 牧尘听到这个词 一下就想到了那些怪物口中的古大人了 趁着还有一些时间 牧尘有一些好奇地问道 老哥你和我讲讲呗 我们和怪物阵营的差距在哪 待会具体要我怎么做 也好 是该让你了解一下了 王日天微微叹了一口气 对着牧尘徐徐道来 刚好还有点时间 那么我和你说一下怪物阵营的势力分布 以及我们和他们的优劣势吧 首先是怪物阵营的分布 他们在世界上一共有12个军团 每个军团都有自己的旗号 霸占在各国的领土外 我们东皇因为占地面积大 一共有6个军团包围着我们 第三燃烧军团 首领688级 古龙 根据上一次的统计 麾下的怪物们达到257万 第五狂风军团 首领684级 暴风巨坤 麾下的怪物们达到264万 第七灾难军团 首领689级 瘟疫鼠黄 麾下的怪物们达到222万 第九暗影军团 首领688级 无影魔 麾下的怪物们达到231万 第十一雷霆军团 首领681级 雷翼魔凤 麾下的怪物们达到213万 第十二钢铁军团 首领685级 钢铁暴龙 麾下的怪物们达到244万 这些怪物们 平均等级都在400级以上 我们的武装者 大多数是在450级左右 虽然平均等级方面 是我们这里更占优势 但是数量方面完全处于劣势 如此一来 每一次战争 我们虽然占据着首成之力 但却依旧失败了 原来如此 牧尘听完之后 心中十分震撼 但也松了一口气 他震撼的是 怪物这边的数量 实在是太多了 一个区域的怪物 是人类武装者军队的四五倍 还要多 单单是包围了东皇的怪物军队 就达到了1431万的恐怖数量 这还只是能上台面的 如果是那些不上台面的 则更多 他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人类会守不住了 本来个体的差距就不是很大 武装者就这点人 在自身不死的情况下 一个武装者 必须要杀五六七八只 和自己等级差不多的怪物 才有可能打赢这场的 数量差距之大的战争 但这还是理想状态下 但实际上一个人 一个人能杀两三只就不错了 而且 武装者可能不死吗 一旦这边人数减少 那么怪物那边的优势 就会越来越大 打不过也是正常的 而让牧尘庆幸和松气的是 这数量上的差距 确实依靠自己的 王者碧日可以弥补 最关键的是 他在听到怪物首领 只有七百级不到的时候 也是彻底松了一口气 这代表着 他没有任何的危险 要不然的话 他一旦释放王者碧日 要不了多久 就肯定会成为怪物们 集中攻击的目标 虽然王日天会负责保护自己 但自己的命 只有自己能负责 不能过度依赖别人 想到这 牧尘想了想 问道 老哥你说 这怪物首领们 都是七百级不到 那他们 有没有超过七百级的首领 或者你知道 他们最高多少级吗 没有 王日天十分肯定地摇了摇头 目前没有任何 超过七百级的生物 能够出现在这个世界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能吸收我的力道 那么肯定没有任何生物 可以伤得了你 吸收的效果 其实并不难猜 所以 牧尘听到王日天这么说 并没有太多的惊讶 而是对王日天说的话 比较感兴趣 追着问道 为什么这个世界 没有超过七百级的生物存在 根据划分 不是还有帝皇级 主宰级 和传奇级武装者吗 怎么到七百级 就没了 王日天微微一笑 有一些感慨道 这个啊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第九十五章 战前会议 牧尘的妙计 等到战争结束 我再和你说这件事 王日天并没有告诉牧尘 而是暂时卖了一个关子 而这个时候 大军已经来到了谷山 超过四十万的武装者部队 将整座谷山包围 并且开始有秩序的构建防御措施 王日天也拍了拍牧尘的肩膀 示意牧尘跟着他走 我们现在开始构建防御基地 按照以往的判断 受潮差不多在一个小时左右 就会濒临城下了 趁着这个时间 我们部署一下作战会议 牧尘点了点头 跟着王日天身后离开 二人一路走到了一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搭建的临时指挥室 在这里坐着十多位看上去 就等级不凡的中年人 这些人一见到王日天和牧尘进来 纷纷都起身打了声招呼 王日天对着这些人点了点头 向牧尘介绍道 这些人都是我西南军区的得力干将 他们将带领着各自的队伍 抵抗受潮的攻击 说完 王日天一一介绍了几人的名字和信息 牧尘也很有礼貌地 一个个地打了一声招呼 他们这些人对牧尘十分欣赏 并没有因为牧尘是一个空降兵 就对牧尘抱有很强的敌意 这种事情在之前的世界是绝对不敢想的 只能说 这里才是真的团结有爱吧 介绍完这些人之后 王日天示意牧尘坐在他的身边 然后朝着众人点了点头说道 那么作战会议开始吧 众人文言点了点头 开始畅所欲言 牧尘对什么兵法 布阵什么的 完全听不懂 也就随意地听着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 王日天忽然对着牧尘笑道 牧老弟 你能否方便将自己的 王者蔽日的具体效果说一下 因为我们接下来 就是要根据你的技能 制定计划了 行 我的技能是 牧尘这一次倒是很干脆 将 王者蔽日的技能效果说了出来 能复活六百集以内的生物 这已经是王日天知道的事情了 但王日天并不知道持续时间 以及是否有CD之类的 所以 牧尘将自己的具体效果 完整地说了一遍 大家一听 脸上都是惊讶之色 我的天 这就是牧小友的实力吗 太可怕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一次 咱们的胜算很高啊 哈哈 秘密武器牧尘 有了你 我们何苦怕拿不下这个古杀啊 无限附生 没有 CD 牧小友你单身吗 我女儿不错 要不介绍 你俩认识认识 我儿子也不错呀 男男才是真爱啊 牧小友等这一次战斗结束了 请务必和犬子见一面 众人 都被牧尘的技能 给狠狠地惊喜到了 大家都知道 牧尘很强 但是并不知道 牧尘如此之强 如今牧尘把具体效果全部说出来之后 这些人 还是狠狠地被震惊到了 一个个看牧尘 那叫一个心花怒放啊 和牧尘这样优秀的人相比 他们的孩子 是个什么垃圾都不知道 王日天听到牧尘的具体效果后 赞赏地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 我们先打着 等一个小时后 到时候 牧老弟你施展 王者毕日 应该可以积累出很多的王者 然后再依靠这些王者去 继续转化其他怪物 没问题 牧尘点了点头 答应下来了这件事 不过这个时候 一个人忽然说道 不过也要小心 木小友被偷袭 毕竟那些怪物 有着很高的智商 如果发现 木小友的王者 怎么都杀不完后 可能会对木小友发动袭击 这个问题不用担心 这不是有司令在吗 他不能随意出手 所以肯定会保护好 咱们木小友的 另外一个人说道 王日天也点了点头 说道 没错 我会保护好木老弟的 牧尘不知道 为什么王日天 不能随意出手 他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 仔细地思考了一下 出言打断大家的讨论道 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大胆的提议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木老弟尽管说 不要拘束 王日天笑道 众人也是点了点头 纷纷说 让牧尘把这里当自己家 见到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牧尘嘿嘿一笑 语出惊人地说道 刚才王老哥说了 咱们这个世界最高的 就只有七百级的生物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 倒不如老哥不用来保护我 让他们的人来 袭击我不就好了 什么意思 王日天的话说到一半 忽然恍然大悟地说道 老弟 你是说 你打算以身为耳 让古龙来攻击你 然后用你的 吸收 反击古龙 是的 到时候我会高调出场 引起古龙对我的袭击 我只要吸收了他的攻击 绝对会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 牧尘意气风发地笑了一声 此话一出 大家都沉默了 如果其他人说这话 大概会被认为是疯子 但牧尘说这个话 顿时让大家眼前一亮 特别是知道 牧尘吸收有多么厉害的王日天 更是直接就明白了牧尘的想法 是啊 怪物们并不知道牧尘的吸收有多么的变态 古龙的等级不过是688级 是在牧尘吸收的免疫范围之内 如果古龙亲自去袭击牧尘 到时候被牧尘给吸收了伤害 在猝不及防下将伤害反弹回去 那到时候不说击杀古龙吧 至少重伤古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呀 如果这个时候王日天出手的话 说不定不但可以击退兽巢 更有可能可以击杀燃烧军团的首领 那个强大到让人绝望的古龙 这个想法好啊 真是妙啊 哈哈 我都能想象到 如果古龙来袭击牧小友 绝对会被震惊到 他妈都不认识他了 司令就按牧小友说的做吧 这一次我们可以给这些该死的怪物们 一个超级惊喜啊 哈哈哈哈 王日天听到大家都赞成 哈哈大笑了一声 那就按老弟你说的做 咱们等会定要 让这个古龙有来无回 让你牧尘的名字 成为所有怪物们的噩梦 第九十六章 怪物来袭 战争开始 在牧尘的提议下 一个全心 大胆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方案 出现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中 如果牧尘真的做到了 那么他的名字 将成为整个东皇家喻户晓的存在 他会成为当之无愧的东皇英雄 受到所有人的敬仰和崇拜 同样的 如果牧尘真的做到了 那么他的名字 将会成为所有怪物们的噩梦 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年轻人 用自己的技能 因死了怪物军团的首领 或者因为他的关系 重伤 击杀了一个怪物军团的首领 一想到这个画面 在场的众人都忍不住 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为别的 而是牧尘有这个本事 很快 大家围绕着牧尘的提议 调整了一下作战计划 半个多小时后 作战会议结束了 王日天心情不错地笑了笑 对着众人说道 怪物们应该要来了 我们抓紧开始部署吧 是 众人纷纷领命离去 一个个都开始忙碌了起来 王日天也有一些事情要做 和牧尘说了一声之后 就离开了 一时间 整个军队之中 就牧尘一个人最闲 他也没事干 只能在这里 等着怪物们到来 说不紧张 那是假的 整个古山 都笼罩在紧张的范围之中 这里的大多数人 说不定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但他们依旧为了 东皇族群的延续 甘愿献上自己的生命和一切 只能说 不管是哪个世界 军人都是 最值得被尊敬的存在 在这种氛围下 牧尘度过了漫长的一小时 当时间来到中午十一点 忽然之间 大地传来了一丝震动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一个个紧张地 看向了古山的外围 只见在遥远的地方 一片黑压压的黑云出现 他们锁过之处 无数的树木倒塌 大地因他们的行动而震动 与此同时 整个古山临时基地 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警告 警告 超大规模兽巢出现 兽巢等级 天灾级 请各大武装者们 做好战斗准备 再重复一遍 请各大武装者们 做好战斗准备 开始了呀 大家都回到各自的岗位 预计第一波攻击 将在三分钟之后到达 全军做好防御准备 快 防御组加快速度 攻击组也进入状态 在他们靠近的时候 立马发动攻击 杀呀 多杀一些怪物 东皇永存 人类必胜 伴随着刺耳的警报声 整个古山山脉 都开始沸腾了起来 防御组的人 开始搭建防护罩 攻击组的人 则一个个摩拳擦掌 等待怪物们靠近 就会发动自己必杀一击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声怪物的咆哮声 震天动地 单单是阴波攻击 都让一般的人受不了 在这一声声怒吼之下 一只巨大无比的古龙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当中 它如同一个毁灭君王 散发着让人心悸的波动 一双幽蓝色 如同火焰的眼睛 没有任何表情地 看向了古山之上 人类搭建的临时基地 不懈地轻哼一声 似乎在嘲笑人类的自不量力 吼 一声古老且悠长的龙吟 响彻在整个天际之间 伴随着古龙的这一声龙吟 无数的能量 开始狂暴了起来 寿巢所在的地方 形成了狂暴的漩涡 那是无数能量碰撞在一起 形成的一种自然景观 众人没有时间去感慨 这景象之壮观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两百多万只怪物 奇迹发动了自己的技能 无数的元素攻击 从它们所在的位置射出 整个天空被无数种元素攻击所填满 形成了一片壮观而恐怖的景象 火焰在空中熊熊燃烧 冰锥飞舞而下 巨石从高空坠落 雷电如电蛇般在空中游走 无数的攻击 如同狂风暴雨一般 摧毁了前方的所有阻碍 王日天飞在天上 眼里闪过一丝冷芒 下令道 防御组开启防御大阵 是 二十多万宗师级武装者 纷纷开启了自己的技能 一个由特殊武斗技 转化而成的防御大阵 瞬间将整个古山囊扣到了其中 下一秒 受潮的攻击 如同汹涌的海浪一般袭来 无情地冲击着古山的防御大阵 轰隆隆 喷隆 不断传来的爆炸声 和空气的震动声 一下就把战争的氛围拉满 每一次大爆炸 都会引起空气和地面巨震 不同属性的能量交织在一起 让整个防御大阵看起来摇摇欲坠 然而 这个防护罩是经过阵法加持 能发挥出来的效果 也是十分强大 在这些宗师级武装者们的竭力维持下 这个防护罩 看上去还算是牢固 并没有被击破的风险 这就是战争吗 牧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大战 他看着头顶上 不断炸开的攻击 感觉十分的震撼 哪怕知道自己 可以免疫这些伤害 但此刻依旧是头皮发麻 因为攻击的数量 真的太多了 好 这个时候 又是一声龙银出现 随后 大得出现了剧烈的震动 牧尘放眼望去 只见那些怪物们 纷纷发起了死亡冲锋 他们和人类交手过好几次了 都知道元素攻击 奈何不了人类的防御大阵 而是一个个在古龙的命令下 汗不畏死地 朝着古山基地发起冲锋 他们采取最简单的战术 用超过人类数倍的数量意图 推平这里 王日天在天空中 俯瞰着下方的场面 面色凝重 最残酷的时候要来了 于是他大手一挥 对着攻击组下达指令道 攻击组准备攻击 在他们靠近之前 狠狠地削弱他们的数量 是 剩下的二十多万攻击组 纷纷是放了自己的技能 武斗技 他们此刻能做的 就是在怪物靠近之前 尽可能地屠杀这些怪物们的数量 这样待会进入到肉搏战 他们才会更有希望活下去 一时间 狂暴的气云 也在古山基地这边出现 无数的技能和武斗技 朝着奔袭而来的兽潮杂取 武装者们的技能和武斗技 如排山倒海般涌向兽潮 天空中 技能和武斗技 交织成一幅壮丽的画面 充满了生与死的激烈交锋 每一次的碰撞 都会掀起惊天动地的能量波动 让整个古山区域 都陷入了一片战火纷飞的混乱之中 这一次关乎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黎明计划 也在这古山山脉彻底打响了 第97章 将局 牧尘主动出击 杀啊 杀死这些怪物 大家全力攻击 不要留守 把这些怪物们杀得片甲不留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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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进入到了人类攻击的时刻 无数的攻击 从古山基地这边往下落 一边是防护罩 承受着怪物们的攻击 一边是人类的攻击 不断落在怪物群之中 战争的节奏瞬间被加快了 只见西南军区的武装者们 似乎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怪物们的攻击打不进来 他们的攻击却不断地 击杀那些成群的怪物们 和人类会使用阵法 汇聚多数人的力量来防御攻击不同 这些怪物们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防御 人类的每一次的攻击 都化为一道道光芒 穿梭于战场之上 尽可能地削弱敌人的数量 大量大量的怪物 在攻击之中死去 乍看上去 似乎很有效果 但实际上 牧尘作为旁观者 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那些受潮的怪物们 并不是盲目地在冲锋 他们经过了古龙的命令 采取了更为残酷和有效的战术 那就是让等级低的怪物们 主动充当炮灰去送死 而那些主力部队们 则很少受到了实质性的伤害 也就是说 人类的攻击是奏效了 但却只对一些低级怪物们奏效 他们真正的敌人 那些400级以上的怪物们 损失的却是十分有限 这个问题王日天也发现了 他眉头深深皱起 心情不是特别的美丽 如果可以的话 他很想出手 对这些怪物们进行毁灭打击 但是世界的规则 不允许他这么做 如果他出手了 这些受潮自然会被大幅削减 但同样的 对面的古龙也可以这么做 他不出手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 另外一个原因 则是因为他一旦出手 那么就会获得大量的经验值 而快速地达到700级 到时候在什么都没有交代清楚的情况下 被异构战场传送走 那么对东皇来说 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这一点 古龙也是一样的 所以 王日天和古龙大多数情况下 只是在阵营中压阵 不到绝对要出手的时刻 是肯定不会出手的 即便王日天发现队伍的攻击 很难伤到兽朝的核心力量 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能看着那些怪物们 用人海战术 不断地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牧尘的目光看向了在天空之上的王日天 看着王日天那皱着眉头的样子 似乎也是察觉到了问题 但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方法 如果再这样下去 等会肉搏战这边会很被动啊 牧尘虽然不是一个军人 也不太懂得战争的走向 但他作为一个外行人 都能看得出来一件事 那就是 别看现在西南军区 似乎占据了一些优势 但这仅仅是双方 还没有开始进行肉搏战 防护罩可以防止元素攻击 但却防止不了近战搏杀 如果现在不削减怪物们的数量 那么等到兽朝濒临城下的时候 西南军区这边 则会瞬间就变成烈士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牧尘摸着下巴 仔细思考了一下 他的任务 是在战斗过后 释放王者蔽日 按道理说 他和战争前期的走向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亲眼所见 这如此恐怖的兽朝来袭 他知道 如果按照这样的走势下去 即使西南军区会胜利 那也是一场惨胜 有不少的人会死在这里 如果有能力 却袖手旁观 牧尘表示 他是真的做不到 所以他在思考 有什么是他可以做的事情 有什么 是可以改变战局的事情 很快 牧尘的眼里闪过一丝光芒 他的脑子里 想到一个好主意 如果先是用元素化 进入到无影状态 然后我在一边捕食 一边释放霸海恶魔杀 是不是可以帮助这些军区 多击杀一些怪物 这个想法一出现 就在牧尘的脑海里 呼一知不去 要知道现在的他 等级也来到了365级了 并且牧尘的成长 并不比在场的一些人差 如果使用EX级的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绝对可以对敌人 造成不少的伤害 最关键的是 他可以无限捕食 虽然霸海恶魔杀 会清空一次体力和精力 但他可以通过捕食的方法来 恢复能量 这里这么多怪物 完全就是他的粮食 再加上元素化 可以让他避开那些怪物 来到后方释放大招 可以比这些武装者的远程攻击 更加容易攻击到 受强后面的核心力量 可行 牧尘不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 他一想到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立马就轻贺一声 元素化 下一秒 牧尘的身形 瞬间就变得无影无踪了起来 虽然元素化 只能让300级以内的生物 无法通过任何方式 查看到它的存在 但主观上 只要没有人特意去感知它的存在 即使这些怪物等级超过了300级 也不会发现牧尘的所在 先不说怪物们 本来就不擅长感知和探查 就说现在战争中 这些怪物根本想不到 会有一个人类 引身前往他们的身边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牧尘还是进行了一下 百边唤醒 这样 即使元素化被识破了 他也可以通过百边唤醒 留在敌人的后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牧尘对着天空上的王日天说道 老哥 我去外面帮忙了 不用在乎 继续攻击受潮 王日天听到牧尘声音 这才发现 牧尘已经消失不见了 他还没有释放感知 去查看牧尘到底在哪 就感受到防护罩内部 有什么东西冲出去了 虽然看不见人影 但几乎不用想 王日天就知道 是牧尘出去了 至于牧尘为什么要出去 他大概也想到了一些 好在牧尘的安全方面 倒是不用担心的 哪怕是千军万马包围着他 他大概也是在场 唯一一个不会死的人吧 想到这里 王日天也有一些期待地笑了笑 希望你的主动出击 能够改变这个战局吧 第98章 入敌后方 诡异的攻击 王日天现在也只能把希望 寄托在牧尘的身上 他比牧尘更明白 现在军区处于劣势 如果按这个节奏发展下去 接下去的肉搏战武装者们 会死伤惨重 但他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只能期待牧尘的主动出击 能够改变 这让他无能为力的战局了 而此时 牧尘已经一路奔驰 来到了怪物们的正前方 正如他想的一样 这些怪物 本就缺少感知的手段 即便有一些怪物 拥有着这手段 但是在如此规模的战争面前 根本不会动用感知和侦察类的技能 有这个功夫 释放两个攻击技能不香吗 哪个人类会孤身一人 跑到两百多万大军之中找死 这不是纯诚的脑子不清楚 嫌自己死得快吗 但他们却不知道 还真有这么一个人来了 牧尘飞在空中 俯视着下方的怪物军团 他现在是一只人形怪物模样 所以又变得听得懂怪我们的话了 哈哈 这些人类真的是白痴 他们的攻击 都被我们的肉墙给挡下了 根本伤害不到我们的核心力量 再过几分钟 我要杀死这些该死的人类 他们所谓的道德 限制了他们的实力 不像我们崇拜弱肉强食 森林法则 弱者就该去当肉盾 为强者服务 所以人类必然会输 只是不知道 这些人类又发什么疯 明知道 必输 还发动战争 管他呢 反正杀死他们就对了 还有心情聊天吗 牧尘听到这些怪物们 在西南军区的攻击下 竟然还能聊天 也是气得想笑 这些怪物们 简直是太猖狂了 之前也许是没有人可以对付他们 但现在 他们的克星来了 牧尘嘴角疯狂上扬 那么 开始吧 说着 牧尘的眼神闪过锐利的光芒 高举着自己的大剑 周围的能量 瞬间开始变得狂暴起来 刹那间 一头巨恶的虚影 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散发出磅礴的气势 霸海恶魔沙 牧尘的声音沉稳而有力 如同一道震荡人心的雷鸣 他的剑光在空中划过 带着毁灭的气息 向下方斩去 好 刚刚还在聊天的怪物们 在这一刻 纷纷不约而同地停下 他们东张西望 却没有看到任何攻击来袭 但是 一股强烈的死亡危机 在每一只怪物心中升起 下一秒 霸海恶魔的虚影 张着血盆大嘴 将一只又一只的怪物们 拦腰咬断 恭喜您击杀了423级金刚石猴 您获得了43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444级大肥虫 您获得了44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419级沙漠妖女 您获得了42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365级 375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这一刻 所有人都梦了 不管是怪物 还是武装者阵营 全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给惊呆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攻击 落在我们的核心区域 该死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怪物们全部都被木城的攻击 给搞猛逼了 他们都没有看见 攻击是从哪来的 更没有看到 攻击在哪 30多只怪物 就这被秒杀了 更有超过100多只怪物 因此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势 要知道 面对20多万武装者的火力覆盖 到现在 也才刚刚损失了100多只核心怪物而已啊 但现在这一次的神秘攻击 直接就造成了100多只核心怪物伤亡 虽然这一次的死亡数量 在整体数量面前 完全无伤大牙 但问题的关键是 为什么这攻击 可以在核心怪物区域炸开 他们不知道 攻击的人在哪啊 他们不知道 攻击什么时候会出现啊 所以这一刻 大部分的怪物们都梦了 他们不复之前那时不时聊天的轻松模样 而是一个个疑神疑鬼的看向周围 似乎想要寻找这个攻击 是从何而来 又到底是谁在攻击他们 但不管他们如何寻找 都无法找到这个人是谁 因为牧尘不但元素化 还启动了百变唤醒 这两个技能的叠加下 怪物们即使识破了元素化 也识破不了百变唤醒 所以他是绝对安全的 根本没有怪物 可以发现他是一个人类 此刻不单单是 他们这些怪物们猛逼了 西南军区的武装者们 也一个个有一些猛逼 他们自己其实也知道 他们的攻击 没办法攻击到核心区域 因为怪物们的肉盾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也想大幅削减核心怪物的数量 但是奈何肉盾太多了 做不到啊 可现在 怪物群中竟然爆发出了爆炸 这让他们 如何不惊喜 王日天看到了这一幕 立马哈哈大笑 对着众人说道 这一次的攻击是牧尘做的 大家别发呆了 掩护牧尘的攻击 众人一听 纷纷唬去一阵 牧尘是谁 大家都十分清楚 他们都知道 牧尘是这一次的秘密武器 但同时也知道 牧尘能够做的 只是利用他的 王者蔽日 制造出王者军团 抵御这些怪物们罢了 却没有想到 牧尘竟然一个人冲到了敌阵去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牧尘竟然 一个人在敌后方搞破坏 这种实力 这种胆量 这种破裂 这才是人类的希望 人类的榜样啊 一时间 所有人武装者 都和打了鸡血一样 疯狂地对怪物群们 进行了攻击 而此时 牧尘见到大家的注意力 都被军区的攻击吸引时 立马对刚刚击杀的那些尸体 进行捕食 恭喜您捕食成功 能量得到了回复 很遗憾 没有触发技能捕食 恭喜您捕食成功 能量得到了回复 很遗憾 没有触发技能捕食 随着一只又一只的怪物 被牧尘通过捕食消化 刚刚施展 霸海恶魔沙 消耗的能量 此时再一次恢复到了顶点 他看向了那些 依旧没什么防备的怪物们 嘴角疯狂上扬 那么第二轮要开始了 第99章 老家伙 想找我还嫩了点 霸海恶魔沙 恢复好能量 牧尘再一次 对着没有防备的怪物群 打出了一记大招 熟悉的死亡危机来临 下一秒 又是数十只怪物们 诡异地被腰斩 随后是剧烈的爆炸 席卷了怪物的核心区域 一时间 不断有击杀提示 在牧尘的眼前谈起 恭喜您击杀了432级PPG 您获得了43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424级深渊鼠人 您获得了42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417级蝙蝠恶魔 您获得了42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375级384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我的妈 又来了 到底是谁在攻击我们 是我们之间出了叛徒 还是见鬼了呀 真的不知道啊 刚刚我感觉有一股恐怖的气息席卷而来 但是没有看到攻击在哪呀 这一刻 周围的怪物们彻底慌了 如果说一开始 怪物们以为先前的攻击只是巧合 但现在已经第二次了 完全让这些怪物们 感受到了 有敌人混入到了他们内部之中 这个问题不解决 他们要如何和人类大战 远在后方压阵的古龙 也察觉到了这个异常的情况 他眼里闪过一丝冰冷的蓝色光芒 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精神波动 瞬间覆盖了百万兽巢 他作为燃烧军团的最强者 终于在牧尘动手两次后出手了 古龙的出手 让众多怪物们安心 要知道 古龙可是他们之中的最强者 更是目前世界上的最强者之一 只要他一出手 这个躲藏起来的老鼠 肯定会原形毕露 然而 古龙的精神感知 仔细在兽巢中搜寻几遍 他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 这个发现 让古龙都梦了 这怎么可能 他能明显感觉到 刚刚的两次攻击 都是在后方炸开的 也就是说 确实是有一个人类 混入到了他们的队伍之中 虽然这种猜测 让古龙都震惊了 但他还是快速地 用自己的精神力覆盖大军 希望第一时间 找出这一只小老鼠 可结果让他失望了 他的精神力覆盖一圈 根本就没有发现什么人类 老家伙 想找我还嫩了点 牧尘感受到庞大的精神力 从自己身上一扫而过 无功而返 心中心情不错地笑了笑 他早就知道 这老家伙会来找自己 所以 打完一击之后 立马就换了位置 并且 趁着大家混乱之际 主动取消了元素化 这样一来一回 根本没有人会 怀疑到他的身上 事实上也是如此 古龙在仔细扫了几遍 依然没有找到牧尘 这只老鼠时 立马高吼一声 稳定军心道 不要管这只小老鼠 他的目的 只不过是为了 延缓我们接近人类 不能让他得逞了 全速前进 他的想法很简单 这个诡异的攻击 不管是谁造成的 但能对大军造成的伤害 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两百多万的军队 一次攻击 才死几十只 就算让这只老鼠 杀几百只 几千只 甚至几万只 又能怎么样 在古龙看来 这样的攻击 只是雕虫小技罢了 根本没必要去管 虽然众多怪物们 都担心自己的安危 但是在怪物世界阶级 是绝对的 古龙的命令 就是圣旨 他们哪怕害怕 自己会成为下一个亡魂 但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前进 牧尘听到古龙的策略 不由佩服地摇了摇头 真不好搞啊 原本他是打算通过这个方法 让怪物大军 在前进的过程中 多停留多消耗 事实上他已经做到了 但是现在 古龙发话 让这些怪物们 不计伤亡的冲锋 这样牧尘的计谋 也就失效了 只能说 怪物世界是真的残酷 高阶 怪物让你去死 你就必须去死 牧尘对此也感到无奈 但他也不是在做无用功 既然怪物们 不打算管自己的杀戮 那么就趁 他们不管多杀几只 反正杀死这些怪物 可以获得大量的神之力 到时候使用 王者必日的的时候 也会成为自己的一大助力 血赚不亏 想着 牧尘快速行动了起来 他再次启动元素化 并对那些怪物们的尸体 进行捕食 能量一恢复 他又顾忌虫尸 再次攻击兽巢 恭喜您击杀了 411级篮球昆 您获得了41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 433级深渊鼠人 您获得了43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 429级恶霸犬 您获得了43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384级392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牧尘再次杀死了几十只怪物 转眼之间 又是许多神之力入掌 这些怪物们 真的就不管牧尘了 他们一只只 遵循着古龙的指令 完全无视牧尘的诡异攻击 冲击着人类的防线 牧尘没办法阻止他们冲锋 唯一能做的 见到这些怪物们 果真不再管自己 牧尘索性也不装了 直接打完一招 就开始捕食怪物 然后再接着释放一招 霸海恶魔杀 每一次 他都可以收割几十只怪物 并且每一次 伴随着等级的提升 威力也会得到加强 但就像是古龙响的那样 不管牧尘一个人 再怎么样去杀 最多也就是造成了 还不到300只怪物死亡罢了 此时 这些怪物们大军们 顶着牧尘的轰炸 已经濒临城下 虽然在牧尘的带领 和武装者的火力覆盖下 核心怪物们 总共损失了数千只 超越了以往每一次 靠近人类基地时的损失 但现在依旧有200多万只怪物们 来到了古山基地的防线之下 这点数量 根本无伤大雅 他们一个个嘶吼着 开始攀登古山山脉 对西南军区构建的防线 展开了强烈的冲击 而一场紧张 残酷的白刃战 也终于在这个时候开打了 第100章 计划开始 牧尘现身 杀呀 和这些怪物们拼了 杀一个不亏 杀两个血赚 杀 为牧尘提供更多的王者 冲 一时间 残酷的战争开始了 古山基地 立马变成了人类与怪物之间 激烈对抗的战场 人类在王日天的带领下 勇敢地面对着数以百万计的怪物军团 毫不畏惧 毫不退缩 怪物们凶猛而狡诈 他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力量 和毁灭性的攻击 无数的攻击 如同暴风雨般倾泻而下 试图摧毁一切 整个战场上 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和血腥的味道 生命在这里 变得十分的脆弱而珍贵 每一次攻击 都可能是最后一击 每一次呐喊 可能都是最后一句话 每一次防御 都可能是最后一道防线 此时的情况 已经超过了牧尘的能力范围了 他已经尽力了 之前在他的带领下 击杀了数千只的核心怪物 至少对人类这边的士气 还是有着很大的提升 当然 牧尘也没有白做 他自己击杀了287只怪物 等级已经来到了430级 神之力更是来到了125万 现在大战已经开打 他能做的 就是等会靠王者蔽日 帮助人类逆转了 所以牧尘想了想 打算用这些神之力 加强自己的王者蔽日 系统 王者蔽日给我加满 谢谢 牧尘在心中说了一声 很快他的眼前就弹出了一排提示 您成功消耗了24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王者蔽日 提高到了SS级 您成功消耗了48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王者蔽日 提高到了SS加级 强化完毕 当前剩余神之力53万点 下一次提升 需要消耗96万点 请再接再厉 再创辉煌 王者蔽日 SS加 收集32,000米内的 等级小于800级的王魂进行复活 复活的王魂 拥有生前400%的实力 持续时间为8小时 每复活一个王魂 都需要消耗小福的精神力 复活的王魂越多 消耗的精神力越多 另外 被您的王者击杀的生物 将会直接转化为 王者加入大军之中 生前400%的加持 牛逼 牧尘看到新的效果 嘴角勾勒起一丝笑容 现在复活的王者 比之前强大多了 这也会让等会 这个效果得到夸张的提升 牧尘看着剩余的神之力 想了想 对精神成长进行强化 毕竟 王者蔽日 得召唤数量 是依靠精神力的 之前他的精神力是足够用的 但等会肯定是复活的越多越好 那么他的精神力 就不是那么够用了 所以他想了想 再次对系统说道 还剩下53万神之力 帮我强化 精神成长 谢谢 您成功消耗了64000点神之力 将精神成长 提高到了S加级 您成功消耗了12万8000点神之力 将精神成长 提高到了SS级 您成功消耗了25万6000点神之力 将精神成长 提高到了SS加级 强化完毕 当前剩余神之力84000点 下一次提升 需要消耗51万2000点 请再接再厉 再传辉煌 强化完毕 牧尘感到自己的精神力 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SS加级的成长 和S级的成长 真的是天差地别 虽然S级也能被称为天才 但和SS加级的成长比起来 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让牧尘十分好奇 如果是EX级的成长 那么到底该有多么恐怖 等这一次的战争结束 我大概就可以得到这的飞跃了吧 牧尘的目光 看向了惨烈的战场 战争从来都是无情 残酷的 他强化自己的这几分钟时间 整个古山已经血流成河了 怪物的尸体 武装者的尸体 让原本风景秀丽的古山山脉 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 不甘的咆哮和痛苦的惨叫 更是不绝于耳 短短的数分钟 双方的死亡数量 已经达到了近万 虽然大多数都是怪物们的尸体 但他们的数量 也没有肉眼可见的减少 反而人类这边 每次死人防御的压力 就会变大 牧尘见状 立马拿出通讯徽章 联系王日天 老哥 我要出击了 之前王日天就把动手的判断权 全部交给了牧尘 现在他觉得 是动手的好时机了 说完 牧尘眼里闪过了一丝寒芒 高举着双手 高呼道 游荡在世间 不甘的亡魂啊 遵循我的指令 成为我的手下 从黑暗中复活 为我征战吧 王者必日 伴随着牧尘的高呼 一道阴森的黑雾弥漫开来 瞬间就覆盖了整个战场 怎么回事 这是谁的技能 怎么能够覆盖这么大的范围 我为什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场上的这些怪物们 看到了黑雾弥漫 一种不安感 瞬间涌上心头 不单单是他们 就连古龙此时 也有一种极度不安的感觉 弥漫在心头 它自身 就是死灵系的强大生物 它能感觉到 这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死灵技能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复活亡灵的技能 可问题在于 这个技能是谁用的 人类之中 没有如此强大的死灵武装者 他的手下 也没有这样的人 这让古龙隐隐感觉 事情正在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 也是和他想的一样 伴随着黑雾出现 战场上一只又一只 身体散发出恐怖能量的亡灵们 响应着牧尘的召唤 开始从虚无中复活 这些亡灵有怪物 也有人类 他们都是刚刚战死的亡灵 但是他们却比之前 还要强大很多 似乎每一个亡灵 都被这黑雾强化过一样 这一只亡者大军的数量 大约在八千多只左右 在这一万 十万 百万级的战场上 并没有太过的显眼 可是此时不管是怪物和人类 都没有办法忽视 这一只新出现的亡者军队 一时间 整个战场暂时停摆 所有生物的注意力 都在这一只亡者大军的身上 在万众瞩目的目光之中 这一只亡者大军 此时却做了一个 让人意外的举动 他们纷纷朝着 一个方向弯腰鞠躬 像是在迎接尊贵的主人出场一般 如此反常的举动 自然引起了所有生物的注意 怪物也好 人类也罢 大家一起看向了 亡者大军跪拜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浑身帅气 武装机甲的人影 凭空出现在了天空之中 此人 正是牧尘 第101章 坐不住的古龙 袭击牧尘 牧尘 是牧尘出手了 我就知道 这些亡者是牧尘的 果然没有错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 这些亡者好像比视频上看到的更强大了 牧尘一现身 整个军区都沸腾了 他们都知道 牧尘会出手 他的 亡者毕日 是这一次改变战局的关键 别看这里只有八千多只亡者 但别忘了 这些亡者 可是会继续转化的 而且 如今这些复活的亡者们 实力还比之前看起来强大得多 这让西南军区的人们 纷纷都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和他们成反比的 则是那群怪物们 他们在看到这群亡者 竟然是人类召唤出来的时候 一个个的表情都不是很好看 古龙更是气得抱和了一声 一时间 所有怪物们都行动了起来 他们遵循着古龙的命令 对牧尘的亡者 发动了袭击 王日天剑状 也当机立断地下达指令 全体都有 执行作战计划 全力掩护牧尘的亡者大军 进行杀敌 是 西南军区的武装者们 一个个都亢奋地答应了一声 他们全部集中火力 轰炸着围攻亡者的怪物们 古龙作为死灵系的高等生物 自然看得出来 牧尘这一招 王者必认的效果 他猜测 这个复活的王者 会转化击杀的生物 所以 立马下来燃烧军团 优先攻击王者大军 在他看来 如果不快速击溃王者大军 那么接下来的战局 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王日天也看出来了古龙的意图 所以命令所有人 帮助王者杀敌 一时间 战争的焦点 因为牧尘的出手而改变 牧尘站在天空之上 嘴角挂着一丝淡笑 他原本可以不用现身 但为了勾引古龙来袭击自己 他还是以自己的形态现身了 只不过 为了能听得懂怪物的语言 他在武装之下的面貌 还是人形怪物的模样 他在听到古龙的话后 不由有一些惊讶 没想到这个古龙仅仅是一眼 就看出来了 自己技能的效果 将不愧是老的辣 古龙的决断和果决 让牧尘不得不佩服 但是 知道 王者必日得效果 有什么用 人类方面 同样也在大力保护王者军团 仅仅是刚刚开战一分多钟 王者军团 就已经开始不断地杀戮了 他们死上一只 至少会在人类武装者的帮助下 击杀两三只怪物 而那两三只被击杀的怪物 则会立马转化为 同样受到加持的王者 并且完全效忠于牧尘 这个时候 王者军团的数量不断提高 他们就如同病毒一样 快速地在怪物受潮之中扩散开来 大人 再这样下去不行啊 人类似乎是死保这些王者 这个被年轻人类召唤出来的王者军团 越杀越多啊 此时古龙的一个手下 发现到了情况的不对 厮杀了几分钟的时间 王者的数量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还在稳定增长 虽然增长的幅度并不是太过夸张 但现在的数量 已经肉眼可见的变多了 古龙的骨骼发出了轻微的震动 发出了一阵怪异的骨头碰撞的声响 那是他愤怒时的表现 他的手下都能看得出来的问题 他又怎么可能会看不出来呢 但现在 他根本没有办法对付这些王者大军 你不管他们 他们会扩张得更快 你优先处理他们 那些人类又在帮助这些王者 导致这些王者还是在扩张 只不过速度慢了一下罢了 这样下去 他们要说 古龙现在已经看清楚了 这个忽然出现的人类 大概就是人类这一次 再次打算占领古山的底牌 古龙看着那越打越多的王者 再看着天空之中的牧尘 眼里闪过了一丝寒芒 他想了想 对这一名的干部小声说道 看到天空中的那个人类了吗 你利用你的能力 过去将他干掉 能做得到吗 古龙的这名手下 是一个静妖 他的等级达到了599级 是古龙麾下的核心干部之一 擅长制造镜面空间 可以出现在视线内的任何一处 哪怕牧尘此时 站在人类的核心内部 他也可以轻易通过自己的能力 出现在牧尘的身后 将他给暗杀掉 交给我吧 大人 静妖五妹一笑 立马答应了这一门差事 他如同人类一般 咯咯咯地笑了一声 立马双手 在虚空之中 召唤出一个镜子 然后整个人消失在这面镜子面前 而此时 他们不知道 自己的谈话 已经被牧尘听到了 牧尘知道 有人会来袭击自己 顿时利用通讯徽章 对着王日天说道 老哥 那古龙派了一个人过来袭击我了 怎么样 我们要把这个人给干掉吗 他从出现开始 就特意和王日天保持着距离 目的就是为了让古龙派人来袭击他 如果他和王日天站在一起 那么不管是古龙的手下 还是古龙自己 都没有机会过来袭击他 那B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只有他单独站在人类的防御大阵里 但是又没有挨着王日天 这样古龙才会派人来袭击他 这不 这一招请君入瓮 已经生效了 王日天一听牧尘的话 顿时大喜道 静腰 那是古龙手下十二干部之一 如果能击杀他的话 可以对燃烧军团 造成本质上的伤害 并且还能激怒古龙过来 这件事交给我了 我亲自出手拿下他 静腰的实力很强 虽然王日天的手下 这个等级的人 但是想要拿下同级别的怪物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他只能够亲自出手了 牧尘点了点头 答应了这件事情 他要做的 就是引古龙上钩 如果正常情况下 古龙是不可能过来的 但如果他的得力干部 被王日天拿下 或者击杀的话 那么古龙要么带兵撤退 要么就只有自己出手了 牧尘嘴角微微上扬 一切都在按照他想的方向 在发展着 第102章 古龙出手 恐怖的实力 而此时 静腰还不知道 他和古龙的计划 已经被牧尘知晓了 他自己从一个杀手 变成了瓮中捉鳖里的鳖 他从古龙身边离开之后 一路开辟静中通道 来到了牧尘的附近 说起来 他这个技能很神奇 不但可以在虚空之中 开辟一个只属于他的境内空间 还可以在这个空间内 实时观察外面的情况 这是一般空间系技能 没办法做到的一点 不但如此 静腰的这一招 镜面空间 还具备很高的隐蔽性 因为它不会造成空间波动 哪怕是古龙自己 都很难察觉到静腰的这一招 这也是为什么 古龙会派遣 他去暗杀牧尘的原因 事实上也是如此 牧尘虽然利用 百遍幻形 听到了古龙和静腰的谈话 得知了有怪物要来袭击自己 但却不知道 此时静腰在哪了 不过他也不担心就是了 在得知这个世界上 没有超过700级的生物存在时 牧尘已经是防御无敌于事了 就算是古龙亲自来袭 都不能伤害到他 一个小小的静腰 他还真的不放在眼里 他现在还期待着这只静腰 赶快出来攻击它 这样后面的计划 才能够完美地实施下去 静腰大概因为是人形怪物 所以智商比一般的怪物要高一些 他来到牧尘的身边 并没有立马着急动手 而是在牧尘的身边 仔细地观察了一圈 他的心里虽然瞧不起人类 也瞧不起牧尘这个突然出现的杀手锏 但他也知道人类是狡猾的 直到就这么观察了好几分钟 也有一些了解牧尘的性格了 在他看来 这个闻起来很年轻的人类 就是一个喜欢高调的个人英雄 他明明可以躲起来 但却是选择如此高调 为的就是给自己造势 让其他人类崇拜他 如果是在野外 静腰还担心有诈 但是在人类的安全区内 这个人类如此高调 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事情 毕竟谁想得到 他一个怪物 会无声无息地进入人类的安全区呢 所以 静腰在看到下方的王者大军 已经越来越多的时候 眼里闪过了一丝寒芒 人类 你会为你的张扬付出代价的 说着 静腰的右手 凝聚了一个白色光球 左手打开了镜面通道 爆喝一声 冷静雷射 下一秒 牧尘的身后 忽然出现了一个镜子 一道恐怖无比的雷射 从那个镜子中间射出 直奔牧尘的身后 这束雷射光线 充满了毁灭性的能量 威力不容小觑 一时间 所有人大惊失色 在场除了牧尘和王日天 其他人都没有想到 竟然有怪物潜入了他们的大本营 对这一次最重要的人物 牧尘 实施暗杀 这是在以往大战之中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他们想要去救援牧尘 但是太迟了 这袭击者 明显是有备而来 威力强大 破坏力极强的雷射光线 瞬间将毫无防备的牧尘给笼罩 牧尘 妈的 为什么有怪物 可以悄然无息地 绕过我们的防御啊 该死 别让他走了 这一刻 大家都要疯了 明明他们已经开始占据优势 明明他们可以在牧尘的带领下 赢下这一次的战争 却在这个时候 关键人物牧尘被暗杀了 正所谓 关心则乱 当他们看到那威力强大的必杀一击 瞬间吞没牧尘的时候 一个个都紧张到忘记了一件事 那就是 牧尘是谁 牧尘可是连王日天的攻击 都可以免疫的人 一个小小的近腰攻击 根本不放在眼里 他的霸道之处 就在于此 不管你是权力攻击 超出权力攻击 还是怎么样的攻击 只要等级没有高过 吸收的上限 那么不好意思 你就算是用EX级武斗技 增强无数倍攻击 都没有办法对牧尘 造成哪怕一点伤害 终于抓到你了 就在众人为牧尘担心的时候 浑身散发着黑光的牧尘 从雷射中一跃而出 这一刻 静腰直接人傻了 他的权力攻击 而且还是在偷袭状态下的权力攻击 同级别的武装者都可以秒啊 竟然拿一个年轻人类没用 静腰 快离开 静腰还没有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古龙那着急的咆哮声 就从远处传来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中年人类的声音 也出现在了静腰的耳边 来都来了 总得留下点什么吧 静腰虽然不懂人类的话 但这一刻 他感受到了一阵 来自灵魂的战力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一阵剧烈的爆炸 就将他的整个身体 从静中世界里被轰了出来 啊 静腰吃痛 发出一声尖锐的惨叫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 他的半边身子都被轰没了 而西南军区的最高负责人 王日天此时正站在他的身边 对着静腰微微一笑 欢迎来到人类的世界 该死的怪物 王日天 你敢出手 古龙愤怒至极 看到自己的干部受伤 立即决定亲自出手 他的巨大身躯在空中腾起 如同一座山峰般 遮蔽了整个天空 这个巨大的身影 头下的阴影 不仅笼罩了战场 更给人们带来了 无法言喻的压迫感和恐惧 死亡咆哮 古龙发出了一声震天的咆哮 其声音如同来自地狱深处的堤吼 充斥着死亡和毁灭的气息 这声咆哮 携带着古龙强大的力量 向着战场的每一个角落传播开来 让人感受到死亡的阴影 笼罩了整个空间 所有听到这一声 声音的人类 全部都双耳失聪 一个个都陷入了精神震慑状态 唯一不同的是 等级低的人 持续时间久一点 等级高的人 则受到的影响要少一点 牧尘的王者军团 因为是王者的关系 所以并没有受到这震慑的影响 这是古龙几次古山大战之中 第二次的出手 上一次见到古龙出手的人 坟头草都已经积米高了 这里的大部分武装者 都是第一次见到古龙出手 他们一个个都没有想到 这古龙一出手 竟然如此让人绝望 仅仅是一声咆哮 就让四十万人 陷入了精神震撼的状态 原本因为牧尘燃起的希望 这一次再次被古龙所熄灭 而更让人绝望的是 这仅仅是攻击的余波 古龙的这次声波攻击 主要是针对牧尘来的 第103章 你他妈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这一刻 牧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能量 呼啸而至 他能感觉到 周围的能量在不断攻击自己 从刚刚开始 他身上的黑光就没有停止过 要说这古龙很聪明 他怕自己一招秒了太多人 所以控制着阴波主要攻击牧尘 余波却又可以震撼所有的武装者 这一招无疑是成功的 阴波攻击 毫无阻碍穿透防御大阵 直接命中在了牧尘的身上 可以说 如果不是牧尘自身防御无敌 这一招就算是亡日天在 也挡不住 足以可见 古龙的实力有多么的恐怖 但很可惜 古龙的对手是牧尘 不管他的攻击 如何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又如何如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都无法对牧尘造成哪怕一丁点的伤害 这怎么可能 这一次 轮到古龙震惊了 他的死亡咆哮 竟然没办法秒掉这个人类 甚至都没有办法 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奇葩的事情年年有 但今天特别的多 先是静腰的偷袭失败了 这个人类免疫了静腰的攻击 现在 这个人类 竟然连自己的攻击都能免疫 这难道就是人类的杀手锏吗 古龙那波澜不惊的心理 第一次生起一丝不安 他仿佛看到了 失败在向自己招手 不能让这个人类活下去 这个念头 在古龙脑海中挥之不去 趁着人类 似乎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海骨流星群 古龙再次大声咆哮了一声 他的周围出现了 无数的黑色能量球 这些黑色球体 仿佛是来自深邃宇宙的黑暗流星 聚集成一股毁灭的力量 向着人类防御大阵倾泻而去 让我来 王日天本来想要出手阻拦 但这个时候 牧尘却先一步站了出来 说着 牧尘身后 翅膀迅速震动 如同一只追风之剑 主动朝着那股黑暗能量流星群飞去 他要的 就是吸收古龙的攻击 刚刚吸收了阴波攻击 还远远不够 现在古龙追加了攻击 牧尘开心 都来不及 王日天知道牧尘的打算 所以也没有阻止 很快 牧尘一个人 来到了这些海骨流星群的面前 将自己的吸收 开到了最大 耀眼的黑光 从他的体内爆发而出 那家带着毁灭威力的海骨流星 在触碰到了黑光的一瞬间 全部被牧尘所吸收 这一刻 古龙呆住了 怪物们也都呆住了 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古龙两次大招 竟然被一个人类 全部轻松接下了 这是连王日天都做不到的事情啊 为什么一个不知道 从哪冒出来的年轻人类 可以做到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 包括古龙在内 所有的怪物们都在好奇 这个人类 到底是谁 相比起怪物们的鸦雀无声和震惊 人类这边爆发出了一阵 士气高昂的欢呼 牧尘牛逼 牧尘 你是我的神 太牛逼了 那可是古龙的攻击啊 竟然全部都被吸收了 哈哈 怪物们 你们还有什么本事 尽管使出来啊 只要我方牧尘在 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爬虫 牧尘的表现 显然是大超预期的 他不但召唤出来了王者大军 大幅减少了人类的压力 此时更是展现了无比强大的防御力 让所有人都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而此时 古龙也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他并没有继续攻击牧尘 因为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可他不攻击牧尘 不代表牧尘会放过他 见到古龙似乎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牧尘立马通过通讯徽章 对着王日天喊道 老哥 施行B计划 明白 王日天此时 变得和牧尘手下一样 完全是按照牧尘的意愿在行动 他在听到牧尘的话后 立马身形一动 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看到他的时候 王日天已经和那那巨大的古龙 打成一片了 一时间 天崩地裂 战场上的空气 仿佛都凝固了 王日天与古龙的交锋 如同天地之间的决战 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王日天身手敏捷 他如影随形般 在古龙身边穿梭 一道道闪电般的身影 在空中划过 每一次出手 都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而古龙则展现出 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凶猛 他的巨大身躯 带着毁灭的气息 每一次攻击 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力 一人一龙的大战 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更是将他们的周围 形成了一片生物的禁区 所有怪物 又或者是人类 都无法靠近那一片区域 因为那里狂暴的能量 和时不时传来的余波 会让所有靠近的生物 都被撕成碎片 而这时候 牧尘却做出了一个 让人意外的举动 他快速扇动翅膀 毫不犹豫地 朝着古龙飞去 刚刚进入这一片交战区域 牧尘身上的黑光 就没有停止过 他的实力来到这里 完全就是被秒杀的份 可偏偏 他有一个无敌的吸收 古龙看到牧尘来了之后 心中的不安感 更加强烈了 但作为一个强者 作为一个怪物阵营的 领头人之一 他在见到牧尘来到这里的时候 依然是不服输地 朝着牧尘吐出了一口 死亡之息 这带着恐怖死亡属性的火焰 就连亡日天都不敢应接 但是牧尘却直挺挺地 朝着火焰撞了过去 如果不是他的武装 挡住了他的面庞 古龙大概会看见 此时的牧尘 笑得有多开心 正所谓 不怕你打我 就怕你不打我 牧尘身上的黑光 肆无忌惮地 将古龙的死亡之息 全部吸收干净 你这人类 是不死的吗 古龙愤怒地咆哮了一声 似乎在宣泄自己的情绪 他一招逼亡日天 煽动着巨大的骨头翅膀 朝着牧尘所在的方向袭来 这时候 古龙的想法 和之前的冰霜猛马虎是一样的 在他看来 牧尘大概拥有元素免疫这样的技能 而且由于牧尘可以召唤王者 所以古龙想的是 牧尘可以免疫死亡属性的攻击 要不然 根本没办法解释 为什么他的攻击 接二连三都被这个人类吸收了 如果牧尘继续待在人类后方 他可能还真拿这个人类没有办法 但现在 他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那么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肉体力量 将这个高调的人类毁灭 想着 古龙速度极快地出现在了牧尘的眼前 这速度 让牧尘完全没有反应 下一秒 古龙巨大的龙嘴 便将牧尘囊括在其中 他要将牧尘咬碎 要将牧尘吞下肚子 然而下一秒 古龙却再次猛逼了 因为哪怕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都无法将牧尘给咬碎 这也就算了 他还因为太过用力 牙齿都给崩掉了一颗 这个时候 古龙再也忍不住了 破口大骂道 你他妈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第104章 秒杀古龙 古龙的后手 我 一个大义心声罢了 牧尘听懂了古龙的话 用怪物的语言 对着古龙轻笑一声 这一个逼 是被他装到了 古龙听到牧尘的话 顿时气地加大了输出 他不断用力 想要咬碎牧尘 但牧尘身上散发着的黑光 让他无论多用力 都无法咬碎牧尘 不 别说咬碎牧尘了 等级高达688级 实力堪比同级 SSS及武装者的古龙 连牧尘的防御 都没有办法破开 如果只是这样 那也就算了 最让古龙想不通的是 那个老对头王日天 完全没有过来救援的意思 他只是站在那边 看着古龙咬住牧尘不放 这种反常的举动 让古龙心中 那被他隐藏起来的不安感 在这一刻上升到了极致 他立马松开了牧尘 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跑 但此时 已经太迟了 牧尘看到古龙想逃 嘴角疯狂上扬 声音如同鬼魅一般 出现在了古龙的耳边 打完我就想走 天底下 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说着 牧尘手中的大剑 散发出一道耀眼的蓝色光芒 其光芒之强烈 远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 这股光芒 如同一道明亮的蓝色火焰 将周围所有的怪物和人类 都吸引了过来 注视着这令人惊艳的景象 牧尘身躯鼻挺 眼神坚毅而沉静 仿佛站在那里的 不只是他一个人 而是代表着千千万万的人类 他高举着巨剑 如同一尊神之 他的身影 在蓝色光芒的映照下 显得庄严而威严 仿佛是一尊守护者 守护着人类的尊严与希望 这里是东皇 我守护的地方 下辈子记住这一句话 牧尘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 下一秒 一剑斩出 牧尘的一剑 仿佛是天地间的审判者 采决着一切的罪恶与邪恶 剑气凌厉而锋利 划破了乌云 犹如一道闪电划过天空 带着毁灭一切的力量 向着古龙所在的方向斩去 在剑气的冲击下 空气仿佛都被撕裂了一般 发出刺耳的轰鸣声 恐怖的能量在剑间爆发 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压迫感 那一瞬间 似乎连时间都停滞了 世界凝固在剑光的瞬间 而牧尘的身影 在这片静谧中 显得那么孤独而又崇高 他的眼中 是决然的坚定 和不可动摇的意志 他的剑 是正义的象征 是希望的灯塔 是人类意志的化身 无数的目光在注视着这一幕 人类的武装者们 希望这一剑 能够斩杀古龙 王者大军 希望自己的主人 能够成为大展神威 成为东皇的英雄 怪物们则一脸担心地看着古龙 那是他们的王者 那是他们最强大的依靠 他们希望 古龙可以挡下 这毁天灭地的一剑 将怪物无敌的势头 再次延续下去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牧尘的这一剑 将影响这一次的战争 牧尘的这一剑 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而就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 牧尘的这一剑 终于来到了古龙的面前 剑光绽放 世界震荡 古龙的身躯 瞬间被剑光贯穿 一片刺目的蓝光 充斥了整个战场 剑光爆发 宛如天地之间的审判 洒下无尽的光辉 照耀着苍穹 人类 你到底是谁啊 古龙发出一声震天的嘶吼 他爆发出了全身的力量防御 但是在牧尘的这一击之下 所有的黑暗力量 在剑光的净化下崩溃 肉眼可见的 古龙巨大的身躯开始破碎 化为漫天的碎片 消散在虚空之中 古龙死了 哈哈 燃烧军团的统治者 十二位怪物君王之一的古龙 被牧尘一击斩杀了 太酷了 牧尘你是东皇的英雄 你改变了历史 改变了我们世界的走向啊 哈哈 当古龙的身形 消散在天地之间的时候 四十多万的武装者们 纷纷爆发出了 山呼海啸般的欢呼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作为一个大义心生的牧尘 竟然一箭把燃烧军团的 统治者古龙给秒了 这简直是大新闻 大事件啊 和人类的欢呼不同 怪物群这边一个个都一脸的震惊 他们到现在 也不敢相信这个结果 高高兴兴地来 哭哭啼啼地回去了 在他们眼中 无所不能的君王 竟然被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人类给杀了 跑 快跑啊 一时间 兵败如山倒 所有怪物们 在看到自己的君王 被牧尘秒杀之后 一个个都开始 慌不择路地撤退了 这一战 结束了 因为牧尘击杀了古龙 所以结束了 人类的武装者开启了反击 但是他们 也无法阻止怪物大军们离去 只能多杀一只是一只 多杀两只是两只 此时 王日天刚刚从牧尘 带来的震撼中缓过神来 他来到了牧尘的身边 压制不住心中的高兴大笑道 厉害啊老弟 真没想到你 竟然一招 就把古龙给秒了 未来可期啊 哈哈 要说此时最高兴的是谁 那么 当属王日天莫属了 他不但因为牧尘的关系 顺利拿下了 这个人类百年来 都无法夺回的领地 更是超预期 破天荒的 将古龙都给杀了 这个结果是王日天不敢想的 他本来以为 能够击伤古龙就不错了 只能说 牧尘真的是太强了 然而 作为这一次战争 最大的功臣 牧尘此时却一点都不高兴起来 他看着在自己面前大笑的王日天 沉默了一会之后 有一些遗憾地说道 我没有杀死古龙 他跑了 什么 王日天听到这话 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他看着古龙那还在掉落的骨头 觉得牧尘在开玩笑道 他的尸体都在这里 怎么可能没死啊 牧尘还没说些什么 这个时候 古龙的声音 却在天空之中响起 人类你叫牧尘是吧 我记住你了 不过你别觉得宁了 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始 死亡陷阱 古龙的声音 在天空中回荡 充满了不祥的气息 下一刻 无数的怪物们 全部一个个诡异倒下 一只 十只 百只 万只 十万只 八十万只 足足八十万只怪物 全部化为了一阵雾气 与此同时 整个古山之上 笼罩着阵阵黑雾 黑雾似乎形成了一个 独特的领域空间 给人一种不祥和不安的感觉 王日天眉头深深皱起 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他立马撕开空间 想要离开这里 但是他的手段 却被黑雾所阻挡 看到这个结果 王日天和牧尘相视一眼 几乎同时脱口出道 我们被困死在这里了 第105章 大丰收 七千六百万神之力 此时 除了那些被陷阱的怪物们 其他的大军已经撤退 整个古山山脉区域 只留下西南军区的武装者 以及一地的怪物尸体 牧尘此时也解除了武装状态 皱着眉头嘀咕道 这家伙 困住我们干嘛 王日天稍微赶支了一下 微微摇了摇头 不知道这古龙是怎么想的 但是可以确认 我们待在这里 暂时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你不是 能听得懂怪物们的话吗 刚刚古龙说了些什么 他 牧尘摸着下巴 仔细回忆了一下 他说他 记住我的名字了 然后又说别觉得 我们赢了 好戏才刚刚开始 好戏才刚刚开始 也就是说 整个结界 还有什么玄机不成 王日天听到牧尘的翻译 心中忽然多出了一丝不安 他再次尝试了一下 还是无法突破这个空间 不单单是他 其他擅长空间技能的人 也出不去 不但如此 通讯也被切断了 这个特殊的空间 似乎隔绝了里面 和外面的一切联系 王日天的目光 看向牧尘 问道 你试试看 能不能利用你的 吸收 从这里面出去 牧尘遗憾地摇了摇头 刚刚我是过了 这个结界不是攻击 只是单纯地 隔绝了整个古山 这个古龙牺牲了 数十万的怪物 施展出这个隔绝技能 不应该单纯为了困住我们 老哥 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我也是啊 但现在是真没办法 王日天微微叹了一口气 他现在只能确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古龙刚刚肯定 使用了什么技能 躲开了被牧尘击杀的结局 但是根据 《起源之书》 对技能的了解 任何能够免疫死亡的技能 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等级越高 付出的代价就越高 而且 古龙复活之后 是直接逃离了这里 从这点来看 王日天推测 古龙虽然没有死 但应该是受到了重伤 再加上 这里是古山山脉 挡住了古都市的必经之路 所以 不太可能是他把人类 困在这里以后 还要去其他地方搞破坏 第二件事 那就是古龙献祭了 这么多怪物的生命 让这个技能 困住了这里的所有人 肯定是有什么阴谋的 只是他想破脑子 也不知道 到底有什么阴谋 这个问题 牧尘也想不出来 但他暂时不想 去想这些了 反正 不管古龙有什么阴谋 他作为防御无敌的存在 是不会有事的 这种事情 还是交给王日天 来想办法吧 他打算先处理一下 高额的神之力 牧尘和王日天说了一声 便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待着 虽然这一次 没有杀死那个古龙 但是王者大军 给他提供了 超级大量的神之力 之前的战斗中 王者军团 一共消灭了 17896只怪物 这些怪物的 平均神之力 是4200点 也就是说 这一战下来 牧尘的神之力 达到了恐怖的 7600万 这个数字 让他都颇为惊讶 刚刚在战斗 没时间去管这些 现在一看 牧尘的嘴角 那叫一个歪到天上去了 吸收 强化到SSS加级 需要192万 强化到EX级 需要500万 系统 先把这个技能给加满 您成功消耗了 192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吸收 提高到了SSS加级 您成功消耗了 500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吸收 提高到了EX级 强化完毕 当前剩余神之力 6908万点 该技能已经达到满级 暂时无法继续强化 请更换技能继续强化 吸收 EX级 可以吸收1000级以内 所有生物的攻击伤害 技能伤害 并不会受到任何负面效果影响 另外 每次吸收伤害时 会储存受到伤害的300% 可用于加速 或者在下一次对单体攻击时 一次性释放出去 这个技能终于满级了啊 虽然这个世界 没有700级以上的生物 但是这个技能不满级 牧尘心中就没有什么安全感 现在 它安全感满了 1000级以内无敌 等于全等级断绝对防御无敌 从现在开始 没有任何生物 可以伤害的倒塌了 至于 反击的伤害 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可以说 仅仅凭借这个技能 牧尘就已经可以在这个世界 横着走了 接下来先把成长搞上去吧 牧尘已经对EX级成长 垂涎已久了 如果不是支期 真的太缺少神之力了 他大概早就把所有成长拉上去了 肉体 敏捷成长 从S级提高到EX级 一个需要812.8万 两个是1625.6万 贵是真的贵 但肯定是值得的 另外 精神从SS加级提高到EX级 需要768万 加起来就是2393.6万 系统强化 牧尘现在是才大气粗了 2000多万的神之力 花起来一点都不含糊 但是他的提升 也是十分明显的 在这2000多万神之力 砸下去之后 牧尘的所有成长 全部达到了最顶级的EX级 强化完毕 你本次共消耗了 2393.6万神之力 将肉体成长 敏捷成长 精神成长 全部提高到了EX级 您的所有成长 已经达到满级 无法继续强化 请更换其他选项 继续强化 由于您的所有成长 已经满级 您的恶魔史莱姆 进化成为了太初史莱姆 种族为神话级 伴随着所有成长 全部提高到了EX级 牧尘感受到自己体内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如果说之前一拳 可以打死一只同级怪物 那么现在大概一根手指 就可以戳死了 这让牧尘忍不住 在心中哈哈大笑起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 EX级成长吗 强化果然爽啊 他现在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当初 黎星连的身体属性 会如此强大了 简单来说 这三个属性 都是EX级成长 就完全等于 领先了其他人 一百多级 甚至还要更多呀 这不就是 纯纯的降维打击吗 而他之前 就是降维打击 现在所有成长 都达到了EX级之后 他已经完全和同龄人 拉开了巨大的距离了 哪怕是黎星连 也再也无法 和自己相提并论了 第106章 强化 强化 再强化 根本听不下来 三个成长属性 和吸收强化完 牧尘还剩下了4514.4万神之力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如今主要的两个成长 已经强化上去了 现在牧尘将目光 看向了其他的技能 霸海恶魔杀 作为目前唯一一个EX级武斗技 肯定是要拉满的 初级升高级是50万 中级升高级是100万 高级升圆满是200万 圆满升巅峰600万 一共花费950万 就可以把这个武斗技 拉到巅峰 值 系统加满 谢谢 累计消耗950万 已将EX级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强化到巅峰熟练度 当前剩余神之力 3564.4万点 该技能已经达到满级 无法继续强化 请更换技能继续强化 接下来就是呼吸法了 只要把呼吸法拉到满级熟练度 其他的武斗技 都可以快速自然满级 一劳永逸 我看看 要多少才能把呼吸法拉满 牧尘仔细盘算了一下 呼吸法强化高于武斗技 再加上从B级开始拉 强化到满级 需要消耗2032.4万神之力 可以说需要的是极其夸张 但是一旦把光域呼吸法 拉到了EX级巅峰 那么其他的武斗技 就不需要去强化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它还可以增长自己的全属性 这样哪怕是EX级的成长 同级之间的差距也会很明显 所以牧尘想了想 还是决定进行提升 系统包把光域呼吸法 拉到满级 谢谢 北级消耗2032.4万神之力 已将古代呼吸法 光域呼吸法 强化到EX级 巅峰熟练度 当前剩余神之力 1532万点 该技能已经达到满级 无法继续强化 请更换技能继续强化 光域呼吸法 EX级 巅峰 每三小时 都会提升100点的全属性 上限为9999点 并且按照您当前的成长 每14天 会提高一项成长到EX级 如果已经达到EX级成长 那么属性上限提高到99999 另外 每天增加S加及武斗技30%熟练度 SS级武斗技25%熟练度 SS加及武斗技20%熟练度 SSS及武斗技15%熟练度 SSS加及武斗技10%熟练度 EX及武斗技5%熟练度 练习武斗技时该效果翻倍 值 牧尘看到最新的光域呼吸法效果 瞬间感觉这个神之力花的值得 首先是属性成长方面 虽然没有具体的数值 但是拿牧尘现在的等级470级作为假设 假设470级EX级成长 三个属性数值化上限是1万 那么有了这个呼吸法后 这个属性就会变成1万加99999点 如果黎星莲也是470级 但是没有这个呼吸法 那么黎星莲的各项属性 就会比牧尘低99999点 这个数值还是十分恐怖的 然后是武斗技的熟练度方面 每一天什么都不要做 只需要4天的时间 就可以让一本S加级的武斗技 提高一个等级的熟练度 品质越往上 效果递减5% 即便是最强 最难提升的EX及武斗技 也只需要20天 就会自动提升一个档次 如果满级的话 则需要80天就可以达到 这效果 真的省下了不少神之力 都这样花了 还有一千多万神之力 果然打仗会发财啊 牧尘摇头感慨了一番 一场战争下来 他是真的城堡发户了 而且最关键的在于 人类这边就没有什么人死亡 原本预计会死好几万人的 但是在他的帮助和超神发挥下 战争只持续了一个小时不到就获胜了 武装者方面 可能就牺牲了小几千人 所以 牧尘成为了这一次古山战役的最大赢家 不但收获了名声 还收获了等级和大量的神之力 稍微感慨了一下 牧尘又将目光看向了技能这一方了 剩下的神之力虽然多 但也没办法将所有技能强化到满级 所以他还得精挑细选 将自己的技能拉出来看看 除了死亡豁免 其他没有达到S级的 可以先强化到S级 元素化 地狱火 从A级强化到S级 需要消耗十万神之力 两个是二十万 雷霆之力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从A加强化到S级 两个需要十二万 系统 这里的三十二万神之力 你先拿去 按计划加满 谢谢 累计消耗三十二万神之力 以按照计划进行强化 元素化 S级 可以将自己的身影 进行元素化 让你完美地融入到触碰的元素当中 使等级低于五百级的生物 无法通过肉眼 感知技能 看到你的存在 但是如果遭受到攻击 则会短暂被迫现身 另外 在元素化期间 你可以行动 攻击 做运动 不会因为自身动作而现身 并且所有元素技能 武斗技威力 提高百分之二百 并免疫所有元素攻击 地狱火 S级 召唤强大的火焰之力 持续覆盖在身体之上 可以获得操控地狱火的力量 对敌人造成严重的破坏和灼烧效果 并且难以被常规方法熄灭 另外 在此状态下 所有火属性的武斗技 技能伤害威力 得到百分之六百加强 并且可以消耗百分之十精神力 召唤一个等级和你一样 但是成长为S级的地狱火召唤物 最高为十支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S级 施展技能 进入到梦想状态 使用者的背后 会长出梦想之意 具备和鸟类一样的飞行能力 和操控风属性的能力 并且在该状态下 风属性武斗技 技能得到百分之四百加成 移动速度会在当前成长上翻两倍 雷霆之力 S级 召唤强大的雷霆之力 持续覆盖在身体之上 可以获得操控雷属性的力量 对敌人造成严重的破坏和麻痹效果 另外在此状态下 所有雷属性的武斗技 技能伤害威力得到百分之四百加强 对五百级以内的 敌人造成的伤害 将无法在24小时内被治愈 第107章 大提升 神之力终于花完了 还不错吧 牧尘仔细看了一看 元素化的S级 多了一个免疫所有元素伤害的效果 这个技能 可以算得上一个神技了 但可惜 有吸收在 这个新增效果 就没有什么大用了 地狱火的S级 多了一个召唤物的效果 可以消耗10%的精神力 召唤出和自己等级一样 但是成长为S级的召唤物 最多十只 用倒是有用 但也不是很大用 毕竟这个召唤物 虽然比 王者必日 强大 但实战效果 应该没有 王者必日 强大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的S级 除了基础效果加强之外 则是多加了一个 移动速度翻倍的效果 还算不错的吧 雷霆之力的S级新增效果 则多了一个对500级以下的目标 会持续伤害 让目标无法在24小时之内 治愈伤害的效果 但是说实话 效果并不是很惊艳 因为500级的目标 牧尘可以直接杀死 当然了 这是因为 牧尘现在身上的技能太多了 而且一个个都是强大的技能 才显得这个技能看起来比较鸡肋 但这个技能 要是丢出去给其他人 那就是妥妥的一个神技了 另外 虽然S级的没啥用 但如果强化到EX级的话 倒是很强大的一个技能 总的来说 这一次的强化 还是让牧尘很满意的 剩下1500万 把捕石先给拉满吧 S级到EX级 需要872万神之力 先搞一搞看 有没有什么好技能 再决定后面的神之力 怎么用吧 牧尘心中有了决定 先是对捕石进行了一次强化 花费了12万神之力 将捕石从S级强化到了S加级 这个时候技能捕石的CD又刷新了 牧尘的目光 在一地的尸体上看了一眼 最后来到了那只静腰的半截尸体面前 之前偷袭我的技能 倒是挺有意思的 现在归我了 说着 牧尘对着静腰 使用了捕石 恭喜您捕石成功 能量得到了回复 您可以从静腰的技能中 选择一个进行技能捕石 技能一 镜面空间 SS级 开辟一个无法被常规方法发现 并且独立于空间之外的镜面空间 可以进入其中 通过该空间前往任何地方 并且 你可以将自己的投影 投向范围10千米内的 所有可以当作镜面的东西 技能二 棱镜镭射 SS级 将自己的精神力爆发出来 形成一个可以自动锁敌 威力强大的镭射光束 对敌人造成800%的毁灭性打击 技能三 镜子复制 SS级 可以复制看到的一切生物的技能 但复制的技能的效果 减少50% 并最多 同时复制两个 这静腰果然强大呀 牧尘看着这三个技能 颇为眼馋 第一个 就是静腰偷袭他的技能 这种空间系技能很特殊 牧尘很喜欢 第二个 威力强大的攻击技能 本来没有什么稀奇的 但是可以自动锁敌 就等于100%命中 这点挺好的 第三个 是复制技能的神技 虽然有50%的效果缩减 但能复制任何技能 也很牛逼了 只能说 不愧是强大的怪物干部 这三个技能 牛逼不拉屎 牧尘简单地看了眼 还是选择了 镜面空间 这个技能 其他两个技能对他来说 没有这个技能那么有用 所以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技能捕食成功 恭喜您获得了技能 镜面空间 SS级 捕食了这个技能之后 牧尘开始如法炮制 升级一次捕食 对一只怪物的尸体 进行技能捕食 SS SS加 SSS SS加 EX 牧尘一共用了五次的捕食 获得了五个不同的技能 最终裁决 S级 将周围等级不超过500级的 最多10位同伴 身上的能量汇集在自己身上 对下一次攻击 进行强化 S级成长提供50% S加成长提供100% SS成长提供150% SS加成长提供200% SSS成长提供250% SSS加成长提供300% EX 级成长提供500% 但需要注意 被选中的同伴 将在一小时内 失去战斗能力 神之手 S级 可以将视线范围内 500级以下的目标 或者目标身上的任何物品 拉到自己身边 如果是拿去取物品 则不会被目标所发现 吸星大法 S级 展开一个范围为 200米小型领域 在该领域内 每一秒 都会让等级小于500级的敌人 损失2%的能量和全属性 并且加持到您的身上 上限为1000% 洞察之眼 S级 你可以看透500级以内 生物 释放的技能 所有相关的信息 灵魂分身 S级 召唤一个等级和你一样 成长为S级的分身 分身继承你的所有技能 并且技能效果固定为S级 捕食 EX级 可以捕食1000级以内的一切生物 能够补充自己消耗的能量 记忆 每7天的第一次捕食 100%获得目标的一个技能 可以进行自选 另外 在平时的捕食之中 有40%的几率 能够成功进行技能捕食 同样可以自选 但需要注意 对有意识的生物捕食成功率较低 这5个技能 是牧尘精挑细选的 技能到了 它现在这个阶段 很多技能已经是重复的了 比如元素系的技能 大多数都是重复了 它在捕食一样的技能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所以有一些技能 则是挑着来捕食 有了洞察之眼之后 就可以知道 有什么可以捕食 什么是重复捕食了 所以牧尘想了想 剩下的628万神之力 他优先将洞察之眼 强化到SSS加级 那样 他就可以看透900级以内的所有信息 或许就可以 找出这个结界的破解方法了 这部分需要花费288万 剩下的340万 牧尘又将灵魂分身 强化到SSS加级 这样战力提升的是最快的 然后还有52万 牧尘花了36万将 最终裁决提高到了SS级 又花了12万将 吸星大法提升到了S加级 洞察之眼 SSS加级 你可以看透900级以内 生物 释放的技能 所有相关的信息 灵魂分身 SSS加级 召唤一个等级和你一样 成长为SSS加级的分身 分身继承你的所有技能 并且技能效果固定为SSS加级 最终裁决 SS级将周围等级 不超过700级的最多10位同伴 身上的能量汇集在自己身上 对下一次攻击进行强化 S级成长提供100% S加成长提供200% SS成长提供300% SS加成长提供400% SSS成长提供500% SSS加成长提供600% EX级成长提供800% 但需要注意 被选中的同伴将在一小时内失去战斗能力 西星大法 S加级 展开一个范围为300米小型领域 在该领域内 每一秒都会让等级小于600级的敌人 损失4%的能量和全属性 并且加持到您的身上上限为1000% 至此 这一次战争获得的神之力 总算是花完了 第108章 阴谋 目标古都市 面板 名称 牧尘 等级 470级 宗师级武装者 本命魂兽 太初史莱姆 魂兽种类 神话 成长 体魄EX级 敏捷EX级 精神EX级 独有技能 吸收 EX级 捕食 EX级 死亡豁免 C级 王者必日 SS加级 雷霆之力 S级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S级 元素化 S级 百变唤醒 S级 地狱火 S级 极寒风暴 S级 镜面空间 SS级 神之手 S级 洞察之眼 SSS加级 灵魂分身 SSS加级 最终裁诀 SS级 吸星大法 S加级 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EX级 巅峰 雷霆龙破绽 S加级 巅峰 天火怒轰 S加级 初级 破灭风吟 S加级 初级 呼吸法 光欲呼吸法 EX级 巅峰 神之力 4万点 焕然一新了呀 牧尘看着现在自己的面板 有感发地说了一句 这个面板要是攻不出去 那得吓死多少人啊 谁能想到 他在不久之前 还只是一个人人唾弃的废物 而现在 他牧尘 已经是无人能及的超级怪物了 只要等级上去 他要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强者 至于那等级达到700级以上 就会消失的秘密 等这一次结束 也该去问问王日天了 收起心思 牧尘将目光 看向了王日天那边 刚刚他在除了神之力的时候 王日天这边 在不断尝试 离开这个结界 但很遗憾的是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 甚至是40多万武装者 都一起攻击 都无法破开这个结界 这个结界 就像是一个鸟笼 让里面的所有人都无法离开 他的目光 看向了结界 因为 洞察之眼 可以看透900级以内的 任何生物信息 和释放过的技能 这个结界的信息 也随之出现在了牧尘的眼中 死欲结界 通过献祭大量生命 形成的一个强大结界 无法通过常规方法离开这里 被困在其中的生物 需要等待结界日渐削弱时 才能用强力破开 预计可以强力破开时间 72小时47分 只是没办法出去 并不会有什么负面效果吗 牧尘看着洞察之眼 给的介绍 眉头不由地皱了皱 之前他还以为 这个结界 有什么负面效果 比如让困在里面的人疯掉 自相残杀 又或者是结界会不断收缩 崩塌 让里面的人死亡之类的 可现在一看 这个结界的作用 只是单纯地困住他们这些人 那么 这个古龙所谓的好戏 有可能并不是指的这个战场 一想到这 牧尘立马来到了王日天的身边 将自己发现的这一个情况告诉他 王日天一听 顿时更着急了 如今 整个东皇的防御力量 都集中在了各大 怪物天险 附近 我们这边胜利的消息 没办法传出去的话 其他战场是不会退兵的 如此一来 损耗肯定要比想象中大 他的想法很简单 原本各大军区都有联系 只要古山这边确认失败或者成功 那么其他地方的军队 就会有秩序地撤离战场 这样的损失 是在有限范围内的 但如今古山这边失去了消息 并且还被一个古龙的结界隔绝了 那么就会让其他军区的人 死守阵地 那样的话 武装者伤亡数量就会大增 所以 王日天的第一想法 觉得这才是古龙的阴谋 他想通过这种办法 困住自己这边的几十万人 然后带领着他这边剩余的部队 去其他战场进行支援 这个分析是很合理的 但牧尘觉得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古龙就算没死 也已经是重伤在身了 剩下的大军虽然多 但是一动都需要大半天以上 再加上各大军区都有司令在场 高端战力这边 人类是不虚的 所以牧尘想了想 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恐怕古龙的想法 并不是去支援其他战场 而是有着另外的目的 想到这里 牧尘忽然好奇地问道 虽然现在问不太事实后 老哥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这个世界 没有七百级以上的生物吗 这个问题啊 王日天虽然不是很理解 牧尘的脑回路 但还是和牧尘简单地 说了一遍 异构战场的事情 他不明白 牧尘为什么现在问这件事 但牧尘听完之后 脸色忽然变得 有一些难看起来 我大概知道 这个古龙的目的是什么了 老弟 快说说看 王日天着急地问道 牧尘不太确定地沉吟了一会 随后开口说道 我说的是假如啊 假如有一个怪物 或者一个人类 从异构战场回来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人和怪物们 达成了什么合作 因为刚刚王日天说过 有不少的犯罪分子 通过这个规则 逃离了这个世界 其中最出名的 就是 无尽深渊 作为神话种族里 排名第二的存在 这个契约 无尽深渊的武装者 却是一个 十恶不赦的大恶棍 学生们了解的历史 是 无尽深渊 被几位大佬联手干掉了 但实际情况 却是 无尽深渊 早在七百级的时候 就逃到了 异构战场里去了 因为进去的人 从来没有回来过的 所以 当时官方对外宣称 无尽深渊 被几个大佬联手干掉了 虽然牧尘不确定 回来的人是谁 但他此时几乎可以百分百肯定 肯定是有一个变数出现了 人类全军出击的时候 是城市内部最为空虚的时候 古龙困住这么多人 肯定是奔着城市去的 但他已经重伤在身 又堵住了古都市 唯一的入口古山 那么很大可能 这个变数一开始 就在古都市之内 所以牧尘推断 从异构战场里回来的 很大可能是人类 事实上 也正和牧尘分析的一样 当他们被困在古山的那一刻 整个古都市 陷入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浩劫之中 第109章 联手 陈宇的身份是 时间倒退回古龙 释放死欲结界的前几分钟 古都市武装者工会 这里大多数的武装者 都是西南军区后备役 在今天战斗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响应了号召 去往了古山战斗 整个古都市武装者工会 只有十人在这里喝酒聊天 他们大多数人 都是因为受伤 而没能参与这一次的大战 陈宇 你说这一次我们能赢吗 其中一个手上 缠着绷带的女性武装者 用完好的手 端着一杯酒 一边品尝 一边对着身边的陈宇问道 陈宇的目光 始终都在古山那边 他有一些心不在焉地回答了一句 我倒是希望 这一次我们能够赢 毕竟 快看 古山那边出大问题了 陈宇的话还没有说完 忽然有人的惊呼 打断了她的话 所有人顺着整个人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整个古山山脉 出现了一阵诡异的黑雾 这个黑雾肉眼可见的快速弥漫 瞬间就将整个古山山脉 给笼罩了进去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这里的武装者们 纷纷都错愕了 因为他们知道 包围古山山脉的怪物军团 是第三燃烧军团 而燃烧军团的统治者 则是一只顶级的不死生物 古龙 黑雾是死灵 是王者的象征 所以这一刻 所有人都绝望了 因为黑雾的出现 则意味着古龙占据着优势 这时候 那名先前问陈宇话的女人 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 我们又要输了呀 不 陈宇忽然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 他一把抓住了身旁女人的头 霸道地吻了下去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那名女人 有一些不知所措 他愤怒 他害羞 但很快 这全部的情绪 都转变成了深深的恐惧 因为他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能量 竟然在疯狂地流逝 就连生命里 都仿佛被陈宇 给不断地吸走 但陈宇的能力 让他无法反抗 这一刻 他连动一根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最后只能在不解 绝望 不甘的情况下 被陈宇这一吻 吸成了一句干湿 啊 一声尖叫 打破了工会的宁静 刚刚还沉浸在古山之辫的几位留存者 纷纷被这叫声吸引 但当他们回过头时 所有人都惊呆了 因为他们看见 陈宇正在亲吻着一句干湿 不 准确来说 是陈宇把一个原本还如花似玉 性感动人的美艳女人 在寝客之间变成了一句皮肤干瘪 丑陋无比的干湿 陈宇 你在干什么 你对桃红做了什么呀 靠 一时间 大家都纷纷进入了戒备状态 这里的人 大多数都认识陈宇 陈宇平日里 就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队队长 虽然等级不高 实力也不太行 但是因为出手大方 并且对谁都是笑嘻嘻的 因此 大家都认识陈宇 却没想到 今天陈宇发什么电 竟然用这么残忍的方式 去残杀自己的同僚 陈宇没有去管其他人 而是一脸满足地 松开了桃红的身体 任由着他那干瘪的尸体 掉落在地 他嘴角挂着一丝变态的笑容 眼里满是沉醉的笑道 啊 真是令人怀念的美味啊 说着 陈宇的目光 看向了在场的八人 他早已经不是之前那副 和蔼可亲的样子 而是一种 如同变态杀人犯一样的变态表情 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感觉到了无比的恐惧 他已经不是陈宇了 快拿下他 一个武装者看到了陈宇 这副恐怖的模样 立马对着周围的人 招呼了一声 众人纷纷点头 立马准备制服陈宇 但是下一秒 在场的所有人 都感觉到一阵冷风吹过 刚刚还站在他们面前的陈宇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消失不见了 在找我吗 陈宇的声音 出现在了众人的身后 所有人都十分惊悚地回过头 而就在他们回过头的这一下 在场的八人 忽然感觉到脖子一凉 然后他们的视线 不可控地歪曲了 一声声人头落地的响声 在这偌大的武装者工会 显得格外刺耳 一击秒杀 陈宇在请客之间 就秒掉了八位 四百级以上的A级武装者 看着鲜血流淌 近视了工会的地板 陈宇嘴角一歪 目光看向了远方的古山 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 看来和我预判的没有错 古龙这个家伙 终究还是败在牧尘手上了 想起牧尘 陈宇的眼里 闪过了一丝欣赏 对于牧尘 他是后悔的 如果早知道 牧尘会成长到这个地步 大概当初在野外遇到他的时候 他就会不顾一切 将牧尘吞噬 从而获得他那强大的吸收技能 没错 陈宇的真实身份 就是神话种族中排名第二的 无尽深渊契约者 他和牧尘有着类似的能力 那就是可以吞噬其他人的技能 他第一次见到牧尘的时候 就知道 这家伙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虽然当时 牧尘用了武装隐藏药剂 但他的洞察之眼 可是SSS级的等级 可以看透800级以下 所有人的信息 只不过当时的牧尘 并没有现在这么出色 他的洞察之眼给出的答案 牧尘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强一点的新生罢了 再加上那吸收的强大 和在近郊有军区监控的关系 让陈宇并没有选择袭击牧尘 但同样的 他将牧尘记下了 想着有朝一日 要把牧尘当作猎物 却没有想到 牧尘的成长速度 却一次次超过了他的认知 再次看到牧尘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拿牧尘 没有什么办法了 但所谓因祸得福 正是因为牧尘变得如此强大 这一次人类的 黎明计划 才会提早了几年开启 当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 就立马利用自己的技能 和远在古山之外的古龙进行了联系 让古龙利用自己的技能 死欲结界 困住人类的大军 但他并没有告诉古龙 人类里面有一个叫牧尘的变态 他想要的是独营 既要自己的计划达成 又要古龙吃扁 在许诺了好处之后 古龙答应 在他撤退的时候 会用出这一招 死欲结界 而古山那漫天的黑雾 就是这一次动手的信号 如今距离古山战役 才刚刚一个小时不到 所以 即便没有消息 陈瑜也知道古龙败了 而这一切 应该就是因为牧尘 但这并不关他的事 他要做的是 趁着古龙困住西南军区的时候 去袭击没有人防守的古都大学 牧尘他惹不起 也不是他的最初目标 陈瑜的目标 从始至终 都是位于古都大学的黎新莲 第110章 袭击古都大学 目标黎新莲 古都大学 此时 所有人都在关注战场上的局势 黎新莲和任天堂也不例外 二人和徐温翰 一起关注着最新的新闻 只不过 三人都有一些心不在焉 因为就在刚刚前不久 他们通过AI精灵大古得知 牧尘他并不在学校 而是应该出现在野外 这个消息 让三人瞬间就猛逼了 谁不知道 古山正在打仗啊 虽然他们都知道 牧尘的防御力很强 但即便是黎新莲和任天堂 都不知道牧尘真正的实力 牧尘主动参与黎明计划 而且还是主要的核心人物 这件事 外界并不知道 在二人看来 牧尘强归强 但肯定没办法插手这个层次的战争 所以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三人的心情都不是很好 再加上现在古山被漫天的黑雾封锁 没有了里面的任何消息 在正常人看来 古山战场应该形势不容乐观 所以三人之间的气氛 一下子就沉默了起来 你们说牧尘不会有事吧 任天堂看了眼电视上 被黑雾封锁的古山 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肯定不会的 黎新莲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 语气坚定地说道 如果是其他人 可能还真的凶多吉少了 但牧尘不一样 早在昨天 军方就发布了命令 让所有在野外的人回来 牧尘应该也听到了 他如果没有主动回来 肯定是有足够的把握 毕竟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他的防御极限到底在哪 说不定没有人可以伤得了 他也不一定 对 你们其实不用太担心 虽然我不知道军方的具体计划 但是赵院长临走前告诉过我 这次军方的行动 是有秘密武器的 结合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猜有很大可能 这个秘密武器就是牧尘 徐文汉见二人那有些担忧的表情 说出了这件没有确认过的事情 只不过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底气 因为真的很难想象 一个刚刚进入大学 还没有一个月的新生 会成为军方对怪物阵营的秘密武器 黎兴莲和任天堂也知道 这件事情 只是徐文汉的猜测罢了 而就在三人的气氛 再次陷入沉默的时候 AI精灵大鼓 忽然出现在三人的面前 以下是来自 《起源之书》的紧急通知 经查明古山山脉出现的黑雾 是第三燃烧军团统治者 古龙的技能死欲结界 该技能的效果 为封锁黑雾笼罩的区域 让内部的人无法轻易离开 根据测算古龙使用出这个技能 有以下两种结果 结果一 西南军区大败 王日天司令生死 第三燃烧军团 对西南军区赶尽杀绝 施展结界 不让西南军区的武装者撤退 该结果概率为3.87% 结果二 第三燃烧军团大败 古山山脉被我西南军区占领 在此推测下 第三燃烧军团统治者 古龙施展这个结界 恐令有其他目的 该结果概率为96.13% 基于结果二进行推断 请古都大学内所有在港的老师们 尽快带领学生们进行避难 再重复一遍 请古都大学内所有在港的老师们 尽快带领学生们进行避难 AI精灵大鼓的话 让整个学校都沸腾了起来 因为这代表着 会有怪物或者人来袭击这座古都大学 如果是平日里 古都大学并不惧怕袭击 因为学校里有着大量的宗师及武装者 还有防御大阵在 完全有能力可以撑到军区的人来救援 但是现在 学校里大部分宗师及武装者 都已经被征兆参战了 留在学校里的 只有不到100位宗师及武装者 其他大多数都是学生 这个数量 连防御大阵都开不起来 如果在这个时候 遇到了敌人的袭击 那后果 完全是不堪设想 徐文汉在听到这紧急通知之后 第一时间对着黎星莲和任天堂说道 走 我们快前往避难所 黎星莲和任天堂二人都点了点头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三人立马离开了别墅 准备前往学校指定的避难所 然而 就在三人刚刚离开别墅的时候 忽然一声尖锐的惨叫声 在三人的不远处响起 三人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指尖在不远处 一个样貌有一些帅气的男人 一只手掐着一位女老师的脖子 一只手将这名女老师的肚子破开 在里面倒固着什么 画面十分血腥 在这男人的身下 还有两具 已经变成干尸 分不出男女的尸体 徐文汉三人看到这幅残景 脸色都不由得变了变 这女老师 他们是认识的 他和徐文汉一样 同样是一位宗师及武装者 而地上那两具干尸 应该是这名老师管理下的 两名大二学长 他们能住在这个别墅区 就证明 这两名学长也是超级天才 要知道他们 刚刚在别墅里 可是没有感到任何的战斗波动 也就是说 他们这个配置 是瞬间就被秒了 这个男人是谁 为什么要袭击古都大学 为什么古龙要配合这个男人 困住西南军区 让他一个人来袭击古都大学 这个男人的目标是什么 这一刻 无数的问题 在徐文汉和任天堂的脑中出现 而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就在黎星莲看到陈宇的时候 就像是见到了自己的天敌一般 整个人忍不住的颤抖 是无尽深渊 黎星莲努力压制自己恐惧的情绪 缓缓说出了这个名字 这名字一出 徐文汉瞬间如雷击般呆若目击 无尽深渊 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 他作为古都大学的老师 自然是知道的 三人聊天的功夫 那名女老师 也被陈宇吸成了干尸 这个时候 陈宇也注意到了 位于山顶区域的黎星莲三人 当他看到黎星莲的那一刻 脸上露出了一个兴奋的表情 毫不掩饰的哈哈大笑 终于找到你了 我来挡下打 此时此刻 徐文汉的千言万语 只会剧成了一句话 他趁着陈宇还未来到 全力施展自己的技能 面色着急地 对着黎星莲和任天堂说了一句 还未等黎星莲和任天堂反应过来 他们的身体 忽然被一个气泡包裹 你们一定要活下去 徐文汉的声音在气泡外传来 下一秒 他转身面对陈宇 同时 黎星莲和任天堂消失在了原地 第111章 陈宇的威胁 黎星莲的决定 徐老师 黎星莲和任天堂 都一脸着急地喊了一声 但很可惜 徐文汉已经听不到了 等到气泡消失之时 二人眨眼之间 被传送到了一个空无一人的城区 为什么会这样 任天堂回想起刚刚发生的一切 不由有一些失神 他很想回到学校去 但他也明白 回去只有死路一条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让他心里十分难受 黎星莲同样也是如此 他握紧着拳头 努力压制自己的情绪 他也很想回去 但他比任何人都明白 那个 无尽深渊的契约者 目标就是他 只有他不在学校 那个家伙才会离开学校 否则的话 整个学校的人 大概都会因此而陪葬 只是黎星莲不明白 为什么 无尽深渊会出现 而且还是那么的强大 这一点 他怎么样都想不通 我们去将这个消息汇报出去吧 让其他军区的人过来支援我们 要不然的话 徐老师恐怕 任天堂的话 说到这里就没有说下去了 徐文汉也只不过是一个宗师级武装者 实力比之前那个女老师差不了多少 面对那个强大的袭击者 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可言 结果是什么 其实二人心知肚明 黎星莲微微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这个家伙肯定做预案了 我想整个古都市的通讯 应该都被隔绝了 任天堂不信邪 立马拿出手机一看 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失望了起来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这么强大的人 以前都没有听说过 我想 这应该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袭击了 黎星莲再次叹了一口气 并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他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但是估计 也能猜出一些什么 这个 无尽深渊的契约者 应该是之前那个死亡的契约者 宗师级的武装者说秒就秒 其实力肯定远超宗师级 所以 黎星莲大概能猜得出 这个 无尽深渊的契约者 就是之前的那个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一切都麻烦了 无尽深渊和牧尘的 各魔史莱姆有一点像 那就是 无尽深渊可以吞噬任何技能 为自己所用 比如 黎星莲如果对 无尽深渊施展自己的 天气 征服 那么这一招会被 无尽深渊给吞噬 成为 无尽深渊的技能 到时候 他短时间内 就不能使用这一招了 一旦被 无尽深渊击杀 那么一身的技能 就会全部被 无尽深渊占有 可以说 无尽深渊是克制一切武装者的存在 只要是攻击技能 都会被他所吸收 并且成为他的专属技能 这种强大的技能 让黎星莲感到绝望 最关键的是 他的优先级 是大于 天气 征服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大概只有排名第一的 启元之书 才会是他的对手了 其他任何武装者 恐怕都是他的猎物 哪怕是强大如 黎星莲这样的 天气之星 也不例外 黎星莲在看到 陈宇的那一刻 就明白 对方是冲着自己来的 任天堂在听到 这个猜测之后 无力地摊坐在地上 想着现在 还生死未卜的徐温翰 气得垂地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只能在这里干等吗 现在 黎星莲的话还没有说完 忽然天空之中 出现了一个声音 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 请古都大学的黎星莲同学 在半个小时内 回到古都大学 若你十分钟之内 没有回到古都大学的话 每过一分钟 我会杀死一个人 你也不想你的同学们 为你陪葬吧 现在开始计时 十分钟之后 你如果没有回到古都大学 那么第一个死的 就是你们的老师了 陈宇的话 出现在所有人的耳边 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图像 出现在古都大学的方向 只见之前风度翩翩的徐文汉 早已不复之前的模样 此时的他 浑身是血 四肢都已经被折断 整个人的样子惨不忍睹 只有还在起伏的胸膛 证明他还活着 看到这一幕 黎星莲和任天堂 瞬间红了眼眶 都不敢知是天空中的画面 从他们离开学校 到现在 只不过一分钟不到 徐文汉就已经彻底败下阵来了 如果不是陈宇需要徐文汉 来做诱饵的话 徐文汉早就死了 从这个实力差距来看 陈宇的实力 果真高出宗师及武装者 如今 整个西南军区被古龙封锁 古都市的通讯 又被陈宇给限制的情况下 谁会是陈宇的对手 一种深深的绝望感 在黎星莲和任天堂的心中环绕 如今摆在黎星莲面前的 就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牺牲自己 让大家获救 一个保全自己 让整个古都大学 替自己去死 这种抉择 让他无比的痛苦 任天堂似乎是怕黎星莲想不开 立马劝说道 你可千万别上当 他既然是为了你来的 那么只要你不出现 那么他肯定不会大开杀戒的 如果你回去了 那才真的是完蛋了 可我不回去 徐老师 徐老师早就做好了 必死的决心 我们不能辜负了他的一番决心 而且这个 无尽深渊 那么执着于你 肯定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计划 这样虽然对学校里的人不公平 但我觉得 你不应该回去 任天堂打断了黎星莲的话 再次劝说了一句 黎星莲听完之后沉默了 他又何尝不知道 这其中的关系 但是让他眼睁睁地看着徐文汉 被直播行刑 让其他的同学为自己而死 这种事情 黎星莲真的做不到 他深吸了一口气 眼里闪过了一丝坚决 对着任天堂 露出了一副遗憾的笑容 我没办法看着这些人为我而死 我会回去的 只是有一些遗憾 可能再也见不到那个木头了 替我告诉他 云破日出 他是那道光束 我很希望能陪着他一起走下去 看遍成长路上的每一道风景 但很遗憾 我可能无法陪他走下去了 让他好好活着 你自己去告诉他 别做傻事啊 任天堂试图阻止黎星莲 但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黎星莲快速行动 来到任天堂身后 一击打在他的后脖梗上 使他倒地晕厥 在任天堂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 他看到黎星莲笑了 只是这个笑容 充满了遗憾和悲伤 他无力阻止黎星莲转身离去 只能在心中呼唤着牧尘 牧尘你快回来 第112章 不安 破局之 牧尘 与此同时 另一边 牧尘和王日天都达成了共识 他们经过一系列的讨论 几乎一口同声地 说出了这一次的真相 这一次 能从异构战场里出来的人 肯定就是契约了 无尽深渊的陈宇了 虽然不知道 他是如何从异构战场里出来的 但他的目标 恐怕只有一个 说到这里 王日天没有继续往下说了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牧尘 陈宇的目标 是契约了 天启之星的黎星莲 目的就是为了吞噬星莲的技能 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牧尘的表情 不负之前那么冷静了 他认定这个事情之后 有一些着急地问道 老哥 古都大学的人都来了吗 很遗憾 公共单位里超过400级的武装者 几乎都来了 王日天有一些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 牧尘想的是什么 虽然这一次 没有向社会征兵 但那是因为整个古都市超过400级的武装者 都和军方是有合作关系的 特别是古都大学更是如此 所以 整个古都市内 就算还有超过400级的武装者 也只是少数 高于500级的人 更是没有了 而几十年前 陈宇就已经是700级了 那么几十年过去了 现在他该有多少级了 就算真的有超过500级的武装者在 也不一定是陈宇的对手 再加上陈宇单挑 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所以 除非大军能够顺利回去 要不然 哪怕是王日天一个人出去都没办法 只能说这一次 真的是被算计了 所有人 包括 《起源之书》在内 都不知道 陈宇竟然从 异构战场 回来了 虽然王日天很遗憾 但此时此刻 他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牧尘听到这话 整个人心跳都慢了半拍 在他的心中 一个不安感 快速升起 他总觉得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如果现在不出去 或许会后悔一辈子 牧尘来回踱步 思考着如何破局 如果是其他人 或许真的没办法从这里离开 但他的话 或许可以 因为他不但有着所有人都没有的EX及武斗技 更是有着千奇百怪的技能 最重要的是 他还有着能够召唤倒规的玉佩 如果有一个可以破局的人 那必然就只能是他 他必须要出去 必须要 先来试一试 那个镜面空间吧 牧尘此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直接召唤出了那个镜面空间 一时间 一个镜子 在他眼前出现 牧尘想都没有想 直接朝着镜子内钻去 这一招确实很巧妙 比一般的空间技能还要强大 但是当牧尘来到黑雾之处时 却发现 黑雾挡住了镜面空间的拓展 这里就像有一个空气墙 阻挡了所有的空间 让困在里面的人 无法从这里离开 该死 不行 牧尘的第一次尝试 以失败告终了 他无法通过镜面空间 离开这个死欲结界 他从镜面空间里出来 立马就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他直接朝着黑雾走去 将自己吸收 展开 但黑雾并没有攻击牧尘 所以并无法触发 吸收的效果 不管牧尘如何前进 都无法离开这个死欲结界的范围 王日天见状 叹了一口气 别射了老弟 之前 《起源之书》有介绍过 这个死欲结界 是献祭了诸多生命 提升了强度 除非用蛮力 否则任何手段 都无法突破这里 但刚刚 我们也一起攻击过了 无法撼动这个结界 只能等结界的威力消散一些 才能继续攻击 尝试突破了 他也知道牧尘着急 但确实是哪 这个结界没办法 想一想 四十多万人的攻击 都无法撼动 只是牧尘一个人 有什么办法 可以打破这个结界 但王日天却不知道 他的想法 给了牧尘一个全新的思路 牧尘在听到 王日天的话后 一脸惊喜地说道 老哥 你刚刚说这个结界 只能用蛮力来 破除事吧 对啊 起源之书 是这样介绍的 太好了 我知道该怎么 破开这个结界了 牧尘一听 顿时大喜地笑了起来 你们一起攻击我 这样我的 吸收 可以吸取你们的攻击 然后加倍将这个攻击 反击 到这个结界上去 这想法确实是不错啊 如果我们的攻击 被你吸收的话 确实可以提供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可是做不到啊 王日天泼了一盆冷水道 战争开始时 世界的规则会变成战争模式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在战场范围内 阵营的人无法互相攻击彼此 我们不离开这个区域 那么就属于同阵营 是无法伤害彼此的 这样的话 你就无法 吸收 我们的攻击了 还有这回事吗 牧尘没想到 还有这一茬 难怪他刚刚在兽潮里 确实感受不到有方的攻击 正当牧尘准备放弃的时候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技能 百变唤醒 百变唤醒 因为是完美伪装 同时也会改变阵营 也就是说 他只要变成怪物 那么他的阵营 就会变成怪物阵营 虽然不知道 能不能骗过世界规则 但确实值得一试 牧尘一想到这 直接变成了古龙的模样 这形态一出 那些不知道情况的人 都被吓了一跳 样貌 细节 体积 牧尘一出手 就是完美的复刻 连那强大的威压 都和古龙一模一样 别说是那些 不明所以的武装者了 就算是站在牧尘身边 看着他变身的王日天 都不由地 被牧尘给吓了一大跳 然而 牧尘没有时间和他们说 那么多了 直接对着王日天说道 老哥来攻击我试试 或许我这个形态下 可以吸收攻击 王日天也知道 现在的时间很宝贵 他二话不说 直接全力打出了自己的攻击 在牧尘和王日天 共同期待的目光下 王日天这一次的攻击 成功触发了牧尘的 吸收 在黑光之下 他的攻击被没收了 而这一刻 牧尘和王日天的眼里 都闪过了一丝兴奋的光芒 二人几乎是一口同声的欢呼 这个方案 可行 第113章 击破结界 牧尘出来了 全体听命 全力攻击牧尘 一确定牧尘的方法有效 王日天就命令全军攻击牧尘 大家虽然不明白 这样做的意义 但大家都知道 牧尘的防御力 连古龙都打不破 所以他们 全部都遵守了这个指令 一时间 无穷无尽的攻击 腾空而起 无数的攻击 轰向了牧尘那巨大的身体 而就在这个时候 牧尘的身体 爆发出无比耀眼的黑色光芒 将这40多万人的全力攻击 全部吸收殆尽 满级的 吸收 带给牧尘最安全的保障 同时 还给牧尘带来了更为强大的 是蓄力反击能力 古龙的 死欲结界 很强 类似于一种强大的规则 因为不是针对牧尘一个人 并且不具备任何伤害性 所以 牧尘不能直接用 吸收 将这个结界给破解 但只要用 吸收 将40多万武装者的攻击吸收 然后再转换为 威力提高300%的反击 那么这个结界 肯定承受不住 因为战场规则的关系 牧尘不能用这个方法卡爆 去攻击此时同阵营的怪物 但如果只是攻击 这个敌我不分的结界 应该可行 在将所有人武装者的攻击 全部吸收之后 牧尘感受到自己的体内 蕴藏着极其强大的能量 他的目光看向了眼前的结界 深吸一口气 体内能量如燃烧的火焰 迸发出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 龙嘴张开 一道毁灭性的能量 开始在口中凝聚 聚集成一团庞大而炽热的光球 加油啊 牧尘 打破这个结界 我们无能为力了呀 就靠你了 牧尘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的 汇聚我们的力量 将这个该死的结界打破吧 这一刻 大家都知道 牧尘要干什么了 所有的目光 都聚焦在牧尘身上 他们希望这个话 不可能为可能的牧尘 能够打破这个 让人绝望的结界 带着大家都期望 牧尘的声音 在战场上空回荡 给我破 这一幕 如同天地破碎般 惊心动魄 牧尘的声音 仿佛是万雷之音 激荡在战场上 让人心潮澎湃 随着他的声音 一道惊天动地的能量射线 自牧尘的龙嘴中喷涌出 恐怖的射线 犹如一道蔑视雷电 划破苍穹 直奔着那道坚固的结界而去 轰隆隆 下一秒 剧烈的爆炸声传来 牧尘释放的恐怖射线 与结界的碰撞 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冲击 将周围的空气瞬间点燃 形成了一片 狂暴的能量风暴 狂暴的能量波动 在空中肆虐 仿佛整个世界 都在为之颤抖 所有人都得不竭尽全力 来抵挡这股 来自牧尘的强大能量波动 在这一瞬间 战场上所有人的心 都沉入了无尽的震撼之中 牧尘释放这一击的强度 远超他们以往的想象和经验 让他们不禁怀疑 牧尘是如何做到的 然而 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 如果有人能够打破这个结界 那这个人 只能是牧尘 咔嚓 突然间 一声清脆的破碎声在耳边响起 让所有人心头一震 这声音宣告着结界的崩溃 宣告着牧尘成功了 这一瞬间 全员欢呼 牧尘做到了 哈哈 真不愧是奇迹之子 今天我见证了牧尘屡次创造奇迹 太强大了 牧尘 你是我的神 所有人都为牧尘感到骄傲 感到自豪 他们在今天一天 见证了牧尘创造的太多奇迹 打赢了古山战争 甚至将古龙都给斩杀了一次 这样的战绩 这样的奇迹 已经是匪夷所思了 而现在 牧尘更是将古龙献祭了几十万生命 才创造出来的强大结界给击破了 惊喜年年有 今天特别多 然而 在众人都欢呼的时候 牧尘却十分不满意 虽然结界是被打破了 但打出来的缺口 却不足以让一个人通过 这还没有完 牧尘能感觉到 缺口会快速修复 想要再次扩大这个缺口 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不得不感慨 古龙这一招的强大 不愧是献祭了那么多生命 才施展出来的强大技能 虽然这个缺口 难不倒牧尘 但这让他想要让全军返回的希望 彻底破灭了 王日天也看到了这个缺口的大小 微微叹了一口气 对着天空之中的牧尘说道 看这个样子 我们暂时是没办法出去了 你不用管 我们先出去吧 自己小心一些 嗯 我先走了 牧尘也正有此意 此时的他 一心心系外面 被当成猎物的黎心莲 如果猜测都是真的话 从异构战场里回来的陈宇 实力肯定远比黎心莲要强大得多 作为同样式EX及武装者的陈宇 恐怕可以秒杀黎心莲 这也是为什么 牧尘会如此着急的原因 他要赶紧回去 赶到黎心莲的身边 这样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所以 牧尘没有犹豫 立马再次施展 百变幻形 变成了一只小鸟的模样 快速朝着那不断在修复的缺口 飞了出去 这一次 结界没有阻挡牧尘 只不过 当他飞出结界的时候 那好不容易打出来的缺口 再次闭合了 牧尘看了一眼闭合的结界 就立马恢复了自己原来的模样 与此同时 他施展了自己的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当梦想之意 在牧尘的身后展开 他的移动速度 得到了当前成长的两倍加成 做完这一切 牧尘也来不及 顾及下方的记者们 他的目光望向遥远的古都大学 眼中闪过一丝担忧 不由轻声祈祷着黎兴莲的安全 兴莲 你一定要平安无事啊 我马上就到 说吧 牧尘的身影化作一道流星 划破长空 朝着古都大学飞驰而去 第114章 直面陈宇 黎兴莲的觉悟 另一边 古都大学 陈宇不知道 古龙的结界 被牧尘打出了一个缺口 也不知道 牧尘此时已经从结界里出来了 此时的他 为了逼迫黎兴莲回来 正在古都大学的门口 准备公开处刑 黎兴莲的导师徐文汉 徐文汉满脸鲜血 身处绝境 却依然表现出坚毅和勇气 对陈宇说道 你别等了 黎兴莲知道 你的目标是他 他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如果你真是个人物 就快点了结我吧 陈宇听到这话 淡淡地看了 徐文汉一眼 微微一笑 即将法吗 对我是没有用的 你不用着急 还有两分钟 如果黎兴莲不回来的话 我会让你解脱的 说着 陈宇看了眼手表上的时间 眼里全是自信 他调查过黎兴莲 知道黎兴莲 不会见死不救的 退一万步来说 一个徐文汉 或许不足以让黎兴莲回来 但这所学校里 有成千上万的学生 这些人 全部都是他的人质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就完全不怕 黎兴莲不回来 古龙的那个死欲结界 按照最坏的打算来看 都可以困住西南军区的人 一整天的时间 这个时间 足够他逼迫 黎兴莲现身了 还有50秒 珍惜你现在看到的 最后景象吧 陈宇十分贴心地 对着徐文汉笑了笑 他是一个十足的变态 享受着杀人带来的乐趣 更享受着 每次杀人之后 能够带来的实力提升 别看他在这个世界 呼风唤雨 但是在 异构战场里 因为各种原因的关系 虽然他的实力不弱 但处境却不容乐观 他在 异构战场里的战场排名 也只不过是在前20把了 想要通关 异构战场 至少需要进入前十才行 因此 陈宇需要更多的杀戮 吞噬更多的技能 才能提高自己的排名 所以 他将自己的目标 看向了外界 恰巧 他曾经获得过一个道具 通过这个道具 他可以将自己的分身 投放到这个世界 虽然等级方面 依旧受到了 700级规则的限制 但他所能发挥出的战力 远超过这个世界的 任何一个人 并且分身 获得的一切技能 可以同步到本体的身上 这一次使用道具 投放分身回来 陈宇的目标 就是狩猎神话种族的契约者 目前还在这个世界 得神话种族契约者 只有两个 一个是排名第五的 天启之心 契约者 是古都大学的新生 黎新莲 另外一个 是排名第一的 起源之书 契约者是未知 起源之书 得契约者 自始至终是一个谜 陈宇这近百年以来 从来都不知道 起源之书的契约者是谁 更不知道 起源之书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能力 所以他这一次回来的主要目标 就是契约了 天启之心的黎新莲了 要知道排名这个东西 是起源之书排出来的 但根据陈宇自己的了解 天启之心的技能 完全不逊色排名第三的 生命之路 以及排名第四的 毁灭龙皇 甚至因为天启死亡的存在 如果黎新莲 是和陈宇一个级别 那么说 不一定还真的打不过他 但现在还处于幼苗时期的 天启之心 显然不是陈宇的对手 只要杀了黎新莲 拿下天启之心的四个技能 那么陈宇有信心 即便在多方围剿下 他也能快速进入前十 拿到通关的名额 叮铃铃 就在陈宇思考的时候 手表发出了一阵清脆的铃声 他拿起手表一看 十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 陈宇看向正在低效的徐文汉 微微摇了摇头 看来你的学生 并不在乎你 这个老师的生死 那么也罢 我就拿你杀鸡儆猴 让你的学生知道 他如果坚决不出来 那么整个学校 会变成什么样的地狱 哈哈 你的阴谋诡计 不会得逞的 一定不会得逞的 徐文汉此时笑得很开心 哪怕他知道自己 很快就要死了 但是他却依然忍不住地 放声打笑 只是笑着笑着 他的笑容就消失了 因为就在陈宇 准备折磨死徐文汉的时候 忽然一个人影 从远处走来 住手 我来了 二人闻声看去 只见黎新莲那 慷慨赴死的身影 出现在了 他们的眼中 徐文汉见状 顿时着急地大喊道 你回来干嘛呀 快走啊 我没办法看着老师你 看着这所学校里的人 因我而死 对不起徐老师 辜负了你的一片好意了 黎新莲对着徐文汉 歉意地笑了笑 随后 他那坚定的目光 看向了陈宇 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开口道 我已经来了 马上放了他们 否则我肯定不会让你吞噬的 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 说着 黎新莲的身上 爆发出一丝能量波动 这是自爆的前兆 也是针对陈宇吞噬的方法之一 只要通过自爆自杀 那么陈宇将无法进行吞噬 陈宇见到黎新莲这副模样 则是轻蔑地笑了笑 我敢让你来 还怕你自爆吗 这句话 让黎新莲微微一愣 下一秒 他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 无法动弹了 体内刚刚出现的火苗 迅速地被更为强大的力量熄灭 这个时候 陈宇带着一丝邪笑 一步一步地朝着黎新莲走来 他一边走 一边对着黎新莲笑道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你那点伎俩 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不过你竟然回来了 那我陈某人 也不是什么言而无信之人 我会给他们三分钟的时间逃跑 到时候 再被我抓到 那就不能怪我了 说着 陈宇立用天空上的投影 对着古都大学内的众人 疯狂地笑道 你们都听到了吧 三分钟的捉迷藏开始了 现在开始计时 感谢黎新莲同学 为你们争取来的机会吧 哈哈 说完这一句话的时候 陈宇已经来到了 无法动弹的黎新莲面前 他的眼里 闪过了一丝兴奋之色 伸出手 凝聚成一把奇形怪状 但却格外锋利的匕首 架到了黎新莲 那美丽的脸上 邪笑道 放心 不会很痛苦的 黎新莲的眼里 没有任何的害怕 他知道自己回来 就意味着死亡 接受了即将到来的结局 只是他再怎么不去想 再怎么压制自己的情绪 当陈宇那把锋利的匕首 压在他脸上的时候 他心中却还是充满了 遗憾和悲伤 死亡本身 或许并不可怕 但一想到 从此以后 再也无法见到牧尘 却让他感到难以承受 他的脑海里 此时都是 和牧尘的点点滴滴 在决定 赴死的那一刻 黎新莲才终于承认 他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 深深地喜欢上了牧尘 他好想亲口告诉牧尘 自己有多么地喜欢他 他好想亲眼见证 牧尘凌驾所有人 成为那最闪耀的太阳 他好想 永远陪伴在牧尘的身边 与他同行 共同面对所有的挑战 只是这一切 都没有机会了 终于 两行青类 不禁从他美丽的眼角 滑落下来 黎新莲抬起头 看向蔚蓝色的天空 如果最后 还能再见他一次 那得多好啊 第115章 逆转 牧尘来了 遗言说完了吗 陈宇听到 黎新莲最后的话 嘴角勾勒出 一丝玩味的笑容 他没有尝试 用黎新莲做诱饵 去让牧尘主动来送死 因为这样做不太现实 也比较危险 虽然牧尘很强 但他和牧尘 并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 所有犯不着 在冒着危险 去引诱牧尘上钩送死 做人不能贪 只要杀了黎新莲 就足够了 对此 黎新莲并没有回话 而是最后 看了一眼天空 准备接受死亡的命运 闭上自己的眼睛 然而 就在他刚刚 准备闭上 自己眼睛那一刻 他却忽然发现 天空之中一个 无比熟悉的身影出现 牧尘 黎新莲很确定 他并没有看错 在他即将生死的 最后一刻 牧尘真的回来了 这一刻 黎新莲破防了 他想要活下去 想要将自己的思念和心思 都告诉牧尘 但牧尘的突然出现 也让陈宇立马反应过来 陈宇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牧尘会从结界里出来 但他也知道 绝不能让牧尘靠近 所以 陈宇想都没有想 手中的匕首 瞬间加带着强大的杀伤力 直取黎新莲的太阳穴 这一击 他要将黎新莲杀死 在这个距离下 牧尘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也没办法救人 黎新莲 他陈宇杀定了 耶稣来了也没用 黎新莲也知道 自己是没救了 封印了他的行动 又站在他的面前 即便是牧尘来了 也没有办法救他了 但他已经很满足了 能够在死之前 见到牧尘最后一面 对黎新莲来说 这已经是上天给的恩赐了 没有我允许 你是死不了的 神之手 牧尘的声音 在天地之间响起 他的话语 充满了坚定和力量 如同一股强大的潮流 涌向黎新莲的心灵 在这一刻 黎新莲感受到了 一丝希望的萌芽 仿佛有一双 无形的手在拉扯着他 将他从绝望的深渊中拽了出来 下一秒 就在陈宇的匕首 即将命中黎新莲的这一瞬间 黎新莲的身影 却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已经来到了牧尘的身前 被牧尘的双手抱在了怀里 让你就等了 我来了 牧尘对着怀中的黎新莲 露出了一个帅气的微笑 他的眼里 满是温柔与关切 他的声音 宛如暖风拂过黎新莲的心田 别看现在 牧尘看起来游刃有余 但是他刚刚看到 陈宇准备杀死黎新莲的时候 整个人的心跳都慢了半拍 好在他捕食了神之手 好在他及时来到了现场 要是在晚上十几秒的功夫 可能 他连黎新莲的尸体 都没有办法见到了吧 牧尘 黎新莲这时候 才从刚刚的生死之间缓过神来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近在咫尺的牧尘 在这一刻 藏在心里已久的情愫 全部都爆发了出来 他紧紧抱住了牧尘 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地流淌了下来 他的声音带着感激和不舍 牧尘 你真的来了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牧尘轻轻拍着黎新莲的背 微微笑道 已经没事了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黎新莲如同一只小猫 乖巧地点了点头 二人的下方 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陈宇 以及半死不活的徐文汉 现在这个情况 确实不适合闲聊 牧尘抱着黎新莲 从天而降 来到了徐文汉的身边 这个时候 陈宇也一脸赞赏地看着牧尘 对着他拍手叫好道 好一出英雄救美 连我这个冷血生物 都看得无比感动啊 是你 这个时候 牧尘才发现陈宇的样貌 这家伙他认识 没想到臭名远扬的 无尽深渊 契约者 竟然是曾经自己 在野外遇到过的人 对 是我 虽然黎新莲被牧尘给就走了 但陈宇的眼里 依旧是充满自信 他如同一个 许久不见的好朋友一样 笑着和牧尘开玩笑说道 我很好奇 你到底是怎么成长的 才这么一点时间 你就已经470级了 另外能告诉我 你是开了什么外挂吗 在看到牧尘的那一瞬间 陈宇整个人都呆滞住了 因为这才多久没有见 牧尘的实力 又得到了质的飞跃 不但等级 达到了470级 成长更是从一开始的F级 变成了现在的EX级 这还没有完 最让陈宇头疼的是 他通过自己的观察技能看到 牧尘那最强大的 吸收技能 竟然已经达到了EX级的满级 这恐怖的技能效果 以及牧尘这匪夷所思的成长速度 简直是震惊了陈宇一百年 这才让他刚刚 没有第一时间去攻击牧尘 因为他真的被惊呆了 而牧尘在听到陈宇的话后 则是淡淡地笑了笑 你猜对了 我开的是风铃月影外挂 所以 你还打算和我为敌吗 如果我想的话 现在应该不会和你站在这里对话了 陈宇直接收起了自己的武器 对着牧尘礼貌地笑了笑 语出惊人地说道 我们都是聪明人 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你有你的技能 吸收 在 我无法杀死你 也没办法吞噬你的技能 但你同样也拿我没办法 所以我开门见山地说了 我有一个计划 想邀请你一起合作 如果你答应了 我可以给你一个面子 就此放过黎心莲和你的老师们 如果我不答应呢 牧尘笑道 对此 陈宇笑着耸了耸肩 十分随意地说道 你不答应也没有什么 那就看看你能不能在西南军区的人回来之前 保住黎心莲和这个学校里的人了 这么说 你是在威胁我了 牧尘眼里闪过一丝寒芒 语气也变得冷漠 而充满杀意 陈宇却没有当一回事 依旧保持着淡定的笑容 不 我只是提供一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合作 也可以选择对抗 我都随便你 不过我的时间不多 就给你一分钟考虑一下吧 第116章 合作 动了我的人 就得死 陈宇说完话 就走到了一边 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足够的自信 又或者说 他知道牧尘的所有信息 根本不担心牧尘会偷袭自己 这一次 牧尘也沉默了 说实话 牧尘也确实拿陈宇没有办法 就在刚刚 他同样也通过洞察之眼 看到了陈宇的真实情况 他的这具身体 不过是一具分身 但即便是一具分身 此时的实力也达到了700级 更何况 他同样是EX级的成长 以及比牧尘自己 还要多得多的技能 虽然这些技能 不能够像自己那样强化 但陈宇只吞噬天才 导致这些技能 大多是SS级以上 就连EX技能都有8个 如果真的要战斗起来 牧尘是可以保证自己不死 但他却没有能力保护其他人 如果是正常人 只有答应这一条路可以选 但牧尘却不是常人 他不能原谅陈宇 不能忘记陈宇之前的所作所为 不能让陈宇的分身 或者离开这里 所以牧尘沉引了半想 下定了决心 笑道 我拒绝你的提议 什么 陈宇愕然地看着牧尘 眼中闪过一丝愤怒 和不可思议 他原以为牧尘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毕竟在这种局势下 合作对他们两人都有利 然而 牧尘的拒绝 彻底颠覆了他的期待 你到底在想什么 陈宇的声音 带着一丝咄咄逼人的态度 你真的认为 你有能力拒绝我的提议吗 陈宇心中涌起一股愤怒 他并不习惯别人对他说 尤其是在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 这种感觉更加令他难以接受 牧尘面对陈宇的愤怒 却依旧保持着冷静和淡定 我没有兴趣 和一个人渣合作 更何况 你刚刚差点杀死了我的朋友和老师 我牧尘不是一个大气的人 这仇晚不了一秒 所以 我要杀了你 牧尘的话语中 透露出坚定的决心 和毫不妥协的态度 他不是一个轻易妥协的人 尤其是当他的朋友和老师 受到威胁的时候 陈宇的行为 已经触碰了牧尘的底线 激起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愤怒和杀意 哪怕眼前的这个陈宇 只是一句分身 但牧尘依旧要让陈宇知道 惹怒了他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下场 陈宇听到牧尘的决绝 眼中闪过一丝愤怒和不屑 你以为你有能力吗 他的声音中带着嘲讽 你觉得你可以对抗我 你太天真了 下一秒 陈宇动了 影子束缚 刹那间 牧尘三人的影子 化为了陈宇的攻击手段 他们迅速缠绕在三人的身上 限制着牧尘三人的行动 这一招 正是之前控制离心莲的那一招 一旦被控制住 就连体内的技能都无法驱动 只不过对牧尘而言 并没有任何的作用 单体束缚 属于吸收的范围 虽然不具备攻击力 不能触发反击 但同样也控制不住牧尘 陈宇的目标也从来不是牧尘 他在释放了影子束缚之后 身形立马消失在了原地 他的速度很快 让牧尘完全捉摸不透 这就是陈宇的底气所在 他要让牧尘抓不到他的行踪 然后一个又一个地 将牧尘身边的人杀死 你护离心莲 我就杀徐文汉 你护徐文汉 我就杀离心莲 如果你只护离心莲 那我就将整个学校的人全部屠杀 利用人性 是陈宇最擅长的事情 坦白来说 当牧尘救走离心莲的时候 他就已经失去了先机 因为牧尘技能的特殊性 陈宇并不敢对牧尘发动攻击 如果牧尘想要死保离心莲 那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但他保得了离心莲 就保不了其他人 整个学校的人 都会因为牧尘和离心莲而死 这样做 虽然自己的计划也失败了 但却可以恶心死牧尘和离心莲 让他们一辈子 都活在愧疚之中 陈宇的计划 确实是有效的 只是他千算万算 却没有算到牧尘的底牌 一个为了对付强敌 而从来都没有动用过的强大底牌 牧尘在看到陈宇袭来的时候 嘴角疯狂上扬 他从储物空间拿出了一个龟甲玉佩 狠狠地摔碎 并大喝一声 倒龟爷爷 救我 噼里啪啦 伴随着玉佩七零八落的破碎声响起 刹那间 一道强烈的光芒 从龟甲玉佩中喷涌而出 在这一瞬间 包括陈宇在内 在场的所有人 都感受到一股无法理解的强大力量出现 那是一种在他们看来 堪比神灵的存在 哪怕是等级达到972级的陈宇 也在这一刻感受到了来自灵魂的战力 与此同时 一个老头从光芒之中走出 那老头身穿一袭古老的道袍 脸上沧桑的纹路勾勒出岁月的痕迹 他的背后 一块巨大的龟壳 随着他的行动波动 仿佛融为一体 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充满了神秘和古老的味道 他每走一步都显得沉稳而有力 似乎带着整个世界的重量 从见到他的这一刻起 陈宇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身为一个顶级强者 他惊恐地发现自己 无法看透这个老人的信息 不但如此 他对能量 对危机 对强大的人更加敏锐 他一眼就知道 这个老人非他所能敌 哪怕是本体在这里 也完全不是这个老人的对手 二话不说 陈宇转身就跑 甚至连一句大话 都不敢多说一句 但他的速度 在倒规面前实在是太慢了 倒规看到了陈宇在跑 即使不用牧尘说 他也知道 陈宇就是牧尘的敌人 他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陈宇 轻声喝道 道友请留步 第117章 秒杀 岛规的强大实力 道友请留步 伴随着岛规的话音落下 下一秒 陈宇整个人瞬间无法动弹了 岛规笑呵呵地看着陈宇 他的笑容充满了岁月的沧桑 仿佛承载了无数岁月的智慧和忧伤 他的眼中 透露出一种超越常人的深邃 似乎洞悉了整个世界的一切 岛规轻轻敲了敲自己的拐杖 远在千米之外的陈宇 瞬间就被传送到了他的面前 看着眼前那满脸 惊恐的陈宇 岛规缓缓开口 声音宛若滚滚长江 古老而幽远 年轻人 你的实力还算不错 但不用在正道之上 却通过投机取巧 来这个世界扼杀人类的希望 真是丢人类的脸啊 破 陈宇听到这句话 顿时吐了一口鲜血 别看岛规只是单纯地开口说话 但这话里 却加带着强大的威势 仅仅是说话的功夫 就瞬间将陈宇 这句分身重伤 陈宇虽然被岛规禁锢 知道岛规恐怖如斯 但他的眼中却闪过一丝不甘 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 不甘心在这样的时刻束手就擒 他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对着岛规冷笑道 像您这样的大人物 恐怕已经超脱于这个世界了吧 您这样插手这个世界的运转 和我又有什么区别 不 应该比我还更恶劣 毕竟您已经不再受这个世界的规则保护 强行出手 会有什么后果 我想 您应该比我还清楚 陈宇不知道岛规到底是何许人物 但如此恐怖的实力 让他只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 岛规恐怕早已经超脱于这个世界之外了 所谓的超脱 也就是等级超过了1000级 1000级 是这个世界的极限 异构战场 就是超脱于这个世界的最后副本 只有在时间截止前 战场排名前十名 才能够获得 超脱这个世界的名额 很显然 岛规就是这样的存在 这样的大佬 是有能力可以通过分身灭杀本体的 陈宇不知道 牧尘是如何认识 这样强大的大佬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提醒岛规 提醒他 如果真的对自己下杀手的话 那么他将会受到 来自世界意志的惩罚 岛规一眼就明白陈宇的想法 他笑呵呵地说道 老头子 我原本确实不该插手世界的运转 但我和牧尘小子有缘 所以只好 对你略施惩戒了 说着 岛规拿起拐杖 轻轻敲在了陈宇的头上 只是轻轻地一触碰 陈宇的身体 瞬间化为了无数碎片 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化为了倒倒尘埃 与此同时 远在 异构战场的陈宇本体 猛地大吐了几口鲜血 他的脸色煞白 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 身体忍不住地剧烈颤抖着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仿佛刚刚从死亡的边缘 捡回了一条命一样 他的身体在刚刚的那一瞬间 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和意识 只剩下一种迷离和恐惧 陈宇现在 满脑子都是后怕 岛规的实力 远超于他的想象 只是轻轻一击 不但秒杀了他的分身 更是通过分身和本体之间的联系 让他的本体 瞬间就进入到了重伤状态 如果岛规想的话 秒杀他易如反掌 但就像他说的那样 岛规不是心词手软放过他 而是因为 害怕受到这个世界意志的排斥和惩罚 才没有击杀他的本体 另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岛规留他一条命 完全是为了让牧尘亲手杀死自己 陈宇看着自己仍然在不断发抖的双手 苦笑了一声 仰天长叹 我真后悔啊 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 当初就算冒着分身被灭的风险 也要杀了你啊 他蓄谋已久的计划 最终全部被牧尘给打乱了 现在的陈宇 不但和牧尘 离心莲彻底结下了梁子 好不容易偷渡回去的分身 也被消灭了 不但如此 偷鸡不成十把米 就连自己的本体 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势 没有几个月的休养 根本没有办法恢复 这一切 都是因为牧尘 如果时光能倒退 陈宇绝对不会放过牧尘 只是现在 说什么都晚了呀 另一边 岛规在谈笑之间 就将陈宇的分身击杀 甚至都没有 给牧尘补食的机会 岛规似乎是看透了 牧尘的念头 笑呵呵地来到他的面前 说道 别想了 这小子是一具分身 死亡之后自动散落 你是没办法对他进行捕食的 嘿 什么都逃不过岛规爷爷的眼睛啊 牧尘被看穿了心事 也不尴尬地笑了笑 感激地道谢道 多谢岛规爷爷出手 要不然 我可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哼 就凭你那 吸收技能 在这个世界已经无敌了 谁能伤得了你 岛规微微一笑 但眼里 却闪过了深深的震惊 岛规依西还记得 上一次见到牧尘的时候 他只不过是一个 稍微出色一些的年轻人罢了 这才多久没有 和牧尘见面 牧尘已经成长到了 如此强大的地步了 虽然攻击力方面 欠缺了一些东西 但是防御力 牧尘竟然已经做到了举世无敌 这让岛规这个活了这么久的生物 都不由觉得 牧尘是真的变态啊 但与此同时 岛规也很欣慰 他没有看错人 牧尘的成长速度越快 他就越是开心高兴 这样下去 他等不了太久 就可以在最终之路 见到牧尘了 想到这 岛规自顾自地找了一个地方坐下 对着牧尘笑道 你心中不是有很多事情想要问我吗 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有什么想问的 尽管问我吧 说这句话的功夫 岛规挥手之间 将徐文汉的伤势给治好了 要不然他们聊天的功夫 徐文汉估计都得失血过多死了 牧尘见状 也不客气 随意地坐下 他确实有一肚子的疑惑 需要请教岛规呢 第118章 尘封的秘密 地族和天族 第一个问题 大灾变时代 到底是什么 毁了你们所在的时代 那些所谓的天人 全部都到哪里去了 牧尘第一个问出了这个问题 岛规他是千年前 太古时代的活化石 如果是他的话 肯定会知道 时代毁灭的原因 虽然这个事情 看起来和牧尘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实际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毁灭太古时代的罪魁祸首 难道不就是未来要面对的敌人吗 一旁的黎新莲和徐文汉 也是露出了一副感兴趣的模样 岛规没有赶他们走 他们自然也不会走 二人都跟着牧尘一起坐下来 准备安静地听岛规的答案 听到这个问题 岛规的目光看向了天空 似乎是陷入到了回忆中一样 沉默了一小会后 开口道 这个问题 得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 你们应该知道 我们原本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而是从外星域而来 那你们可知 我们为什么会离开自己的星域 来到你们所在的地方吗 因为敌人 牧尘忽然开口问了一句 是的 岛规点了点头 继续往下说道 我们曾经居住的地方 是一片广阔无垠的海洋星球 而我们 也就是你们口中的四大守护神兽 曾经也并不是人类的伙伴 我们分不在各自的海域圈地为王 人类 只不过是我们的食物罢了 岛规的这句话 让牧尘三人都惊呆了 他们都没有想到 这四只守护神 竟然曾经是人类的敌人 不过三人并没有插嘴 反而对岛规的这段历史 更加好奇了 岛规看着三人震惊的模样 也是随意地笑了笑 直到有一天 一个强大的人类降临 他的强大 让我们都无法抵抗 哪怕我们四大海兽联合对付他 也终究不是他的对手 最后 这位强大的人类 成为了我们四兽的主人 我们称呼他为白帝 而白帝大人 在离开这个世界之时 给了当时幸存的两名人类 一个可以提取超凡的道具 这也就是天人的原型 也就是那个时候 我们成为了人类的守护兽 说到这里 岛规稍微停顿了下来 他很贴心地 给三人一些消化的时间 这一段历史 确实让三人更加震惊了 特别是牧尘和离心莲 他们知道岛规是多么的强大 仅仅轻轻一击 就杀死了陈宇的分身 虽然陈宇的分身 只有七百级 但岛规同样也没有发挥出权力 毫不客气地说 岛规就是这个世界 最强大的强者之一 但就是如此强大的存在 竟然是一个人类的契约兽 这种事情 听起来真的太过震撼了 牧尘三人都很好奇 这个名号为白帝帝的人 到底有多么的强大 等到三人稍微消化完之后 岛规又开始说道 那之后 我们在那位大人的帮助下 完成了对人类基因的改善 后来因为某一些原因 我们所在的世界分裂出了两种发展路线 一种是将怪物的基因注入到人体 经过几代的繁衍 让怪物的力量融入人类的血脉 这样诞生下来的人类 与生俱来 拥有强大能力和基因的人类 我们将其称为 帝族 另外一个则是通过某种方法 将强大的怪物变成所谓的魂兽 然后通过契约的方式 让人类可以再不改变血脉的情况下 进化成为拥有超凡能力的新人类 也就是现在武装者的原型 我们将其称为 天族 自身强大的人类 即使不进行武装 也可以发挥出强大无比的力量 甚至他们的上限 也远高于武装者 但因为自身融入了怪物的血脉 所以导致他们的性格有一些缺陷 大多数的帝族 会在成年之后 变得十分暴虐 试杀 冷血 天族方面 因为是契约了魂兽 所以并不会受到怪物的影响 造成性格上的缺陷 但你们的上限 却没有帝族那么高 最为致命的一点 是有一些帝族 可以轻易剥夺你们的魂兽武装 让你们的能力 在一瞬间就清零 还有这种事情 牧尘听到这 顿时忍不住站起来惊呼了一句 武装者靠的是魂兽的力量 这一点 大家都是知道的 但这个所谓的帝族 竟然可以轻易剥夺 魂兽武装的力量 这岂不是代表着 在帝族面前 天族的武装者 完全是狗屁不如 对此 导规轻轻笑了笑 不要急 听老头子我说完 牧尘点了点头 重新坐了下来 岛规见到牧尘安静下来之后 继续说道 正如我刚刚介绍的那样 帝族 这个派系越往后繁衍 性格上的缺陷越突出 第一代帝族 是最完美的 如果他们 没有离开的话 或许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 但因为某一些原因 他们这一代 离开了我们的星球 第二代帝族 因为白帝使者还在 所以也算本分 但是到了第三代 白帝使者受终正寝之后 积蓄已久的派系斗争 最终导致了我们星球内 爆发了一次内战 帝族对天族展开了清算 最后 天族毫不意外地战败了 我们四兽带着剩下的 天族被迫远离他乡 来到了你们的星球 原本以为 他们会这样放过 天族派系的人 我们也可以重新在一个地方 开始自己的研究 研究出天族的出路 和帝族对抗的资本 却没有想到 帝族早就发现了这里 只不过碍于我们四兽还在 他们不好出手毁灭这里 某一天 当我们四兽被调虎离山之后 帝族的部队 袭了这个星球 将天人文明再次毁于一旦 所有的天族子民 被关到了你们所谓的 异构战场之中 日复一日地被折磨心智 永世不得离开 当我们发现的时候 已经晚了 原本我们都放弃了 但是上天或许站在了我们这边 没想到就这样过了百年以后 天族派系的最终研究成果 武装者 出现在了这个世界之中 而且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 你们不再需要抓捕 需要契约的魂兽 而是与生俱来 就拥有着本命魂兽 这个结果 让地族不再能随意剥夺你们的武装 但如果遇到强大的地族 你们还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说到这里 岛归的眼神里 充满着希望和炙热 十分自豪地说道 但这个问题 我们四个老家伙 在经过了这么久的研究之后 也总算找出了破解之法 只要你们完成了进化 那么不但地族 无法剥夺你们的武装 甚至你们那上限低的问题 也会得到完美的解决 是什么办法 牧尘和黎心莲 几乎一口同声地问了一声 对此 岛归也不卖关子 他的手指了指天上 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个破解之法 就是最终之路 第119章 目标 异构战场 最终之路 牧尘已经不止一次 听到这个名词了 之前他觉得 这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 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放在心上 但现在知道了自己的敌人是谁 更知道了 敌人甚至可以剥夺武装者的武装 如果不完成进化的话 那么即便他在强大 面对地族的时候 还是会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所以这个问题 可以说十分的关键 岛归伸手摸了摸拐杖 笑着回答道 之前不是和你说了吗 我们四寿都是那位白帝大人的七月寿 虽然自那以后 我们也没有见过几次那位大人 但后来我们通过查阅白帝使者的遗物 发现了白帝大人 曾经给我们留了一个后手 这个后手 就是最终之路 那要怎么才能去这个最终之路 牧尘问道 很简单 只要在异构战场里 获得前十名 并且稳住一个周期 那么就可以进入到最终之路的试炼当中 而只要成功走到最终之路的终点 那么 你们就可以对自身完成进化 到了那个时候 本命魂兽的力量 会得到大幅的加强 不但会提高你们的上限 还可以 让你们和本命魂兽融为一体 不被地族之人剥夺你们的武装 这么说你们都懂了吧 岛规说了好几分钟 才把这一连串的事情给说完了 虽然浪费了不少的时间 但岛规是把该说的和不该说的 全部都一股脑地告诉牧尘了 可以说岛规作为守护兽 真的是足够尽心尽责了 这么多年以来 他都没有放弃过 哪怕天人文明都已经被毁于一旦了 他还是和其他三位守护兽一样 在寻找着破局之法 而更让牧尘震惊的是 在岛规的描述里 那位强大无比的白帝大人 就像是一个全知的神 他似乎早就知道 这些人会走出两个派系 也似乎早就知道 这两个派系无法共存 更知道地族的发展路线是错误的 所以他才会给天族留下了一个后手 只能说真的是太强了 对于这个层次 牧尘还没办法触解 但在听完岛规的话之后 牧尘是彻底认识到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了 他虽然在这个世界是防御无敌的 但也仅仅是在这个世界罢了 超脱于这个世界之外的岛规 都可以轻易杀死他 更不要说 那些让岛规似兽 都束手无策的地族 这么想来的话 应该当我完成自我进化的时候 系统也会对着升级吧 牧尘心中这么琢磨了一下 毕竟 系统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 但现在 大概是因为身体限制 没办法将 吸收 强化到超过EX级 可如果身体突破了限制 那么技能的效果 肯定会大幅提升的 至少可以像现在这样 用系统 来提升技能的效果 岛规不知道 牧尘在想些什么 他看到牧尘和黎心莲 在听到如此震撼到 让人绝望的事情之后 并没有有所气馁 反而还斗志高昂的时候 满意地点了点头 态度不错 我还以为 你们会在得知真相之后 被高压压地喘不过气呢 岛规爷爷说笑了 我们是棋子 在这个棋局当中 不想成为棋子 就需要打破这个棋局 跳脱出去 成为一个棋手 我们如果不努力 难道地族的人 就会放过我们吗 牧尘笑着说道 他算是看明白了 地族 天族之间 虽然是同根生 但却是死敌 地族 灭 天族 的心不死 所以能做的 就是努力变强 这样再下一次 地族下来的时候 才有足够的资本 和他们对抗 想到这 牧尘稍微整理一下心情 好奇地问道 岛规爷爷 按你刚刚所说 地族的人 为什么要灭掉 天族 这其中恐怕还有什么秘密吧 你小子倒是心思缜密 这其中确实还有秘密 岛规呵呵笑了一声 随后说道 地族之所以不放过 天族 是因为想要成为像白地大人那样的存在 需要融合两族的优点 也就是说 在现在的地族 看来 你们这些拥有 天族 血脉的人类 都是珍贵的材料 你们的血液 会成为他们研究的材料 这就是他们不愿意放过 天族的原因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牧尘了然地点了点头 随后再次问道 您刚刚说了 那个 异构战场 都是原先的天人 那我们可以解救出他们吗 或者说 可以和他们合作吗 异构战场 的事情 距离牧尘 也不会很遥远 其他人升级是很慢的 但牧尘因为有着 百变唤醒的经验值加成 升级速度 远高于其他的人 并且这一次知道这么多事情之后 牧尘不打算慢悠悠地提升自己等级了 他打算等这边事情结束之后 独自一人前往怪物阵营的腹底 在那里快速将自己的等级提高到700级去 岛规听完牧尘的问题 缓缓地摇了摇头 有一些遗憾地说道 异构战场 原本是地族设置的监狱 整个世界超过700级的生物 都会被强行传送进去 一旦进去就无法脱离出来 并且在里面会被折磨心智 成为一具失去自我意识的行尸走肉 虽然我们之后 嫁接了最终之路的入口到这里 让后来进入的人 有机会可以离开那里 但对于已经失去心智的人 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如果在里面遇到他们 杀了他们 给他们一个痛快吧 另外 想要获得最终之路的资格 也需要击杀他们 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你杀了他们 反而还是在帮助他们解脱 岛规又补充了一句 牧尘听完之后 了然地点了点头 简单来说 异构战场就是一个战场 原住民也就是那些天人 因为被长时间侵蚀 成为了一个只懂得杀戮 没有任何人性和心智的孤魂 而后进入的生物 不分怪物 还是人类 都要通过击杀天人 获得积分 积分达到前十名的生物 则会被岛规四寿嫁接的 最终之路选中 最后完成了 最终之路的试炼 才能彻底得到自我进化 想到这 牧尘再次问道 那距离最终之路的选拔 还有多少时间 岛规轻轻一笑 竖起了一根手指 只剩下不到十个月了 第120章 牧尘 我喜欢你 十个月吗 牧尘眉头微微一皱 又问道 那下一次呢 百年以后 岛规依旧面带笑容地说了一句 他的这个答案 让牧尘和黎心莲微微叹了一口气 想要超脱于这个世界 就需要在十个月内 获得异构战场的前十名 如果错过的话 下一次就是百年之后 最关键的是 谁也不知道 还有没有下一个百年 而他们现在 牧尘才470级 黎心莲更是才234级 如果想要赶上这一趟 就必须在十个月内达到900级以上 并且和那些前辈们争夺前十的名额 这对二人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牧尘看着岛规那不想开玩笑的样子 轻轻叹了一口气 看来留给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了呀 老头子 我相信你们可以的 岛规的目光带着一丝欣赏 他是很看好牧尘和黎心莲的 牧尘自然就不用说了 这个成长速度和身上的怪异之处 让岛规都感到十分的夸张和震惊 他活了这么久 都不明白牧尘是如何成长的 而黎心莲这一边 虽然暂时没什么出众的点 但因为和牧尘关系近的原因 大概是爱屋即乌吧 导致岛规也十分看好黎心莲 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临走之前 我再送你们二人一个礼物吧 岛规感受到自己受到了 世界意志的抵制 缓缓站起身来 伸手点了牧尘和黎心莲 刹那间 二人被光芒包围 牧尘获得了 龟甲玉佩里的另外三门EX级五斗技 以及岛规自创的EX级同道呼吸法 黎心莲则只获得了EX级同道呼吸法 给完牧尘二人两门呼吸法后 岛规的身形开始慢慢消散 他最后对着二人说道 加油 希望在十个月后 老头子 我可以在最终之路上 看到你们的身影 牧尘 会的 到时候见 黎心莲 多谢岛规爷爷的礼物 心莲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二人的话说完 岛规的身影也消失不见了 等到岛规消失之后 徐文汉倾咳了两声 对着牧尘二人笑道 那个 你们两个聊啊 我去把袭击者 已经被击毙的事情 告诉其他人 说完 徐文汉便马不停蹄地跑了 牧尘看到他 这副模样 不由摇头笑道 徐老师 跑那么快干嘛 我还没来得及 感谢他呢 你说是 牧尘刚刚转过头 想和黎心莲说话 然而 就在他转过头的那一瞬间 一股柔软的触感 在他的嘴唇上 留下了温柔的印记 牧尘正住了 他下意识地望向身旁的黎心莲 只见黎心莲 脸颊上泛着微红 他脸上 带着一丝羞涩 而又甜蜜的笑容 眼中闪烁着柔和的光芒 四目相对 黎心莲轻轻一笑 鼓起勇气 大声对着牧尘表白道 牧尘 我喜欢你 简单的几个字 说出了黎心莲的所有心声 他早已经决定了 如果能活着 再次见到牧尘 他就会将自己的所有心事 全部都告诉牧尘 之前 被倒规和陈宇给耽误了 现在 这里只有他和牧尘二人 黎心莲也正视自己的内心 将自己 对牧尘的喜欢 大声地说了出来 说完这一句话 黎心莲就紧张地闭上眼睛 他真的很怕牧尘会拒绝他 很难想象 一个从小就万人追捧的他 有一天会主动 和一个男生表白 更难想象 一个从小就被万人追捧的他 会担心 被一个男生拒绝 但此时此刻 黎心莲确实十分紧张 因为 他平日里 都感受不到牧尘 对他有一丝好感 他也从来都不认为 自己长得好看 就一定不会被牧尘拒绝 但他也想好了 这一次 他要将自己的心声说出来 哪怕被牧尘拒绝了 至少不会再有所遗憾了 这事 牧尘被这突如其来的吻 和表白 给搞愣住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平日里 他想的 都是如何变强 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 但实际上 牧尘自己也明白 从不久之前 他知道 黎心莲可能有危险开始 他才意识到 自己对黎心莲 并不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关心 他也喜欢黎心莲 也在意黎心莲 在他的心中 早已有了黎心莲的位置 心莲 我 牧尘轻轻拉起黎心莲的手 将他一把拥入怀中 眼神中透露出 深深的真挚和坚定 轻声说道 心莲 我也喜欢你 黎心莲感受到牧尘的怀抱 眼中闪烁着幸福的泪光 二人四目相对 眼里都是对彼此的喜欢 和情不自禁 这一刻 二人终于勇敢面对 自己的内心 只是自己心中的第一想法 正当二人 准备激情相拥之时 任天堂的声音 却打破了这个暧昧的氛围 哈哈 我就知道 牧尘会赶回来的 任天堂此时 心情不错地哈哈大笑着 他在被黎心莲打晕的那一刻 都以为黎心莲要完了 所以醒来的第一时间 就是全力朝着这边奔跑而来 当他看到牧尘的那一刻 玄哲的心终于落下了 只不过任天堂笑着笑着 却发现了牧尘投来了一道杀人的目光 他这才发现 原来牧尘和黎心莲是抱在一起的 任天堂知道自己当了电灯炮 干大地笑了一声 可嗨嗨 那个我想到 还有一些事情 就先走了 好了好了 气氛都被你破坏完了 牧尘有一些无语地笑了笑 对着任天堂说道 刚好你来了 我也有一件事情 要宣布一下 说着 牧尘收敛起了笑容 语气认真 语出惊人地说道 这段事情告一段落之后 我决定离开学校了 第121章 消息传来 东皇英雄 牧尘 什么意思 任天堂被牧尘这话给说猛了 他才刚刚入学没有多久啊 怎么就想要离开学校了 比起任天堂的错愕 黎心莲似乎早就知道 会有这么一天了 他替牧尘解释道 你可能不知道 之前的那个袭击者 已经被牧尘给击杀了 我们两个知道了一些事情 黎心莲将之前发生的事情 全部都和任天堂说了一遍 其实不单单是牧尘 就连黎心莲 也不打算继续待在学校了 他没有牧尘那强大的防御力 所以并没有采用激进的方式 去野外练集 但是就在刚才 导规给了他和牧尘 一门EX级的同道呼吸法 这个同道呼吸法 是一门组合呼吸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只要周围拥有相同呼吸法的人 那么 不但可以一起共享高额的经验加成 还可以做到同生共死 简单来说 只要二人在一定范围内 那么牧尘不死 黎心莲也不会死 所以他决定 要和牧尘一起去野外练集 讲到这里 黎心莲看了牧尘一眼 对着任天堂说道 我打算和牧尘一起离开学校 我们可能就要在这里分别了 你们都要走啊 任天堂的表情有些落寞 他没有预料到 黎心莲和牧尘 会选择离开学校 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是意外的 但他也理解他们的选择 因为任天堂早就知道 他和黎心莲和牧尘 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分开是迟早的事情 只是没有想到 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牧尘伸手拍了拍任天堂的肩膀 对着他笑了笑 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 不过我相信 我们以后还会再聚在一起的 我明白的 任天堂轻声说了一声 随后洒脱一笑 你们要去的地方 肯定充满着危险 自己小心一些 我会天天祈祷 你们成功的 嗯 走吧 我们去和徐老师说一声 把我们两个的学分都转给你 牧尘淡淡笑了笑 勾着任天堂的肩膀 朝着学校内部走去 学校里伤亡并不是特别的严重 只有十多人 因为陈宇的袭击而丧命 其他的学生们 都分散躲在学校的各个角落 他们因为陈宇的结界 没办法离开学校 可以说 整个学校里的人 几乎都是陈宇的人质 如果不是黎心莲及时回来 而牧尘又及时出现的话 这一次 整个古都大学 都会被陈宇给屠戮殆尽 当三人来到了学校内部的时候 迎面来的 是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牧尘 你简直就是 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谢谢 谢谢 如果没有你 我们可能 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还有黎心莲 你明明可以不理我们 但却在知道回来必死的情况下 还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来换取我们的安全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你们两个都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我们古都大学有你们 真的是一件大幸之事啊 他们都在徐文汉的告知下 知道了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这一刻 所有幸存的人 都纷纷在感谢着牧尘和黎心莲 对此 牧尘和黎心莲 则是笑着回应大家 稍微应付了一下大家的热情之后 牧尘将徐文汉叫到了一边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嗯 这件事我明白了 之前岛贵大人说了那么多 我也知道事情的急迫性 所以 我不会阻拦你们的 等校长 他们回来之后 我会告诉校长的 徐文汉说道 那就麻烦老哥了 牧尘笑着回了一句 他虽然着急 但也没急着一天两天就要走 这里还有一些事情 他还需要处理一下 比如答应赵光玉老师 需要将他的呼吸法 最新的效果告诉他 又比如 他还要回去和父母告别呢 没事 这里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你们今天也累了 回去休息吧 徐文汉贴心地笑道 牧尘等人也没有拒绝 在和徐文汉告别之后 三人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别墅之中 古都大学的事情 被陈宇给隐瞒了下来 所以外界不知道 他们的孩子 在这里刚刚经历了生死赛跑 牧尘并没有着急给父母打电话 而是先洗了一个澡 然后才不紧不慢地拨通了父母的电话 他要将自己准备提前毕业 然后去野外生活的事情 和父母说一遍 这一聊 就是将近两个小时 牧天辉和凤书玉 在知道这件事后 罕见的没有什么反对 他们也知道 自己的儿子本事了 那么自然就要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 这种反常让牧尘有一些惊讶 他原本以为 父母会极力反对呢 没想到父母只是一听 就答应了下来 不过电话里也没有说那么多 牧尘和父母简单地聊了两个小时之后 就约定过几天回家再说 这一次离开 他也不知道下一次 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 所以学校的事情处理完以后 他也要安排一下父母那边 一切都处理完之后 任天堂又请牧尘和黎心莲 吃了一顿散伙饭 这一顿饭 三人吃的是百感交集 特别是任天堂 完全是一边吃一边哭 因为之后都没有什么事情了 所以三人也是难得喝得烂醉如泥 时间一眨眼 就来到了第三天 这一天 古山的死欲结界破碎 西南军区的武装者们 凯旋归 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由王日天带了回来 那就是这一次的作战 在秘密武器 牧尘的带领下 取得了超预期的圆满成功 西南军区不但成功占领了百年以来 都不曾占领的古山 更是以极少的战损比 大败古龙率领的第三燃烧军团 这其中最让人震撼 最让人热血沸腾的 当属东皇的英雄 牧尘 以一人之力 将古龙给斩杀了一次 虽然没有彻底击杀古龙 但是却对古龙 造成了无法想象的重创 再结合古都大学的事情 牧尘的名字 在整个东皇掀起了轩然大波 也是这一刻 牧尘彻彻底底 成为了全东皇人民心中的超级英雄 第12章 回家 父母的身份是 古都大学 操场 所有的老师 学生们 此时都聚集在了这里 校长对着下方的全校师生 隆重宣布道 今天邀请你们在这里聚集 是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要通知大家 鉴于牧尘同学的等级和战功 本校特立允许牧尘同学提早毕业 让我们恭喜他 成为了本校建校以来 第一位入学不到一个月 就顺利毕业的学生 啪啪啪啪 牧尘 太帅了 奇迹之子 你是 专门为了打破记录而生的天之骄子 牧尘 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所有的师生们 都在拼命为牧尘鼓掌 今天是他的颁奖典礼 不但学校特许他和黎兴莲提早毕业 还为了感谢他们 让学校度过了一次灭顶之灾 提供了超额的奖励 牧尘的这份奖励 他全部给任天堂了 到了他现在这个级别 学校里的奖励 已经完全看不上了 毕竟EX级的武斗技 他都有足足四个 EX级的呼吸法 他也有两个 可以说整个学校 都没有他附有 这些奖励 他自然是看不上的 黎兴莲因为没有牧尘那么多武斗技 所以还是自己领取了奖励 牧尘上台领取了学校的奖励 并且发表了讲话之后 又接收到了西南军区的奖励 这里奖励的东西也和学校差不多 但这一部分 他是打算留给父母的 这种客套的活动 差不多持续了整整三小时才结束 此时 牧尘和王日天聚在了一起 他将岛归的话 给他说了一遍 王日天听到这 十分震惊地说道 岛归大人真的这样说吗 想要获得最终之路的这资格 需要在十个月内 获得异构战场的前十名 时间真的不多了 所以非常时刻 需要非常的办法 我和新莲打算离开学校 直接进入野外练集 也是处于这个打算 毕竟学校的副本 只能到四百集 那之后想要升级 就只能靠野外的怪物了 不是吗 牧尘笑着说道 王日天认可地点了点头 话是这样说 老弟你的防御力 无话可说 但离新莲同学是不是 这个问题就不用 老哥担心了 岛归大人已经安排好了 这次和老哥说 也是想要拿到 一个特许许可 等到事情安排好之后 我会带着新莲 前有古龙所在的地方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会把这些怪物们 都给灭了 老哥你要做的 就是让其他武装者 最近都别出门了 行吧 我明白了 如果是其他人说这话 王日天肯定会 以为对方疯了 一个刚满18岁 都还没有多久的人 竟然打算 怪物深入腹地 就凭借着两个人 去挑战古龙所在的 第三军团 这种事情 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说这话的是牧尘 王日天甚至都没有怀疑过 牧尘能不能成功 因为他可是亲眼看到 牧尘的实力 有多么的恐怖 多谢老哥了 那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毕竟我这边的时间 确实是有一些紧 去吧 有什么事情 我们再联系 王日天拍了拍 牧尘的肩膀 毫不掩饰眼中的赞赏之情 原本他是打算 把牧尘当作接班人 来培养的 但是现在情况有变 牧尘和黎心莲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冲击700级 并且进入到 异构战场内 他也只能改变自己的计划 重新培养接班人了 虽然有一些可惜 但牧尘进入 异构战场 对人类 对东皇的贡献会更大 他舍不得也没用 只能放开全力 让牧尘去做了 牧尘也没有耽误时间 他和任天堂 以及徐文汉 赵光玉等人告别之后 便牵着黎心莲的手 在众人的欢呼下 离开了古都大学 短暂的大学生活 就这么告一段落了 牧尘二人乔装打扮 回到了陆湖市之中 他们俩现在是 彻头彻尾的名人 而且还是全国顶流的那种 为了避免没必要的拥堵 牧尘直接用摆遍唤行 对自己进行了一个伪装 至于黎心莲 则通过四大邪术 化妆术 来改变自己的模样 因为这个关系 二人回来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什么骚动 小区门口 牧尘轻轻揽住黎心莲的肩膀 微笑着说 我们暂时分别了 这两天都在家里 多陪陪家人吧 毕竟这一次走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回来了 三天之后 我们一同踏上 新的争承如何 黎心莲乖巧地点了点头 答应道 我都听你的 二人简单地相拥一下 便各自回到自己家去了 牧尘一打开门 就看到父母 正在家里等着自己 自从他得到高考状元之后 家里的条件改善了许多 一个月不到 各种收入赚得盆满钵满 这两天 更是因为牧尘那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壮举 又在全国层面 接了不少的代言和广告 不过今天是牧尘回来的日子 牧天辉和凤书玉 并没有去工作 在看到牧尘打开门的那一刻 二人都不约而同地 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朝着牧尘笑着走了过来 哈哈 我的好杂你终于回来了 爸爸想死你了 一路上累坏了吧 妈准备了一些小食 快来吃吧 牧天辉和凤书玉 一脸开心地来到了牧尘的身边 这种家的感觉 让牧尘也感觉到一丝幸福和温馨 只不过他刚刚想些什么 忽然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原因无他 在父母靠近身边的这一刻 他的被动技能 洞察之眼自主发动了 在这一刻 他看到了父母的真实信息 原本牧尘以为 他们只是一个普通人 然而真相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没想到 他的父母 身份竟然大有来头 第123章 天族第五代首领 爸 妈 你们是纯正的天族人 牧尘看着洞察之眼提供的信息 不由觉得有一些震惊 他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的父母不是新生代的人类 而是大灾变时期天族的幸存者 牧尘的话 让牧天辉和凤书玉的笑容瞬间凝固 他们没想到 身份竟然被牧尘看出来了 短暂的沉默过后 凤书玉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拉着牧尘的手 来到了沙发上坐下 对着牧尘说道 没想到竟然就被你发现了 不过本来 我们这一次让你回来 也是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 不过在我们说之前 你能告诉妈 你是怎么知道的 又知道多少呢 这个啊 事情是这样的 牧尘将岛规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自己的父母 不管父母是什么身份 反正他们都是自己的父母 所以 牧尘对父母并没有什么隐瞒 牧天辉一听 顿时大喜道 岛规大人 他们还活着 是的吧 岛规爷爷和其他三位守护神兽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这个世界能够承受的极限 所以他们离开了这里 在最终之路上等着破局者的出现 牧尘解释道 凤书玉听到这 也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他们还活着就好 岛规大人和你说的够多了 那么接下来 妈就简单说一下吧 牧尘点了点头 等待着自己母亲开口 凤书玉抬着头 看向天花板 如同陷入回忆 一般说道 我是第四代天族首领的女儿 当天族传承到你外公这一代的时候 地族的人又出现了 为了让我们天族的计划得到保障 你外公和外婆用技能 将一些基因优秀的天族人 给隐藏了起来 这才躲过了地族的迫害 到了若干年后 我们才从沉睡中苏醒 也就是那时候 我和你父亲认识了 并且生下了你 原来是这样 牧尘听完母亲凤书玉的话后 了然地点了点头 这也难怪 天人都灭绝一百多年了 自己的父母 却还是比较年轻的样子 而且 他们的这种年轻 和陈宇那种假扮出来的年轻不同 因为自己的年纪摆在那边 听母亲这么一说 都可以解释得通了 父亲牧天辉这个时候也坐了下来 一本正经地对着牧尘说道 之前你说 要去野外练集的时候 我们就猜你 应该要去异构战场 我们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和你说一下 如果你到了异构战场内 爸妈要麻烦你 帮那些被困住的天族人民解放出来 杀了他们吗 牧尘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话了 之前 岛规也是这么说的 那些被地族困在 异构战场里的天族人民 早就失去了该有的理智和人性 变成了一个个只会杀戮的机器 唯一能够让他们解脱的方法 就是将这些人给杀死了 对此 牧天辉和凤书玉都沉重地点了点头 那些被关在异构战场里的人 大多数都是他们二人的亲人好友 但他们也知道 除了杀死他们 并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 他们这一代的天族 并不像牧尘这样的新生代 天生具备着契约本命魂兽的能力 而是更像老一代一样 需要去契约野外强大的魂兽 再加上他们被封印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小时候 所以 二人的实力 不足以进入异构战场 即便进入了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只是沦为炮灰罢了 因此这件事情 只能让牧尘来做了 我知道了 如果没办法的话 我会帮助他们解脱的 牧尘认真地点了点头 答应下来了这件事 父母见到牧尘答应 也没有说些什么 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 母亲奉书玉 重新露出另一个笑脸 对着牧尘笑道 好了 这几天 你就在家里好好陪陪爸妈吧 下一次咱们在团圆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了 是二杂 来陪我喝两杯 牧天辉也是笑着 拉着牧尘来到餐桌上 给他倒了一杯茅台 从这里不难看出 父母是真的以他为傲 这种氛围 也让牧尘感到舒坦 拿起酒杯 对着父母说道 爸妈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通过一构战场的试炼 进入最终之路的 敬你们一杯 我们也敬你一杯 祝你马到成功 父母也笑着举杯 和牧尘简单地碰了一个 在他们的心中 自己的孩子 就是无所不能的 他们相信 牧尘一定会做到的 接下来的三天 牧尘都在家里陪着父母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一天 也是牧尘和黎星莲离开的日子 这段时间双方的父母 也知道了牧尘和黎星莲的关系了 对于这对CP 牧尘的父母和黎星莲的父母 都很满意 毕竟谁不喜欢自己的儿媳 是美貌如花 实力强大的黎星莲呢 毕竟谁又不喜欢自己的女婿 是全国英雄 新生代第一人的牧尘呢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两个有事要做 双方的父母 都恨不得立刻完婚 所以 二人的关系 也不算是什么秘密了 凤书玉 多的就不说了 你们自己小心一点 另外 你身为男孩子 要照顾好星莲知道吗 如果星莲有什么事 你以后就别回来了 黎星莲父亲 莲儿 你要多扶持 多理解牧尘知道吗 男人在外 压力是很大的 希望你们一路顺风 另外牧尘 我女儿就拜托你了 牧尘 放心吧 爸妈 叔叔阿姨 我肯定会保证星莲安全的 黎星莲 那我们走了 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 说完 牧尘和黎星莲 和各自的父母 一一相拥告别之后 便在父母的不舍目光中 手牵着手 离开了小区 一场属于他们二人的全新冒险 也从这一刻开始 拉开了序幕 第124章 出发 前往野外 离开家以后 牧尘和黎星莲 又重新回到了古都市 他们这一次的目标 是身受重伤的古龙 二人回来的时候 并没有回学校 那里 已经是过去式了 而是直接前往了城外 因为王日天那边有着指令 这段时间 所有武装者都不能出城 所以城门处 显得有一些冷清 当牧尘和黎星莲走来的时候 门口的守卫 就立马认出了牧尘 十分恭敬地敬礼道 牧尘英雄 欢迎您回到古都市 这称号可还行 牧尘心情不错地笑了笑 对着那名守卫说道 我们想去野外 王司令应该和你们说过了吧 说过了 你们二人可以前往野外 祝你们一路顺风 凯旋归 守卫笑着说了一句 立马就给牧尘和黎星莲放行 牧尘对着他道了谢 便带着黎星莲离开了 这还是黎星莲第一次离开城市 他看着这外面美轮美奂的景色 不由有一些感慨 原来野外这么美丽啊 越美丽的越危险 我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还被一只大虫子给吞了呢 不过这外围的怪物 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这一路到古山都是安全的 牧尘一边牵着黎星莲的手 朝着古山走 一边和他说着 当初的自己出城时的事情 因为古山已经彻底 被人类占领了 所以最新的基地 已经搬迁到了古山那边去了 从古都市到古山这段 原本给人刷怪的野外 已经变成了安全的地区了 黎星莲安静地一边听着 一边欣赏风景 二人就这么一路说说笑笑 来到了已经搭建完成的 古山基地当中 刚一来到这里 王日天就在这里等着了 他笑呵呵地 给了牧尘一个大大的拥抱 对着牧尘说道 刚刚听守卫 说你来了 我就在这里等着了 是打算现在就要去野外了吗 牧尘点了点头 对着王日天笑道 没错 老哥 是打算给我送行吗 嗯 来送送你们 王日天从储物空间之中 拿出了一张地图 交给了牧尘说道 这是我们掌握的地图 如今燃烧军团大败 地点应该有所改动 但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多谢了老哥 这个地图我很需要 野外很大 乱走的话 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去了 牧尘确实很需要一张地图 虽然这个地图的位置 肯定和现在有所偏差 但问题不大 有个参考就好了 道谢完之后 牧尘和黎星莲 便在王日天的送行下 正式前往了燃烧军团的管辖之处 这里牧尘也是第一次来 一来到这 二人都开启了自己的武装 牧尘拿出地图 简单辨认一下方向 对着黎星莲说道 因为有着同道呼吸法 我们直接朝着古龙所在的方向走如何 没问题 最主要的是靠你了 目前黎星莲的实力 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前期他只能依靠牧尘的组队经验分成 分走一部分的经验值 如果是正常的情况来说 黎星莲可以说 完全是个脱油瓶 不过倒归传授的同道呼吸法 完美弥补了这个缺陷 二人在一起的时候 即便是初始熟练度的情况下 双方杀怪的经验值 都会获得500%的加成 远比被分走的经验值还要高很多 再加上黎星莲的魂兽特殊 和关系的问题 牧尘并不觉得 黎星莲是个脱油瓶 只需要前期花费一些时间 将黎星莲的实力快速提升上来 那么之后 就不需要牧尘自己出手了 而杀怪 是牧尘的强项 刚好让你看看 我真实的战斗力有多强 牧尘朝着一旁的黎星莲 自信一笑 稍微离我远一点 我要开始变身了 好 黎星莲虽然不知道 牧尘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远离了牧尘的身边 当他退居到一个合适的距离时 牧尘嘴角一挑 轻贺一声 百变唤醒 神龙形态 伴随着牧尘的轻贺 他的身形开始出现了闪耀的金光 他的身体开始缓缓升起 一道金光笼罩了他的身躯 随后 金光渐渐消散 露出了一条巨大的神龙 这条神龙身躯金光闪烁 眼中透着威严和力量 牧尘展翅欲飞 身姿挺拔 仿佛是天地间的主宰者 这个神奇的变化 让黎星莲不由吃惊地捂着嘴巴 因为他惊讶地发现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牧尘变身 完全不敢相信 眼前的这一条神龙是牧尘变的 不但外表栩栩如生 完全是另外一种生物 更可怕的是 牧尘变成了这只五爪金龙之后 散发出来一丝淡淡的龙威 让黎星莲感到一丝战力 看到黎星莲那惊讶的模样 牧尘哈哈大笑 别惊讶了 坐上来 我来动 我感觉你在开车 但你没有证据 不是吗 确实没有 黎星莲笑着摇了摇头 收拾了一下心情 坐在了牧尘的身上 他抚摸着牧尘那硕大的龙脚 脸色泛红地说道 我坐好了 你可以动了 起飞 牧尘笑了一声 随后直接腾空而起 这种奇特的飞行方式 让黎星莲有一些惊讶 他不由 抓着牧尘的龙脚 将自己的身体 紧贴牧尘的头部 感受到头顶上传来的柔软 牧尘也有一些分神 毕竟 这也是他第一次 和女性如此亲密的接触 不过只是 稍微分神了一下 牧尘便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他踏风而飞 巨大 霸气的造型 更是让周围的飞行怪物 落荒而逃 牧尘不在乎这些蚊子腿 他飞到了高空之后 又启动了元素化 这样 他这显眼的外形 就没有那么显眼了 就这样飞了一段路 牧尘便看到了 下方有一群怪物聚集 他对着黎星莲微微一笑 抓稳了 我要开始攻击了 黎星莲也看到了下方的怪物群 他还好奇 牧尘要怎么攻击呢 但下一秒 牧尘那张巨大的龙嘴张开 一股毁天灭地的能量 在他的嘴前汇聚 隐隐之中 传来了一声巨兽的咆哮声 这一招 黎星莲熟啊 正是牧尘的拿手绝技 EX集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第125章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呀 伴随着牧尘那低沉的龙吟 恐怖的射线 犹如一刀灭视雷电 划破苍穹 直奔着怪物群而去 下一秒 那些怪物们 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全部都在顷刻之间 灰飞烟灭 那群在黎星莲看起来 强大无比的怪物们 在牧尘的EX集武斗技下 全部都脆弱的 像是纸糊的一样 这是黎星莲第一次见到现在的牧尘全力出手 这种强大的实力 给了他太多太多的震撼了 要知道 在前几天的时间 牧尘施展这一招时 他确实是难以阻挡 但仅仅是难以阻挡罢了 并没有那种无力抵抗的感觉 可如今的牧尘 不但等级远超于他 甚至是他的成长 呼吸法 属性 已经全面超越了他太多太多 最为关键的是 他能感受到牧尘这一门武斗技的熟练度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比起之前 完全是云尼之别 现在的牧尘 超出了他太多了 仅仅是用了一击 就彻底征服了黎星莲 恭喜您击杀了474级怪物 侯赛雷 获得了47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483级怪物 塔亚龙 获得了48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449级怪物 寒冰魔灵 获得了45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470级 472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一击击杀了30多只怪物 牧尘的等级再次提高了2级 这还是因为 大多数的怪物等级都没有他高 在百变唤醒和同道呼吸法的加成下 经验等级得到了大幅的提高 不过牧尘对等级倒不是很在意 比起那经验值 神之力的获取还是比较多的 36只怪物 给他带来了165600点的神之力 加上之前剩下的4万 刚刚出门的功夫 又积累了20.56万的神之力 同样的 黎星连这边更夸张 他的等级 本来就远低于这片区域的怪物 牧尘这一击下去 黎星连的等级 直接从234级 直接飙升到了273级 整整升了39级 这种升级速度 让黎星连不由惊呼道 和你在一起 真的是 打破了我的世界观啊 升级都是这么简单的吗 这也不怪黎星连震惊 如果是他自己走在这里 完全做不到这样的秒杀一群 毕竟 怪物可不是靶子 如果遇到强大的人会跑 遇到强大的攻击 也会跑 所以 他哪怕实力上去了 也做不到一次性秒杀这么多的怪物 只能说 牧尘真的是 让他大开眼界了 对此 牧尘只是随意地笑了笑 这才哪到哪 等会你就会知道 我有多么厉害 说话间 牧尘已经下降了自己的高度 他对着地面上的尸体 进行了两次捕食 第一次捕食 没有触发额外的技能捕食 第二次捕食 牧尘的眼前 弹出了一个提示框 恭喜您捕食成功 能量得到了回复 您可以从之王者的技能中 选择一个 进行技能捕食 技能一 能量之王 A加级 消耗自己的能量 将其转化为坚韧无比的丝线 丝线具备强大的附着力和切割能力 不容易被破坏 技能二 产卵 S级 不需要进行交配 就可以将自己的体内的能量 转化为一颗虫卵 基础诞生的虫卵等级为 S级成长 200级 每次多消耗20%的能量 等级提高50级 最多产下三颗 竟然触发了技能捕食 真是没想到 自从捕食强化到了EX级之后 平日里触发技能捕食的概率高多了 不过 这也是牧尘第一次在升级完之后 触发技能捕食 他仔细地看了眼选项 如果是正常来说 肯定是选择技能二 但这个技能二说实话 有一些不适合他 所以 牧尘稍微思考了一下 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技能一 技能捕食成功 恭喜您获得了技能 能量之王 A加级 捕食完之后 牧尘的目光在这些尸体扫了一圈 这里的怪物 大多数都是元素系技能 并没有什么比较稀有的技能 所以他也没有继续进行捕食 而是再次带着离心莲腾空而起 想了想到 这样太慢了 我们需要加快一点速度 怎么加快速度 如果说之前离心莲了解牧尘 但现在牧尘的实力 已经完全超出他了解的范围了 刚刚出来没有多久 就秒杀了三十多只四百多级的怪物 这样的速度 牧尘竟然还不满意 他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牧尘淡淡一笑 你很快就知道了 灵魂分身 牧尘嘴角一挑 施展出了这个之前捕食道的技能 只见他身上光芒一闪 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五爪金龙 出现在了牧尘和离心莲的身边 这是 我的分身 牧尘笑着介绍道 我的分身可以继承我的所有技能 怎么样 这个技能效果很不错吧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呀 离心莲笑着摇了摇头 眼里即是无奈 也是开心 无奈的是 这才几天不见牧尘 不但牧尘自己的实力突飞猛进 遥遥领先 让他倍感压力 更是又多了许多强大无比的技能 别的不说 就这个和牧尘一模一样的灵魂分身 散发出来的能量 就无比强大 等级领先也就算了 这个分身 竟然还能继承牧尘的所有技能 这简直就是一个神技啊 离心莲从来没有想过 他一个EX级的超级天骄 竟然有一天会担心 跟不上牧尘的步伐 但另一方面 他又为牧尘如此强大而高兴 毕竟 谁不喜欢自己的男人 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强者呢 第126章 团战大杀器 王者毕日 分开行动 你去南边 牧尘对着离心莲笑了笑 便对着自己的分身下达指令 这分身具备着一定的主观意识 并且牧尘想的话 还可以把主意识移动过去 可以说和陈宇的那个分身技能 有着差不多的效果 要知道 有分身技能的人不一定会强 而强大的人 一定不会有分身技能 毕竟EX级的武装者 总共也就只有四个技能槽 像离心莲很强大吧 他的每一个技能拿出来 都可以说是十分强大的神技了 但他的技能槽里 就不会有分身这个技能 为什么呢 如果只是分身的效果 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好技能 不管是陈宇 还是牧尘 能让这个技能 发挥出强大的威力 那是因为他们本身无比的强大 陈宇同样也是 拥有很多的技能 所以 分身才会如此强大 牧尘也是一样 这个灵魂分身 原本就只有S级 效果虽然也算不错 但并没有特别的经验 但是在系统的强化下 他的这个技能得到了大幅提升 在牧尘的身上 只要技能效果好 那么不管是什么等级 他就可以通过系统 对其进行大幅强化 让技能发挥出远超于本身的效果 这是他的优势 也是他真正强大的地方 在牧尘的指令下 分身同样也是施展着 元素化 引身前往南方 分身的技能等级是SSS加级 足够对付这一片区域的怪物了 牧尘也没有闲着 对着黎兴莲笑了笑 别发呆了 我们也该继续上路了 啊 好 黎兴莲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再次抱紧了牧尘那巨大的龙头 再次腾空而起 牧尘带着黎兴莲翱翔在空中 二人都还没有走太远 就听到远处传来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与此同时 二人的眼前 也再次出现了大量的击杀提示 恭喜您的灵魂 分身击杀了454级怪物 飞化凯蒂猫 获得了45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477级怪物 十人魔术 获得了48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478级怪物 风牙龙 获得了48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472级 473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眨眼之间 又是20多只怪物死亡 牧尘的等级再次提升了一级 黎兴莲也在猛逼之中 等级再次提高到了289级 这堪比做火箭的速度 让黎兴莲忍不住开心地亲了牧尘一口 开心地高呼道 牧尘 你真是一个怪物啊 照这个速度下去 我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到达400级了 确实要不了多久 牧尘微微一笑 目光锁定了下方惊慌失措逃跑的兽群 眼睛一眯 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再次汇聚在了牧尘的嘴前 这一次牧尘施展的不是 霸海恶魔杀了 他要施展的 是岛规玉佩里的三个武斗技之一 暮海狂澜 这一招是娇人黄的传承 将自己的所有能量化为蔑视洪水 淹没一切被海啸覆盖的生物 牧尘凝聚的能量在空中聚集 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海啸气流 将周围的空间都扭曲了起来 他的身体似乎成了能量的源泉 散发着令人震撼的气息 心联看好了 这是我心学的EX集武斗技 怒海狂澜 下一秒 他低喝一声 释放出的能量如潮水般席卷而下 汇聚成一片汹涌的海浪 向着下方的兽群卷去 海啸之中 蕴含着毁灭一切的力量 气势惊人 下方的兽群根本无法抵挡 这场无情的海啸 它们纷纷被卷入其中 一时间惨叫声 嘶吼声 水花击剑 构成了一幅灰红的画面 黎心联能看到 这些怪物一旦被海啸淹没 就会瞬间被海啸里 蕴藏的恐怖能量击碎 这一招虽然没有 霸海恶魔沙威力来得强大 但对下方的怪物们来说 同样也是致命的 请客之间 那些不可一世的怪物们 在牧尘的攻击下 毫无抵抗地 化为了大量的经验值 恭喜您击杀了444级怪物 大地野猪王 获得了44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463级怪物 塔亚龙 获得了4600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429级怪物 火焰魔灵 获得了43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473级 474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怎么样 升级很容易吧 牧尘露出了一个帅气的笑容 对坐在自己头顶上的黎心莲 笑着问了一句 黎心莲几乎是呆滞地点了点头 在和牧尘出来之前 他从来不知道 升级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他的等级从出来时的234级 已经来到了300级了 这种升级速度 真的太上头了 他第一次觉得 升级就跟玩一样 这边才刚刚杀完 牧尘的分身那边 又杀了不少怪物 被人即使施展强大的攻击 也是有着能量的限制 但牧尘有着捕食 在手 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他和他的分身 就像是一个涌动机 完全不知疲惫的 在大肆屠杀野外的怪物 就这样 牧尘和他的分身冬一下 吸一下 如同轰炸机一般 在空中不断对着地面的怪物们 进行屠杀了十多分钟 这个时候 牧尘忽然停了下来 他看着下方已经被清场的地面 淡淡一笑 差不多了 现在该休息了 杀累了吗 那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黎心莲很体贴地说了一句 在他看来 以为是牧尘杀了那么多怪物杀累了 事实上 牧尘是杀累了 但这并不代表着 他要休息了 而是打算换人了 刚刚经过了十多分钟的杀戮 牧尘一共杀了209只怪物 这个速度 牧尘还是不满意 所以他打算干老本行了 制造大量的尸体之后 召唤 王者大军 替自己干活 想到这 牧尘嘴角一挑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龙吟 出来吧 王者毕日 第127章 你会为你自己的高调 付出死亡代价的 在黎心莲震惊的目光下 一群强大无比的王者 从牧尘释放的黑雾中 缓缓走出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牧尘的这个技能 他能感受到 下方的王者怪物 十分的强大 每一只都是之前杀死过的怪物 但每一只都比生前更加的强大 数量之多 让黎心莲为之震撼 黎心莲忍不住地感慨道 这些王者怪物都听命于你吗 牧尘淡淡地点了点头 没有错 这就是我在野外强大的技能 可以召唤死去的王魂为我所用 不但如此 他们还会将击杀的生物 自动转化为王者 现在开始 战场就交给他们了 我算是知道 为什么西南军区的人 会把你当秘密武器了 你真的是 让人猜不透啊 黎心莲再次感慨了一句 牧尘的实力 真的远超他的想象 最关键的是 牧尘真的是太缺能了 不但防御力无敌 单挑也无敌 现在连群战都这么变态 召唤两百多只怪物 其实并不算特别的惊艳 但能够通过他们的击杀 不断地扩充自己的王者大军 这个技能效果 简直是无敌了 难怪西南军区 会把这一次战争的所有功劳 全部都给了牧尘一个人 牧尘他确实配得上 二人说话间 下方的王者大军们 已经开始推进了 他们如同一辆鸭路机 将所有看到的怪物们 全部吞噬 虽然他们一开始的效果 不如牧尘和他的分身定点轰炸 但其实算下来 击杀效率一点都不慢 牧尘和分身轰炸的是成群的怪物 王者大军是击杀落单的怪物 成群的怪物毕竟在少数 单独行动的怪物们 则分布在每一处 这些怪物们 一旦被王者大军发现 就只能落得一个生死的下场 毕竟被牧尘复活的王者 实力是生前的四倍之高 再加上数量上的差距 没有一只怪物 能从王者大军面前逃走 李星连能听到 下方不断传来怪物的嘶吼声 他听不懂怪物的语言 但也能感受到 这些怪物们 骂得挺脏 叫得挺惨的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牧尘的王者大军 就击杀了一百多只怪物 并成功将大军的数量 变成了三百多只 而这个数量 还在快速不断地扩张中 与此同时 古龙的老巢 重伤的古龙 有气无力地看着手下传来的画面 顿时气得全身骨骼不断地打战 画面中 那熟悉的王者大军 正在肆虐他的领地 虽然他看不到牧尘在哪 但他可以肯定 那个导致他被嘲笑 失去了古山的人类 那个让他失去了一条命 重伤不欲的人类 牧尘 此时此刻 肯定在这些王者大军的某一处 古龙的眼眸里 充斥着怒火 这个人类是在挑衅他 是在挑衅这些 称霸野外近百年的霸主们 要知道 这里可是燃烧军团的管辖范围啊 虽然之前的大战 刚刚死了几十万的怪物 古龙自己也重伤未愈 但这片区域 还有上百万的怪物在 还有其他的强大的领主在 怎么可能放任一个 等级不过四百多级的人类 在这里大肆杀戮 游戏人间 但偏偏 古龙还真拿牧尘没有办法 一想起牧尘那 强大到变态的防御力 一想起牧尘吸收了攻击之后 爆发出了那秒杀他的攻击 古龙到现在都还心有余悸 他不明白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 又完美的人类 哪怕是那个从 异购战场里回来的陈宇 他都觉得 没有这么恐怖 至少陈宇还不敢这样一个人 在自己管辖的领地 闲庭信部 可牧尘不但肆无忌惮地 在自己领地闲庭信部 自己还拿他没半点办法 一想到这 古龙就气不打一处来 他的目光 看向了自己的手下们 沉深问道 你们谁可愿意去 教训教训这个高调 不知死活的人类 沉默 所有的怪物们都沉默了 他们一个个 都低下自己的头颅 完全不敢 和古龙的目光对上 开什么玩笑 他们也知道牧尘的恐怖 之前静腰的遭遇 可谓是历历在目 静腰作为和他们 差不多的存在 一招全力偷袭 都拿牧尘没有任何办法 他们去找牧尘的麻烦 岂不是找死吗 更何况 就连他们的老大古龙 都被牧尘一招秒了 他们恐怕给牧尘塞牙缝 都不够格 怎么可能会愿意去送死呢 就这么沉默了几分钟 古龙看着自己 一言不发的手下们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也罢 我们拿这个牧尘 确实没有办法 我也不为难你们了 说着 古龙立起自己的身子 抬着头看向了天空 眼里闪过一丝坚决和恨意 开口说道 我决定了 放开领地 让其他军团的首领 助我击杀牧尘 他对牧尘的恨意 早已经超过了自尊 如今重伤的他 拿牧尘没有任何的办法 但他可以放弃自己的领地 让其他军团的人入住这里 古龙不相信 牧尘的防御力再强 也不可能同时承受住 多位军团统领的攻击 想到这里 古龙对着手下们下达指令道 让所有人都撤退 回到埋谷之地等待指令 我们要在这里 彻底杀死这个该死的人类 是 众兽答应了一声 立马开始行动了起来 这一招 可谓是破斧沉舟了 即使真的打败了牧尘 古龙的第三燃烧军团 也将不复存在 但如果不用这一招 这个人类同样也会毁掉 第三燃烧军团 看到手下们都行动起来 古龙最后看了眼自己的领地 随后恨意十足地自言自语道 牧尘 你会为你自己的高调 付出死亡代价的 说完这一句话 古龙庞大的身形腾空而起 他飞向了空间裂缝 消失在了埋谷之地 一场血雨腥风 也正在拉开序幕 第128章EX集 王者毕日 牧尘这边并不知道 古龙甘愿放弃自己的领地 也要让其他的统领们 进入他的领地 以此来达到围剿他的目的 如果他知道的话 大概已经笑开花了 因为他来到这里 为了就是快速升级 如果慢慢杀的话 要到700级 预计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 毕竟怪物们不是靶子 会跑 会躲藏起来 但现在 古龙不但让怪物们聚集起来 还特意去请其他人过来送经验 这让牧尘如果知道了这件事 怎么可能会不高兴 此时 经过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杀戮 牧尘第一次察觉到了一丝变化 他的目光在四周眺望 发现了周围的端倪 好像周围的怪物都撤退了 看来我们的到来 终于引起第三燃烧军团的注意了 之前怪物虽然分散 但是一路上都是怪物 可自从不久前开始 牧尘和王者大军行进的路上 已经没有怪物了 这种反常 肯定是古龙下达指令了 黎新莲听完牧尘的话 便问道 那我们现在要回去吗 还是怎么说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的 我这么做 就是为了逼他们聚集在一起 要不然这样杀 太浪费时间了 牧尘露出一个计谋得逞的笑容 他如果不想让古龙知道 完全没必要召唤王者毕日 之所以这么高调 就是为了逼古龙聚集兵力 毕竟别说古龙是一只怪物 不了解他的强大 就算是正常人 在不了解 吸收的具体效果之前 是不会觉得他防御力是无敌的 最多的想法 就是觉得 用人海战术 可以杀死牧尘 一个不行 就两个 两个不行 就三个 在外人的认知中 牧尘的无敌防御 肯定是有上限的 要不然无法承受多位高手的攻击 要不然无法承受过长的时间 总之用人海战术 肯定可以杀死牧尘 这确实不怪他们 这些怪物们愚蠢 而是牧尘的技能 确实太变态了 谁让他是一个挂逼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 接下来应该有很长一段路 都不会遇到怪物了 牧尘带着离心莲 从天而降 来到了地面上 开始捕食 如今已经被发现了 牧尘也干脆不装了 他取消了元素化 恢复了自己原本的样貌 刚刚的杀戮完毕之后 他的等级 已经来到了499级 距离500级 只差一步之遥 神之力 也再次来到了800万的高度 至于离心莲这边 也来到了427级 不太需要牧尘继续照顾他了 虽然他才420级 但战斗力却十分恐怖 所以 牧尘打算暂时休息一下 然后指导黄龙 直接杀到古龙为自己 准备的圈套中去 牧尘一边捕食 一边开始想着 怎么利用神之力 来强化自己 既然等会要大战的话 那么 王者毕日肯定是首选 这个神之力 刚好让我将 王者毕日升到满级了 就这么做吧 牧尘心里面盘算了一下 给出了一个强化计划 系统 把 王者毕日 给我拉满 谢谢 您成功消耗了96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王者毕日 提高到了SSS级 您成功消耗了192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王者毕日 提高到了SSS加级 您成功消耗了500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王者毕日 提高到了EX级 强化完毕 当前剩余神之力12万点 该技能已经满级 暂时无法提升 请选择其他技能 继续进行强化 王者毕日 EX 收集10万名内的等级 小于1000级的王魂进行复活 复活的王魂 拥有生前1000%的实力 持续时间为8小时 每复活一个王魂 都需要消耗小福的精神力 复活的王魂越多 消耗的精神力越多 另外 被您的王者击杀的生物 将会直接转化为 王者加入大军之中 第三个EX级技能 GET 这是牧尘的第三个EX级技能 效果虽然没有达到S级10那么炸裂 但依旧是十分的客观 复活的范围和等级 就不说了 常规的提升罢了 最让牧尘惊讶的 是复活的亡灵 具备1000%生前的实力 这个提升就十分的耐思 而当牧尘对 王者毕日 进行了顶级强化之后 场上现存的 近千只王者怪物 也同一时刻发生了变化 他们一个个嚎叫着 变得比之前 更加的强大得多 这变化 让一旁的黎新莲吓了一跳 我怎么感觉这些王者 好像又变得比之前 更加强大得多了 自信一点 把感觉去掉 牧尘没有避讳地笑了笑 对着黎新莲说道 我的这个技能又升级了 所以 他们也跟着变强大了 杀怪就会变强嘛 你可真是强的变态啊 黎新莲笑着摇了摇头 对于牧尘 他现在只剩下赞叹了 越清楚牧尘的实力 他就知道自己 和牧尘的差距有多大 如果当初是在野外 和牧尘比试 他可能都没办法 把牧尘逼到使用 霸海恶魔杀 只能说 野外的牧尘 和武斗场的牧尘 完全就是两码事 野外的牧尘 哪怕是他这样的超级天骄 都感觉 牧尘真的是强大到 令人绝望啊 看着黎新莲这副模样 牧尘淡淡地笑了笑 以前大家总说 这个时代是黎新莲的时代 到后来 自己的强势崛起 又说是绝代双胶的时代 但现在 仅仅是一个月不到 已经没有人 再说是绝代双胶了 哪怕是黎新莲 这样的超级天骄 都在自己的光环下 被人遗忘了 可以说 牧尘之前的目标 已经实现了 这个时代 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时代 但这还不够 现在的他 有着个更大的目标 他要以一己之力 将东皇失去的领土 全部都收回 同时 他还要进入 异构战场 进入最终之路 最后超越这个世界的所有人 成为整个天族的领袖 成为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这一切 现在才刚刚开始 第129章 买骨之地 大决战 稍微休整了一下 牧尘便对着黎新莲笑了笑 我们该去迎接古龙 给我们布置的陷阱了 怕吗 有你在 我就不怕 黎新莲牵起了牧尘的手 表达着自己的决心 就如他所说的那样 只要牧尘在 那么他就不会感到害怕 哪怕这次要去的 是等级高达600多级的 古龙布置下的陷阱 他也会义无反顾地 跟在牧尘的身边 看着黎新莲那坚定眼神 牧尘握紧着黎新莲的手 微微一笑 走吧 说着 牧尘抓着黎新莲的手 一起骑在一只 王者怪物的身上 大手一挥 出发 前往埋谷之地 在王者大军的开路下 牧尘二人畅通无阻 一直朝着燃烧军团的腹地前进 这一路上 都没有遇到怪物 不过 牧尘对这种情况 并没有太大的意外 刚刚捕食的时候 牧尘已经得知古龙的计划了 捕食不但可以捕食技能 还可以捕食技艺 古龙的手下发布的是全军指令 这些被击杀的怪物 同样也接收到了指令 牧尘从这些怪物们的记忆中得知 古龙为了对付他 竟然用自己的领地作为筹码 让周围几个军团的统领过来 联手对付自己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牧尘简直是开心死了 他原本以为 古龙只是聚集自己的手下围猎自己 没想到 他竟然还把别的军团的人给叫来了 这真的是 省了他很多力气 即便早就知道了古龙的计划 牧尘也不着急过去破局 反而带着黎心莲 慢悠悠地在野外闲逛 就这样 大概走了四个小时左右 牧尘和黎心莲 来到了一处阴森的平原 一来到这里 牧尘和黎心莲 就感受到了极其浓烈的死亡气息 他们的前方 视线范围内 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怪物 每一只都展现出了 不同程度的凶残 和充满杀机的目光 他们如同黑暗中的烈食者 虎视眈眈地盯着牧尘和黎心莲 不得不说 单单是这个数量就已经足够吓人了 试想一下 你的敌人是对面那一只只凶神恶煞 数量过百万的怪物 这场景就已经足够吓人了 然而最吓人的还不是这个 而是此时六位强大无比的怪物 如同神之一般出现在了一处 由白骨组成的山峰之殿 几乎不用想都知道 这六位强大无比的怪物 就是六位包围东皇的怪物军团统领 看到这一大阵仗 牧尘并没有任何的慌张 而是当着这些怪物们的面 变成了一只霸气无比的舞爪金龙 对着在远处冷视自己的怪物们笑道 这么大的阵仗迎接我 我是不是该感到荣幸 几位怪物统领 都被牧尘这突如其来的变身吓了一跳 因为在这一刻 他们完全分不出来 牧尘到底是人还是 和他们一样 是同一阵营的同类 最关键的是 牧尘的这一外表 有着更强大的威压 从血脉的等级来看 牧尘的这一形态 远比他们这些怪物的血脉 还要高级 这让这些怪物们 一时间都难以接受 特别是古龙 在看到牧尘面对他们这一阵仗 竟然还能够谈笑风生的时候 眼里的怒气瞬间爆发了出来 牧尘你别太得意了 今天我定叫你有来无回 全军攻击 古龙的龙银 响彻天地 地面上百万只怪物们 纷纷嘶吼着 响应着他的号召 他们蜂拥而至 如同黑云鸭城般 向牧尘和黎星莲涌来 气势汹汹 杀鸡凛然 牧尘凝视着眼前那股 汹涌而来的怪物潮 脸上毫不畏惧 反而流露出一丝挑衅的笑容 来得正好 都成为我的养料吧 杀 牧尘同样也毫不示弱 示意自己的王者军团 发起死亡冲锋 一时间 一千对一百万的战斗开始了 数量上 王者军团才千只左右 完全比不上对面 那百万级怪物兽潮 但是别忘了 这些王者军团汉不畏死 本身的实力 又得到了百分之一千的加成 每一只都可以当作五百多级的怪物 来使用 最关键的是 他们每杀一只 就会重新转化一只怪物 仅仅是第一回合交手 王者大军死亡了一百多只 但他们又转换了两百五十只怪物 看似王者大军损失惨重 但实则第一回合交战下来 王者大军的数量不减反增 牧尘的王者军团 就像是病毒一样 不断地感染着怪物受潮 与此同时 黎兴莲也早已经手养难难 他对牧尘笑着说道 我去玩一玩 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之前他只能当个挂剑和花瓶 但现在 他的等级已经跟上来了 加上 同道呼吸法的加持 他完全可以帮牧尘分担压力了 对此 牧尘笑着点了点头 答应了黎兴莲的要求 去吧 放心了 得到牧尘的答应 黎兴莲从王者坐骑上一跃而下 他毫无顾忌地冲向了兽群之中 轻贺一声 天气 诅咒 下一秒 以他为中心 一个诅咒领域被释放了出来 覆盖范围高达2000米 瞬间将黎兴莲周围的数百只怪物 覆盖在其中 这一招 牧尘之前有体验过 当时他就觉得这一招十分的牛逼 而现在等级已经达到400多级的黎兴莲 这一招更是无比的强大 牧尘通过洞察之眼看到 如果站在这个领域内的话 1000级以下的敌人 都会每分钟损失5%的生命力 并且成为黎兴莲的养分 会恢复黎兴莲的伤势 恢复他消耗的能量 可以说这一技能 也是群战的神技 在这到处都是敌方怪物的地方 黎兴莲的这一招 效果真的太棒了 该死 这个女人的技能太强了 我仅仅是站在这里 就感觉自己有生命危险啊 先后退 不要靠近这个女人 后退不了啊 我们后面的同伴太多了 根本没有后退的空间 咱们还是硬着头皮上吧 只能这样了 杀了这个女人 只见他进入到诅咒领域的数百只怪物 一支支都感受到了无比的恐惧 他们嘶吼着想要离开这里 但却完全做不到 因为他们的身后 都是密密麻麻的同伴 挡住了他们的退路 所以 在一些怪物们的建议下 这些怪物们不退反径 顶着黎兴莲的诅咒领域 疯狂涌向弱小的黎兴莲 但他们这么做 却完全中了黎兴莲的计谋 看到这些怪物们涌来 黎兴莲嘴角露出一丝自信的笑容 轻贺一声 天启 毁灭 急 第130章2 VS100万 黎兴莲一上来 就释放着自己的大招 他的 天启 毁灭 除了会跟着体魄提升威力以外 还可以施加上所有的精神力 大幅加强这一招的威力 可以说 他不是很吃武斗技 这一招的威力 在极限施展的情况下 也可以达到 EX及武斗技 初级的程度 虽然比起牧尘的 霸海恶魔杀 要差上很多 但效果也是十分恐怖 对付这些怪物 完全绰绰有余了 当初牧尘就在这一招下 被逼得使用出了 霸海恶魔杀 足以可见这一招的强大 然而 牧尘这一刻 却震惊了 因为他感受到了 如同狂风暴雨般的能量 在黎心莲的白色 太刀处汇聚 似乎是感受到了牧尘的震惊 黎心莲自信一笑 轻声笑道 这一招经过赵老师的改变 已经可以结合武斗技了 牧尘看好了 这一刀会很强 如果是以前 他不可能一上来就释放大招 但这里的怪物众多 他的天启 诅咒 会不断地为他提供能量回复 所以 黎心莲一出手 便是权力 他那白色的太刀 斩出了一道恐怖的斩机 不但引起了群星的坠落 还夹带着炙热无比 恐怖至极的火焰 在这斩机的照耀下 那些被诅咒领域束缚的怪物们 瞬间在烈火中燃烧 他们发出凄厉的嚎叫 想要逃离这片焦土 但无济于事 恭喜您的队友黎心莲 击杀了451级怪物 黑化凯蒂猫 获得了45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队友黎心莲 击杀了479级怪物 十人魔术 获得了4800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队友黎心莲 击杀了483级怪物 风牙龙 获得了4800点神之力 在牧尘震惊的目光之下 黎心莲的斩机 获得了完美的收获 短短数秒之间 数百只怪物化为灰烬 在这一击之下 灰飞烟灭 这一击 黎心莲证明了自己 他在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牧尘 他不是一个挂剑 也不是一个花瓶 而是一个在牧尘出现之前 万众瞩目的超级天骄 我得手了 就在黎心莲攻击之时 一只影子怪物 翘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黎心莲的身后 他是古龙的十二干部之一影刺魔 和镜妖一样 他也十分擅长偷袭 就在刚刚黎心莲出手的那一刻 影刺魔就瞬息来到了黎心莲的身边 等黎心莲打完这一击之后 他便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了黎心莲的身后 他手中的利刃 只取黎心莲的后脑勺 作为一只怪物 他的眼里可没有什么怜香惜玉 黎心莲和牧尘的关系 即便是他们怪物都看得出来非同一般 牧尘他们杀不死 但这个女人 他们完全有能力可以杀得死 只要杀了这个女人 那么牧尘肯定会疯的 影刺魔有这个实力 毕竟他的等级可是高达五百五十级 刺杀一个四百多级的人类 哪怕是超级天骄 也完全可以做得到 事实上也是这样 黎心莲和牧尘根本没有想到有人会来偷袭 以至于二人都还没有做出反应 影刺魔的攻击已经命中了黎心莲 但叫阿子影刺魔以为自己要得手的时候 他的攻击却被一道黑光所覆盖 一时间 他的权力一击如石沉大海 完全没有激起一丝的声响 这怎么可能 影刺魔顿时大惊失色 不明白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时候 稳坐后方一点都不慌的牧尘 笑着嘲讽道 你以为我们没有防备 实际上是根本不用防着你们罢了 一群废物 牧尘是舞爪金龙形态 所以可以听得懂怪物的话和说他们的话 影刺魔一听到牧尘的嘲讽 顿时气得气不打一出来 他刚想说些什么 黎心莲却忽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冷冷一笑 你的对手是我 别分心 说着 黎心莲再次施展着 天气 毁灭 对着影刺魔斩去 他的等级虽然和影刺魔相差了一百多级 但黎心莲的成长是 EX级 不是这种SS级成长的怪物们可以碰瓷的 再加上黎心莲的技能 无比的强大 影刺魔一旦偷袭失败 被黎心莲抓住现行就难了 只见黎心莲依靠着 天气 诅咒 不断黏着影刺魔 让他无法脱离这片领域范围 对于其他的怪物 他根本不曾去防御 因为 同道呼吸法的作用 他可以和牧尘一样 无视任何的伤势 只要牧尘不死 他就不会死 至于伤势 他的 天气 诅咒 会帮助他复原 一时间 黎心莲和影刺魔打得不亦乐乎 牧尘也只是在一旁看着 根本没有打算去插手 他需要让黎心莲发挥自己的实力 要不然他会憋坏的 我也来活动活动吧 牧尘稍微看了一回 就将目光看回了主战场 王者军团虽然还在不断地扩张 但是扩张速度 却是慢了许多 牧尘如果不出手的话 这样不知道要杀到猴年马月去 所以 牧尘嘴角一挑 露出了一个玩味的笑容 他先是通过军区的徽章 将眼前的画面传回到西南军区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嘴里面道道 极寒风暴 地狱火 灵魂分身 悉心大法 短短的几秒钟 牧尘释放了多个招式 极寒风暴出现 限制了周围一千米的敌人行动 攻击速度 并且加速了他们的能量消耗 同时 牧尘还消耗了30%的精神力 生成了30多根恐怖的冰锥 对敌人发动攻击 地狱火加深 牧尘消耗了70%的精神力 召唤出了七只庞大无比 由地狱烈焰组成 等级高达512级 成长为S级的火焰怪物 悉心大法 更是让周围的敌人苦不堪言 他们每一秒 都损失这4%的全属性和能量 完全发挥不出原本该有的攻击 这三个技能 已经足够怪物们喝一壶了 但当牧尘施展出了灵魂分身之后 彻底将周围的怪物们 打得直骂娘 因为灵魂分身一出现 就将牧尘本体施展的技能 全部也施展了一遍 并且 因为技能的关系 灵魂分身施展的 极寒风暴 地狱火 悉心大法 全部都是SSS加急 比本体施展的 还要更加强大 在牧尘和灵魂分身的技能加持下 王者大军瞬间如获神柱 如同崔库拉朽一般 将怪物受潮大肆屠杀 一时间战场风云突变 看到这一幕 原本还稳坐高台的古龙等怪物统领 这个时候终于坐不住了 第131章 人多力量大 不好意思 我无敌 你们随意 这个人类是真的可怕 仅凭一己之力 就在人数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 硬生生地扭转了情势 虽然是敌人 但还是让人敬佩啊 不行 不能让这个人类继续这样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很快就会崩盘了 是的 别犹豫了 我们一起出手吧 几位统领 都被牧尘的强大实力震惊 他们一开始 实际上是不相信的 毕竟一个年轻人类 竟然把身为第三燃烧军团统领的古龙 给斩杀了一次 这种匪夷所思的话 即便是古龙自己说出来的 他们也不是太相信 但如今见到牧尘那强大的实力之后 这些统领们 一个个都坐不住了 因为他们在牧尘的身上 看到了一丝恐惧 一次性释放了好几个技能 还有一个同样强大的分身 在攻击力方面 牧尘直接就拉满了 然而 如果只是这样 也不会让这些高高在上的怪物统领们 感到震惊 最让他们感受到震惊的是 牧尘那无比恐怖的防御力 他看到怪物军团的攻击 如同狂风暴雨一般 轰击在牧尘的身上 然而 在这般轰炸之下 这个人类 却依旧毫发无伤 不单单是他 就连那个女人类 同样也是如此 这种意料之外 但又在情理之中的情况 让几位统领们 终于是坐不住了 他们一个个 都赞成对牧尘发动攻击 但有一些意外的是 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行动 因为这样的印查 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炸弹 会让他们受到致命的伤害 清楚看到牧尘实力的现在 已经没有怪物 不相信古龙的话了 那可是可以秒杀 他们的绝对实力啊 也不怪这些怪物统领 只敢出声 不敢出力 对此 古龙似乎早就预料到了 有这么一个情况在 他眼里闪过了一丝不屑 对着其他统领们说道 我数三二一 我们一起 对这个该死的人类 施展自己最强大的攻击 你们要知道 如果我死了 你们也不会好过 这个叫牧尘的人类 知道我们这里有如此多统领在 却依然没有选择逃跑 他想灭我们的心路人皆知了 所以 你们到底干不干 他让其他军团的统领 过来围猎牧尘 除了是真的很想杀牧尘以外 也深刻意识到了 牧尘此行的目的和威胁 现在这个人类是强 但强的还有限 他们六位怪物统领联手 或许还可以对付这个该死的人类 但如果现在不珍惜机会 还在这里各自为战 放任这个人类这样成长下去的话 那么 别说不久的将来了 就在今天 他们之中绝对会有人 死在牧尘的手下 因此 古龙没有和其他统领废话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方案 这种强硬的态度 让其他统领们都有一些不爽 但他们看着在战场上 面对数百万大军 却始终游刃有余 占据绝对上风的牧尘 一个个都沉没了 就这么过了十多秒 其他五位怪物统领们都点了点头 同意了古龙的提议 见到其他统领们同意 古龙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开始积蓄自己的能量 并开口说道 三 二 一 攻击 死亡之息 灭是雷暴 吞噬星空 伴随着古龙一声令下 各大统领们 开始爆发出了强大无比的攻击 轰隆隆 古龙等六大怪物统领的全力攻击 将天地间的景象彻底改变 强大的死亡能量在空气中弥漫 各种恐怖的攻击 朝着牧尘和席卷而来 如同毁灭之舞 这一幕 自然引起了在场所有怪物的注意 他们看到自己的统领们 联合起来发动了攻击 一个个都精神亢奋 欢呼着统领的名字 似乎在这一击之下 一切都将成为定局 然而 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 牧尘的眼里 不但没有任何的害怕 反而闪耀过一丝兴奋惊喜之色 真是神队友啊 牧尘看着有古龙牵头的攻击 放声大笑了一句 在他看来 古龙就是他的神队友 如果他们不攻击 牧尘还拿他们 没有太多的办法 但他们现在竟然主动来攻击 那么不好意思 等着死吧 牧尘想都没有想 一边脚踏气焰 一边对着身旁的灵魂 分身下达了指令 分身 跟我一起去吸收这些攻击 是 灵魂分身 没有犹豫地点了点头 立马施展了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展开自己的梦想之意 跟在牧尘的身后 朝着那恐怖的攻势袭去 看到牧尘和分身前去送死 怪物们都十分放肆地 发出了嘲笑声 哈哈 这个人类是瓜的嘛 不但不逃跑 不争取时间去防御老大们的攻击 竟然还主动冲过去送死 是人类飘了 还是同里门踢不动刀了 笑死 我看这个人类 确实是狂妄过头了 我承认他很强大 但他再强大 也不可能毫发无伤地 接住六大统领的最强攻击 要我说这个人类必死无疑 也好 这人类杀了我们如此多的同胞 就让我们看一场 由他生命为代价 绽放地死亡烟火吧 不单单是那些怪物们 在出言嘲讽牧尘不自量力 就连一直被离心连压着打 已经满身是伤 如同风中残竹的影刺魔 在看到牧尘竟然主动迎过去的时候 也放肆地大笑道 竟然应接各大统领的大招 真是愚蠢啊 离心连虽然听不懂影刺魔在说些什么 但看影刺魔 那副和人类很像的嘲讽表情 也大概能猜出影刺魔此时 似乎在嘲笑牧尘 他也不管影刺魔会不会听得懂 冷笑一声道 一个将死之人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敢嘲讽牧尘 你不配提牧尘的名字 别来沾边 说着 离心连再次施展了一记 天气 毁灭 急 这一次 影刺魔无力躲避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离心连的攻击临近 但他面对死亡 眼里却没有任何的恐惧 甚至还在大笑着 似乎是胜券在握 一副有牧尘陪葬的景色 已经在他的眼前描绘完毕了 可他笑着笑着 笑容却忽然凝固了 因为就在离心连的攻击 命中他的同时 影刺魔看到了比自己死亡 更让他绝望的一幕 那就是那个 被他嘲笑自不量力的牧尘 此时竟然完好无损地 接住了六大怪物统领的攻击了 第132章 有请二位先一步去死 这怎么可能啊 怪物 这家伙才是一个怪物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攻击 对这个人类会无效啊 古龙你他妈给我一个解释啊 我也 也不知道啊 这家伙 这个叫牧尘的人类 难道真的是无敌的吗 当牧尘和灵魂分身 完美无瑕地吸收六大统领攻击时 全场上的怪物们纷纷哑口无言 而身为当事人的六大统领 一个个都是震惊骂娘 他们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幕 但是兴高采烈的牧尘 以及同样表情的灵魂分身 却又无时无刻都在提醒他们 他们不敢相信 超出他们认知的一幕 是确确实实发生了 特别是古龙 此时的表情如吃了屎一般 他原本以为 牧尘的技能是有极限的 所以才用百万大军压上 想要利用数量优势 先消耗一波牧尘的极限 但结果却十分不理想 牧尘的王者大军 比之前见到的时候 还更加强大无比 这也就算了 牧尘和他的分身 更是释放了一连串的技能 将原本百万兽潮的优势 彻底转变 成为了绝对的劣势 但好在有不少的怪物们 利用远程轰炸 消耗了一波牧尘的技能 所以 古龙才提出了全体攻击的体力 原本应该十拿九稳才对 毕竟先大量消耗了一波 再是最强战力的集体出手 肯定会让牧尘的技能无法防御才是 可现在 牧尘和他的分身 再一次完美地接下来这一招 这让古龙第一时间 感到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他目光带着深深的恐惧 看着此时正在笑的牧尘 脑海中立马闪过的一个念头 跑 这个念头一出现 古龙就顾不上什么了 他立马转身 如同一只疯狂的小鸟 不断扑腾着自己的翅膀 试图远离这个地方 这一举动 让其他几位统领都猛逼了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古龙要跑 但很快 他们就明白了 因为就在他们犹豫的时候 牧尘和分身的身形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等到五位统领反应过来的时候 牧尘和他的分身 已经分别来到了 第五狂蜂军团统领 暴风巨鲲 以及第十一雷霆军团统领 雷翼魔风的面前 有请二位先一步去死 牧尘和分身 同时对着两位统领 帅气一笑 说着 牧尘和他的分身 同时释放出惊人的力量 牧尘将无比恐怖的能量 汇聚在了龙爪之上 他的龙爪上 绽放无比璀璨的黑色 散发着毁天灭地的毁灭气息 而灵魂分身手中的大剑 也同时闪耀着刺目的黑光 凝聚着让六大统领 都忌惮得强大力量 下一秒 他们的攻击 如同雷霆炸裂般 分别袭向暴风巨鲲 和雷翼魔凤 暴风巨鲲和雷翼魔凤 都同时感受到了 牧尘和分身带来的死亡气息 他们的眼中 闪过浓浓的恐惧之意 但此事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恐怖的攻击 瞬间命中了两位统领 一道道恐怖的能量爆发 瞬间将暴风巨鲲 和雷翼魔凤笼罩其中 恐怖的能量波动瞬间炸开 令整片天空都黯然失色 二人的攻击 汇聚着多位统领的权力一击 再加上吸收的强化 早已超出了这些统领们 所能够承受的范围 仅仅是爆炸的余波 都如同核弹爆炸一般 肆意撕裂着周围的空气和空间 让周围来不及逃离的三大统领 被余波袭击至重伤 而位于攻击中心的 暴风巨鲲和雷翼魔凤 更是在能量爆发的瞬间 就已经被牧尘和分身的攻击 彻底吞噬 他们的哀嚎声在恐怖的能量中 显得微不足道 他们的身体 在牧尘和分身的攻击下 岌岌可危 被剧烈的能量波动摧毁着 距离死亡也只有一不知遥罢了 天空上的这一幕 让所有生物都为之侧目 不单单是场上那些怪物兽朝们 还有远在城市 整个东皇的人民 加油啊牧尘 杀死他们 那可是怪物军团的统领啊 牧尘你要是能杀死他们 那我们东皇就彻底可以收复 全部被夺取的土地了 牧尘 你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你可是我们东皇的英雄啊 刚才牧尘将画面 传送回了西南军区 当王日天看到牧尘面对的 竟然是六大怪物统领时 立马就知道 牧尘将画面传送回来的意思了 所以他二话不说 将这个画面对全国进行了转播 此时此刻 所有东皇的群众 都在观看牧尘的战斗 他们中很多人 一开始并不知道牧尘在干嘛 但在军区的普及下 他们都明白了 牧尘和离心莲 面对的可不是普通怪物 这些画面中出现的怪物 可是包围东皇 夺取了东皇大部分领土的 六大怪物军团的统领 这些让整个东皇 都束手无策的怪物们 不但拿牧尘和离心莲 没有任何的办法 现在反而被牧尘和他的分身 所爆发出来的致命攻击命中 这让东皇的所有群众们 都看到了彻底战胜怪物们的希望 牧尘也没有让众人失望 暴风巨昆和雷翼魔凤 仅仅坚持了十数秒 就彻底被化为了一阵血雨 在天空之中绽放了开来 恭喜您击杀了 684级统领级怪物 暴风巨昆 获得了680万点神之力 恭喜您击杀了 681级统领级怪物 雷翼魔凤 获得了680万点神之力 恭喜您的等级得到了提升 等级545级588级 身体得到了提升 爽 牧尘看着入障的神之力 以及大量的经验值 顿时开心地大笑了起来 一只统领的经验值 简直高得离谱 这种大幅升级的快感 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了 牧尘的目光 看向了周围侥幸活下来 却重伤的各大统领 嘴角一挑 下一个 你们谁想先死 第133章 初次见面 东皇英雄 杀了 杀了呀 喜报 喜报啊 第五狂风军团统领 第十一雷霆军团统领 被牧尘给击杀了呀 哈哈 牧尘 你太棒了 你简直就是 我们的神啊 我曾经也养牧神 直到牧尘的崛起 我现在是牧尘最忠实的信徒 我也是 我也是牧尘最忠实的信徒啊 哈哈 当牧尘击杀两位统领的时候 整个东皇都彻底沸腾了 一百年来 他们每时每刻 都希望能够斩杀那些怪物 将东皇丢失的领土全部收回 让人类再次回到霸主的地位 可这一百年来 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 几次的战争 更是全部以失败告终 直到牧尘的出现 牧尘不但带领西南军区 正面打败了第三燃烧军团 牧尘更是直接斩杀了古龙一次 这个战绩 早已让牧尘成为了 东皇人民心中的英雄了 而现在 牧尘更是一个人 直面六大统领 面对那六大统领们的权力攻击 牧尘和他的分身奇迹般的 不但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反而依靠着反击 瞬间秒杀了两大统领 并重伤了其他三大统领 只有有先见之名的古龙 依靠着提前走位 躲开了牧尘和他分身 这一次恐怖的攻势 这个战绩 完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足以让所有人都为之起敬 而王日天等各大军区的司令 在看到这一震惊画面之时 立马心中有了决断 快 以最快速度召集所有人 朝着攻击狂风军团 和雷霆军团所在的区域发起进攻 牧尘这个通讯的意义 就是再给我们创造收复失地的条件 我们要趁着这些怪物们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快速收回所有失地 并且破坏他们的孵化池 赞同 各大司令快速达成一致 他们可能没办法击杀所有的怪物 但是可以趁着他们统领死亡之际 快速进行强攻 将这些怪物们 全部都赶出东皇曾经的领地之上 而此时 牧尘正一脸笑意 看着重伤的三位统领 至于逃走的古龙 他暂时没有去管 下一个 谁想先去死 牧尘那张霸气的龙脸 浮现了人性化的笑容 看到牧尘的这个笑容 重伤的三位统领 顿时一脸恐惧 他们此时也顾不上什么尊严 什么面子了 在死亡的恐惧下 这三只重伤的怪物统领 几乎是同一时间 贵妇在牧尘的身前 苦苦哀求 我们投降了 求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们 对对对 年轻又强大的人类 您已经用您的实力 彻底征服了我们这些无知的怪物 还请您高抬贵手 放过我们 我们愿意臣服 只要您愿意放我们一条生路 我们保证不再为难人类 并成为大人您的一条狗 永生永世为您服务 永不叛变 三大怪物统领 都彻底被打服了 他们不想步入暴风巨坤 和雷翼魔凤的后尘 在见识到牧尘那恐怖绝伦的实力时 一个个想的都是投降 毕竟 他们能成长到这个高度 是多么的不容易 哪怕只是憋屈地活着 也比生死盗销更容易被接受 牧尘也没有想到 这三位统领竟然想要投降 如果接受他们的投降 好像可以彻底解决 东皇境内怪物多的问题 并且还可以多几个实力不错的帮手 倒不视为一个好的选择 虽然也会因此损失1800万的神之力 以及大量的经验值 但神之力 可以通过下方的怪物们来弥补 经验值同样也可以 所以 好像也并没有什么损失的样子 想到这里 牧尘淡淡地点了点头 笑着答应道 看在你们有点用的份上 我就接受你们的投降吧 不过我怎么能确认 你们不会叛变 这一点 正是牧尘犯难的地方 在他的认知之中 好像没有什么手段可以 和这些怪物们签订契约 至少他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技能和手段 通过洞察之眼 也没看到这些怪物们 谁有这样的手段 事实上也是如此 当牧尘问出这一句话的时候 三大怪物统领们都一一沉默了 是啊 他们刚刚只想着投降保命 根本没有想到 要如何证明自己忠心啊 这个世界上 是有契约类技能 但关键是 他们三位统领 不具备这样的技能 毕竟这样的技能 都是人类持有的 他们这些怪物 根本不会有这种技能 原本在他们看来 牧尘如此强大 应该会有这样的技能才对 但现在听到牧尘反问 就知道 牧尘没有这个技能 这让刚刚还以为 终于可以活下来的三位统领们 纷纷都再次紧张了起来 毕竟 他们就算对天发誓 不会背叛人类也不顶用啊 这种口说无凭的话语 别说是牧尘这一个人类 不会相信 就算是他们这些怪物 也不会相信啊 而一旦他们拿不出完美的方案 又该如何阻止牧尘杀他们呢 事实上也是如此 牧尘看到 三位怪物统领的脸色 也知道 他们应该是拿不出 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了 他想留这些怪物们一条生路 是为了自己不在时 帮助东皇拿回所有领土 如果他还在这里 那么这些怪物们 自然不敢背叛 可他很快就会进入异构战场 等他走了一纸狠 那么以王日天为首的武装者 根本没办法对付这三位统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倒不如杀了划算一些 然而 就在牧尘已经下定决心 要将这三只怪物统领斩杀的时候 忽然之间 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出现在了牧尘的耳边 如果你想留住他们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你 这句话不大声 但牧尘却听得一清二楚 他瞬间回过头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只见大约三千米外的一座山峰之上 一个一袭白衣 满头白发 看上去如同世外高人一样 几乎毫无存在感的帅气青年 此时正笑着 看向牧尘这一边 似乎是看到了牧尘的目光看来 白发青年淡淡地笑了笑 打着招呼道 我是一个路人 也是你们口中的 起源之书 初次见面 东皇英雄 牧尘 第一百三十四章 我 一个路人罢了 起源之书 牧尘完全没有想到 竟然有一个人类会出现在这里 更没有想到 这个突然出现的人类 竟然就是整个东皇历史上最为神秘 也是神话种族里最为强大 排名第一的 起源之书 这让牧尘有一些诧异 然而 更让牧尘诧异的是 当他想利用洞察之眼 查看这个神秘人的信息之时 却意外地发现 能够看穿九百级以内 所有生物信息的洞察之眼 此时竟然彻底失效了 这让牧尘完全没有想到 难道 这个 起源之书的等级 超过了九百级 这不应该啊 哪怕是等级已经达到九百多级的成语 分身来到这个世界 都只能在七百级的范围内 这个 起源之书 怎么可能可以无视这个世界的规则 以超过七百级的等级 留在这个世界上 可如果它没有超过九百级 为什么自己的洞察之眼 失效了 能让牧尘感到震惊的事情 其实并没有很多 但此时此刻 这个 起源之书的神秘 就让牧尘感到十分的震惊 就在牧尘震惊的时候 白衣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牧尘的身边 他对着牧尘微微一笑 因为我的技能 可以无视任何针对我的效果和攻击 所以 你的技能 没办法 对我产生任何效果 这么说 你应该明白了吧 牧尘虽然心中 震撼这个白衣男子的实力深不可测 但毕竟二人不是敌人 他也自认 被伤得到他 所以 牧尘很快冷静了下来 对着白衣男子笑了笑 原来如此 不愧是东皇最神秘的 起源之书 契约者 不知道阁下如何称呼呢 叫我白衣就好 白衣十分随意地说了一句 随后进入正题 我有办法可以让你奴役他们 需要吗 什么办法 牧尘问道 我的技能可以将技能 传授给其他人 而我也恰好掌握了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技能 这其中就有 可以和他们签订契约的技能 白衣说道 牧尘一听 他并不知道 起源之书技能有哪些 又有着什么样的效果 但目前听白衣所说 他的一个技能 可以无视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指向性技能和技能伤害 并且优先级是最高的 从排名来看 哪怕是 无尽深渊和 天启之星的技能效果 和技能伤害 都无法对他造成任何效果 那如果这样想的话 岂不是自己的 吸收所造成的反击 也无法伤害到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技能 未免也太变态了吧 而这第二个技能 听白衣的描述 似乎也同样的变态至极 因为他好像掌握了 世界上大部分技能 并且可以将这些技能 随意传授给任何人 就像是 起源之书 这个名字一样 它就是所有技能的起源 这才是第二个技能 按理说 神话种族天生带着四个技能 那么这个叫白衣的家伙 剩下的两个技能 该有多强啊 这就是神话种族里 排名第一的含金量吗 震惊归震惊 但牧尘还是很快便答应了下来 那就有劳你了 我想把这三只怪物 留在人类大后方 需要有技能可以束缚他们 这样我才能安心地前往 异构战场 我知道的 所以我来了 白衣再次微微一笑 翻手之间出现了一个光球 解释道 这个是技能 起源契约 可以契约世界上任何生物 但品级只有S级 不足以契约这些怪物统领 但我想对你而言 没有什么难度不是吗 不知道为什么 牧尘听到这句话 很不舒服 那种不舒服 不是因为白衣说了什么 不该说的话 而是有一种被看穿的感觉 在牧尘看来 这个叫白衣的人 似乎可以看透一切 白衣的笑容里 似乎包含着很多种意思 牧尘有这种感觉 但又说不出来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而这个时候 黎心莲也来到了牧尘的身边 好奇地问道 牧尘 这个人是谁啊 起源之书 得契约者 白衣 牧尘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白衣 听到牧尘介绍自己 白衣对着黎心莲礼貌地笑了笑 你好 我叫白衣 你好 我叫黎心莲 黎心莲回忆一笑 眼里闪过一丝震惊 他同样不知道 起源之书对着契约者是谁 原本以为这种成名已久的人物 应该是一个老头子才对 却没想到 竟然是一个如此帅气的青年 当然 也不排除和陈宇一样 用了某种技能 改变了自己的样貌 也说不定 牧尘介绍完之后 也不再纠结了 他便对着白衣点了点头道 那就麻烦 你将这个技能传授给我了 没问题 拿着 白衣轻轻一笑 手里的光球 立马融入到了牧尘的体内 不多时 牧尘的眼前 就弹出了一个提示框 恭喜您获得了S级技能 起源契约 起源契约S级通过发起契约 可以对500级以下的任何生物 签订不平等主仆契约 一旦契约生效 怪物无法通过任何方式背叛 契约主生死 也无法解除契约 会跟着契约主一同生死 另外 每契约一只奴仆 全属性会在上限基础上 额外加10% 上限为100% 好技能啊 真不愧是你 牧尘看了眼这个技能的效果 顿时大喜过望 对着白衣 竖起了一根大拇指 这个技能不但解决了契约的问题 而且还会提高自己的全属性上限 可以说 确实是一个好技能 如今牧尘的神之力 已经在刚刚的杀戮之中 达到了4300万 升级一个 起源契约到EX级 只需要花费872万 这点神之力 他完全出得起 既然如此 牧尘也没有客气 对着系统说道 系统 帮我把起源契约升满 谢谢 第135章 强大的神秘人 您成功消耗了12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起源契约 提高到了S加级 您成功消耗了24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起源契约 提高到了SS级 您成功消耗了48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起源契约 提高到了SS加级 您成功消耗了500万点神之力 将技能 起源契约 提高到了EX级 强化完毕 当前剩余神之力 3428万点 该技能已经满级 无法继续提升 请选择其他技能 继续进行强化 起源契约 EX级 通过发起契约 可以对1000级以下的任何生物 签订不平等主仆契约 一旦契约生效 怪物无法通过任何方式背叛 契约主生死 也无法解除契约 会跟着契约主一同生死 另外 每契约一只奴仆 全属性会在上限基础上 额外加100% 上限为1000% 搞定了 牧尘看了眼系统提示 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 对着白衣道谢 多谢了 这个技能很棒 你喜欢就好 白衣微笑地回答着 这个笑容 这个眼神 让牧尘再次感觉到了不适应 依旧是那种感觉 让牧尘觉得自己的一切秘密 都无法瞒过眼前的这个人 他看不到白衣的信息 但白衣却对他了如指掌 这种感觉 就十分不舒服 不过牧尘也没去想那么多 他来到了三位重伤的统领面前 释放出了刚刚学会的技能 起源契约 技能施展的瞬间 三位重伤的统领面前 就出现了一个金色的输液 只要献上自己的精血 那么契约就会直接成立 他们三位早就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所以想都没有想 就立马献上了自己的精血 签订了和牧尘的不平等契约 伴随着三道金光 没入牧尘的体内 牧尘能清楚地感觉到 这三只怪物统领的存在 现在他只需要一念一动 就可以轻松捏死 这三位等级高于他的怪物统领 与此同时 因为契约了三只奴仆 牧尘的全属性 得到了300%的提升 这一块没有具体的数值 但就这么说吧 如果牧尘和离心莲是同级 在大家都不动用技能的情况下 牧尘可以依靠肉体能力 轻松秒杀同样成长的离心莲 如果是在动用技能的情况下 那么牧尘的杀伤力 更是成倍成倍的上涨 足以说明 这个技能有多么变态 等到牧尘将这三位怪物 统领契约完成之后 三位统领因为牧尘受到的伤势 也瞬间就得到了治愈 三位怪物统领纷纷贵妇在地 齐声说道 请主人指示 你们去把古龙找出来 并且告诉他 我只给他两个小时的时间 到这里来见我 要不然 这个世界上将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牧尘对着三位奴仆 下达着自己的指令 三大怪物统领听完 领命就离开了 至此 这一次的大战彻底落下了帷幕 东皇一方 出兵牧尘和黎兴莲二人 怪物一方出动六大统领 以及一百多万的怪物大军 最后的结局 以两位怪物统领生死 一位怪物统领逃亡 三位怪物统领臣服而告终 牧尘 黎兴莲 以及东皇 成为这一战最后的赢家 六大统领死得死 跑得跑 臣服得臣服 下面的那些怪物们 一个个都如同失了魂魄 开始四处溃散 而牧尘的王者大军 灵魂分身 地狱火 甚至是黎兴莲 都不会让这些 好不容易汇集的怪物们 轻易离去 一时间 一场屠杀开始了 对付这些怪物 牧尘和黎兴莲 都不会有任何的留守 一个个都卯足权力 大肆屠杀这些溃逃的怪物们 毕竟 如果让他们逃走了 下一次要想拿他们刷经验 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了 但即便他们再怎么屠杀 大多数的怪物们 也正在快速溜走 牧尘虽然强大 这个时候 白衣忽然笑了笑 主动说道 需要我帮你留住他们吗 你有办法留着这些怪物 话一说出口 牧尘就发现自己傻了 白衣契约的本命魂兽 是《起源之书》 刚刚他还分析了 起源之书 似乎知道天底下所有的技能 并且也拥有着这些技能 那么肯定有着 能够阻止这些怪物离开的技能 想到这 牧尘虽然不太想麻烦白衣 但他确实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就对着白衣歉意地笑了笑 那就麻烦你出手了 白衣微笑着点了点头 他双手背在身后 目光扫视着那些溃逃的怪物们 轻轻开口 道友请留步 话音落下的瞬间 牧尘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以白衣为中心 快速扩散 下一秒 刚刚还在亡命狂奔的怪物们 忽然全部都停下了脚步 整整百万的大军 无一例外 这种恐怖的效果 让牧尘大吃一惊 他发现 自己好像低估白衣了 这种能让如此数量怪物停下的技能 至少也是一个EX级 而且应该不是原本的四个EX级技能 果然 看不透啊 牧尘心中嘀咕了一句 再次对白衣起了浓厚的兴趣 好了 他们在半小时内 都不能离开我的视线范围了 这个时间应该够你杀了吧 白衣笑呵呵地说了一句 将牧尘的思绪拉了回来 对此 牧尘点了点头 半小时足够了 说着 牧尘立马对自己的技能和呼吸法 进行了强化 这一次的杀戮 主要是为了获得大量的经验 以此来快速达到700级 所以 牧尘打算优先对百变换行 和同道呼吸法 进行一个满级强化 百变换行 S级 提高到EX级 需要872万 这对牧尘来说 没有任何的压力 同道呼吸法 EX级 初级 提高到巅峰 需要1200万 也完全出得起 并且因为是双向呼吸法 只要任何一方提高 另一方也会得到提高 想到这 牧尘对着系统说道 系统 按照我的计划强化 谢谢 第136章 这个白衣 到底是谁 强化完毕 技能 百变换行 已经满级 呼吸法 同道呼吸法 已经满级 无法继续提升 请选择其他技能 继续进行强化 百变换行 EX级 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形态 进行百变换行 不需要获取目标基因 只需要看到过的物体 不分种类 不分性别 都可以完美换行 在刻意伪装下 不会被任何生物识破 另外换行期间 对换行目标的阵营 造成的所有伤害提高500% 击杀经验值 获取提高600% 同道呼吸法 EX级 巅峰 周围拥有同样呼吸法的目标时 经验值 获取提高1500% 并且只要有一方未死 那么另一方 也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死亡 但需要注意 仍然会受伤 这两个技能强化完之后 牧尘的经验倍率 瞬间拉到了2100% 如今的他 正在享受刷极快感 黎星莲带着王者大军 灵魂分身 地狱火 正在疯狂屠杀 被白蚁困在这里的怪物 在2100%的经验加持下 升级速度 那较一个快 牧尘做完这一切之后 并没有亲自去参战 他打算和这个神秘的白蚁聊一聊 然而 当牧尘回过头的时候 才发现 刚刚还在他身边的白蚁 此时已经彻底消失不见了 那种感觉 就像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人一样 牧尘四处找了找 都没有发现白蚁的身影 看到这里 他只能摇头叹气 真是一个摸不透的家伙啊 未知是最可怕的 白蚁给牧尘的感觉 就是一个完全的未知 不知道为什么 他依稀觉得 白蚁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或许至少不是这个星球上的人 只是 没办法确认了 半个小时之后 这里的怪物们 已经大幅减少了 没有完全灭绝它们 是因为牧尘在杀到七十万只的时候 已经彻底离开了这一片区域 因为他的等级 已经来到了七百级了 距离升级 就只剩下一步之遥了 他在这里 还有事情没做 不打算立马进入 异构战场 因此 牧尘到等级之后 就离开了 这一次的战争 牧尘获得了三亿五千万的神之力 这里因为他的等级 大幅超过了这些怪物 所以 神之力的获取 只能获得低宝 也就是一支五百点 但即便如此 这一场战斗下来 牧尘的收获 完全可以用夸张来形容 而离星连这一边 虽然没了牧尘的技能加持 离星连的杀戮速度慢了许多 但等级起来的他 同样也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他一个人 也涂入了不少的怪物 等级也顺利达到七百级 此时 二人聚集在一起 离星连脸上的笑意 完全掩饰不住 开心地像一个小女孩 牧尘 我也已经七百级了 真是多亏了你啊 一天时间 就让我从二百多级 升到七百级 你可真是太棒了 说着 离星连在牧尘的脸上 轻轻点了一下 以表谢意 如果没有牧尘的话 即便是天才如他 想要到升到七百级 至少都得花费 好几年的时间 这一点看王日天 等人就知道了 但是因为导规的 同道呼吸法 以及牧尘的 吸收 他在万军从中大开杀戒 升级速度 真的比做火箭还夸张 对此 牧尘淡淡地笑了笑 既有巧合罢了 如果没有那个 叫白衣的人 我也没办法留着这些怪物 白衣 白衣是谁啊 就在这个时候 离星连忽然歪着头 有一些疑惑地问了一句 这反应让牧尘 微微一愣 随即说道 你忘了吗 刚刚 起源之书的契约者 使用了技能 将这些怪物们 给阻拦起来了 离星连听到这话 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微微摇了摇头 没有这回事啊 刚刚难道不是 你让这些怪物们 留下来的吗 什么 牧尘有一些震惊了 他再次确认到 星连你 没再和我开玩笑 你的记忆里 真的没有这个人存在过 离星连认真地点了点头 确认到 真的没有 听你这么说的话 我的记忆 难道在不知不觉中 就被这个叫白衣的人 给修改了吗 这个猜想 让离星连有一些震惊 如果牧尘说的一切 都是真的话 那么这个叫白衣的人 竟然可以不知不觉改变一个人的记忆 要知道 他可是EX级的武装者呀 他一点都没有感觉 自己的记忆被篡改了 足以可见 这个叫白衣的人有多么的恐怖 牧尘看着离星连这副表情 也颇为震惊 看这样子 离星连的记忆 确实被篡改了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自己的记忆 为什么会没消失 是白衣故意让自己记住他 还是他的技能 对自己无效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叫白衣的家伙到底是谁 难怪没有人知道 起源之书的契约者是谁 现在看来 大家的记忆 都在不知不觉中被篡改了 这个白衣 恐怕大有来头啊 还好不是敌人 要不然也太可怕了 牧尘微微摇了摇头 心中不眠 有一些庆幸 如果说有一个人 他不想与之为敌的话 那么这个人 肯定是白衣 面对早已超脱于这个世界的倒闺时 他都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但面对白衣的时候 这种感觉十分的强烈 等等 他刚刚使用的那一招 不是和倒闺用的差不多吗 倒有请留步 白衣 白帝 牧尘通过蛛丝马迹 似乎察觉到了一丝线索 一个大胆的猜测 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 难道刚刚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白衣 是那个让倒闺 恶魔 娇人皇 猎士大巫贼 都为之臣服的主人 应该不会这样巧合吧 第137章 创造奇迹这方面 牧尘是专业的 牧尘 你在想什么 有什么地方不对吗 黎兴莲的话 将牧尘从思绪中拉回来 牧尘微微摇了摇头 笑了笑 没什么 就是对刚刚的那个白衣 有一点好奇罢了 虽然我不记得那个人 但从他可以轻易 将我的记忆篡改来看 那个人或许真的是某种大人物 也说不一定了 但好在 他应该不是我们的敌人 或许我们以后还会再见到他 黎兴莲说道 牧尘点了点头 没有多想 现在这边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等我把那古龙给抓到 然后再转交给王老哥 这边的事情也就结束了 我们也该进入 异构战场 真没想到 我们才刚刚出门 就完成了预计一两个月的目标啊 这都多亏了你 黎兴莲一脸崇拜地看着牧尘 现在的他 已经变成牧尘的小迷妹了 自从来到野外之后 他才意识到 牧尘有多么的强大 个体战力强大也就算了 团战的时候 更是一个天灾级的怪物 如果没有牧尘 从200多级升到700级 就算是黎兴莲这种EX级的超级天交 至少也需要半年以上 哪怕有着导规赠送的 同道呼吸法 至少也要两三个月 但和牧尘在一起 仅仅一天就完成了 这其中 除了牧尘那无敌的团战能力之外 黎兴莲也能清楚地感知到 牧尘似乎在某一个时刻 将同道呼吸法给提高到了满级 然后因为 他在牧尘的附近 所以 他的同道呼吸法 熟练度 也在那之后快速提升 很快就达到了巅峰 所以 黎兴莲心里很明白 这一切都是牧尘的功劳 创造奇迹这方面 牧尘是专业的 在这之前 谁敢相信 一天可以升400多级 谁敢相信 牧尘可以一个人 对付六大怪物统领 造成两死 三臣服 一逃的恐怖战绩 谁敢相信 牧尘一个人即是天灾 可以将所有怪物受潮踩在脚下 变成他刷集的工具 谁又敢相信 这一切的不可思议壮举 是牧尘这样一个 刚刚满18岁 都还没有多久的人做到的 只能说 黎兴莲是彻底服了 如此一个完美又帅气的男人 谁能不爱呢 牧尘轻轻摸了摸黎兴莲的头 露出了一个笑容 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要去对那些尸体进行补食 要不然就浪费了 说着 牧尘来到了两只死亡的怪物统领面前 其他的小怪 技能基本都重复了 他一般看不上 但这两只怪物统领 还是有一些独特技能的 如果真的能触发 还是很不错的 想到这 牧尘立马对着第一只雷翼魔缝的尸体 进行捕食 他那巨大的身体 瞬间被牧尘的黑色光芒包裹 不多时 雷翼魔缝的尸体 被彻底吞噬 与此同时 牧尘的眼前 也弹出了四个捕食技能选项 恭喜您捕食成功 能量得到了回复 您可以从雷翼魔缝的技能中 选择一个 进行技能捕食 技能一 雷霆之力 SSS加急 召唤强大的雷霆之力 持续覆盖在身体之上 可以获得操控雷属性的力量 对敌人造成严重的破坏和麻痹效果 另外在此状态下 所有雷属性的武斗技 技能伤害威力 得到800%加强 对900机以内的 敌人造成的伤害 将无法在24小时内被治愈 技能2 蔑视雷暴 SSS加急 在2000米范围内 造成蔑视雷暴 每秒击出10%500属性的雷电 随机轰击范围内的所有敌人 持续时间5分钟 对900机以内的 敌人造成的伤害 有5%的概率 造成击死效果 每消耗20%精神力 可以提高基础效果一次 最高5次 技能3 沐浴雷霆 SSS加急 免疫受到的所有雷电伤害 并且受到雷电属性攻击时 会修复自身的伤势 恢复自身的能量 还能加强500%的全属性 自己的攻击无效 最高叠加2500% 技能4 雷霆天使 SSS加急 召唤两个可爱的雷霆天使 跟随在你的身边 您每一次发动攻击技能 雷霆天使都会在同一时间 发动一个威力 基于您所发动技能300%威力的雷电属性技能 对敌人进行攻击 您发动单体 雷霆天使也发动单体 您发动群攻 雷霆天使也发动群攻 持续时间为一小时 但需要注意 每一个攻击技能 只能在持续时间内 对同一敌人触发一次 雷霆之力重复了 蔑视雷暴不错 沐浴雷霆和吸收冲突了 雷霆天使这个技能 也有一些意思 我选雷霆天使吧 牧尘想了想 还是选择了雷霆天使 这个技能 可以召唤两个雷霆天使 跟在自己的身边 自己攻击时 雷霆天使也会同时 一左一右发动攻击 并且还会在自己的攻击威力上 提高300% 这就十分强大 等于自己使用一次攻击技能 可以爆发出三次的攻击 这效果 就很强大 牧尘毫不犹豫 就选择了这个技能 技能补食成功 恭喜您获得了技能 雷霆天使 SSS加级 接下来 是这只暴风巨昆 希望运气好 也可以触发技能补食啊 牧尘将目光看向了地面上 那只巨大无比的暴风巨昆 昆之大 一锅顿不下 这只巨昆 体长都超过了25米以上 完全是一只庞然大物 一口锅 确实顿不下 但捕食 却可以轻易 对其进行捕食 牧尘嘴角轻起 缓缓开口 捕食 下一秒 黑色的光芒 瞬间将暴风巨昆包围 哪怕是EX级的捕食 平常状态下 也只有40%的概率 进行技能捕食 牧尘也不知道 第二次会不会触发 很快 暴风巨昆那庞大的身躯 被一点点的分解 牧尘的眼前 也弹出了一个系统提示 恭喜您捕食成功 能量得到了回复 很遗憾 没有触发技能捕食 第138章 想不无敌动呢 可惜啊 竟然没有触发 牧尘看着系统提示 多少是有一点失望的 但40%的概率 本身也不是很高 失败也是常理之中 牧尘微微摇了摇头 没在意这么多 唯一感兴趣的两具尸体 已经吸收完毕了 牧尘趁着这个时间 对自己的技能 进行了一次大强化 3亿5000万的神之力 足以他将技能 全部升到EX级了 一个技能 从S级到EX级 需要872万 雷霆之力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元素化 地狱火 极寒风暴 神之手 6个S级技能 升级到EX级 需要5232万 灵魂分身 洞察之眼 加上刚刚获得的雷霆天使 这三个 SSS加级到EX级 一个需要500万 总共需要1500万 最终裁决 镜面空间 SS级提高到EX级 需要1672万 西星大法 S加级提高到EX级 需要860万 能量之网 从A加级提高到EX级 需要878万 最后是死亡豁免 之前因为神之力不够用 所以一直没有强化这个技能 但现在 神之力太多了 牧尘也打算将这个技能 直接给拉到满级 从C级提高到EX级 需要885万神之力 这里算下来 总共是10167万 才刚刚过一个亿 牧尘看到自己 把所有技能 都强化到满级之后 还会拥有如此多的神之力 嘴角那叫一个 比AK还难压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系统 按照我的计划 把所有的技能 全部给我拉满 谢谢 这一次 牧尘底气十足 不多时 他的眼前刷起了 大量的系统提示 一个个技能 在系统的作用下 得到了大幅提升 系统提示 足足刷新了5分钟 才最终停留在了结果之上 名称 牧尘 等级 700级 天王级武装者 本命魂兽 太初史莱姆 魂兽种类 神话 成长 体魄EX级 敏捷EX级 精神EX级 独有技能 吸收 EX级 捕食 EX级 死亡豁免 EX级 王者蔽日 EX级 雷霆之力 EX级 练习两年半的梦想 EX级 元素化 EX级 百变唤醒 EX级 地狱火 EX级 极寒风暴 EX级 镜面空间 EX级 神之手 EX级 洞察之眼 EX级 灵魂分身 EX级 最终裁决 EX级 吸星大法 EX级 能量之网 EX级 起源契约 EX级 雷霆天使 EX级 武斗技 霸海恶魔杀 EX级 巅峰 雷霆龙破绽 S加级 巅峰 天火怒轰 S加级 高级 破灭风吟 S加级 高级 怒海狂澜 EX级 初级 吞噬星河 EX级 初级 龟席镇压 EX级 初级 EX级巅峰 同道呼吸法 EX级巅峰 神之力 2亿4833万点 大多数已经过了S级的技能 只是效果上得到了提升 并没有什么让牧尘觉得特别惊艳的地方 所以 牧尘只是简单地看了一眼 就将这些提示 全部关掉了 他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强化时不足S级的 能量之网 和死亡豁免 这两个技能 因为这两个技能 在达到S级时 会产生额外的效果 能量之网 EX级 消耗自己的能量 将其转化为坚韧无比的丝线 丝线具备强大的附着力和切割能力 不容易被破坏 并且从现在开始 一旦被该能量丝线触碰 将会令1000级以内的生物 每秒失去10%的体力和能量 所消耗的能量和体力 将繁布给使用者 死亡豁免 EX级 拥有一次死亡豁免的机会 如果被击杀 必定会在数秒之内获得重生 并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 得到1000%的全属性加成 该技能每7天才能使用一次 另外 您击杀了高于您等级的生物时 将会额外多储存一次豁免的机会 永久有效 这两个技能达到S级的额外效果 倒是有点意思啊 看到这两个技能的额外效果 牧尘还是颇有一些惊喜的 比如第一个能量之网 之前可能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技能 算得上是一个控制技能 但对牧尘而言 动不动就是秒杀别人 控制技能说实话效果不大 但现在多了一个额外效果 一旦被粘住的生物 将会每秒失去10%的体力和能量 并且还能繁布给使用者 那使用范围就大得多了 而第二个技能死亡豁免 这个技能 之前牧尘一直认为他没什么用 毕竟就是他的效果 就是免疫死亡罢了 自己的防御无敌 根本就不存在死亡这一回事 所以 之前牧尘一直没有升级这个技能 觉得他作用不是很大 但现在得到强化后 那效果就改变很多了 基础效果还是免疫死亡 然后死亡之后 会获得三个小时的额外属性加持 效果依然是对别人神技 对牧尘来说重归重矩 但是额外效果 让这个技能的效果上升了一大档次 只要击杀比自己等级高的生物 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豁免的机会 之前的不算 现在自己700级 如果进入异构战场的话 那么击杀的每一个原住民 都会得到一次死亡豁免的次数 也就是说 只要自己杀得多 那么就源源不断地获得永久豁免的次数 通过这个技能 可以变相获得不死之身 这一次的强化效果 可以说将这个技能 彻底变成了一个不亚于吸收的神技 对于这个技能 牧尘只想到一句话 这真是小母牛做火箭 牛逼上天了 防御无敌 再加上不死之身 这两个顶级配置加持 牧尘想不无敌斗难啊 第139章 打道回复 全东皇震惊 技能强化完毕 牧尘又对其他三个EX级的武斗技 进行了一次顶级强化 光玉呼吸法 虽然会对武斗技进行强化 但对EX级的武斗技效果没那么明显 如今他的时间又紧迫 自然就需要花费神之力进行强化 所以 牧尘又花费了3600万 将三个EX级武斗技 拉到了EX级巅峰的熟练度 做完这一切之后 牧尘还剩下2亿1233万的神之力 全部提升到满级之后 牧尘便回到了黎星连的身边 对着他说道 我这边已经全部处理完了 现在就差古龙这个家伙回来了 你要先回去等我吗 我也在这里等就好了 黎星连微微摇了摇头 表示要留在牧尘的身边 对此 牧尘点了点头 顺手就找了一具可以吃的怪物尸体 开始了自助烤肉模式 经过了刚才的战斗 他倒是饿得很快 黎星连也没有闲着 帮着牧尘处理这些食材 这一点上 他没有娇气 完全不害怕那些血液 和处理这些食材时的恶心 这让牧尘倒是对黎星连 有一些刮目相看 在黎星连的帮助下 二人很快就准备好了一顿鲜美的大餐 二人一边吃着烤肉 一边聊着天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当距离牧尘给出的最后期限 还剩下不到十分钟的时候 牧尘能感受到 自己的三位仆从正在回来 要回来了 牧尘将目光看向了西边 不多时 三大仆从带着古龙 从这个方向回来 牧尘和黎星连没有动 而是继续在吃着烤肉 三位仆从一来到牧尘的身边 就立马带着早已经没有往日威风的古龙 一同贵夫在地 古龙率先开口 求饶道 请大人原谅我之前的无理行为 我愿意为大人做牛做马 在所不辞 还望大人能留我一条性命 因为没有使用百遍唤行 牧尘听不懂古龙在说些什么 但是因为有他的奴仆在 古龙的这话是被他们翻译过来的 牧尘淡淡地看了眼时间 开口说道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 既然你在我规定的时间内 来到我面前投降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原谅你了 以后成为我的仆从 为人类效力吧 古龙一听 顿时感恩戴德地答应道 多谢大人 小龙一定会尽心尽力地照顾好人类 成为人类的看门龙的 牧尘站起身来 来到了古龙那巨大的龙头面前 轻声自语 起源契约 伴随着牧尘的话 下一秒 古龙的身前 都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契约液 和之前一样 古龙将自己的精血 滴落在了这个契约之上 然后契约化为光芒点点 进入到了牧尘的体内 至此 契约就完成了 牧尘也凭一己之力 彻底将围困东皇的六大军团统 全部一一征服 成为了东皇开国以来 史无前例的第一人 牧尘一跃 坐在了古龙的身上 伸手对着黎新莲说道 好了 我们回去交接一下 也该前往异构战场 黎新莲拉着牧尘的手 同样也来到了古龙的身上 他抱着牧尘 轻声对牧尘说道 我坐好了 可以出发了 走吧 目标古都市 牧尘对着古龙下达着指令 原本叱咤风云 称霸一方的第三燃烧军团 统领古龙 现在已经彻底变成了牧尘的座器 但此时的古龙 完全不敢有任何的怨言 他在得到牧尘的指令之后 立马腾空而起 巨大的身形 瞬间遮掩了天空 看上去十分的威武霸气 只不过这一次 他不再是怪物和人类的焦点 坐在他头上的牧尘和黎新莲 才是所有人的焦点 这些怪物们 牧尘是不打算带走的 毕竟他们的实力太弱了 去了异构战场也是去送死罢了 倒不如留在这里 帮助东皇稳定发展 所以他要回去 将这些怪物的控制权 全部自己的父母 父母的身份虽然很高贵 但因为被地族打压的关系 二人都没有合适的魂兽可以契约 这四大统领 就刚好可以帮牧尘保护父母 有他们保护着自己的父母 那么即使牧尘进入异构战场 回不来了 父母也不会受到什么伤害 所以在移动过程中 牧尘也给自己的父母 和离心连的父母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们现在通过传送阵 来到古都市 另一边 牧尘也和王日天沟通了一下 让他通知古都市的民众 本会不用恐慌 要不然 等会四大统领出现在古都市 只不定会把一些 有心脏病的人给吓死 原本打算出兵的王日天 在接收到牧尘的消息之后 便立马取消了出兵计划 他对着周围的其他人 摇头笑了笑 我们的英雄牧尘 做了一件大事啊 他仅凭一己之力 就将六大军团给彻底覆灭了 我们不用出兵了 去古都市迎接他凯旋吧 大家听到这话 都牧纳的点了点头 眼里皆是对牧尘的震惊和崇拜 因为牧尘的实力 超出了他们所有人想象 当初他们看到 牧尘将两大统领击杀 将三位统领打成了重伤 但之后 因为白衣的出现 直播就意外地中断了 那之后 王日天等人便打算发动袭击 趁机将所有的师弟给打回来 在他们看来 这已经是牧尘的极限了 然而 正当他们都准备好的时候 牧尘的最新消息便传来了 没想到再次听到消息的时候 牧尘却告诉王日天等人 活下来的四大统领 全部变成了他的手下了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让王日天愣住了好久好久 杀死怪物统领 虽然离谱 但他们知道 牧尘有一手因别人的好技能 而且加上牧尘一击打出 已经重伤了其他三位统领 想要杀死他们 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 是可以做到的 可让四大统领都臣服 是什么鬼啊 这可比杀了他们 还要更难做到 只能说 牧尘真的是一个变态啊 第140章 新的旅程 大结局 很快 牧尘和离心莲 就带着古龙 和其他三位统领 来到了古山基地 王日天 以及其他的几人 此时已经来到这里等待了 当他们看到 古龙那遮天蔽日的身形 出现在天空之中的时候 眼里皆是对牧尘的震惊 和崇拜之意 虽然他们通过牧尘 已经知道了这一件事 但亲眼所见 还是颇为震撼 牧尘虽然实力 早已经超出王日天等人 太多太多 但是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架子 而是直接从古龙的头上 带着离心莲从天而降 来到了王日天众人的面前 牧尘笑了笑 率先开口说道 老哥们 如我刚才所说 这四只统领 已经是我的奴仆了 我和星莲 也已经达到了七百级 马上就要进入到 异构战场 去了 以后 这我这四只奴仆的控制权 打算移交到我父母手上 好保护他们的安全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可以随时指挥他们 不用客气 王日天听到牧尘的话 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大家都是明白人 知道牧尘这样做的目的 是防范于未然 正所谓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牧尘自己虽然十分的强大 但是他的父母 却没有他那么强大 虽然王日天等人 肯定不会去迫害牧尘的父母 但牧尘作为一个 考虑周到的人 有这样的想法 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 王日天听完牧尘的话后 立马笑着点了点头 竖起大拇指夸赞道 老弟 你这个想法好啊 我本来以为你会将他们带走 没想到是留给父母的 真是孝顺 是啊 我的孩子要是有你一半孝顺 我这个当爹的 就阿弥陀佛了 另一位司令 也笑着奉承了一句 如今牧尘的地位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他已经再也不是之前的学生了 现在的牧尘 已经超过了 他们这些东皇的最强者 从他现在的战绩来看 六大怪物统领 都被他轻易拿捏 他们这些军区司令 也绝对不会 比这些怪物统领好到哪去 虽然牧尘不会这么做 但他们也打从心里 将牧尘当成了一个强者来看待 牧尘和他们寒暄了几句之后 王日天就开口说道 你父母那边 我已经安排人把他们接过来了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吧 以古龙这些怪物们的身形 如果进入到城市之中 确实有点不方便 牧尘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没问题 就在这里等吧 过了差不多二十多分钟 牧尘和黎心莲的父母 都被接到了古山基地 王日天等人也很失去 在将他们接过来的时候 就一同离开了这个地方 把这里的空间 留给了牧尘等人 黎心莲也拉着自己的父母 到一旁去聊天 等到这里 就剩下牧尘和他父母之后 牧尘便拉着父母介绍道 爸妈 这是我留给你们的礼物 我记得 你们不能契约吗 这四只怪物统领你们 可以随便契约 虽然算不上太强大 但也勉强能看得过去吧 四只怪物统领 都十分无语 他们可是这个世界 怪物阵营的boss之一啊 结果在牧尘的口中 只是一个看上去 还可以的垃圾 可偏偏 他们还不能说些什么 一个是现在的他们 完全不能反抗牧尘 另一个是因为 他们在牧尘的眼中 确实是一个垃圾 牧天辉看着这四只怪物 微微点了点头 这些怪物确实不怎么样 在我们那个年代 可能连垃圾都称不上 但在现在这个世界规则下 倒也算得上可以了 既然是儿子你的一方好意 那我就选这个骷髅龙吧 古龙 行 古龙你和我爸签订契约 不准反抗知道了吗 牧尘留下古龙 实际也是有这种打算 古龙虽然很垃圾 但他的技能还不错 最主要的是 有一个免死技能 这对于父母来说 是一个安全保障 对于牧尘的指令 古龙不能反抗 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反正他已经是牧尘的奴仆了 再签订一个条约 将自己的力量共享出去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母亲凤书玉 也在剩下的三只里面 仔细挑选了一下 最后看中了无影魔 二人都选好之后 便开始进行契约了 天族的契约十分简单 只需要互相敞开心扉 相互接受对方就可以了 牧尘也算是第一次见到了 这种奇特的契约 这种契约 是低于牧尘起源契约的 也就是说 如果牧尘有意阻止的话 父母将无法使用浑兽的力量 当然 牧尘也不会这么做就是了 等到二人都契约完成之后 父母都得到了浑兽的力量 牧尘对着父母二人说道 以后他们都归你们管了 如果东皇那边有什么需求的话 你们自己 看要不要帮助他们 说到这里 牧尘稍微顿了顿 对着父母二人说道 那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和新莲马上就要 异购战场 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吗 母亲奉书欲拉着牧尘的说道 没有了 进去之后 自己注意安全 一切以安全为主 知道了吗 知道了吗 牧尘点了点头 答应下来 父亲牧天辉 什么都没有说 他轻轻拍了拍牧尘的肩膀 一切静在不言中 牧尘也知道 父亲牧天辉的意思 对着他露出一个笑容 说道 那这一次 我真的要走了 虽然不知道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但别担心我 照顾好自己 嗯 父母都有一些不舍地点了点头 眼里满是担心和心疼 做父母的 都不希望孩子当英雄 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地成长罢了 但牧尘作为下一代天足的继承人 自然是不可能平凡下去 再加上 他有着可以改变一切的能力 所以他们既无奈 又没得选择 看着父母那复杂的目光 牧尘和他们一一拥抱 这一次离开 确实不知道会是多久 地足 天足 异构战场 最终之路 还有那神秘的白翼 对于未来 他不知道会是怎样 但他明白 自己是兴奋的 如今的他 已经以全胜姿态 军灵这个星球了 对于这个世界 他已经没有任何留恋了 唯一放不下的 可能也就只有父母了 只是他再放不下 终究也会离去 他要去更高的地方 去揭开一切的秘密 简单的拥抱之后 牧尘便带着黎心莲 离开了这里 一场充满未知的全新旅程 也从这一刻 拉开了序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